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63章 灵狱殿 龙夜临登基之后 并没有忘记他昔日的这位妃子 据说本来要给他贵妃的位子 后来因为蒋皇后反对 放在作罢 不过仍然给了他昭仪的位子 成为姨后四妃之下的第一人 相差一步 地位便天壤之别 皇帝登基之后从未来过灵狱殿一次 更不用谈到灵性灵婉了 所以曾经得宠的灵婉也只能满腹忧怨 依着灵狱殿的郎柱望穿秋水了 胡小天前来送礼的时候 灵婉正在院子里欣赏梅花 胡小天在宫女的引领下来到她的面前 公公静静道 小的参见灵昭仪 灵婉穿着深蓝色的斗篷 背身站着 左手原本沾着一枝梅花 听到胡小天的声音 左手一松 松枝反弹了出去 在虚空中来回荡动 黄色的花瓣随风飘落 有几片沾在胡小天的脸上 他抬起袖子擦了擦脸 灵婉缓缓转过身来 的确是一位游物 生得眉目如画 妖娆动人 可有了文雅的朱玉在前 两相比较 这位灵昭仪 似乎差了那么一些的风情 比起宝宝 又似乎差那么一些的性格 美女果然还是要比出来的 不过胡小天毕竟还是有些先入为主的概念 这位灵婉是皇上的女人 而且其背景很不简单 在她的心底深处 对灵婉还是戒备十足的 灵婉打量了胡小天一眼道 有事 胡小天垂头刀 奉文才人之命 特地给灵昭仪送上一份礼物 胡小天双手将拜帖和礼物呈上 灵婉示意身边的宫女接过 让宫女打开礼盒 里面却是一对翡翠手镯 看质地透度 应该是上等货色 胡小天心中暗叹 毕竟是文太师的养女 出手就是阔绰 今天送出这么多份礼物 只怕几万两银子就这么出去了 灵婉伸手去接那对翡翠玉镯 可接到手里的时候 那对玉镯却突然从她的手上滑落 宫女吓得一声尖叫 脸都白了 胡小天一个剑步跨上前去 抢在玉镯落地之前 用手接住 灵婉意味伸长道 伸手还真是不错呢 胡小天道 无非是眼疾手快了一些 林昭仪还请拿稳了 他再次将那双翡翠玉镯递了过去 林婉接过玉镯点了点头 轻声道 小胡子 你跟我来吧 胡小天对可能遭遇的困难 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跟着林婉进入了淋浴殿 走入宫室之后 林婉平退了宫女太监 看来是有话单独跟胡小天说 众人离去之后 林婉把玩着那对翡翠镯子 可这次居然手又是一划 当着胡小天的面 那镯子再度落在地上 当浪一声摔得粉碎 胡小天和他还有一段距离 对他第二次失守 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对镯子摔碎 心中却已经明白 这位林昭仪根本就是存心 故意 林婉道 哎呀 本宫手滑了 小胡子 你怎么没帮我接住啊 胡小天道 小的上次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 不是每次都有这个运气 林婉呵呵冷笑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小天躬身行李道 随口一说 昭仪切勿多想 你是猫 本宫是耗子 你是说本宫应该怕你 还是恐吓本宫你要吃了我呢 胡小天道 林昭仪多想了 小的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对昭仪不敬 林婉道 这话还差不多 哎呀 本宫的腿突然有些酸 你帮我捶一捶 他斜靠在贵妃椅上 双腿除去鞋驴放了上去 姿态极其魅惑动人 胡小天心中暗自忐忑 不知宝宝是不是将自己 是个假太监的事情 告诉了林婉 真要是如此 自己在林婉的面前 也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不过 胡小天也不怕他 老子不是什么好人 你更不是什么好人 无非是红北墨派进宫内的 一个卧敌 你的目的 恐怕是要危害皇上呢 胡小天应了一声 走了过去 来到林婉身边 林婉 像一双眉腿 向里面缩了缩 留给他一点空隙 让他坐了 胡小天闻到他身上一股 浓郁的体香扑来 看来 这位昭仪喷了不少的香香啊 显然是有备而来 太监帮妃子敲腿 原算不上什么大事 林婉一双凤幕 半睁半臂 望着胡小天道 宝宝在你的手下 你可要多多照顾他 胡小天道 蒋皇后派我们去 茗玉宫伺候文才人 以后我们会相互照顾 林婉呵呵笑了一声 你们的那位文才人 漂不漂亮 胡小天道 人间绝色 林婉 用手撑起擒手 扬起翘脸 向胡小天道 比起本宫如何 他现在的姿势 刚好摆成了一个 S型的曲线 诱惑力十足 胡小天道 春蓝秋菊 各善其场 林婉发出一串 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抬起左足 穿着罗袜的狱卒 抵在胡小天的胸膛之上 胡小天心说不好 这娘们分明是要勾引我 她赶紧从贵妃椅上起身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颤声道 小的说错了话 还望林昭仪恕罪 林婉坐直了身子 李了李秀发道 说错了什么 你是说本宫比不上你的主子 胡小天用眼角的余光 向林婉望去 却见他扬起手来 手中一道寒芒闪现 向自己的肩头疏然插落 胡小天此惊非同小可 这女人果然并非善累 竟然出手伤人 胡小天身躯向后一仰 双足在地上一蹬 身体贴着地面向后 划出一仗有余 林婉这下刺了个空 右手在贵妃椅上一拍 身体如同一片青云一般飞起 手中蓝芒闪现 脱手向胡小天的胸口射去 胡小天连续翻落 枪的一声 却是林婉射出的发簪 撞击在了地面之上 竟然刺入地面半寸有余 倘若射入她的身体上 那还了得肯定是非死即伤啊 胡小天趁机站起身来 刚刚站起 林婉的攻势就已经来到面前 披面一掌 预掌未至 一股刚烈的掌风已经扑面而来 胡小天暗叹 但看这娘们的出手 肯定要比宝宝的武功高上一筹 她见招拆招和林婉瞬间就对了五掌 在林婉的攻势之下 胡小天连连后退 眼看到了狼柱之下 胡小天腾空跃起 使出全德安交给她的金珠八部 蹭蹭蹭 瞬间就爬到了房梁之上 林婉抬起头来 冷横道 哪里走 右手一扬 又是一道蓝光射出 胡小天的身体 藏身在抱住之后 多的一声 袖剑深深刺入郎柱里面 林婉足间在地面一顿 身体螺旋上升 稳稳落在宫殿的横梁之上 双手张开 分别有三根寒光灵灵的钢针 加持在她的指缝之间 胡小天道 林昭仪 何必苦苦相逼 我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不怕自己的身份暴露吗 林婉咬牙切齿道 本宫在这里杀了你 又有谁会知道 胡小天呵呵笑道 哼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既然撕破脸 又何须顾忌太多 林婉左手挥出 三根寸许长度的钢针 朝着胡小天 击射而来 胡小天 沿着郎柱 舒然滑落 嘟嘟嘟 三声在她的头顶响起 三根钢针 定入了她刚刚所在的位置 一击落空 林婉右手挥出 又是三根钢针 从上方向下 击射而至 胡小天腾空飞跃 落在贵妃椅之上 带着贵妃椅 整个翻倒在地 突突突三声 钢针 从贵妃椅的底部穿透 几乎要挣脱而出 胡小天 按捏了一把冷汗 这娘们的暗器功夫 很不一般 真要是贴身肉搏 胡小天并不怕她 可是林婉的远距离射杀 却让胡小天近身不能 只能利用宫殿内的 郎柱和家具 进行躲避 可林婉的暗器 藏出不穷 六根钢针射完 又摸出了六根 胡小天躲在贵妃椅后面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她从胸前掏出 李云聪给她的哨子 呜地吹了一声 林婉原本已经做好了 攻击的准备 可听到哨声 却不由地发出一声尖叫 胡小天一把推开贵妃椅 又吹了声哨子 却见林婉扑通一声 摔倒在了地上 双手捂住头颅 惨叫道 别吹 别吹 胡小天心中大乐 妙啊 真是妙不可言 想不到李云聪无意中 给了自己一个大杀器 有了这个哨子 从此以后 再不用怕林婉和宝宝 姐妹两人的骚扰 林婉被哨声所致 痛苦不已 一张俏帘 轻刻间冷汗密布 手中的钢针 也失落在地上 胡小天一步步走了过去 林婉咬牙怯齿到 小畜生 你敢害我 胡小天呵呵笑道 敬酒不吃你吃法酒 老子当你是朝一供着 对你礼遇有加 你这臭娘们居然想害我 他抓住林婉的头发 罩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 胡小天刚刚被他追得抱头数窜 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这一拳显然没有流行 打得林婉身躯 如同虾米一样拱起 惨叫了一声 你好无耻 居然打女人 胡小天道 许你杀我不许我打你 这是他娘的何种道理 他抬起脚 罩着林婉的屁股 又是狠狠踹了一下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 怜香惜玉之情 林婉被他拳打脚踢 此时已经是 劈头散发狼狈不堪 哪里还敢跟胡小天耍横 哀求道 胡公公饶命 本宫错了 胡小天冷笑道 在本宫公面前居然敢称本宫 你是什么来头 真当咱家不知道吗 抬起脚来 又照着林婉的屁股踹了一脚 踢这个部位 哎呀 居然有些成瘾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林婉道 胡公公 我错了 胡小天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感觉总算出了堵在心头的恶气 转身回到贵妃椅旁 扯起贵妃椅 将插在上面的三根钢针拽了下来 借着光线望去 看到钢针隐隐泛出蓝色 凑到比以前闻了闻 一股腥臭的气息扑来 头脑感觉到一阵眩晕 赶紧将钢针丢掉 这些钢针显然都是脆毒的 胡小天在贵妃椅上坐下 一条腿敲了上去 冷冷望着林婉 林婉披头散发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脸色苍白道 求胡公公赐我解药 胡小天心中明白 林婉一定是和宝宝一样 被迫扶下了万虫弑骨丸 所以自己吹响哨子 才会牵动他体内毒发 以至于如此痛苦 胡小天道 刚刚不是你要杀我吗 林婉吓得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了地上 胡公公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胡公公 是自己人所以才会做错事 还望胡公公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和我 嗯 不要和奴婢一般计较 林婉在胡小天的威胁下 哪还有半分妃子的威仪 倘若此时的情景让外人看到 谁也分不清谁是主子 谁是奴才 望着林婉跪在身下摇尾起连 胡小天打心底生出一种快意 正所谓翻身浓奴把歌唱 只要把握住关键 证明位置是可以颠倒的 胡小天当然明白 让林婉和宝宝 俯首天儿乖乖听话的 并不是自己的能耐 而是万虫弑骨丸 手握万虫弑骨丸的解药 又拥有如同紧箍咒一样的 大杀器哨子 就算林婉身为昭仪 在自己这个小太监面前 也只有下跪的份 胡小天哪会那么容易 就将解药给她 本来圆梅准备这么早 就跟林婉摊牌 可今天她向自己猝然发难 如果不是自己突出骑兵 说不定还真要伤在她的手里 她冷冷道 谁让你来杀我的 林婉道 胡公公 奴婢没想杀你 只是想利用毒针控制住你 那不是比杀了我还要歹毒 我靠 看你长得也算清秀 怎么心肠如此歹毒 林婉戚戚爱爱道 胡公公 我真不知道 咱们原来是同门 若是知道 就算借我一个胆子 我也不敢向您下手 胡小天黑黑冷笑 女人靠得住 母猪能上树 她低声道 你让宝宝前往明月宫 究竟是何目的 林婉咬咬嘴唇道 是红先生让你来的 从她的这句话 就能够判断出 宝宝前往明月宫 绝非是红先生的差遣 十有八九是她的主意 胡小天道 你还记不记得 红先生派你们来宫内的 目的是什么 林婉垂下头去 胡小天善于从他人的 一举一动中 剖析对方的心理状态 从林婉的表现 几乎可以断定 他对红北墨也非言听计从 或许 这位林贵妃也和自己一样 是个双重间谍 想到这里 胡小天不由得觉得有趣起来 他索性赌一把 冷冷道 咱家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 总之不能坏了 红先生的大计 倘若让我查出 你还有其他的盘算 咱家必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林婉捂住胸膛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用力咬住嘴唇 他在和体内 阵阵囊熬得痛苦相抗衡 林婉颤声道 胡公公 我只是一时糊涂 让嫉妒冲昏了头脑 才会向文雅出手 胡小天已经确信 他想要谋害文雅 根本就是自作主张 冷哼一声 站起身来 今天的事情 我且放过你一次 如有再犯 绝不轻饶 他局部要走 林婉看到他这么就走了 慌忙上前拉住他的手臂 胡公公 胡小天转过脸去 看到林婉一脸羡媚的样子 再看到他披头散发的模样 怎么看怎么滑稽 这万重事骨丸还真是厉害 竟然能让一个高高在上的昭仪放下自尊 不惜取悦羡慰自己 胡小天明知顾问道 什么事啊 林婉道 还请胡公公赐药 胡小天道 你最好记着 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情 都务必要先向我禀报 假如敢擅作主张 杂家绝不饶你 这一声杂家 胡小天说的是气势十足 心头暗爽 难怪一个个 为了争权夺利 赴汤蹈火 前扑后继 权力果然是个好东西啊 带来的满足感无可替代 说完之后 又补充道 还有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宝宝也不例外 林婉连连点头答应 临行之前 胡小天方才丢了一颗药丸给林婉 此时的林婉 哪还顾得上什么 平非的仪态 接过之后就忙不迭地吞了下去 闭上眼睛 等到药力化去之后 长舒了一口气 方才睁开双目 再看胡小天早已离去多时了 林婉用力咬了咬银牙 暗暗道 胡小天 有生之年 我必将你措骨扬灰 放起心头之恨 胡小天忙完文雅 交给自己的任务 返回明月宫 发现其他几个出去送礼物的人 都已经回来了 他是最后回来的一个 这也难怪 在明月宫跟林婉斗志斗勇了老半天 耽搁了不少的时间 否则他早就忙完了 胡小天先去文雅那里复命 将送礼后别人的回礼和口信 一一送上 文雅一边听 一边在窗前秀着女工 一举一动 相及乐谣 事实上 胡小天根本没有办法 将他和乐谣区分开来 可倘若他是乐谣 为何看到自己会无动于衷 难道 他将对自己所有的记忆 都抹得干干净净 胡小天将林婉那一劫略去 文雅听完缓缓点了点头道 很好 辛苦了 无同 每人赏十两银子 看文雅的一举一动 都透着大户人家的雍容华贵 胡小天不由自主 拿他和乐谣相比 在他的记忆中 乐谣一直都是个 戚戚爱爱的可怜小寡妇 最忘不了的 就是他充满求助的眼神 可文雅 举手投足间都显得镇定自若 一个是我见游莲 让人从心底生出呵护之情 一个高高在上 整一个女强人的形象 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 转变如此之大 难不成分手的这段时间 乐谣得了精神分裂 可怎么看眼前的这位文才人 都不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做事紧紧有条 实得大体 精明得很 理智得很 区区几两赏钱 胡小天是不会看在眼里的 尽管如此 还得装得千恩万谢 正准备告辞离去的时候 外面忽然传了一阵喜悦的声音 文才人 容公公来了 来的正是在皇上身边 贴身侍奉的太监容宝兴 此前胡小天就和此人 多次打过交道 知道容宝兴为人贪婪 当初前往寺院局 找刘豫章讨要黑虎边 可以说也是刘豫章 被害的黑手之一 胡小天在内心中 也已经将此人 列为需要报复的仇人之一 容宝兴在宦官中的级别 虽然不高 可是因为他处在特别的位置 所以皇宫里里外外 对他都非常的客气 这就如同现代社会 启示业单位中 为领导开车的司机一般 他的容光 全都是背后的主人赐给的 容宝兴还没有走入宫室内 他喜气洋洋的声音 就已经响起 恭喜文才人 贺喜文才人 文雅淡然笑道 容公公来了 却不知何喜之有 容宝兴行礼后 压低声音道 皇上今儿翻了文才人的牌子 清点文才人今晚 前往宣威宫禁狱 几名宫女太监 听到这个消息 齐齐贺喜道 恭喜文才人 胡小天没吭声 翻牌子他懂 敬狱他也懂 敬就是进贡 狱就是嫁狱嘛 说出来就是齐 也就是把文雅 送去给皇上齐 他答应的 怎么我这心里 如此郁闷不爽 有种绿云压顶的感觉呢 文雅的表情 虽然带着淡淡的微笑 但是明显带着矜持和理性 从她的脸上找不到任何 娇羞惶恐的成分 她轻轻点了点头道 知道了 荣宝星又道 今天四时 奴才过来接文才人过去 文雅道 不劳公公大驾 我自己过去就是 荣宝星笑道 要得要得 皇上专门交代 务必要我亲自来接 文才人好声准备一下 等着去见皇上吧 文雅道 看赏 这次让梧桐拿了一顶 赤金元宝给了荣宝星 人比人气死人 几名明月宫的宫女太监 看到人家的大金钉 再想想自己的二两银子 顿时觉得寒颤了 没办法 谁让你地位不比人家 胡小天帮着文雅送人 荣宝星在里面 也没跟他打招呼 来到外面之后 眉开眼笑地将金钉子收好 方才向胡小天拱了拱手道 哎呀 胡公公 刚才在文才人面前多有不便 漫代之处还望海寒 胡小天道 哎呀 荣公公实在是太客气了 应该是我失礼才对 荣宝星道 胡公公晚上也过去吗 胡小天道 不知文才人要不要我送过去 此时的心情五味俱全 这货忽然发现自己的战友欲还是很强的 虽然无法断定文雅是不是乐谣 可即便是这样 仍然不想便宜了狗皇帝 荣宝星压低声音道 皇上喜欢红色 胡公公应该明白的 胡小天洋装感激不尽的样子 多谢荣公公指点 心中暗骂 我谢你八辈子祖宗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64章 禁欲 荣宝星离去之后 胡小天回到文雅身边 文雅让王仁和马良鹏去准备热水 准备沐浴 又让秋燕和梧桐两人 将他一号箱子里面的衣裙拿出来 宝宝去帮忙取他的首饰 胡小天无精打采的来到文雅面前 文雅看了他眼道 今晚你陪我过去 胡小天心中暗叹 苍天哪 大地呀 这世上还有比老子更悲催的人物吗 要把自己的女人送到皇帝床上去 老子含毛都绿了 嘴上却硬成道 是 文雅道 小胡子 你好像兴致不高啊 胡小天挤出一丝笑容道 文才人 小的正在想 您应该穿什么衣服去见皇上 文雅道 你操心的事情倒还真是不少 胡小天道 听说皇上最喜欢红色 说完之后 他恨不能反手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犯贱 老子这不是犯贱吗 文雅道 说起这件事 我心中还真是有些矛盾呢 胡小天心说你矛盾个屁 你养父把你送到宫里墓地是什么 还不是想尽早将你送到皇上的床上去 魅惑皇上 早日洞房 最好迷得那变态皇帝 神魂颠倒 为他生个大坝的小皇子 那才叫好 现在居然在我面前演戏 胡小天道 文才人矛盾什么呀 文雅叹了口气道 我入宫之前 心中的确想着早一点见到皇上 可是 真正来到这皇宫之后 却又有些矛盾了 想着 若是皇上永远都不见我 我在这明月宫中待上一辈子 倒也不算什么坏事 胡小天哪里肯兴 后宫嫔妃哪个不朝思暮想的想见皇上 为了给皇上事情只差没争的头破血流了 文雅入宫第二天皇上就翻了他的牌子 传他禁欲 说不定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此时居然还跟自己在装腔做事 假轻高 绿叉表 胡小天心中无比怨念 甚至连当初对乐瑶欺骗自己的事情 全都带入到了文雅的身上 口中却假惺惺劝道 哎呀文才人 还是不要多想的好 现在需要做的 只是静下心来 将你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皇上若是龙颜大月 说不定会册封文才人当贵妃娘娘的 胡小天说得眉开眼笑 感觉心底却在哗哗的滴血 文雅道 我没有什么太高的奢望 只求在这宫中安安静静地度过此生 这番话胡小天绝对不信 文雅虽然表现得淡定自若 无欲无求 可是胡小天凭直觉 感到在他静若直水的表情下 实则包藏着一颗异动的心 倘若他就是乐瑶 此女的心机 应该深沉到了何种地步 方能坐到泰山崩嶼面前 而毫不动容的境界 老子也自探福如了 胡小天道 有句话 小天不知当不当问 文雅道 你说 文才人有没有去过西川 文雅摇了摇头 昨日你便问过我这件事 我从小就在金陵长大 从未去过西川 那文才人认不认识一个叫乐瑶的女人 文雅一脸迷惘道 乐瑶 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下轮到胡小天 感到迷惑不解了 从文雅的反应来看 他应该不像作伪 否则胡小天提起乐瑶这个名字 他不会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望着胡小天 文雅的唇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怎么 你以为我就是乐瑶 胡小天没承认 也没否认 文雅道 我和他长得很像 胡小天道 岂止是很像 简直一模一样 他没有说谎 也没必要说谎 文雅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倒想见见他 我一直以为这世上 不会有长得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说完他又笑了笑道 你不用怀疑 我不是他 假如我早一点遇到他 或许可以问问 他愿不愿意为我入宫 胡小天道 入宫伺候皇上 乃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想他一定愿意 观察着文雅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以他在心理学上的造诣 竟然看不出文雅是否是在说谎 文雅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入宫伺候皇上 也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 是 胡小天毫不犹豫达到 文雅冷笑了一声道 连句真话都不敢说 胡小天 你让我很失望 他转身欲走 走了两步却又停下脚步 那个乐瑶是你什么人 胡小天犹豫了一下 低声答道 曾经是晓得的爱人 爱人 宦官也有爱人 文雅的这句话 似乎根本没有顾及到胡小天的自尊心 胡小天道 没有人生来就是宦官呐 晓得入宫之前 也是一个男人 也有感情 文雅豁然转过身来 美眸盯住胡小天的眼睛 出尔反尔 口是心非 你不是说 入宫伺候皇上 才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吗 为何 还要对昔日的爱人 恋恋不舍 胡小天被问得 哑口无言 论到口舌之力 少有人是他的对手 不过眼前的文雅 实在是有些厉害 他善于抓住自己言语中的漏洞 其余有力一击 面对文雅 胡小天又不能歪脚胡缠 毕竟他是自己名义上的主人 服软是必须的 文雅这次 没有让胡小天伺候着沐浴 胡小天独自一人来到院落之中 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呆呆出神 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容貌可以改变 性情很难改变 自从文雅入宫之后 他就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发现文雅和乐瑶在性情上 毫无共同之处 乐瑶温柔妩媚 优柔寡断 文雅高贵孤冷 性情果决 难道这根本就是两个人 又或是他在过去 从未真正了解过乐瑶 身后响起轻盈的脚步声 胡小天没有回头 就已经从脚步的节奏中 判断出来人是宝宝 光天化日之下 宝宝没有像昨晚那样 肆无忌惮的发动攻击 而是规规矩矩 来到胡小天身边站了 装出和他一样欣赏天空的景致 事实上天空灰蒙蒙的 同云密布 看得让人心头压抑 宝宝低声道 你心里好像很不好受的样子 胡小天笑了起来 砸家不知有多快活 宝宝瞥了他一眼 小声道 文才人真是美丽啊 别说是你这个假太监 连我这个真女人看着都有些心动 胡小天美好气道 你应该去太医院看病了 放着现成男人不喜欢 居然改换了口味 宝宝不屑道 男人 我说你是男人 你敢承认吗 胡小天望着这个放肆的小宫女 自从给她解药之后 她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 大有蹬鼻子上脸的趋势了 宝宝咬了咬嘴唇 看什么看 信不信我把你的丑事全都倒出来 威胁归威胁 这方话说的却是没有底气 当她看到胡小天掏出了那枚玉哨子 翘脸马上就变色了 颤声道 你敢 胡小天笑道 咱家有什么不敢的 宝宝马上软了下去 我跟你开玩笑的 胡小天道 转过身去 宝宝没奈何转过身去 刚刚把身体转了过去 就感觉到屁股上一阵剧痛 啪的一声 却是胡小天狠狠一巴掌落在她屁股上 这一巴掌可没留情 打得宝宝呲牙咧嘴 胡小天在她身后轻声道 下次再敢对杂家无礼 我脱了你的裤子吊答 皇上晚膳之后 就是嫔妃的禁遇时间 荣宝兴四十就已经过来接人 文雅没有让其他人随行 包括她的那个橡皮人工女梧桐在内 只是让胡小天独自一人陪她前往轩威宫 胡小天打心底不想去 不认为文雅这种行为是对自己的宠幸 而是一种变相的折磨 尽管她已经否定了文雅就是乐谣 可心底深处仍然有种要将自己女人送到皇帝床上的感觉 挥之不去 抬头望 天色未暗 空中的云彩 怎么看怎么都是一种灰绿色 正所谓绿云压顶 这顶绿帽子不可谓不大 胡小天感觉自己被压的就快透不过气来 虽然是前往轩威宫禁狱 却不是直接前往 而是先去了轩威宫旁的牧云阁 在这里被清点侍寝的嫔妃 还要进行一次沐浴焚香 然后才能送到皇上的龙床上 荣宝星始终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向文雅道 请文采人沐浴 文雅点了点头 看到两名彩妆宫女亭亭鸟鸟走向自己 伸出手去 让他们两人掺着 宛如风中白柳一般步入了沐云阁 胡小天和荣宝星就在外面候着 荣宝星笑道 哎呀 恭喜胡公公 贺喜胡公公 胡小天心情很差 按骂 贺你骂个头 老子就要被戴上一顶这么大的绿帽子 何喜之友啊 嘴巴咧开老大 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笑容的幅度虽然很大 可未免夸张了一些 僵硬了一些 同喜 同喜 荣宝星道 哎呀 若是文采人得到皇上的宠爱 以后胡公公飞黄唐达 指日可待呀 胡小天干笑道 哈哈 打洛门牙往肚里咽 谁能知道老子的悲哀 此时 一群太监从院门外鱼贯而入 为首一人正是内官间提督鸡飞花 鸡飞花身穿大红长袍 腰缠玉带 外照黑色雕球 长眉入病 凤目行微 他一走入院落之中 小宫女小太监吓得纷纷跪了下去 荣宝星脸上的笑容也是一脸 慌忙快步上前 恭敬道 机体都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名车的双眸扫了他一眼 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轻声道 荣公公不在皇上身边坐视 来这里坐什么 荣宝星道 丙姬提督 皇上今晚翻了文才人的牌子 所以 他的表情明显有些忐忑 机飞花道 文才人 咱家还未见过呢 他将雕球向后一抖 举目向沐云阁走去 荣宝星慌忙跟上 却不敢阻止机飞花 胡小天心中不怒烦喜 鸡飞花这会儿出现 十有八九是为了搅局而来 真要是让他搅和了皇上的好事 对自己没什么损失 这货 唯恐天下不乱地扯了扯荣宝星的袖子 示意他开口说话 荣宝星本来就在犹豫 胡小天这么一来 他终于忍不住到 机体多 文才人尚在沐浴 此时进去 只怕不妥 鸡飞花停下脚步 猛然转过身来 一双凤幕 蹦射出逼人的寒光 宛如两把利剑 投向荣宝星 吓得荣宝星嘴巴一扁 竟然不敢出声了 鸡飞花冷笑了一声 咱家去伺候才人 有何不妥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继续向里面走去 荣宝星不敢再出声制止 只能跟着他一起进去 胡小天也随着众人进入 一是出于关心 还有一个原因是看热闹 却不知鸡飞花 要如何对待文雅 莲花池内水汽萦绕 文雅如出水芙蓉般 在池心沐浴 嘈杂的脚步声 并没有让她惊慌失措 她仍然静静端坐在水中 两名宫女被眼前的场景吓住了 正在为她灼洗秀发的手 停顿下来 鸡飞花在莲池旁站定 微笑道 内观间鸡飞花参见文才人 文雅道 免礼 声音淡定自若 宛如古井不波 并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的畏惧 胡小天此时可以完全断定 文雅应该不是乐瑶 小寡妇绝无她这种 泰山崩于面前 而不动声色的境界 一名宫女可能是因为太过害怕 手中用来灼洗的水咬 失手落在了地上 鸡飞花的目光 落在两名惊慌失措的宫女身上 冷哼一声道 剑壁 你们就是这样伺候文才人的 还不给我滚出去 两名宫女吓得也顾不上文雅了 起身鞠躬谢罪 拔腿就逃 可见鸡飞花在后宫中 嚣张跋扈到了何种地步 文雅轻声叹了口气道 只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 鸡公公又何必对他们太过严厉呢 鸡飞花双目中流露出一丝异样的光芒 面对自己 这位新来的文才人 居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惬意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仍然能够保持一份镇定的心态 实在是非同一般 难怪文成焕那个老东西 会对他寄予厚望 鸡飞花向前走了一步道 文才人是何等身份 岂能让这帮笨手笨脚的剑壁伺候 还是杂家亲自来伺候 他口口声声叫着文才人 却又自称杂家 摆明了没有将这位新来的才人放在眼里 胡小天暗自为文雅捏了把汗 以鸡飞花的冷酷性情 就算将文雅一把捏死也有可能 如今的皇宫之中 他可以富与翻云 其他人谁又敢说个不字 文雅道 不敢劳激公公大家 小胡子你来 过去一直都是你伺候本宫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胡小天的身上 如果不是文雅说起了他 今儿胡小天一直都被处于被人忽略的状况 胡小天不由得有些头皮发紧 文雅呀文雅 你这是要坑我呀 鸡飞花一双凤幕望着胡小天 唇角却露出了一丝笑意 小胡子 文才人的话难道你没听到 是 胡小天只能走了过去 先在浴池旁边的水盆中静了静手 这才来到文雅身边 文雅道 小胡子 你为本宫将玉袍拿来 是 鸡飞花却道 文才人 还未洗头呢 他向胡小天使了个眼色 胡小天无奈 只能将地上的水咬拾起 来到文雅身边 文雅将头扬起 黑发如云 散乱在水池的边缘 胡小天咬了一勺清水 慢慢为文雅着洗秀发 文雅闭上美眸 水气争味中 美得不可放物 如果说昨儿 胡小天只是看了个 胡伦背影 今儿算是近距离 仔细看了个清楚 有物啊 果然是有物 出淤泥而不染 散拙清廉而不腰 每一根发丝 每一寸肌肤 都透露着让人心动的美 要说笨手笨脚 胡小天才是 这货虽然入宫 也有一段日子了 可贴身伺候别人的活 根本就没干过 为文雅洗头 也就是装模作样 自己几斤几两 自己还不清楚吗 鸡飞花看到 胡小天洗头的笨拙模样 心中暗暗好笑 再看文雅 秀眉微平 显然是被这丝 扯疼了头发 鸡飞花道 文才人在这宫里 还过得惯吗 文雅依然闭着眉眸 轻声道 托鸡公公的福 一切都安排得 妥当周到 鸡飞花道 有什么不到的地方 只管说出来 皇上对才人 关心得很 若是知道 我们有照顾 不周的地方 陛下肯定会不高兴 文雅道 谢谢鸡公公 等本宫见到陛下 一定会将鸡公公 对我的好处 全都告诉他 胡小天经不住 将他的绣发扯了一下 文雅吃疼 咬住嘴唇 其实胡小天是好意 只在提醒他 在鸡飞花面前 说话要客气一些 万一触怒了鸡飞花 说不定就是个 血染连蛇的下场 在鸡飞花看来 胡小天扯文雅的头发 却是在给自己出气 心中大悦 他慢条思理道 那咱家 还得要谢谢文才人了 文雅正想反唇相机 胡小天却在此时 咬了一勺水 兜头盖脸 浇了上去 弄得他不得不屏住气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鸡飞花道 在皇上身边伺候久了 就会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千万不要胡乱说话 不然就会惹得皇上不开心 皇上不开心 我们做奴才的就会不开心 皇上不开心 又怎么有心去处理朝政 皇上无心处理朝政 就会荒废大康的正业 最终受损的还是千万百姓 文雅道 皇上 他本想说朝政的事情 本宫怎么敢去管 可刚刚说出了两个字 胡小天又是一勺水浇了上来 这次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根本不想让他开口说话 鸡飞花拱下身子 春葱般的手指 落在文雅湿漉漉的黑发之障 他五指插开 在绣发中穿行 感受着发丝中的水汽 绣发沾水后有些声色 鸡飞花的手指每一动一下 文雅的头皮就会疼一下 胡小天望着鸡飞花的动作 暗自心惊 但愿他不会做出 蜡手催花的事情来 鸡飞花的手指 最终落在了文雅的尖头 指尖触摸到文雅 丝缎般柔滑的肌肤 一双凤幕中流露出羡慕的光芒 瞬间又转为忌妒和怨毒 线长的手指伸出 用食指托起文雅的下颌 小指头尖锐的尾端 落在文雅的咽喉之上 文雅能够清晰觉察到 指尖在咽喉的滑形 冰冷而尖锐 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文雅细腻柔滑的肌肤 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胡小天仿佛看到鸡飞花的手指 刺入文雅咽喉的情景 似乎嗅到一股血腥的味道 看到这池水泛起了红色 他眨了眨眼睛不是错觉 池水中竟然真的浮起一抹红色 文雅不早不晚 竟然在这个时候来了月室 鸡飞花显然也留意到了水中的变化 有些厌恶的皱了皱眉头 放开文雅的咽喉 站起身来 向胡小天道 小胡子 你送文才让回宫 是 文雅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这种时候来了月室 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饶使他心态镇定 此时也不禁修得双颊通红 用力咬了咬嘴唇 小声叮嘱胡小天 为他去拿浴袍 鸡飞花挥了挥手 一帮太监宫女全都退了出去 胡小天取了浴袍 伺候着文雅从水池中走了上来 为他将浴袍披上 这货感觉小福处有一团火 升腾了起来 强行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冲动 眼光尽量不去看文雅 帮着文雅擦进郊区 文雅处理好身子 穿好衣服 此时整个人 方才从休不可耐中 渐渐冷静了下来 胡小天装得像个老实孩子 其实这伙脑子里装满了 龌龊的念头 想入非非不算 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窃喜 哎呀 既然文雅在这档口来了越市 就不可能在今晚市寝 身体不方便还在其次 皇室之中对这种事非常讲究 当然不想他影响了皇上的运程 文雅收拾停荡 来到外面的时候 发现其他宫女太监都已经走了 只有胡小天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 方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滋味 胡小天恭敬道 文才人 咱们回宫吧 文雅点了点头 伸出一只手 胡小天抬起右臂 让他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打着灯笼为文雅引路 走出牧云阁 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 此时开始下起雪来 雪花悠悠荡荡地从天际落下 落在他们的头上 身上 胡小天体贴地帮着文雅 将斗篷拉起 遮住他尚未干透的长发 文雅道 下雪了 胡小天恩了一声 然后道 过去在西川 有没有见过雪 文雅停下脚步 美眸带着冷漠 本宫跟你说过 我从未去过西川 这还是他在胡小天面前 第一次用本宫来称呼自己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笑了起来 小天错了 小天只是忽然间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文雅道 你们一起看过雪吗 胡小天摇了摇头 文雅道 我陪你看 胡小天心说 还不知道谁陪谁呢 大冷的天 北风呼呼的吹 大雪不停的下 你居然要陪我赏雪 是我陪你才对 倘若不是你刚巧来了月室 现在可能正给皇上暖被窝呢 感情你把我当成备胎了 胡小天心里居然有些怨气 他低声道 夜冷风寒 文才人还是早些回去休息 万一着凉就不好了 皇上怪罪下来 小的可担待不起 文雅不急不慢地走着 又将手搭在胡小天的手臂上 轻声道 若是病了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胡小天暗寸 这妞儿脑子是不是被刺激糊涂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她禁欲的希望落空 破坏了一个她接近皇上的绝佳机会 所以她才会倍感失落 难不成 想通过生病这种方式 再次引得皇上的关注 真要是这样 这妞儿也算得上是居心叵测了 顶着寒风冒着雪花 回到了明月宫 文雅放开胡小天的手臂 静止进入了宫室 一会儿功夫 就将要陪着胡小天看雪的事情 忘了可一干二净 所以女人的话不能信 尤其是漂亮女人 看到文雅去而复返 几个宫女太监都倍感惊奇 等到文雅进去之后 方才一个个凑过来打听详情 被胡小天冷冷喝退 这种事情还是憋在肚子里好 明月宫内 虽然也给胡小天准备了房间 可是又小又冷 现在即便是点上火盆子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暖和起来 与其留在这里受冻 不如回寺院区去享受 本来文雅也答应过 她可以每天晚上都回寺院局去住 胡小天将这边的事情 向宝宝交代了一声 打着灯笼向寺院局赶去 寺院局和明月宫之间相距不远 大概不到两里的距离 不过中途要经过几道岗哨 胡小天如今的身份 自然不会被层层盘查搜身 方才走出了明月宫 就看到前方有灯笼朝着自己的方向移动 胡小天判断出对方是向明月宫来的 于是停下脚步 等到对方走到境前 方才发现来人是史学东和寺院局的一名小太监 他们两人显然是奔着自己过来的 史学东看到胡小天又惊又喜悼 哎呀 胡公公总算找到您了 刚听说您去了轩威宫 等到了那儿就听说您已经回来了 胡小天道 有事 史学东将头用力点了点 凑近他的耳边压低声音道 出事了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走 回去再说 方才走出几步 身后马良鹏赶了过来 胡公公留步 胡公公留步 胡小天停下脚步 马良鹏气喘吁吁追了过来 因为迎着风雪奔跑 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胡公公 文才人让您过去 胡小天向史学东道 你们先回去吧 我见过文才人再过去 史学东点了点头道 那我们先回去等着 他向胡小天使了个眼色 看来的确是出了要紧事情 胡小天又返回了明月宫 宫室也算不上暖和 文雅半椅半靠在椅子上 身上盖着一件水雕皮毯子 肩膀已在靠垫上 双手端着一杯热腾腾的深茶 正在慢慢品味着 胡小天在外面抖了抖风雪 方才跨入宫室 来到文雅面前 宫身行李道 小的参见文才人 做事要贵 其实蹲下去的很缓慢 文雅道 免了 胡小天趁机站直了身子 在皇宫中混得久了 这方面演技一流 胡小天不知不觉中 已经成了一个老游子 糊弄这帮上层人物 自有他的一套 文雅道 小胡子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胡小天恭敬道 哎呀 文才人忘了 您不是答应让我晚上 回寺院局休息吗 文雅漫不经心道 今儿风雪这么大 就没必要回去了 不如留在这里 陪本宫说说话 胡小天道 刚刚寺院局来人说 那边发生了点事情 需要我回去处理 所以小的不管多晚 都得回去一趟 看来文雅今晚 因为境遇受阻之事 心情颇不平静 不然也不会想起让他做陪 文雅一双袖梅扬了起来 喝完了最后一口生汤 将碗中递给胡小天 胡小天伸手接了过来 却听文雅道 身在曹银 心在汉 胡小天道 哎呀 文才人 错怪小的 文雅道 本宫不是责怪你 而是今晚 这心里翻来覆去的 不是滋味 总想有个人在我身边 陪着我说说话 胡小天道 既然如此 小的便哪里都不去 就留在文才人身边 陪您说话 文雅笑着摇了摇头道 看你魂不守舍的 既然有事 那就赶紧去办吧 勉强留在这里 也是心不在焉的 胡小天道 那我先去了 文雅此时却悠然叹了口气道 当真是寂寞如雪啊 胡小天文言一征 抬头却见文雅已经将双眸闭上 似乎在倾听外面的落雪之声 望着他精致的 没有半分可以挑剔的面庞 用每轮每换都不足以形容 胡小天却觉得 眼前的文雅 越发让人看不透了 史学东匆匆过来 寻找胡小天的原因只有一个 寺院局失窃了 今晚巡视的时候 他发现酒窖的门锁被人撬开 他虽然不知道酒窖里面有什么秘密 可是因为胡小天平时对这里极为看重 很少让外人进入 知道可能有了大麻烦 所以才匆匆前往明月宫报训 胡小天顶着风雪 回到寺院局 跟着史学东来到酒窖之中 他最为关心的就是地下密道的事情 有没有暴露 先来到底层 看到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史学东道 公公放心 刚才我已经清点过 应该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那药库那边呢 史学东道 全都看过了 都好好的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转身快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来到房间外面 看到门锁 仍然锁得好端端的 一颗星方才放下 然后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史学东举着灯笼 在他身后进入 来到房内不禁大吃一惊 却见房间内一片狼藉 被褥扔在地面上 床铺被翻了个底朝天 胡小天检查了一下 唯一丢失的东西就是那条黑虎鞭 其实这条黑虎鞭对胡小天来说并不重要 他才不相信服用黑虎鞭 可以重新长出命根子的荒唐传言 可是想起为了这条黑虎鞭 刘豫章已经送了性命 这条黑虎鞭代表着老爷子对自己的深厚情谊 心中顿时怒火填膺 不用问 偷走黑虎鞭的十有八九就是太监 不然其他人要来又有何用 自己一直都将黑虎鞭收藏得很好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根东西在自己这里 胡小天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荣宝兴 这货三番两次过来找自己索要此物 自己也给了他不少根虎鞭搪塞 难道是他贼心不死 怀疑到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才干出这种翻墙越户偷盗的勾当 史学东前去检查了一下窗户 发现窗户被人从外面撬开了 他摸了摸后脑勺道 哎呀应该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胡小天默不作声 拉开房门来到外面 举起灯笼 从地上寻找着可疑的脚印 外面除了他和史学东两人的脚印 再也没有第三个 胡小天鸣起嘴唇 很难说窃贼是何时潜入自己的房间 如果是下雪之后方才潜入 那么此人必然有了踏雪无痕的本事 史学东道 要不要通知侍卫 胡小天摇了摇头道 算了 反正又没丢什么重要东西 东哥 今天私院局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过来 史学东想了想到 没有 一个都没有 要不要我把咱们的人全都叫过来 一个一个的神 不用 没必要搞得人心惶惶的 胡小天也怀疑这件事可能有内贼 否则 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自己的房间 从容偷盗 而又从容逃走 史学东凑了上来 兄弟 你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胡小天道 没什么 他并不想引起太多的注意 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此时忽然听到通报之声 提督大人道 胡小天和史学东对望了一眼 他们都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鸡飞花会过来 胡小天使了个眼色 史学东赶紧去招呼寺院局的其他人 所有人都来到院落中迎接鸡飞花的到来 鸡飞花身穿黑色雕球 在两名太监的陪同下走入寺院局 和昔日众星捧月的阵仗完全不同 胡小天率领众人上前失礼 心中有些奇怪 鸡飞花不在宣威公陪皇上来这里做什么 鸡飞花摆了摆手道 算了 这么大的风雪都回去吧 咱家路过这里 忽然想起了胡公公 所以过来和他说两句话 其他人听到鸡飞花有话要和胡小天聊 于是拾去的走开 鸡飞花不等胡小天邀请 已经走向胡小天的房间 胡小天赶紧跟了上去 恭敬道 提督大人 不如咱们去那边坐 鸡飞花有些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却并未停下脚步 来到胡小天的房门前 伸手推开了房门 当他看到一片狼藉的房间 方才明白 胡小天想要阻止他的原因 不禁笑了起来 这儿好像被刚刚打劫过一样啊 胡小天攻身道 提督大人好眼力 这都看得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 瞪了他眼道 咱家又不是瞎子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句话明显暗藏深意 胡小天陪着笑道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鸡飞花走了进去 从地上拾起一张倒幅的椅子 胡小天赶紧走上去 用衣袖在椅子上面擦了擦 这才邀请鸡飞花坐下 心中却是非常纳闷 既然今天文雅身体不方便遭遇退货 那么鸡飞花岂不是就来了机会 这样的风雪之夜 刚好去给皇上暖床啊 怎么他不去讨好皇上 反而溜达到私院局来了 更奇怪的是 他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回来了 难道那根黑虎边是被他给偷走了 转念一想应该没有任何的可能 当初自己曾经将黑虎边主动敬献给他 他都不要 又怎么可能回头来做盗窃的事情 虽然鸡飞花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以他高冷孤傲的性格 应该不屑做这种事情 鸡飞花道 丢了什么东西 胡小天老老实实道 黑虎边 哦 知不知道什么人偷的 胡小天摇了摇头 没证据的事情 当然不能乱说 鸡飞花道 想不想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胡小天内心一动 看来鸡飞花果然是有备而来 难道他发现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听他话里的意思 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内情 胡小天道 想 可又有点不想 鸡飞花道 吞吞吐吐 游游游游 真是好没意思 胡小天道 想知道 又怕知道了 我也惹不起人家 鸡飞花应胡小天的这句话 而哈哈大笑起来 他点了点头道 有点意思 既然你这么想 还是不要知道答案的好 胡小天道 每次跟大人谈话 总让小天如同 醍醐灌顶 茅塞顿开 鸡飞花道 明明知道你说的是假话 可听起来 还是很舒服 胡小天道 小天对大人忠心耿耿 愿为大人上刀山 吓 鸡飞花笑颖音音道 你且打住吧 他站起身来 胡小天以为他准备离开 慌忙跟着恭送 却想不到 鸡飞花来到门外 望着漫天的飞雪 忽然道 咱家忽然很想喝酒 胡小天道 酒窖里有几堂好酒 我这就去给鸡公公去拿 鸡飞花道 不用 咱们去内关间喝 鸡飞花来了兴致 胡小天自然不敢说个不字 跟着鸡飞花一行 前往内关间 雪没有停歇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大了 胡小天心中揣摩着 鸡飞花到底有什么目的 深夜过来找自己 怕不是仅仅喝酒聊天 那么简单 说是前往内关间 可鸡飞花走的却是相反的方向 胡小天也不敢多问 发现原本跟着鸡飞花的两名太监 中途也失去了身影 他们从后宫来到了外庭 一辆马车早已等在轩辕门处 驾车的仍然是上次鸡飞花的马夫 胡小天知道此人武功绝非泛泛 上次和机关门的那场恶战 仍然记忆犹新 看来鸡飞花是要和自己一起出宫了 难道今晚又要去烟水阁碧会 鸡飞花和胡小天上了马车 马车缓缓向宫外驶去 途中自然遇到了不少的 大内侍卫巡察队伍 可当他们看到鸡飞花的令牌 自然无人敢阻拦 一路畅通无阻地出了皇宫 胡小天始终保持着沉默 直到出了宫门的刹那 鸡飞花笑了起来 小天 你怎么不问咱家要带你去哪里 胡小天道 小天相信提督大人 一定不会害我 心中却没有多少的把握 鸡飞花这个人喜怒无常 又冷酷无情 说不定今天晚上的事情触怒了他 他对自己产生了杀念 毕竟自己在文雅沐浴的时候 曾经三番两次阻止他说话 生怕他触怒鸡飞花遭到毒手 鸡飞花为人精明 万一识破了自己的用心 可就麻烦了 鸡飞花道 这样说就是害怕咱家咯 他掀开车帘 一股冷风卷着雪花飘了进来 车厢内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意 胡小天道 这样的风雪天 西凤桥的那对老人家 不会出来做生意的 不会出来做生意的 鸡飞花呵呵笑了起来 一双凤幕在黑暗中异常明亮 难为你还记得他们 胡小天道 他们做的卤牛肉很好吃 现在想起来 小天还口舌生惊呢 鸡飞花道 那回头咱们再去看看 万一他们在呢 胡小天心中确认为 绝无可能 原本那对老人家就没有什么生意 这样的风雪天 又岂会出来做生意 马车在康都内城 行进了约有半个时辰 终于停了下来 鸡飞花道 你下去吧 胡小天微微一争 不知鸡飞花究竟是什么意思 鸡飞花道 这里就是水井胡同 走进去第三家 就是你爹娘暂住的地方 胡小天听到这里内心惧震 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在这样一个风雪之夜 鸡飞花居然带着他 来探望自己的父母 鸡飞花道 咱家既然答应过你 就一定会做到 你去吧 半个时辰 咱家就在外面等你 胡小天推开车门 想要走下去 却因为太过匆忙 额头撞在了门梁上 鸡飞花看到他的样子 也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等到胡小天下了马车 他将一个包裹 从车内扔了下去 久别重逢 总不能空着手过去 胡小天接住那个包裹 一时间心中百感焦急 甚至对鸡飞花的仇恨 也冲淡了几分 拎着鸡飞花给他的礼物 胡小天踩着鸡血 深一脚 前一脚的来到父母的居所门前 深深吸了口气 这才扬起手 扣响了门环 过了好一会儿 方才听到里面传来 速速的脚步声 有人在里面道 谁啊 这声音居然是梁大壮 听到梁大壮这熟悉的声音 胡小天也不禁感到温暖了 他又敲了两下 梁大壮这才过来开门 先将大门拉开了一条细缝 看了看外面的情形 借着灯笼的光芒 隐约看到外面的身影 有些熟悉 他又不敢确认 将房门拉开了一些 更多的光束 随着房门的敞开散落在外面 梁大壮终于看清 胡小天拎着一个包裹 笑眯眯站在外面 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先是睁大了眼睛 然后用力眨了眨 发现胡小天仍然站在那里 方才惊喜万分的 哨 胡小天右手的手指竖起在唇前 向他做了个惊声的手势 梁大壮张到了嘴巴 止住了身影 可眼泪却巴搭巴搭的落了下来 胡小天走入小院之中 伸出手去 在他宽厚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两下 数月不见 这丝明显轻瘦了许多 虽然不及昔日丰满圆润 却显得精神干练了很多 我爹我娘呢 梁大壮指了指亮灯的堂物 胡小天踩着积雪大步走了过去 等到了门前 却又放缓了脚步 里面传来了父亲低沉的声音 大壮什么人 胡小天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这才慢慢推开房门 胡不韦和徐凤仪夫妇 正坐在火盆前取暖 两人都穿着粗布衣服 身上的棉袄还打着补丁 不依惊差的徐凤仪就着油灯 正在纳着鞋底 看到门外突然出现的胡小天 夫妇两人同时惊呆在那里 徐凤仪一时失手 手指被针戳了一下 鲜血冒了出来 胡小天一个剑步就冲了过去 扑通一声跪倒在两人面前 含泪道 爹 娘 孩儿来晚了 让你们受苦了 徐凤仪只叫了一声 我的儿便扑了上去 将胡小天牢牢抱在怀中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用力将他搂住 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胡不韦待在那里 什么都没说 可是脸上的表情 却纠结复杂之极 过了好一会儿 胡不韦方才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低声道 啊 凤仪 你先让小天起来吧 徐凤仪这才回过神来 一边抹泪 一边捧着胡小天的脸 小天 让娘好好看看 胡小天过去一度以为 自己会对这种 过于清净的表达方式 可能会不适应 可这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 她心中更多的是感动 看到老妈的手指仍在流血 胡小天抓住她的手 在嘴里损了损 徐凤一一含着泪笑道 长高了 也壮了 做母亲的看儿子是越看越爱 相比起妻子 胡不韦更加的冷静 她向随后跟来的梁大壮道 大壮 你去看看外面 还有没有人跟过来 胡小天道 不用看 鸡公公送我来的 胡不韦微微一争 低声道 鸡飞花 胡小天点了点头 胡不韦的表情 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你们爷俩先说话 我去 我去弃茶 徐凤一一 如梦初醒 站了起来 胡小天道 不用 可徐凤一已经出门了 梁大壮也 实相地退了出去 显然 是要给他们爷俩 留一个单独 说话的空间 胡小天 环视这简陋的陡势 联想起昔日 富丽堂皇 奴仆如云的上书府 简直是 一天一地 更感觉到 此时净况的凄凉 你还好吗 父子两人几乎同时说道 两人笑了起来 胡不为道 你先说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 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 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 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启萧强 第166章 杀 胡小天道 我还好 目前在寺院局当差 姬公公对我非常器重 周围的人也对我很好 胡不为点了点头 听到公公这两个字 内心就如同刀割般疼痛 这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龙叶林这混账 竟然让他入宫赎罪 等于断了我胡家的香火 这是何等深仇大恨 胡小天道 户部那边怎样 胡不为道 无非是榨取我的最后一点价值罢了 他将未来看得很透 知道自己即便是苟且偷生 最终仍然逃不过一死 你不该来这儿 胡不为最牵挂的仍然是儿子的处境 此次前来探望他们 还不知会给他造成怎样的影响 须知在水井胡同周围遍布朝廷的眼线 今晚过来的事情很可能被别人发现 胡小天道 没事 鸡公公既然肯带我来 就能解决这件事 胡不为缓缓摇了摇头 低声道 唯一能信得过的 只有你自己 他有很多话想对儿子说 可又不能现在说 鸡飞花是什么人 他当然清楚 儿子和这种人混在一起 无异于与虎谋皮 胡小天自从进入房间之后 始终在留意观察 倾听周围的动静 以防有人监听 现在的处境 逼迫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他从火盆中取出一根木炭 在地上写了一行字 梁大壮一直都在这里 胡不为也学着他的样子 挑了一根木炭 写道 今天傍晚过来探望我们的 我们留他没走 然后又写道 怎么你怀疑他 胡小天用手将地上的字体抹去 然后又写道 我正在计划 准备带着你和娘一起逃走 胡不为用力摇了摇头 写道 绝不可以 现在逃 等于自寻死路 又写道 要走你自己走 不要管我和你娘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 写道 我有办法 胡不为写道 打消念头 皇上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京城 他之所以不杀我 是因为我掌握着大康财富的秘密 现在杀了我 他就永远不会知道 胡小天内心矩震 此时方才明白 老爹并没有那么简单 胡不为写完就迅速擦去 又写道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拿你的性命威胁我 你不该回来 胡小天写道 若是我眼睁睁看着你和娘出事 而无动于衷 今生今世 是良心难安 父子两人目光对视 彼此的眼圈都红了 胡不为伸出手去 满是炭黑的手掌 跟儿子牢牢握在一起 院落之中 徐凤仪端着已经泡好的茶 却始终没有进去 梁大壮拱敬道 夫人 为何不进去 徐凤仪道 让他爷俩好好聊几句 我们就不用进去打扰了 梁大壮低下头去 那我就在这里陪着夫人 徐凤仪道 难为你还有这片心思 说起来 自从我们胡家落难之后 前来探望我们的下人 你还是第一个 想不到我胡家 还有忠心耿耿的义仆 梁大壮眼含热泪道 夫人 只怪大壮没有本事 胡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帮不上忙 徐凤仪淡然道 是胡家拖累了你们才对 如果不是皇上开恩 这次胡家免不了 是满门抄斩的下场 现在虽然蒙难 可毕竟大家都保全了性命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梁大壮道 全都多亏了少爷 若不是少爷舍身入宫 我等只怕早已没命了 徐凤仪叹了口气道 小天峡谷柔长 希望他好心能够得到好报 以后我们胡家的冤情若有昭雪之日 还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照顾他 梁大壮深有感触道 夫人 少爷带我恩仲如山 大壮但有一口气在 为少爷上刀山下湖海 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脚下的地面已经乌黑 胡不韦换了快地方 继续写道 身在宫中 步步惊心 切莫做鱼虎谋皮的事情 胡小天写道 夹缝中求生 玉蚌相争 鱼翁得利 胡不韦写道 我绝不会饶过龙氏 害得我们胡家断子绝孙 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刻骨铭心的仇恨 显然 因为儿子被晋身入宫的事情 将龙氏恨到了极点 他已经抱定 祸乱大康江山的念头 但有一口气在 必然要让大康的经济崩塌 胡小天在父亲面前写道 我未晋身 一切都是假象 胡家不会绝后 写完之后迅速擦去 胡不韦看到这行字 不可思议地望着儿子 胡小天向他点了点头 胡不韦的表情激动到了极点 本来他以为儿子被晋身 胡家就此绝后 所以对未来完全失去了希望 所以当他得知此事的真相 心中的喜悦难以名状 恨不能跳起来高呼几声 方才能宣泄心中的快意 胡小天又写道 现在愿不愿意跟我走 胡不韦摇了摇头 写道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让为父好好筹谋 你在宫中小心处事 务必要保全了性命 停顿了一下又写道 以后再不要过来 写完这行字全部擦去 然后扬声道 海尔他娘 怎么去了这么久 徐凤怡听到丈夫的声音 这才应了一声 拎着尚有余温的茶壶 走入房间内 梁大壮等到徐凤怡走后 方才抖落了身上的雪花 他并没有跟着进去 而是抬起头 却见屋顶之上一道黑色的身影 立在风雪之中 黑衣人一双犀利的眼睛 冷冷看了梁大壮一眼 然后足间轻点 宛如大鸟般腾空而起 在夜空中连续几个转折 扑向院落之外 鸡飞花掀开车帘 一双凤幕望向外面 身穿黑衣的车夫来到他面前 抱了抱拳 鸡飞花淡然道 怎么说 车夫低声道 他父子二人并未说话 应该是用书信的方式交流 鸡飞花宛如烈焰般的红唇 弯起一个诱人的弧度 双眸宛如星辰般明亮 哼 好奸诈的一对父子 车夫道 大人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鸡飞花 手弱兰花 拈起并角的一缕长发 轻轻滑落 低声道 精明才好 若然他是个傻子 砸家对他们 还没有兴趣呢 胡小天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水井胡同外 他向跟随自己前来的梁大壮 挥了挥手道 大壮 你回去吧 梁大壮显得有些不舍 仍然站在原地 直到看到胡小天走入车内 车影没入漫天飞雪之中 方才转身离开 鸡飞花将身上的雕球裹紧了一些 然后身躯向胡小天侧过一些 轻声道 如何 胡小天 胡小天公身行礼道 大人对小天的恩情莫齿难忘 鸡飞花呵呵笑了一声道 大恩不言谢 看来 砸家给你的恩情不算什么 胡小天道 永明于心 鸡飞花却道 得人恩果千年迹 不知 在你心中 砸家和全德安 究竟哪个更重要一些 胡小天并没有直接回答鸡飞花的问题 而是巧妙答道 在小天的心目中 没有什么比爹娘的平安更加重要 鸡飞花微笑道 你只要为咱家乖乖做事 你父母的平安 就包在咱家的身上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 有什么事情想让小天去做 鸡飞花笑道 目前只是有一件事 陪咱家喝酒 大雪纷飞 康都的街头寂寥无人 西凤桥头却仍然亮着灯火 马车停了下来 鸡飞花率先跳了下去 胡小天跟着他来到桥下 看到那对老年夫妇 在桥下正在准备韭菜 河岸边有一条小船 就是两夫妇的住处 胡小天心中不免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两口子 究竟和鸡飞花是什么渊源 为何鸡飞花总是光顾他们的生意 连风雪天也会专程来此 鸡飞花和胡小天 来到小桌旁坐下 马上老太婆就端上了热腾腾的卤牛肉 白脸藕 还有刚刚炸好的小鱼 外酥里嫩 香气四溢 冷风卷着风雪 不停扑入桥梁的拱洞之中 胡小天接过车夫送来的玉堂春 在小黑碗中满上 鸡飞花端起酒碗 也不说话 仰手先干了一碗 胡小天也喝了一碗酒 只是不知道鸡飞花这么晚了将自己叫来这里来喝酒的目的 鸡飞花道 这好像是京东的第一场雪吧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前两天下了些炎烈 若说下雪 今天才是真正的第一次 鸡飞花道 每年第一场雪的时候 咱家都会来到这里喝酒 这对老人家知道我的习惯 所以 只要是冬天的第一场雪 无论多晚 都会做好酒菜 在这里等我光顾 胡小天看了看那对默默忙碌的老年人 李生道 真是难得呀 他们也算得上是有心人 鸡飞花道 这世上很多的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 咱家从未说过我要来 他们却数年如一日的准备 咱家也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胡小天为鸡飞花满上那碗酒 随着跟鸡飞花接触的加深 他发现鸡飞花的身上 的确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或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格魅力 相比阴瑟瑟的全德安 他宁愿和有些狂妄的鸡飞花相处 人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胡小天意识到 自己也因为鸡飞花改变了一些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眯起双目望向皇宫的方向 大雪纷飞 已经看不清皇城的轮廓 鸡飞花道 雪天里总觉得这个世界说不出的孤单 好像突然间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 胡小天端起酒碗道 我还在大人身边 大人并不孤单啊 鸡飞花可与星辰争辉的双眸 投射到胡小天的脸上 看了一会儿 又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道 其实 你又何尝不是孤单寂寞着呢 她的目光落在 仍在一旁忙碌的老年夫妇身上 低声道 她们虽然不说话 可是她们对彼此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全都清楚 人生一世 又有几人能像她们这样相濡以沫 老来为伴呢 胡小天心说 这可不像你啊 你鸡飞花明明是雄霸皇城的一代枭雄 又怎么突然间变得儿女情长了 难道是因为文雅的入宫而被刺激到了 胡小天道 大人还有家人吗 鸡飞花的眼眸中略过一丝失落 烧闪即逝 他摇了摇头 可马上却又点了点头 这皇宫便是咱家的家 皇上便是咱家的亲人 说到这里 又将碗中酒一饮而尽 朗声道 所以 这皇宫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瞒不过咱家的眼睛 胡小天内心一颤 鸡飞花的这句话 似乎一有所指 难道自己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一道身影忽然从桥头跌落下来 此前毫无征兆 胡小天被吓了一跳 他定睛望去 却见那人劈头散发的被吊在那里 身体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双手不停挥舞 可惜雅学被人制住 只能像冰死的鱼一样 不停张大嘴巴 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那对老年夫妇仍然在默默准备着饭菜 似乎眼前的一切都和他们无关 单单是这对老年夫妇的淡定 就可以断定他们绝非普通人物 胡小天借着火光辨认出被倒吊在桥头的这个人 竟然是大太监荣宝兴 心中的震惊难以形容 鸡飞花微笑道 你应该认识他 胡小天点了点头 荣公公 荣宝兴乃是皇上的贴身太监 刚才还在宫中 却想不到此时竟然会被吊在西凤桥头 毋庸置疑 这一切显然都是鸡飞花所为 胡小天暗自揣测 应该是文雅禁欲的事情 触怒了鸡飞花 所以他才会对荣宝兴下手 鸡飞花道 咱家是个户短的人 从来只有我的人可以欺负别人 不可以有别人欺负我的人 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 筷子轻轻一抖 一颗花生泥流星般飞了出去 撞在荣宝兴的胸口 荣宝兴感到胸口一疼 却终于可以发声 惨叫道 鸡公公饶命 鸡飞花笑道 你又没得罪我 我为何要你死 荣宝兴哀嚎道 胡公公饶命 我 我不该让人偷了你的黑胡鞭 胡小天心中暗叹 那根黑胡鞭果然是被荣宝兴盗走了 杨怒道 你为何要盗走那件东西 荣宝兴颤声道 皆因我鬼迷西窍 我想用那根东西取悦皇上 几次找胡公公索取不得 所以才出此下策 鸡飞花叹了口气道 你在皇上身边做事这么多年 居然还不长脑子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到现在都不明白 难道你这么大的年纪 都活到狗身上了 荣宝兴哀嚎道 鸡公公饶了我这次 鸡飞花的目光望向胡小天 荣宝兴道 你们不能杀我 咱家贴身伺候皇上 皇上不会对我的死 我不闻不问 只求你们 给我一条活路 以后咱家必然会报答你们 鸡飞花望着胡小天道 他偷的是你的东西 咱家帮你将小偷找了出来 至于怎么发落 还要看你的意思 胡小天心中暗存 鸡飞花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呀 根本是荣宝兴得罪了他 鸡飞花对荣宝兴生出了杀念 不然他岂会将荣宝兴 从宫中劫掠出来 可鸡飞花既然做了这件事 就不会再给荣宝兴留下活路 荣宝兴注定是活不过今天晚上了 偷黑虎边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触怒鸡飞花的是文雅禁欲之事 这件事十有八九 是荣宝兴一手安排 胡小天缓缓站了起来 走向荣宝兴 荣宝兴看到胡小天走来 吓得魂飞魄散 颤声道 胡公公饶命 你若敢杀我 皇上绝不会放过你 胡小天道 你这句话反倒提醒了我呀 他来到荣宝兴面前忽然伸出手去 右手抓住荣宝兴的咽喉狠狠捏了下去 静夜之中传来清晰的骨骼碎裂声 胡小天修炼玄冥 英风爪 已非一日之功 对付一个丧失反抗能力的老太监 还不是手到擒来 荣宝兴死不瞑目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充满不甘的望着胡小天 身后传来清脆的掌声 却是鸡飞花在为胡小天鼓掌 弦明英风爪 这一招颇得全德安的神随啊 胡小天在河水中洗了洗手 重新回到鸡飞花的身边 荣宝兴的尸体 仍然在夜风中荡来荡去 那老妇从尸体旁边经过 对这句尚未冷却的尸身视而不见 胡小天虽然亲手杀掉荣宝兴 可是面对死不瞑目的一具尸体 她可做不到像鸡飞花一样谈笑风生 鸡飞花凤目朝容宝兴的尸体一撇 笑得越发畅快了 她的笑容妖也妩媚 倘若不是知道她的真正身份 一定以为眼前是个女人 鸡飞花端起酒碗道 喝酒 胡小天双手捧起酒碗 跟鸡飞花碰了碰 仰手一饮而尽 酒壮英雄胆 火辣辣的一碗酒进入体内 腾的一股热力窜身而起 胡小天整个人顿时感觉舒服了许多 鸡飞花道 明月宫你不会待得太久 过两天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你且配合就好 胡小天心中不由得一沉 鸡飞花果然不准备放过文雅 看来是要对文雅动手了 胡小天道 有句话 小天不知当讲还是不当讲 说 胡小天道 文雅只是一颗棋子 他们将她送到宫中的墓地 或许并不是为了取悦皇上 鸡飞花将酒碗缓缓放在桌上 为止 微微移动 大人 有没有想过 倘若他只是一个诱饵 若是我们急于对他出手 岂不是正合了他们的心意 鸡飞花微笑道 这砸家倒是没想过 可是明明知道是一只苍蝇 却要强迫咱家将它吞下去 咱家可做不到 咱家素有洁癖 眼里揉不得一颗沙子 胡小天心中暗道 说文雅是一只苍蝇 这世上有那么漂亮的苍蝇吗 倘若真有 自己倒不介意将它吞下去 鸡飞花道 咱家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总是改变不了 他拿起一个蓝布包放在桌上 慢慢推到胡小天的面前 胡小天认得这样东西 里面包裹的就是黑虎边 鸡飞花意味深长道 收好了 千万不要再让别人偷去 荣宝新的尸体 仍然在一旁摇曳 绳子摩擦在桥头 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胡小天知道 鸡飞花美貌如花的外表下 却包藏着一颗极其冷酷的内心 虽然目前他对自己还算不错 那只是因为自己对他 还有利用的价值 倘若有一天自己已经没有了 值得他利用的必要 鸡飞花绝对会 毫不犹豫地铲除自己 就像自己杀掉荣宝新一样 虽然荣宝新是死在自己手里 真正决定他命运的却是鸡飞花 窃取黑虎边这件事 绝不至于让皇帝身边的天生太监丧命 真正触怒鸡飞花的原因 是因为荣宝新一手安排了禁狱之士 想将文雅送到皇帝的床上 而文雅突然来临了月室 让原本安排好的事情落空 胡小天再次领会到了 鸡飞花阴痕果决的手段 即便是荣宝新 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 得罪了他 仍然免不了被杀的下场 回到皇宫的时候 已经接近午夜 胡小天在路口却突然犹豫了起来 向前是寺院局 向右却是前往明月宫 愁愁片刻 他终于还是选择向右 雪没完没了地下着 很多地方已经没过了足淮 这么大的雪 在康都已经有多年未见 走入明月宫 看到宫室之中 仍然有灯光透出 胡小天意识到 在这样的静夜之中 仍然有人未眠 他无意打扰别人的清静 看到四下无人 施展金珠八步 腾空越过围墙 落到院落之中 然后捏手捏脚 来到属于自己的房门前 正准备开门进去 忽然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道 我还以为 你今晚都不会回来呢 胡小天内心一惊 转身望去 却见文雅披着白色雕球 站在风雪飘扬的庭院之中 他不知文雅 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翻墙而入的情景 刚刚到来 还是早就站在了那里 从他肩头的落雪可以判断出 他应该在外面待了不短的时间 无论怎样 文雅都不可能是在等待自己 胡小天躬身行李道 小的惊扰了文才人睡眠 真是罪该万死 文雅淡然道 我一直都没睡 你谈不上什么惊扰 胡小天道 外面风雪太大 文才人还是尽快回去休息 千万不要着凉 更何况 宁尖的身子还不方便 他在婉转提醒 文雅今天刚刚来了月市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文雅翘脸 微微一热 轻声道 本宫就是在里面待的气闷 所以才出来走走 他的美眸环视了一下周围 轻声叹道 经历了这场暴雪 只怕这园子里的多半花朵都要败了 胡小天微笑道 能在这个季节盛开的鲜花都无惧风雪 文才人过去应该听说过踏雪寻梅 文雅点了点头 缓步走向一旁的蜡梅 手指拨动蜡梅树枝 枝上的积雪速速而落 他低声道 我听说你在康都素有财名 只此风雪漫天之夜 不如你做一首诗给我听听 大冷的天 胡小天可没有这个雅兴 尽管文雅是位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尽管文雅长得和乐瑶一模一样 可胡小天更清楚 眼前这位是皇上的女人 别说是碰 只怕多看上一眼都是不敬 胡小天道 哎呀 外面传的事情又有多少靠谱呢 小天未入宫之前 也就是个混吃溜喝蒙混度日的主 根本不懂什么诗词 在宫里讨生活 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得 太监 也是这样 枪打出头鸟 自从淹水阁的事情之后 胡小天就学了个乖 文雅脸上的表情突然转冷 胡小天此时 画风一转道 文才人真要是想听 那小的也不敢藏拙 多年以前曾经在下雪的时候 写过那么一首词 就念来给您听听 文雅道 汐尔公听 胡小天轻了轻嗓子 莲外雪出飘 翠晃香宁 火未消 独坐夜寒人欲卷 条条 梦断更惨 被寄了 文雅听他送完 亲手低垂了下去 显然被这首词的意境打动 默默回味了好一会儿 方才道 夜深了 回去休息吧 胡小天道 小的送财人进去 文雅点了点头 将柔仪交到他的臂弯之上 此时忽然听到外面一阵骚乱 文雅 微微一睁 胡小天施以他先回去 此时外面已经响起了 砰砰砰的杂门声 敲门声将王仁 马良鹏宝宝宝几人都惊醒 王仁打着哈 揉着眼睛最先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胡小天道 胡公公 外面什么事情 胡小天道 去开门看看 他带着一群人来到大门前 王仁走过去 将房门拉开了 方一拉开房门 外面一群大内侍卫 便哗啦涌了进来 王仁一时夺斩不及 被撞得亮亮枪枪 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胡小天怒吼道 干什么 全都给我站住 一帮侍卫蜂拥而至 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口口声声叫着抓贼 胡小天一看势头不对 抬脚照着其中一人踹了过去 这一脚 踹中对方的胸膛 将那名侍卫踢得向后 踉呛退去 一直撞到同伴的身上 方才停下后退的势头 此时这帮侍卫 方才停下了脚步 队伍从中分开 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 从中走了出来 他向胡小天拱手心里道 哦 胡公公 恕罪恕罪 胡小天定睛望距 此人却是黄公一等侍卫 陈城墙 也是当晚这一区域职业的领班首领 一等侍卫属于正四品带刀 黄公内也不过有区区五十人 他的身份地位并不比胡小天低 从品阶上还要高尚一些 胡小天和陈城墙并不熟悉 打过数次照面 并没有直接交流过 黄公内侍卫容区变换频繁 就是害怕侍卫和内官走得太近 胡小天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冷冷道 深夜闯入明月宫 惊扰文才人休息 不知陈统领是何居心呢 陈城墙还没有来得及解释 却听有人惊呼道 房顶有人 胡小天转身望去 果然看到明月宫房顶之上 有一道黑影站在那里 冷冷望着他们这群人 然后一转身翻越乌籍 不知逃向何方 陈城墙怒好道 哪里走 他已经顾不上跟胡小天解释清楚 一个箭步就从胡小天身边窜了出去 其余侍卫看到首领前往抓贼 一个个也都争先恐后地冲上前去 胡小天这会儿明白了 感情真有贼潜入 要说这皇宫还是真不太平 自己的黑虎边刚刚被人偷 这边又有贼夜入明月宫 胆子也推大了一点 难不成是想偷香窃欲 想起这事 胡小天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他向马良鹏宝宝几人道 赶紧去保护文才人 几人慌慌张张赶到宫内 还好文雅没什么事情 梧桐厚在他身边 警惕十足 看到胡小天几人进来 梧桐立声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小天道 可能有贼潜入 大内侍卫追进来了 梧桐怒道 这帮侍卫都是吃闲饭的 居然会让贼人混进来 他性情冷傲 始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胡小天对此女打心底的厌烦 不过这句话 说得倒是非常合乎他的心意 这帮侍卫的确是吃闲饭的 而且非常无礼 文雅轻声道 算了 皇宫也不是密不透风 难免有疏漏的地方 此时屋顶上传来脚步声 几人同时抬头向上望去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平息下去 听到宫外传来一个 红亮的声音道 指手四品带刀侍卫 陈长强 求见文才人 胡小天道 不如我去见他 文雅道 让他进来吧 胡小天朝王仁使了个眼色 不多时 王仁引着几名侍卫走了进来 这帮侍卫并没有找到 那名贼人的踪影 所以特地求见文雅 想要在明月宫内外进行搜查 以免贼人藏匿其中 虽然这帮侍卫的请求 与礼节不合 但是却非常必要 倘若那贼人当真藏匿在明月宫 对文雅就构成了威胁 要是闹出了事情 恐怕所有人都会被追责 文雅在这件事上也表现得非常配合 同意侍卫进入明月宫进行搜查 当晚的这番折腾可真是不轻 一直到深夜三更 方才将明月宫里里外外搜查了个遍 确信那名贼人并不在明月宫 陈长强这才过来向文雅禀名 文雅听他说完 轻轻点了点头道 没事最好 你们也辛苦了一个晚上 赶紧回去休息吧 陈成强道 保护文才人的安危是我们的职责 文才人 只管放心安情 我会加强明月宫周围的警戒 力求做到 万无一失 文雅道 陈统领费心了 陈成强这才站起身来 目光向文雅的俏脸上望了一眼 不觉呆了一下 还好他迅速反应了过来 又是身身一衣 带着手下人离开 文雅道 小胡子帮我送送陈统领 胡小天送这帮侍卫出去 来到门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道 哎呀陈统领 我今儿就送到这里了 陈成强拱手道 胡公公留步 今晚多有叨扰了 还望胡公公勿怪 胡小天笑道 哎呀 大家都是为了文才人的安慰着想 不怪不怪 望着陈成强远去的背影 胡小天目光中却闪烁出几分疑惑 今晚的事情总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 事情怎会这般凑巧 如果说私院局遭贼 那叫内贼还情有可原 今晚明月宫也有贼影出没 黄宫大内防守里三层外三层 可谓是密不透风 哪有那么容易让飞贼混进来 而且明月宫又不是黄宫中的什么重要地方 为何偏偏选中了明月宫 难道今晚的事情也是内贼 也和鸡飞花有关 也许他故意在宫内制造混乱 也未必可知 经过这一番折腾 胡小天早已困意全无 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脑子里仍然在想着今晚发生的一切 从门缝中看到明月宫公室内的灯火 终于熄灭 想来文雅终于入睡 胡小天正准备返回床上 却听到房门被轻轻敲响了两下 胡小天来到门外低声道 谁 我 宝宝在外面低声道 胡小天拉开门栓 将宝宝一把拉进房内 然后又探头向外面看看 这会儿功夫 宝宝已经一口将桌上的蜡烛给吹熄了 室内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胡小天将房门插上 找到宝宝所在的位置 压低声音道 你深夜来此 所为何事 宝宝忽然整个人扑了上来 纵身入怀 牢牢将胡小天抱住 低声道 我冷得很 胡小天知道 他素来狡诈多变 虽然暂时被自己所知 也保不齐他还会生出什么歹意 于是抓住他的双手 这是为了防止他在黑暗中 对自己突失暗算 宝宝的双手冰冷异常 郊区微微有些颤抖 不知是因为天气寒冷 还是因为和胡小天 如此近距离接触激动的缘故 胡小天将他的双手反捡到身后 以这样的姿势拥抱着他 提防他做出危害自己的举动 黑暗中宝宝轻声笑了起来 翘脸埋在他的胸膛上 小声道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你心好重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寝生 跟你这种蛇蝎美人相处 咱家还是小心为妙 宝宝道 我有话想跟你说 胡小天道 天冷地寒 不如咱们换个地方说 去哪里 胡小天搂着他的郊区 轻轻一旦 就是歪倒在了身后的床上 宝宝挣扎了一下 脚声催道 你这下流胚子 就会占人家的便宜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相互取暖 彼此未及 你好像并不吃亏呢 宝宝道 我有正经事 今晚我看到那个马良鹏和秋燕 鬼鬼祟祟的来往 胡小天笑道 咱们两人不也是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 宝宝附在他耳边 吹气如蓝道 秋燕 乃是皇后身边的人 那又如何 宝宝道 他们和梧桐应该是不认识的 我今儿还看到梧桐偷偷放飞了一只鸟 胡小天道 那又代表了什么 宝宝道 笨蛋 代表了他在和宫外联络消息啊 胡小天黑黑笑了起来 宝宝因为他的笑 而变得有些恼羞成怒 双手被他抓住 只能张开嘴唇朝他下巴上摇了过来 怎奈胡小天过于狡猾 一低头 将他的嘴唇捉了个正着 宝宝刚刚酝酿起来的战斗力 却因为他的热吻而溃不成军 从被动承受到默默配合 是一个过程 这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变化 宝宝好不容易才说服自己 挣脱开这丝的纠缠 嘴上恶狠狠说了一句 终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这句话非但没有半分的杀气 反而蕴藏着只有他自己 才能够懂得的甜蜜 更何况说完之后 就将发热的翘脸 藏在胡小天的肩膀上 胡小天道 我信不如现在 宝宝感到这丝似乎正在蠢蠢欲动 猛然将手挣脱开来 双手抵在胡小天的胸前 用力撑住他 以这样的方式 和他保持足够的距离 胡小天看到宝宝赋予顽抗的样子 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借着微弱的光线 看到他羞涩以泥的神态 自然也有些星夜神谣 低声道 以后乖乖听我话 咱俩一条心好不好 宝宝抿了抿嘴唇 闭上眼睛 这种时候他居然还在想 考虑了好一会儿方才道 你太狡诈 我担心你骗我 胡小天道 拜托你用脚趾头想一想 咱们认识这么久 我可曾主动坑过你 害过你 宝宝睁开眉眸 唇角浮现出一丝妩媚的笑意 胡小天看得心圆一马 抓住他的手腕 整个人压了上去 黑暗中 宝宝的胸膛在剧烈起伏着 眉眸用力必须 有些惶恐 又有些羞涩 可忽然宝宝抱住了他 附在他的耳边低声道 有人 胡小天正在星夜神谣之时 哪里还顾得上 关注周围的情况 听到宝宝这么说 沸腾的血液 轻刻间冷却了下来 双目瞪得滚圆 望向隔窗的方向 想不到 宝宝的耳目如此敏锐 宝宝低声道 窗外 胡小天向他嘘了一声 然后低声道 你回去 我将这个人揪出来 宝宝点了点头 迅速从床上爬了起来 看到长裙已经被掀到了大腿处 虽然还穿着内衣 俏脸 却修得就要燃烧起来 低下情手不敢再看胡小天 黑暗中迅速整理好衣裙 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胡小天侧耳倾听 这动静果然来自后窗 他跟着宝宝的脚步走了出去 示意宝宝继续向明月宫的方向走去 此举是为了吸引那个潜伏者的注意 宝宝反手关上房门 然后不紧不慢地在雪中走着 胡小天腾空一跃 双手抓住屋檐 一个倒挂金钩就已经翻上了屋顶 站在屋顶之上 居高临下向下望去 宝宝走到明月宫前方的时候 果然有一道黑影从自己居处后方绕了过来 那人拱腰涅步 落脚极轻 踩在雪地上声息极其细微 倘若不用心倾听 根本听不到他的动静 胡小天看到那人来到自己正下方的时候 悄悄接下一片瓦片 猛然向那人后心射去 与此同时足间在屋顶一点 从高处俯冲而下 瓦片呼啸而至 被潜伏者及时觉察 他一转身 顺势一脚踢在瓦片之上 砰的一声闷响 瓦片四分五裂 此人的角力竟然极强 不等他站稳脚跟 胡小天已经神兵天将 下手绝不容情 玄冥阴风爪 连续三爪 朝着对方的面门抓去 潜伏者并没有硬汉其风 双膝围曲猛然崩直 脚掌如同滑雪板一般 在雪地上倒滑而行 转瞬之间已经滑出 三丈的距离 胡小天的连续三爪 全部落空 向前跨出一大步 滑爪围拳 轰向对方的前胸 潜伏者右腿横扫 席卷起地面上大片雪花 宛如一道木墙 挡在胡小天的面前 拳风击打在雪花木墙之上 发出喷喷两声乍响 全德安传给胡小天的 十年内力 声势已经相当害人 潜伏者身穿宫廷太监服饰 半边面孔用黑布遮挡 一双眼睛流露出 惊骇莫名的光芒 他似乎对胡小天的实力 缺乏充分的估计 此时宝宝已经追风 逐电般向这边而来 未到面前双手连续挥出 秀剑破空 发出尖锐的嘶笑 潜伏者左右腾挪 虽然成功躲过秀剑的射杀 却拖慢了逃离的步伐 胡小天已经冲了上去 攻势如潮 玄冥阴风爪 一爪接着一爪 那潜伏者终于没能逃过 被他一把抓住尖头 指尖抠入尖头肌肉之中 用力一扯 五道血痕即可见骨 鲜血沿着那名潜伏者的 手臂低落 强忍疼痛 右手抽出一柄短刀 照着胡小天的胸膛刺去 又被胡小天抓住手腕 用力一拧 咔嚓一声 望骨被胡小天硬生生折断 刀也落在了地上 宝宝此时也已经赶到 挥拳击中那人的后心 在两人的前后夹击之下 那名潜伏者哪还承受得住 呼地喷出一口鲜血 坐倒在雪地之上 胡小天迎上去 一脚踹中他的胸口 将他踹倒 宝宝凑上去 扯下蒙在他脸上的黑布 雪光映照之下 将此人的面孔轮廓 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和他们一起 被派来伺候文雅的小太监 马良鹏 马良鹏嘴上满是鲜血 残叫道 胡公公 饶命 刚刚我只是出来小姐 看到宝宝进入你的房间 所以一时好奇 宝宝拾起地上的尖刀 一双美眸充满杀鸡 慢慢向马良鹏逼迫而去 他显然兴起了灭口的心思 此时明月宫忽然有灯光亮起 却是梧桐和另外两名宫女太监出来 马良鹏看到有人慌忙叫道 救命 胡小天原本还没有下定狠心 听到这丝不分好歹地叫了起来 心中一横 抓住这丝的脑袋用力一拧 咔嚓一声脆响 马良鹏便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声息了 吴童最先赶到现场 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经意睁 旋即一双目光恶狠狠盯住胡小天 你居然杀了他 胡小天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了他 是他自己跌倒摔断了脖子 宝宝此时的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郊躯软瘫在雪地之上 双拳堵住嘴唇 一副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 大声尖叫起来 总之他要装出被吓坏的样子 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交给胡小天去应付 胡小天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对胡小天充满百分百的信心 以他的聪明智慧 这点小风小浪根本担不住他 吴童怒道 我亲眼看到你扭断了他的脖子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文雅也被惊醒 刚刚离去的那帮大内侍卫听到动静 又在陈城墙的引领下去而复返 马良鹏被胡小天杀死无疑 不过胡小天给出的理由很充分 杂家刚刚就请 忽然听到有女人尖叫 于是杂家便出来查看情况 结果看到此人挣脱着宝宝往花园里走 杂家看到他蒙住面孔 料想他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就冲上来救人 他先是向我投掷绣剑 然后又扔下瓦片 最后还掏出匕首想要夺了我们的性命 于是杂家分起反击 最后终于成功将他制服 哎 只可惜 手中了一些 陈城墙望着已经弃绝身亡的马良鹏 心中暗自苦笑 何止是手中 简直就是杀人灭口 却不知马良鹏看到了什么呀 胡小天非要将之置于死地 他的目光转向仍然瑟瑟发抖的宝宝 你看到了什么 宝宝抽气不移的 我 我刚刚出来如此 可还没有走到地方 便被一个人从后面抱住 捂住我的嘴巴 将我往后拖 我吓得魂飞魄散 只因为自己要死了 幸亏 胡公公这时候冲了出来 然后他们便撕打在一起 我 我一个女流之辈又帮不上忙 陈城墙看到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心中居然信了八成 女人说谎 天生就有优势 再加上胡小天将所有的事情都揽了过去 宝宝说的情况和他的描述 基本符合 吴童他们是后来出来的 虽然吴童说亲眼看到胡小天 折断了马良鹏的脖子 其他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目力 所以亡人和邱燕都没看清什么 吴童显然没有放过胡小天的意思 仍然坚持到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赶出来的时候 马良鹏的手脚仍然还在动他 是他 觉察到我们出来 所以才一把扭断了马良鹏的脖子 根本是要杀人灭口 胡小天听到杀人灭口四个字 不禁有些恼火 怒视吴童道 剑壁 你说咱家要杀人灭口 咱家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我做事堂堂正正 皇宫上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马良鹏跟我无怨无仇 我因何要杀人灭口 根本是你想坑害咱家 所以血口喷人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我老杨 第三卷 祸起萧墙 第一百六十八章 插花 胡同转向王仁和秋燕 你们两个几乎和我一起出来 你们说 当时你们有没有听到马良鹏高呼救命 王仁和秋燕对望了一眼 两人的确听到了 可是当着胡小天的面 他们也不敢说 若是证明了这件事 等于帮助胡同一起推胡小天下水 倘若胡小天渡过此关 又岂能饶了他们 胡小天哈哈大笑 救命 假如你拿刀来杀我 你高喊救命 难道就能证明是老子要杀你吗 胡同听他以老子自称不由的大怒 胡小天 你休要嚣张 根本是你举心叵策 不知你和这贱人搞什么苟且之事 被马良鹏撞上 所以才杀人灭口 宝宝听到这里悲鸣一声 竟然晕了过去 当然是装的 装成受辱不住的样子 胡小天瞪圆了眼睛 其实 胡同还真没冤枉他 可哪怕是猜到了也不能承认 胡小天指着胡同的鼻梁道 好你个贱人 居然污蔑咱家清白 咱家都净身了 如何做得苟且之事 真是弃杀我也 一群大内侍卫在周围听着 经不住 暗暗偷笑 其中有觉得好笑的 有幸灾乐祸的 别看你胡小天 贵为私院局的总管 守着一帮如花似玉的宫女娘娘 却只能看不能动 谁让你压少了根东西 胡同道 皇宫里 从不缺少太监和宫女的苟且事 胡小天道 苟且你老母 老子行得正做得直 一颗忠心可朝日月 你这贱臂再敢侮辱我 我绝不建议多送走一条人命 这货起身做事要向梧桐出手 却被一帮侍卫拦住 一旁沉长强盗 胡公公 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这件事务必要调查清楚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给公公一个清白 话虽然说得客气 可真正的用意 却是要将胡小天带走调查 胡小天冷笑道 陈统领 什么意思 怀疑我 不相信咱家说的话 陈诚强盗 胡公公不要误会 毕竟人命关天 皇宫里面出现这样的命案 是必须要调查清楚的 陈某职责所在 还请胡公公体谅 胡小天道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擦亮了 你们仔细看看 他马良旁若是没有鬼 为什么要用黑布蒙面 又为何携带凶器 你们这帮侍卫 领着大康的俸禄 蒙受着皇上的恩责 却都是一群 久囊饭带之辈 他一句话将所有侍卫都骂了 陈长强脸色铁青 自然是心生怨恨 胡小天道 杂家还没问你们警戒不言之责 而等居然反咬杂家一口 若不是你们仁服于事 大义失责 又怎会让人潜入明月宫 又怎会有这种居心叵测的小人 潜伏于内宫作乱 他骂完陈城墙 又指着梧桐道 还有你这个贱人 口口声声污蔑杂家 难不成 这个马良鹏 是你的肩腹不成 所以你才这么恨杂家 哼 急着为你的肩腹报仇 你 梧桐一双眼睛 几乎就要喷出火来 双拳紧握 似乎要冲出去 和胡小天拼个死活 此时文雅从宫内走了出来 冷冷道 今晚 看来真是不想让本宫安寝了 一群人慌慌忙忙向文雅行礼 陈城墙叫了声文才人 主动上前将了解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梧桐也走了过去 向文雅道 文才人 这胡小天居心叵测 狼子野心 居然干出这种杀人灭口的事情 你住口 文雅历声赤道 梧桐不由得一争 他显然没有想到 文雅会对自己如此极言利色 文雅冷冷向地上的尸首扫了一眼 居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畏惧 目光来到胡小天的脸上 一字一句道 对胡公公的忠心 本公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的 陈统领 你们还是好好调查一下 马良旁的来路 这句话等于告诉所有人 胡小天并无可疑之处 也表明他是站在胡小天这一边的 胡小天心头暗爽 还算你有些良心 陈城墙却并没有想就此放过胡小天 恭敬道 温才人 毕竟是一件命案 此事在下也做不了主 必须请胡公公和这位宫女回去调查 等明日 温雅怒道 这里是明月宫 难道本宫说话都不算吗 陈城墙明了明嘴唇 转念一想 也不怕胡小天逃到哪里去 拱了拱手 是一收队 胡小天不忘提醒他道 哦 陈统领 别忘了将这具尸体带走啊 众人离去之后 宝宝仍然躺在雪地上装晕 胡小天看到他的样子 心中好笑之余 又有些怜惜 唉 为了装得四模四样 这妮子也是拼了 在雪地里睡这么久 也不知他冷不冷啊 文雅 让王仁和秋燕 将宝宝先带回宫里 吴童仍然不时以愿赌的目光 向胡小天看来 胡小天心中暗骂 小婊子 等老子躺出手来 一定要好好地虐你 雪地上 血迹仍在 文雅的目光落在血迹上 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轻声道 关起门来 毕竟是一家人 刚才的事情 岂不是让外人笑话 这句话显然是在斥责吴童 吴童道 还请文才人明鉴 千万别被有些小人蒙蔽 文雅道 你且退下 吴童咬咬嘴唇 狠狠瞪了胡小天一眼 心有不甘地离开 空旷的院落之中 只剩下文雅和胡小天 此时雪小了 夜重新沉淀了下来 寂静飞肠 细小的雪花 落在白矮矮的大地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 宛如蚕吃桑叶 文雅黑肠的睫毛 闪动了一下 轻声道 本宫不管发生了什么 明儿你就让宝宝离开 胡小天心中一争 难道文雅对他和宝宝之间的事情 有所觉察 可自己向来隐藏得很好 按理说是不会暴露的 只能躬身道 是 文雅道 我也听到了马良鹏的呼救声 胡小天微笑道 那又如何 胆敢危害才人的 小的绝不会容留他活在世上 文雅皱了皱眉头 将这里清扫干净 本宫最讨厌看到血迹 自从决定文雅入主明月宫之后 这里已经先后丧掉了两条人命 王德财是鸡飞花所杀 自然没有人说三道四 可马良鹏却是胡小天亲手干掉 更麻烦的是 马良鹏居然是鸡飞花的人 胡小天也是在杀死马良鹏之后 方才知道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 鸡飞花对他也不是完全信任 居然在他的身边安插了眼线 胡小天可以不理陈城墙这种人 可是对鸡飞花那边 却不能不去解释 所以胡小天亲自往那边走了一趟 来到那关间 首先遭遇的就是李延 充满仇恨的目光 马良鹏是他的心腹手下 也是经由李延之手 亲自派往明月宫 可想不到 刚刚去了几天 就被胡小天给杀了 胡小天虽然不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可是从李延的表情 就已经猜出了一二 这货仍然笑得如沐穿风 哎呀李公公好 提督大人在吗 李延冷哼一声道 胡公公的手段果然很辣 李某自叹俘虏 胡小天黑黑笑了一声 也不多说 静止走向鸡飞花的房间 刚刚来到门前 就听到鸡飞花的声音道 小天来了 进来吧 可能是和鸡飞花接触多了的缘故 过去让他听来有些心里发毛的腔调 如今也变得顺耳了许多 好像鸡飞花的声音改变了不少 越来越像女人 来到门前 胡小天先将沾着泥土的靴子脱掉 只穿着棉袜走入温暖的室内 鸡飞花素来爱结 室内一尘不染 他穿着白色长袍 满头黑发如流铺般扑散在尖头 盘膝坐在地毯之上 望着小桌上方的花瓶 白色细景瓷瓶 洁白如玉 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 鸡飞花白玉般鲜长的右手 握着一只红梅 那只红梅躲躲怒放 宛如火焰般奔放娇艳 和鸡飞花的洁白肌肤 一尘不染的长袍相应 越发显得对比鲜明 胡小天不便打扰他 静静候在一旁 鸡飞花忽然叹了口气 轻声道 有花堪折直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咱家金晨看到园中的红梅 开得正艳 心中喜爱得很 于是便折了一只 本想插入瓶中 可是拿到这里 我却突然犹豫了 胡小天趁机道 提督大人因何犹豫 不如说出来 让小天听听 鸡飞花道 这花瓶乃是天工坊的 梁先生送给我的 梁先生称得上一代宗师 他亲手制作的瓷器 无不浑然天长 巧夺天工 胡小天点了点头 他第一眼就看出 这花瓶的与众不同 虽然简单 可是造型和比例 无一不是恰到好处 正所谓 增一分则长 减一分则短 鸡飞花想来 是因为这件事而苦恼 本想插花 可是却发现 若是将这只花 插入花瓶之中 反而会破坏两者的美 鸡飞花道 依你来看 这花应该怎样插才好看 胡小天道 我不懂插花 不过我觉得花 还是长在 它该长的地方最好看 鸡飞花笑道 跟梅说一样 咱家已经将这只梅花 折了下来 胡小天道 其实人活在世上 没必要想这么多 花开花谢 日出日落 折断的树枝还会生长 至于好看与否 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体度大人 若是凡事都追求 尽善尽美 那么这世上 就会有许多事情 让你不顺心 可如果你看问题的角度 改变一下 看看这只红梅插入花瓶之中 到底是什么样子 目的达到就行了 何必一定要做得完美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道 咱家反倒有些糊涂了 狐小天道 不如咱们换个想法 我赌提督无法在仪仗之外 将这只梅花投入花瓶之中 他走过去 抓起花瓶 向后退了几步 来到距离鸡飞花约有一仗的地方 将花瓶放在地上 鸡飞花随手一挥 手中那只梅花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红色弧线 准确误地投入花瓶之中 狐小天微笑道 我输了 鸡飞花却笑了起来 人活在世上 果然不必想得太多 信手拈来的时候 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奇笑 那只红梅斜插在花瓶之中 红白相衬 雅致中透着热烈 给人以一种强烈美感的冲击 他当然明白 狐小天不会愚蠢到跟自己打赌 只是利用这种方法 帮助自己做出抉择 这小子的小聪明之中 实则蕴含着大智慧 狐小天将插好的花瓶 重新放在小桌上 鸡飞花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红梅之上 小声道 马良鹏是杂家的人 狐小天道 我并不知情 哼 这事纯粹是你鸡飞花的原因 不信任老子 居然安插眼线监督老子 马良鹏死得一点都不冤枉 鸡飞花道 不知者不罪 怕的是明知故犯 狐小天道 提督大人信不过我 鸡飞花摇了摇头 杂家让他去明月宫要做的事情 和你不同 却不知他因何会触怒了你 狐小天道 他在我的房外偷听 我担心他会对我不利 所以才对他下了狠手 跟鸡飞花说话 必须七分真三分假 有些时候甚至要全说实话 不然又怎能将他瞒过 杀人灭口 也是理直气壮 鸡飞花道 咂家才夸过你的玄冥阴风爪 你就派上了用场 果然是全德安的好徒弟 狐小天道 错已铸成 提督大人要怎样罚我 小天绝无半句怨言 鸡飞花道 杂家并未让他去监视你 你又做了什么事情 引起了他的兴趣 狐小天道 昨晚很不太平 先有飞贼夜闯明月宫 当职市委一直追踪而至 所以我一直对外界的动静 保持警惕 夜半时分他来到我的窗外 我以为有人想害我 再加上当时他蒙着面孔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 鸡飞花道 杂家并没有问你这件事 他的尸体杂家已经看过 除了玄冥阴风爪之外 后心还瘦了一掌 任何的攻击都会在对方的身体上 留下痕迹 有些痕迹即便是肉眼看不清 但是仍然有办法让他暴露出来 狐小天内心一惊 如此说来鸡飞花 已经发现了宝宝 打在马良棚后心的一掌 鸡飞花道 打在他后心的那一掌 乃是一个女人所发 倘若咱家没有猜错 就是那个宫女 胡小天暗叹鸡飞花厉害 只是这样一来宝宝就暴露了 宝宝暴露 等于他们之间的事情就浮出了水面 胡小天垂头道 提督大人恕罪 小天并未将实情全都说出来 鸡飞花道 文雅身边的宫女太监 哪个的背后没有来头 咱家又怎能不将这些事情调查清楚 你在寺院局之时 那宫女便去找过你多次 你们之间的关系 不必咱家点破吧 胡小天额头冷汗不由得冒了出来 脑袋哒拉了下去 身体如同一个问号 小天罪无可恕 提督大人要杀要寡 小天绝无半句怨言 鸡飞花道 一定是马良鹏不巧 撞破了你们之间的秘密 所以你们两个一不做二不休 联手将马良鹏杀死 只可惜没有来得及处理尸体 就被别人发掘 才会把事情闹这么大 否则马良鹏也和荣宝星一样 突然就不知所踪了 胡小天道 那宫女乃是小天的眼线 她帮我监视明月宫的动静 昨夜她偷偷来我房内 秉明情况 就在那时 我发现有人在窗外偷听 鸡飞花缓缓点了点头 嗯 一个人就算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兼顾好每一件事 你做得很好 马良鹏虽然被你所杀 可是塞翁师马焉之飞福 现在宫里面很多人都知道 杂家对你不错 即便是全德安一手将你送入宫中 又让你刻意接近我 可他听到这些也难免不会生出疑心 你杀了马良鹏 刚好 借着这件事增加他对你的信心 胡小天暗叫侥幸 看来鸡飞花并不准备追究自己 杀死马良鹏的责任 胡小天道 鸡公公想我怎样做 鸡飞花道 咂家想让你帮我除掉一个人 胡小天不由地想起了文雅 暗自倒吸了一口冷气 倘若鸡飞花让他现在就杀掉文雅 直怕他还真难以下定决心下手 鸡飞花道 文雅的那个宫女梧桐 应该是她和外界沟通的眼线 也是文成焕那帮人布置在宫中的一颗旗 我要你找个机会将它铲除 断了文雅和外界的联系 胡小天有些好奇 吴童通过鸟儿传书和外界互通消息 这件事宝宝昨晚才告诉他 却不知鸡飞花又是从哪里得知的 看来鸡飞花的眼线果然遍布皇宫啊 以后跟此人相处要更加小心为妙 胡小天低声道 吴童武功很厉害 小天未必是他的对手 鸡飞花道 杀人未必要用武功 多数时候是要靠这里的 他指了指自己的头 胡小天道 大人放心 此女处处针对于我 小天早就想将它除之后快 鸡飞花道 务必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千万不可再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胡小天惭愧道 小天给您添麻烦了 鸡飞花又道 我们之间的事情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可告诉第三人知道 是 那个宫女 乃是林婉的贴身宫女 出身淋浴殿 林婉居然主动割爱 将自己的贴身宫女 送给了别人 这件事本身就不合理 皇上倒是宠幸过他一段时间 可自从登基之后 对他疏远了不少 是不是他因此而生出怨恨 而迁怒于文才人 这就不得而知了 胡小天道 鸡公公 其实小天早就发现 林昭仪有些不对头 所以才故意接近宝宝 鸡飞花接接笑了起来 你想管的事情还真多 你只需管好明月宫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跟你绝无关系 是 胡小天离去之后 鸡飞花的目光重新落在那花瓶之上 忽然他扬起手来 瓶中的那只红梅 被一股无形的吸引力吸起 缓缓升腾起来 悬浮在虚空之中 鸡飞花望着枝头怒放的梅花 唇角却显出一丝阴森的冷意 春葱般的手指缓缓握紧 悬浮在空中的花枝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包裹 然后向中心压缩 花枝寸寸折断 花瓣落鹰纷飞 掌力猛然一吐 红色花瓣四散飞去 鸡飞花手指粘起一片飘向自己的花瓣 慢慢凑近鼻翼处 闻了闻花香 风目中闪过一丝冷意 淡然道 你可以出来了 围慢之后 一个身披深蓝色斗篷的女子 缓步走出 来到鸡飞花面前浅浅倒了个万福 焦地地道 参见主人 这女子竟然是淋浴殿主人 大康昭仪 灵婉 鸡飞花 低声道 你都听到了 灵婉恩了一声 在鸡飞花的身边坐了下来 擒手试图靠在鸡飞花的尖头 鸡飞花皱了皱眉头 在她就要靠上自己肩头之前 已经站了起来 扶起双手 留给灵婉一个孤冷的背影 灵婉 眼圈居然有些红了 轻声道 是不是网儿做错了什么 鸡飞花平静道 宝宝对你的事情知情吗 灵婉摇摇头 她对昨晚的事情有些抗拒 鸡飞花大人道 明月宫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会安排她离开皇宫 有些事没必要让她知道的太清楚 灵婉低声道 主人 为何对胡小天如此厚爱 鸡飞花呵呵笑了起来 厚爱 咱家只是想利用她罢了 灵婉道 胡小天为人奸诈阴险 主人 一定要小心被她反咬一口 对了 主人只怕还不知道 她 已经有了万重弑骨丸的解药 鸡飞花猛然转过身来 凤幕之中寒光大智 你说什么 灵婉道 她用复苏敌 引起我体内的药力 折磨得我苦不堪言 我想 她和红北墨一定有了联系 鸡飞花满面胡一道 你能确定 千真万确 我怀疑她也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宝宝 甚至已经控制了宝宝 我那妹子最近似乎变了许多 有很多的事情都在瞒着我 鸡飞花 瞇起双目 她向前走了一步 忽然伸出手去 抓住灵婉的浩宛 一股冰冷的内心 沿着灵婉的经脉流入她的体内 灵婉 娇躯一颤 刚一感到刺痛 鸡飞花却已经放开了她的手腕 冷冷道 你没有骗我 灵婉的俏脸之上浮现出一丝难以描摹的忧伤 我何时又骗过你 鸡飞花道 红北墨身在大用 不可能和胡小天联络上 胡小天绝不会是她的人 灵婉道 可是傅苏迪就在她的手中 我亲眼所见岂会有错 而且 她有万重弑鼓丸的解药 鸡飞花道 你是说 这宫中还有红北墨的同党 灵婉点了点头道 一定是 鸡飞花缓缓点了点头 灵婉道 为何不将胡小天抓起来 言行逼供 相信一定能够从她嘴中 套出实情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 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69章 真情流露 鸡飞花道 此事你无需过问 应该怎么做 撒家自有定论 可是 鸡飞花道 洪北墨早已成为丧家之权 他的残余势力根本不成气候 咱家首先要对付的乃是 全德安内老皮肤 万儿 你只需禁守淋浴殿 总之 我答应你 一定会为你解除 万重事故丸的痛苦 林婉 摇摇嘴唇 你当我在乎那些痛苦吗 鸡飞花再次转过身去 你走吧 有事的时候 咱家自会找你 望着鸡飞花的背影 林婉的目光 痛苦而纠结 凝望许久 他方才道 难道 你和我之间 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 说话的时候 两行晶莹的泪水 沿着面颊滑落下来 鸡飞花道 还有一件事 以后没有我允许 你不可再经这条密道 过来找我 宝宝趴在淋浴殿的隔窗前 望着外面的雪景 呆呆出神 对眼前的情景 他根本没有看进去 脑子里只是想着 昨晚和胡小天 在床上耳并撕摸的情景 俏脸不由得红了起来 摇了嘴唇 试图将胡小天 那可恶的笑脸 从脑海中驱走 却怎么都做不到 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 宝宝转过身去 看到林婉发红的眼圈 而林婉同样看到 宝宝泛起红韵的双颊 姐妹两人都因为 自己此时的神态 而露出些许的慌张 几乎在同时垂下头去 宝宝迅速镇定了下来 姐姐 你是不是哭过 林婉摇了摇头 反问道 你脸怎么了 为何如此之红 宝宝道 可能是在窗前欣赏雪景 吹了冷风的缘故 她回身将隔窗关上 室内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下来 林婉走过去 牵住她的手 情声道 辛苦你了 宝宝摇了摇头 小声道 姐姐 文雅已经让胡小天 将我逐出明月宫 她应该是怀疑上我了 林婉道 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也好 她显得心不在焉 慢慢来到古琴旁坐下 右手伸了出去 手指抚在古琴之上 拨动了一根琴弦 古朴悠扬的情音久久回道 宝宝道 我听说她来了淋浴殿 林婉点了点头 抬起双眸 充满不解地望着宝宝道 你因何不告诉我 傅苏迪就在她的手中 宝宝芳芳心一阵 咬咬嘴唇神情黯然道 她对姐姐出手了 林婉冷哼了一声 忽然用力一推 那古琴摔落在地上 琴弦崩的一声扯断 她拂袖而起 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 对不对 宝宝用力摇了摇头 没有 姐姐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傅苏迪的事情 是因为我害怕你为我担心 而且 我也没有想到 文雅会派她前来淋浴殿 给姐姐送礼 更没有想到 她胆敢对姐姐出手 林婉道 胡小天的为人如何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宝宝垂下头去 没有说话 可表情无疑已经默认 她小声道 姐姐 宝宝有一事不明 为什么要借她的手 将马良鹏除去 此前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马良鹏是鸡公公的人 林婉道 当然知道 如果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会让你设下这个圈套 宝宝颤声道 为何你要瞒着我 林婉道 假如我将一切告诉你 你还会不会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宝宝道 你是想利用这件事触怒鸡飞花 从而利用鸡飞花的手除掉胡小天 宝宝呵呵笑道 那又如何 宝宝怒道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暗威 马良鹏之死我也有责任 倘若鸡飞花追究责任 我和胡小天一样都难逃一死 林婉缓步走向宝宝 叮嘱她的双眸 你不是曾经说过 踏入皇宫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出去 你不怕死 你怕的是胡小天死 想不到你竟然对一个太监 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宝宝怒道 你胡说 林婉呵呵笑道 我胡说 别忘了是我看着你长大 你想什么做什么 以为可以瞒过我吗 宝宝道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为什么要对付胡小天 干爹派我们入宫的任务是什么 他甚至连胡小天的名字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会对他下手 林婉道 你怀疑我 爸爸用力摇摇头道 这些天来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可是 为什么付苏迪会在胡小天的手中 他为什么会有万重弑骨丸的解药 难道 除了我们之外 干爹还安排了其他人在宫中 胡小天和干爹又有什么关系 林婉道 你问我 我也想知道 宝宝道 你根本不想知道 你只想杀掉胡小天 明知他手中有付苏迪 明知道他可能和我们一样都是干爹所浅 你仍然对他下手 林婉怒道 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我背叛干爹 宝宝道 圈套 一切都是圈套 你让我去明月宫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根本不是为了对付文雅 你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除去胡小天 林婉道 就算我想杀掉他 也没什么不妥 他知道你太多的秘密 早已威胁到你的安全 我不杀他 只怕你很快就会出事 宝宝抿了抿嘴唇 我是死是活跟你毫无关系 你也未必会放在心上 总之 你最好打消了主意 休想令我再去对付胡小天 哼 这句话才是重点 你喜欢他 你居然喜欢一个不能人世的太监 宝宝脸色苍白 他拼命摇头 试图通过这样的动作来否认林婉的指责 可过了一会儿 他渐渐冷静下来 轻声道 我一定会找干爹问个清楚 雪化得很快 仅仅一个上午白雪覆盖的土地 已经有不少地方就裸露出了原来的颜色 明月宫的院子里 青一块 黄一块 紫一块 红一块 就像是布满伤痕的躯体 血迹已经被融化的血水洗涤干净 太监王仁将通往大门的道路清扫出来 原本这是属于他和马良鹏两人的活 如今因为马良鹏的被杀 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花雪天很冷 王仁的内心荡漾着一股寒意 昨晚他清晰听到了马良鹏的那声救命 也看到了胡小天扭断马良鹏脖子的情景 一条生命就这样在他的眼前消失 前来明月宫之前 他就已经明白 他们几个人全都心怀意志 每人都有后台 可以说各负使命 只是王仁并没有想到 他们的使命会有牺牲生命的危险 脚步声由远而近 抬起头 正看到迈着四方步 从远处踏着残血而来的胡小天 王仁不觉停下了动作 本以为胡小天没那么快回来 却想不到这才半天功夫 他就已经回还 看胡小天一脸阳光灿烂的样子 应该没有受到责罚 直到胡小天来到他的面前 王仁才醒悟过来 慌忙躬身行李道 胡公公回来了 胡小天微笑寒手 双手附在身后 环视血后的院子道 一个人打扫 有些忙不过来吧 王仁道 还好还好 胡小天道 等明儿 我再掉一个手头勤快的小太监 过来帮忙 也省得你一个人受累 哎呀 不累 不累 王仁显得惩惶惩恐 胡小天看到这一丝 连正眼都不敢看自己 料想他肯定是被昨晚 让自己杀掉马良庞的事情给吓怕了 看来 偶尔杀人立威 也算不上坏事 来到明月宫 迎面遇到宫女秋燕 打听文雅身在何处 方才知道文雅在后堂诵经 意在超度小太监 马良鹏的亡魂 胡小天暗存 这时候似乎不便打扰 自己若是此时出现 只怕马良鹏的冤魂 是绝不肯走了 于是 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床上凌乱的被褥 仍然没有整理过 想起昨晚和宝宝 在床上纠缠的情景 唇角不禁浮现出一丝 会心的笑意 现在回头想想 昨晚宝宝的出现 实在是有些可疑 以他的智慧 应该不会想到 可能会被人尾随 看来 昨晚他的所谓应该有预谋 十有八九 是他故意留下线索 吸引马良鹏尾随而来 然后利用自己 上演一出杀人灭口的戏码 胡小天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恼火 事情并没有朝着 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是宝宝设计了这场戏 自己也不会这么早 就发现马良鹏 是鸡飞花派来的眼线 杀掉马良鹏 只怕鸡飞花心中也非常不爽 可惜他又不便发作 毕竟自己对他的重要性 远甚于马良鹏 胡小天心中暗自琢磨着 身后房门被轻轻敲响 门没有关 敲门只是提醒他有人来了 胡小天转过身去 看到宝宝带着歉意的翘脸 他笑道 哎呀你终于懂得敲门了 宝宝咬咬咬嘴唇 欠然道 给你添麻烦了 胡小天道 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们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宝宝道 我过来收拾东西 马上就离开明月宫 临行之前 还是觉得应该跟胡公公道个别 胡小天道 去向定了没有 宝宝道 还没定 胡小天道 那不如我去跟文才人说说 看看他是否会收回成命 宝宝摇了摇头 不必了 已经给胡公公添了太多麻烦了 说话的时候 心中竟然有一缕不舍之意 连他自己都没有意料到 竟然会对胡小天 这个一敌一友的家伙 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望着他的俏脸 忽然感觉到此时的宝宝 显得孤苦无助 行之隐单 心中不由得生出呵护之情 虽然宝宝多次设计自己 可是这妮子始终都是身不由己 想想他身中万重弑骨丸的事情 只怕他根本没有能力 和自身的命运抗衡 胡小天道 其实 有些事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不必受人摆布 知道 宝宝的眼圈突然红了 鼻子一酸 险些落下泪来 又不是生离死别 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感触呢 他看到胡小天 向自己走了过来 心中突然变得有些惶恐 正犹豫着是不是应该离开 胡小天却将双臂 从他的肩头伸了过去 将他身后的房门关上 然后低下头去 轻轻吻上他的前额 宝宝的泪水终于抑制不住 宛如决堤的河水一般流了下来 胡小天伸出手去 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 低声道 别哭 不管去哪里 只要受到了委屈 就来找我 一句话 恰恰戳中宝宝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他也不知为了什么 胡小天在他的眼中 突然就变得可爱了起来 前所未有的可爱 郊区扑入胡小天的怀抱中 默默泪流 胡小天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背 他相信 此时宝宝完全是真情流露 绝没有任何的表演成分在内 宝宝终于止住哭泣 从他的怀中抬起头来 挺直了脊梁 鼻翼抽动了一下 破涕微笑 轻声道 明知你不是个好人 可刚刚那句话 还是让我感动 胡小天道 哼 那证明哪 你良心未明 还有药可救 宝宝摇了摇头 没良心的那个 始终都是你 他擦干泪水 又来到胡小天桌上的铜镜前 对着铜镜看了看 确信没有破绽之后 这才离开 胡小天跟着他来到了外面 正准备跟他道别之时 却见文雅在梧桐的陪伴下 从明月宫内出来 梧桐看到胡小天平安返回 心中暗叹 这丝命大 以他的想法 恨不能胡小天给马良鹏 尝命才好 胡小天和宝宝向文雅施礼 胡小天道 文才人 我已经让宝宝收拾 等收拾好了就送他出去 文雅向宝宝看了一眼 轻声道 算了 本宫改主意了 昨晚的事情也怨不得宝宝 你留下吧 宝宝听说让他留下 有些不能置信地望向胡小天 胡小天将大拇指悄悄向下弯了弯 示意宝宝赶紧谢恩 宝宝这才反应过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文雅脚下 谢文才人开恩 说到这里 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胡小天看到他眼泪 如同水龙头似的开关自如 说来就来 心中不觉对他刚才在房内的表现 有些怀疑了 这妮子绝对是个演技派呀 绝不能轻易被他的表象所迷惑 可回想起 刚才宝宝的表现应该是真常的 对付女孩子 当然还是公心为上 想要他死心塌地地对自己好 就要让他真正爱上自己 宝宝离去之后 胡小天本想也回房去补个教 毕竟昨晚折腾了一夜 就算铁打的也会犯困 可文雅却叫住他道 小胡子 你陪我去紫兰宫走一趟 胡小天一听要去紫兰宫 心中不觉有些愣了 紫兰宫岂不是安平公主龙歇月 所在的地方 文雅和她有什么关系 过去也没听说他们有交集呀 在胡小天的潜意识里 还是认为文雅就是乐瑶 乐瑶和龙歇月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文雅叫胡小天一同前往 也不是因为她知道 胡小天和龙歇月之间 关系非同寻常 而是她初来乍到 对宫内的道路并不熟悉 三人一路向紫兰宫走去 途中文雅对胡小天 今天在内观间的经历 只字不提 她不问 胡小天当然也不会主动跟她说 即便是吴童看到胡小天 完好无恙地回来了 心中也已经明白 马良鹏肯定是白死了 胡小天对吴童也没什么好感 此女作为文雅的保镖入宫 处处和自己作对 尤其是昨晚的表现 大有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节奏 同在明月宫 共同侍奉文雅 以后两人之间的接触 在所难免 可以预料 彼此间必然还会发生摩擦 鸡飞花让自己寻找机会 将她除去 即便是鸡飞花 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一旦吴童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胡小天也会毫不犹豫地 将她铲除 两人目光无意中相遇 彼此都流露出一丝阴冷的杀鸡 心中的敌视 毫不掩饰 就连走在前方的文雅 也察觉到他们之间的仇视 缓缓转过头去 梧桐还是一副冰冷冷的面孔 胡小天却在瞬间冰雪消融 笑得阳光灿烂 说到变脸 十个梧桐也比不上她 文雅道 梧桐 小胡子既然平安回来 就证明她清白无辜 你不要再继续针对她 梧桐应了一声 心中对清白无辜这四个字 却是极不认同 胡小天能够平安回来 并不代表她清白 此次阴险毒辣 留在明月宫始终是个祸害 胡小天带着他们来到紫南宫之后 方才知道文雅和安平公主龙溪月 根本就是第一次见面 文雅此来是特地给安平送一副花鸟画 画的是蝶炼花 画工是相当不错 胡小天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 可看到这幅画落款的时候 就有些明白了 这幅画的作者居然是文博远 也就是文太师的儿子 文雅义兄 胡小天脑筋一转 就意识到这幅画 有拉郎配的意思 文雅打着送礼物的旗号而来 送给龙溪月的东西 却是文博远 清笔手绘的蝶炼花 意义不言自明 文博远是通过这幅画 表达对安平公主的爱意 胡小天不由得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文雅是来做这种事情的 自己压根就不该带她过来 可她也明白 无论自己来不来 文雅早晚都会将这幅画 送到龙溪月的手里 龙溪月首先对文雅的礼物表示感谢 只是看了这幅画一眼 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重视 然后就放在了一边 文雅本想借着这幅画引开话题 可现在看来这幅画 似乎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于是笑了笑道 公主看这幅画画得如何 龙溪月淡然笑道 很好 文雅道 这幅画其实是我大哥亲手所惠 我看着非常喜欢 于是便找大哥要了过来 听闻公主喜欢书画 所以特地将这幅画 转赠给公主殿下 龙溪月道 如此说来 这幅画我反倒不能收了 她将那幅画从子涓手里拿起 又递还给了文雅 君子不夺人所好 文才人喜欢的东西 我可不能要 文雅本以为这位公主温柔可人 并不像是她有心计之人 却想不到龙溪月居然抓住自己画中的漏洞 将原本收下的画又退给了自己 这样一来反倒是自己弄巧成拙了 胡小天一旁看着 暗自好笑 唇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审议 文雅撇到这丝古怪的表情 不禁皱了皱眉头道 小胡子 你笑什么 龙溪月的一双美眸也朝着胡小天望来 轻声道 胡公公因何发笑 胡小天道 文才人明鉴 公主明鉴 小的生就一张笑眯眯的面孔 其实我根本就没笑 龙溪月道 我听说胡公公入宫之前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你刚才发笑是不是因为这幅画的缘故 胡小天也没有想到龙溪月居然将矛头指向这幅画 赶紧躬身行礼道 小的什么身份 岂敢对这幅画贫头论足 文雅冷冷看了他一眼道 你如果不是因为这幅画发笑 难道是因为我们本宫和公主有什么值得你笑的地方 胡小天心说 你们两人之间的气氛好像有些不对头 就算你们两人不对付 也不能将矛头全都转向我 关我鸟事 他公公静静道 那小的还是出去等 省得在这里爱了文才人的眼 公主的眼 龙溪月道 谁说你爱眼了 我只是问你 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 这位向来乖巧懂事的公主今儿也好像转了性子 故意为难起胡小天来了 文雅道 小胡子 既然公主问你 你就实实在在地回答 有什么说什么就是 胡小天无奈 只能从文雅手里又接过那幅花鸟画 徐徐展开 平心而论 这幅画画得还真是不错 至少胡小天的花鸟画没这个水准 公笔花鸟 每一笔都费尽心思 看来文博远对安平公主肯定有意思 胡小天装模作样的看了看到 嗯还算不错 不过 文雅道 不过什么 胡小天笑了笑道 小的还是不说了 文西月道 但说无妨 文雅道 只是评论一幅画 为何要推三左四 你说 胡小天道 画画得很好 字也写得漂亮 只是这幅画有点流于艳俗了 文雅文言顿时气不打一数来 你胡小天是跟我来的 我是你的主子 你这么说话根本是拆我台呀 文雅道 哼 看来你真是不懂 我兄长的花鸟画 是从当代大师刘青山先生 乃是他得意的高足 可以说 他的花鸟画已经得了刘先生的七分神髓 又岂是你一个小假的宦官能够领悟的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本来也没想跟文雅作对 可文雅这番话说的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 老子是宦官怎么着 我又不想说你偏让我说 你当老子怕你啊 我在皇宫中是个不受待见的小太监 别看你被封为才人 想杀你的人不知有多少 鸡飞花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 以后 你的日子比老子还要难熬 居然还敢这么说我 如果不是因为你长得跟小寡妇乐瑶一模一样 老子才懒得待见你 胡小天道 文才人说的是 小的虽然不懂什么书画 可是 我好歹能看懂画的是什么 这是一只蜜蜂 这是一只牡丹花 文雅白了他一眼 简直是废话 只要是有眼睛的都能看出这一点 龙溪月不禁玩耳 他还以为胡小天 能说出什么让人惊艳的评语 却没想到他居然说这些 不过 龙溪月还是觉得有趣 胡小天说话时候的样子有趣极了 文雅可不这么想 他认为胡小天根本是无话可说 不懂装懂 冷冷道 你还是出去 别当我和公主说话 终于忍不住 赶这小子出去了 胡小天道 我还没说完呢 这只蜜蜂是一只公蜂 也就是雄性 趴在牡丹花的花蕊之上 你们仔细看 是雌蕊 这幅画倘若留下来 自己欣赏到没有什么 若是送人 却大大的不妥 实在是有伤风化 尤其是送给冰清玉洁的安平公主 尤其不妥 听到这里 文雅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怒气 出去 在场的人都是女子 包括安平公主在内 所有人的脸都羞得通红 谁也不知道 她居然会从这个角度分析 按照她的说法 文雅送给安平公主这幅画 反而是别有居心了 文雅也是俏脸通红 倒不是因为害羞 完完全全是被这小子歪脚胡蝉给气的 胡小天深深奕奕 倒退着离开 文雅道 安平公主 她根本不懂丹青 别听她胡说八道 胡小天道 文才人此言差矣 小天虽然只是区区一个宦官 可小天在成为宦官之前 还是学过一些东西的 好歹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龙锡月笑道 胡公公也是个有才情之人 文雅道 才情 她有什么才情 手中的这幅花鸟画 今天是无论如何都送不出去了 文雅将所有一切都归咎到胡小天的身上 认为如果不是她跟着捣乱 龙锡月就顺利收下了这幅画 自己也算完成了大哥委托的事情 龙锡月道 胡公公不如给我们显示一下如何 胡小天倒不怕现场作画 即便是她花鸟画不行 可素描素写啥的还是能挣回点颜面的 可在宫中还是尽量少显摆为妙 看到文雅气冲冲的样子 心中也就没了继续跟她为敌的打算 笑了笑道 哎呀我可没这个本事 眼高手低 还是不要一笑大方了 文雅趁机提出告辞 被胡小天这番捣乱 弄得她兴致全无 胡小天跟着离去的时候 趁着他人不备 向龙锡月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是以今晚一惊 她会再度前来 龙锡月翘脸一热 慌忙将擒手转向一旁 文雅这一路之上再不说话 显然被胡小天惹恼 吴童明显幸灾乐祸 心说让你胡小天多嘴 这次得罪了文才人 他也不会护着你了 胡小天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陪着文雅回到了明月宫 文雅让其他人都出去 单单将胡小天一个人留了下来 御守重重在茶几上拍了一下 怒道 胡小天 你这奴才好生大胆 还不给我跪下 胡小天没跪 殿大七克 奴大七主 胡小天真心不觉地 文雅在宫中的地位比起自己要高上多少 他向文雅拱了拱手道 文才人冤枉我了 枉我胡小天处处为文才人的安危着想 可文才人却如此曲解我的好意 也罢 劳妨文才人将我送往内关间 致我个目中无人之罪 将我乱棍打死算了 文雅怒道 我何尝说过要打死你 你这奴才 真是气死我也 胡小天听不得 他一口一个奴才地叫自己 心中越发认定 眼前文雅绝非乐谣 就算乐谣有很多事情瞒着自己 念在自己救他于危难之中的情分 他也不至于如此绝情 胡小天道 请问文才人送这副花鸟图 给安平公主是何用意 文雅道 没有什么用意 只是一份普通的礼物罢了 胡小天道 文才人知不知道 安平公主已经和大庸七皇子薛传明 定下婚约 明年三月十六 便是她的成婚之日 文雅道 此事本公的确听说了 可只是一幅画而已 胡小天道 表面上是一幅画 可是这幅画 若是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 会怎么想 文才人就算是无心 难道不怕这幅画 会带给文家麻烦吗 文雅摇摇嘴唇 脸上的表情软化了下去 他轻声道 本公并没有想那么多 胡小天道 若是小天没猜错 文才人乃是受了令兄的委托吧 文雅道 若是天下人都像你这般阴险狡诈 那么 任何普通的事情都会被赋予另外的含义 胡小天道 文才人此言诧异 皇上登基 令尊鞠躬至尾 此事天下皆知 安平公主想必心里也清清楚楚 你以为她会接受你送的礼物吗 胡小天的意思很明白 别看龙叶灵是安平的哥哥 可龙轩恩是他亲爹 文太师帮着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把他亲爹赶下了台 现如今又要利用他跟大雍和亲 来换取国境的和平 在龙兮月心中 说不定早就将文成换视为仇人 你文雅是文太师的养女 别说你送花鸟画 就算你送什么奇珍异宝 龙兮月也不会放在眼里 文雅听胡小天说完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原是他考虑欠妥了 胡小天看到他表情趋缓 马上又拱了拱手道 小天该说的全都说完了 要杀要寡 全都听后文才人发落 文雅摇了摇头道 胡小天 你是算准了本宫不能将你怎样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敢肺腑之言啊 文才人学知 忠言逆耳这四个字 文雅道 本宫管不了你 你以后爱怎样就怎样 你且去吧 言语之中流露出颇多失落 事实上 胡小天压根也没准备 服从文雅的指挥 明月宫管事的差事 还是鸡飞花硬塞给他的 按照鸡飞花当初的说法 自己也就走个过场 不是胡小天看清文雅 别看文雅 长得属于祸国殃民的级数 可惜这里是皇宫 又赶上一个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古怪皇帝 再加上鸡飞花 从中作梗 他想要获得皇上的欢心 想利用美色迷惑皇上 那是难于上青天 再者说 文雅的运气 似乎也不怎么好 明明荣宝兴 好不容易给他创造了一个 境遇的机会 这妞偏偏来了月事 现在荣宝兴也已经死了 等着下次皇上翻他的牌子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或许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等着在这宫中孤独终老吧 胡小天在明月宫杀人的事情 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刚刚回到寺院局 一帮小太监就围上来嘘寒问暖 看到胡小天无恙 已经知道这次的风波 应该已经平安度过 史学东驱散了那帮小太监 陪着胡小天回到他的房间内 昨天还一片狼藉的室内 如今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虽然胡小天不在这里 仍然在房内点上了火炉子 房间内温暖如春 史学东把房门关上 神神秘秘道 兄弟 叔叔到底咋回事 害得哥哥我为你担心了一整天 胡小天笑道 原本就没什么大事 只是明月宫的一个小太监 对宝宝生出歹意 刚巧被我遇上了 于是我跟他打了起来 一不留人 那货摔倒 不顺跌断了脖子 史学东道 哦 哎呀 要说宝宝那姑娘 长得也的确勾人 哎呀 容易让人生出歹念 胡小天笑道 你胡说什么 咱们当太监的哪还有那个心思 史学东低声嘟弄道 你们没有 我有啊 这货毕竟比普通的太监 还是多点东西的 胡小天接过史学东递来的一杯茶 喝了一口 从昨晚到现在 他都没有好好睡过 实在是有些疲倦了 忍不住 打了个哈欠 史学东看到这一幕 也不方便继续打扰他 笑道 看来兄弟累了 为兄就不打扰了 你赶紧休息 好好睡一觉 他起身出门 出门之后 帮忙将房门掩上 胡小天起身 将房门插上 想起今晚还要夜叹紫兰宫 趁着这会儿功夫 刚好补个觉 于是拉起被褥睡了起来 这一觉睡得极其酣畅 等他醒来方才发现 已经是深夜了 胡小天点燃烛火 感觉腹中有些饿了 起身拉开房门 一股冷风 卷着雪花扑面而来 想不到雪停了一天之后 再度下了起来 这雪势头比起昨天更大了 寺院觉得院子里一片漆黑 小太监们都已经入睡了 外面响起敲惊的声音 已经到了一京 胡小天忽然想起 自己今日在紫兰宫 向龙夕月所做的那个手势 自己是在示意她 今晚一京要夜叹紫兰宫 却不知龙夕月 是否领会了她的意思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就算现在去 也已经晚了 可男子汉大丈夫 既然决定的事情 就不能改变 胡小天关好房门 悄然向酒窖走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寒地动 平日里就已经无人住手了 更何况是在这风雪漫天的夜里 胡小天开了酒窖走路其中 抖落了一身的雪花 酒窖将呼啸的寒风完全隔绝在外 胡小天取了灯笼 快步走下密道 他轻车熟陆地来到紫兰宫的水井内 沿着井壁爬了上去 等他爬出井口 发现外面的雪下得越发大了 这样的天气 自然为他掩饰行踪 创造了绝佳条件 可是行动也困难了不少 举目向紫兰宫的方向望去 却见宫室一片漆黑 龙溪月的书斩也没有亮灯 看来这位美丽公主应该睡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失约她等不及 又或者她根本就没有懂得自己首饰的意思 胡小天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又觉得大老远跑来有些不甘心 亲耳在窗前听了听 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里面应该没有人在 就在胡小天决定离开的时候 忽然看到紫兰宫的方向亮起了灯光 没过多久 就看到房门打开了 一位身穿深蓝色斗篷的少女 打着灯笼 从里面走了出来 胡小天从对方的身形 已经判断出是龙溪月无遗 她心中又惊又喜 看来这位安平公主 已经被自己撩动起了情愫 即便是深夜也不忘和自己相会 正准备上前相认 冷不妨嘴巴被人从后面给捂住 胡小天此惊非同小可 对方将她压在墙壁之上 向她竖起根手指 却是藏书阁的老太监李云聪 胡小天吓得一身冷汗 这老太监想必是跟踪了自己一路 自己竟然如此大意 居然对她的举动毫无觉察 想想不由的后怕 李云聪若是想杀自己 恐怕自己十条命都已经丢掉了 这老家伙的武功 只怕比全德安和鸡飞花更加厉害 两人一起看着龙熙悦的举动 胡小天暗叫不妙 这下麻烦了 自己和龙熙悦的事情 十有八九被李云聪给撞破了 龙熙悦举起灯笼 在院落之中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胡小天的影子 她显得颇为失落 悠然叹了一口气 转身又回宫去了 有李云聪在身边 借胡小天一个胆子 她也不敢去跟龙熙悦相认 龙熙悦走后 李云聪指了指水井 率先飞掠而起 胡小天紧跟她的脚步 却见李云聪如同在雪地上贴地飞行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足迹 这份轻功实在是惊世骇俗 反观自己就没有人家的功力 虽然刻意隐藏脚步的痕迹 但是仍然在雪地上留下浅浅的足迹 这倒不妨是 雪下的很大 用不了多久时间 就会将足迹完全掩盖 李云聪示意胡小天先进入井口 等到胡小天进去之后 他右手一挥 一股无形掌力拍击出去 如同平地刮起一阵大风 将胡小天那浅浅的脚印拍击散尽 由此可见 他为人之谨慎 两人一前一后回到了地洞之中 胡小天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向李云聪施礼道 李公公 李云聪道 叶探紫兰公 你胆子可真是不小 难道想对公主不利 胡小天叫苦不迭道 哎呀李公公 您可冤枉我了 您不是说有一条密道通往飘渺山 所以我才趁着风雪之夜 寻找那条密道的所在 李云聪将信将疑 冷笑道 哼 你还真是有心 胡小天道 公公 又是怎么到了这里 在他的印象中 藏书阁和密道 相通的地方 只有一个手腕粗的孔洞 难道这李云聪能够从洞里溜过来不成 这老家伙 难道是蛇精变的 居然能从那么小的洞口钻进来 李云聪道 紫兰公又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 你能来得 咱家就能来得 他一边说一边往回走 胡小天跟在李云聪的身后 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 密道 现在都他妈快成了星光大道了 无论什么人都能过来走一圈 权德安知道 鸡飞花知道 现在李云聪也知道 而且李云聪应该比起自己知道的内情 似乎还要多一些 只是不知道 他今晚是凑巧来到紫兰宫 还是一路跟踪自己来到这里 来到道路的分岔处 李云聪转向藏书阁的方向 胡小天也没有返回寺院局久轿的意思 而是跟着李云聪继续前行 李云聪不说话 也没有发声阻止 任由胡小天跟着他 来到藏书阁的地洞下 老太监抬起头来 向上方看了一眼 然后腾空跃起 双足在地洞的边缘之上来回清点 死时的李云聪 哪还有半分老太隆中的模样 身躯在地洞中不断升腾而起 转瞬之间 已经来到地洞顶部 他的手向上轻轻一拖 洞口的岩石被他整个拖了起来 露出一个可容一人通行的洞口 胡小天仰脸看着 折舌不下 上次他和宝宝也曾经仔细探查过 可他们找了半天 也只是找到了一个通气孔 却想不到 看似已经到了镜头的顶部 就有出口 李云聪向下看了一眼 仍在发呆的胡小天 冷哼一声道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上来 胡小天这才回过神来 他可没有李云聪那样的本事 不过比起上次来时 已经多了样金珠八步的本事 沿着墙壁 手足并用 迅速攀缘而上 也很快就爬了上去 爬到中途这会儿忽然想 哎呀 要是李云聪照着自己的脸上 来上一脚 又当如何啊 这么高摔下去 老子岂不是就要悲催了 还好李云聪没有做这种 小小之事 从地洞中爬出去 看到的就是一条狭窄通道 这通道位于墙壁和一座 文圣座像之间 文圣像高约两丈 重于三千斤 刚好覆盖在那地洞的上方 底部的颜色和地面 盐藏相同 别说胡小天当时没有发现 即便是发现了这个秘密 以他目前的功力 也不可能将塑像移开 进入其中 李云聪身处地洞之中 竟然能够将这么重的文圣像 平坡而起 此人的武功 实则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绕过文圣像 来到房内 却见周围全都是层层叠叠的书架 应该是藏书阁的一部分 胡小天环视周围的时候 李云聪点燃室内的蜡烛 烛火摇曳 照亮了他满是皱纹的面孔 光影变幻中的李云聪 越发显得深不可测 胡小天道 李公公 这里是藏书阁吗 李云聪笑道 这里自然是藏书阁 咱们现在在藏书阁的六层 皇宫之中 除了砸家和太上皇之外 就只有你才来过这个地方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这么说 小天岂不是走了大运 李云聪道 福祸相依 是好是坏 谁也说不清楚 胡小天笑道 李公公说得极是 就如小天被为 以明月宫管事之重任 本以为是件好事 可真正接手之后 方才发现 是个苦不堪言的差事啊 李云聪意味深长道 苦不苦 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砸家却听说 文才人入主明月宫之后 没几天 便接连出了两条人命 宫里很多人都在说 这位文才人 是位不祥之人 胡小天道 聊言罢了 所谓的两条人命 其实有一条 李公公是亲眼见证的 鸡飞花杀死 王德财的时候 李云聪刚好就在现场 而那时候文雅还未入宫 李云聪点了点头道 你这么一说 咋家就想起来了 至于另外一条人命 其实是小天所为 和这位新来的文才人 并无任何的关系 做了就不怕认 更何况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李云聪道 在皇宫内杀人 还能全身而退 嗯 还真是不多见啊 胡小天道 我杀的那个太监 名叫马良鹏 乃是鸡飞花 派去明月宫的眼线 李云聪白眉一动 你不也是鸡飞花派过去的 如此说来 岂不是大水淹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胡小天道 不满李公公 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李云聪道 看来鸡飞花对你 也不是完全信任 那个小太监 想必是去监视你的 胡小天道 应当如此 我和宝宝说话的时候 他跑去窗外偷听 幸亏被我发觉 于是我才对他下手 李云聪喃喃道 宝宝 咱家给你的东西 是否拍上了用场 胡小天眉开眼笑道 李公公给我的那个笛子 还真是好东西 只要轻轻那么一吹 就能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唯有乖乖听话 李云聪道 这么说 那公女已经对你服服帖帖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 不能再听话了 现在我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乖乖干什么 不仅如此 小天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呢 李云聪听他说意外收获 也是颇感惊奇 等胡小天将淋浴殿 淋浣的事情说完 李云聪这才知道 这小子居然用复苏敌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胡小天道 照他们所说 他们种了一种 万虫嗜骨丸的慢性毒药 一旦发作 那是相当的痛苦 也只有宁老的解药 能够解除他们的痛苦 胡小天恭维道 李公公的手段真是高 实在是高啊 李云聪冷冷道 他们所种的万虫嗜骨丸 跟咱家可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胡小天只是利用这句话 去套他的话 现在胡小天甚至有些怀疑 李云聪就是红北墨 李云聪道 咱家让你调查的事情 怎样了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恭敬道 宝宝应该并没有跟红北墨直接接触过 所有一切的指令都是通过林婉传达 林婉这个女人阴险毒辣 派宝宝前往明月宫应该有私心 很可能并不是红北墨的意思 李云聪眯起双目道 林婉不足为虑 你只需盯住他们的动向 以防他们自作主张 轻举妄动 而坏了大忌 胡小天道 公公的话我已经转告给了他们 只要有那个傅苏敌在手 不愁他们两个不乖乖听话 现在他们还以为我是红北墨所派 在我面前诚惶诚恐 尊敬得很 李云聪道 千万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红北墨既然把他们派入宫中 临晚又能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脱颖而出 足以证明此女还是很有一些手段的 以后如必要 你还是尽量少跟他们接触为妙 胡小天点了点头 想起自己也练了几天无相神功的内功心法 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于是就此向李云聪求教 李云聪为他枕脉之后也身为不解 他也搞不清为何胡小天仍然会止步不前 再次回到寺院局的房间内 已经就快四今天了 胡小天又冷又饿 随便吃了几块点心 钻入被窝里面憨然入睡 这一觉直睡的天昏地暗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看到外面的雪还在下 宛如鹅毛般飘飞在天地之间 地面上的雪也已经积下了一尺多厚 整个皇宫都在一片银庄素果之下 几个小太监正在院子里堆雪嬉戏 平日里宫廷内的生活单调而枯燥 少有遇到这样开心的时候 而且康都的地理位置偏南 已经有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 小卓子穿着厚重的棉袍 戴着护尔 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从药库的方向走了过来 看到胡小天出来 赶紧过来行李道 胡公公您醒了 胡小天打了个哈欠道 哎呀 咱家都没有想到会睡了这么久啊 小卓子道 东哥交代过 胡公公这两天两边忙活操劳得很 让我们不要打扰您 一定要让您多睡一会儿 胡小天点了点头 用手遮在额前 挡住扑面而来的雪花 石学东呢 小卓子道 一早就出宫采办去了 胡小天道 今儿有没有什么人找我 小卓子摇了摇头 胡小天顿时感觉有些奇怪 过去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忙不完的事 不是东家来找就是西家来探 今儿是怎么了 难道因为下雪全都不出门了 还是因为自己杀了人 恶名远波 没有人愿意接近自己 一个人如果整天忙活灌了 乍一清静起来 反倒不习惯 小卓子道 胡公公还没吃饭吧 小的这就让人去准备 胡小天点了点头 此时腹中的确有些饿了 小卓子赶紧让人去准备 不一会儿 已经将热腾腾的饭菜 端到了胡小天房间内 胡小天正准备饱餐一顿的时候 小凳子慌慌张张赶了过来 来到胡小天身边 附在他耳边道 秦姑娘到太医院了 他前来通风报训 还是因为胡小天之前的交代 让他牢牢记住 只要秦宇童前往太医院坐诊 就第一时间通知他 胡小天得知这个消息 迅速填饱了肚子 起身前往太医院 地面上的雪 已经积了一尺多厚 因为雪仍然在不停的下 清扫还没有开始 昨天雪荣之后气温骤降 地面上结了一层薄冰 大雪从昨夜一直下到现在 路面湿滑 前往太医院的路上 胡小天还好 小凳子却接连摔了几跤 以胡小天精实今日的地位 皇宫之中除了少数禁区 他基本上都可以自由出入 太医院原本就不是什么 防守严密的地方 世卫防守的重点 也是防止太医进入皇宫内院 至于前来看病的太监宫女 一般来说都不会进行严格盘查 前来太医院看病的人 多数都是宫女太监 身份尊崇者如皇上 嫔妃都会将太医招入宫中 秦宇童来自玄天馆 她的师尊来是玄天馆主 除非是皇上清照 玄天馆主是不会前来这里 太医院这边的坐枕 基本上都交给了她的弟子 当然 宫女太监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过来看病 首先要约号 如同现代社会的预约门枕 拿到了号牌才能排期看病 像胡小天这种 在宫中有了一定地位的太监 当然无需耗牌 她大摇大摆进了太医院 今天太医院格外忙碌 天气骤降 受粮生病的宫女太监不在少数 还有一些人因为雪天路滑 摔成了外伤 其中不乏手脚骨折折 胡小天找到秦宇童的时候 她正在天字号诊室内 为一名宫女接骨 因为秦宇童正在工作 所以胡小天并没有急于打扰她 而是静静看着她的动作 秦宇童为宫女接骨之后 站起身来 一旁有人递来了一方雪白的热毛巾 谢谢 秦宇童接过热毛巾 方才察觉有意 抬眼望去 却见身穿太监服的胡小天 正站在自己的面前 以秦宇童的镇定 平静无波的明彻美眸中 也不禁泛起波澜 谢周一别 半年已过 这半年之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可眼前的胡小天 却依然笑得阳光灿烂 仿佛她还是昨日的那个她 并未变过 也从未变过 秦姑娘 还记得咋家吗 听到胡小天以咋家自称 秦宇童的方心中 没来由感到一阵歉疚 她忽然意识到 没变的只是她自己 而胡小天已经完全改变了 她不明白自己这种复旧感的由来 难道 自己要对胡小天如今的状况负责 我和她只是萍水相逢罢 秦宇童在心中默默提醒自己 双眸恢复了昔日的古景乌波 淡然道 自然记得 看到胡公子无恙 宇童心中也是欣慰得很 胡小天呵呵笑了起来 秦宇童的这番话 本没有任何的笑点 胡小天的笑声 让秦宇童的方心为之一缩 他甚至想到了胡小天恨上了自己 因为谢州城的不辞而别 也因为自己明明得知了西川兵变 而没有透露给他半点的风声 胡小天道 秦姑娘认识那个胡公子早已死了 站在你面前的 那是大康寺院局的管事太监 胡公公 这货说的那是中气十足 非但没有觉得自卑 反而觉得满脸荣光 隔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一个小太监 混成了私院局的总管 也不容易 这种升职速度 即便是在现代职场中 也很少见吧 秦宇童却从胡小天的话里 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伤 其实是他多想了 一时间他不知该说什么 去安慰胡小天 也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向胡小天表达一下 当初知情不报的歉意 还好此时又有人过来看病 暂时化解了秦宇童的尴尬 来的是个手腕脱臼的小太监 秦宇童正准备叫人 胡小天已经主动走了过去 帮忙摁住那小太监的身体 可能是因为胡小天的到来 影响到了秦宇童的心境 第一次复位居然没有成功 关键时刻还是胡小天出手 轻松将小太监的手腕复位 小太监活动手臂之后 千恩万谢地走了 秦宇童道 看来你的医术还未曾忘记 很多事情都不会忘记 秦宇童因胡小天的这句话 而垂下黑长的睫毛 几精努力 终于低声道 对不起 我本该早一些提醒你的 胡小天笑了起来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咱家今天之所以过来见秦姑娘 只是想当面说声谢谢 倘若不是秦姑娘送给我的那份礼物 只怕小天此时已经身陷淋雨了 也许连性命都保不住 秦宇童不知胡小天的这番话 究竟是否出自真心 倘若当初自己没有给她留下那张面具 胡小天想必已经落在李家之手 即便是失去自由 可还不至于失去性命 毕竟她是李天恒的未来女婿 和李无忧有婚约在 正是因为自己给她的那张面具 才让她得以逃离谢州 此后事情的发展却远非她能够预料 她没想到胡小天在逃脱之后 居然会有孤身潜入京城 舍身救负的勇气 清语童道 你不用谢我 其实当初我有很多事情瞒着你 现在想起来心中实在是有些愧疚 胡小天笑道 哎呀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这世上谁都会有秘密 此时外面忽然传来太监的通报声道 安平公主道 胡小天心中一惊 首先想到的就是 莫非昨天晚上我爽月不至 触怒了这位好脾气的公主 于是她追杀到这里来了 安平公主已经来到了房内 看到胡小天在这里 她也是一惊 胡小天怎么会在太医院里 胡小天赶紧上前行李道 小的参见公主千岁千千岁 安平公主看都没看她 静止从她的身边走了过去 握住秦宇童的双手道 宇童姐姐来了 胡小天这才知道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原来安平公主根本就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搞了半天她和秦宇童是闺蜜 胡小天心中暗叹 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是想不到啊 安平内心单纯为人善良 可秦宇童的心机却是非常复杂 撇去她骗自己的事情不提 根据胡小天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在龙叶林上位的事情 玄天管的人先生也出力不少 作为人先生的高祖 秦宇童很难说没有参与其中 不然她也不会莫名其妙跑去西川 胡小天有些为安平公主担心了 和这么复杂的妞儿当闺蜜 分分钟有被出卖的可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安平公主看到胡小天仍然站在房内 显得有些不悦 轻声道 你留在这里是想听我们姐妹说话吗 胡小天慌忙告辞 不等她出门 安平公主又道 你在外面等着我 回头我还有事情要问你 外面大雪纷飞 虽然站在太院的回廊下 不至于有雪花落下 可胡小天动得仍然直跺脚 安平公主和秦宇童聊了半个时辰放才出来 看到胡小天正在回廊上猴子一样 跳来跳去 经不住想笑 可想起昨晚这次放了自己鸽子 害得自己熬到半夜都不见他过来 心肠顿时硬了起来 缓步来到胡小天面前 胡公公好像精神的很呢 胡小天看到他过来 也停下了跳跃 天寒地冻 站着不动 只怕要被冻成冰棍了 安平公主故意道 你不是去了明月宫廷差吗 来太院做什么 胡小天叹了口气道 别提了 昨天说错了话 惹得文才人动怒 罚我在雪地里站了一夜 还让小太监轮番盯着我 我就是想偷跑也不敢 这不 硬生生把我给冻病了 冷风一吹 胡小天真打了个喷嚏 显然更增加了谎话的可信度 安平公主看他打起了喷嚏 不由得有些担心 你怎样 要不要紧 胡小天看到四下无人 低声道 公主不怪我 我就不要紧 公主要是怪我 只怕我死了的心都有了 龙溪月听他居然说出 这么大胆的话来 羞得满脸通红 翠道 你好大胆子 胡小天道 全都是因为公主的缘故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都说色胆包天 若非是见到了公主这样 天下无双的绝色女子 小天又怎么有为了你豁出性命的包天之胆 这句话说得巧妙 既挑逗了龙溪月 又婉转表达了自己为他不惜牺牲性命的决心和勇气 安平公主听到他的这番话 先是有些害羞 然后就感到说不出的感动 一双美眸竟然有些红了 摇摇嘴唇道 昨天的事情原是我连累了你 他哪知道胡小天根本就是信口胡宗 胡小天道 小事一桩 无足挂齿 只是小天有些不明白 为何文才人会送那样一幅画给你 安平公主道 他应该只是受了别人的委托吧 太医院毕竟人来人往 安平公主并不方便久留 小声道 你好生休息 多饮些热茶 自己要懂得照顾自己 胡小天点了点头 心中颇为甜蜜 公主也要多多顾惜自己的身体 两人一一惜别 胡小天转过身去 看到秦宇童不知何时 从房间里出来 正在门前望着自己 于是笑了笑又走了回去 秦宇童道 你和安平公主很熟悉 胡小天道 公主为人善良 对待我们每个人都好得很 秦宇童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胡小天又道 可惜这个世上多数好人 未必能够得到好报啊 秦宇童文言一争 以为胡小天话里有话 难道在影射自己 胡小天道 你应该听说公主和大庸七皇子 薛道明定下婚约的事情吧 秦宇童缓缓点了点头 此事举国皆知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胡小天道 安平公主如此温柔善良的女子 到最后却要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堂堂大康公主 活得还不如一个普通名家女子自由 秦宇童道 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生活呢 这世上不如意的事情实在太多 多数时候我们都无力改变 胡小天道 她是你的朋友吗 秦宇童一双美眸争大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胡小天却摇了摇头道 我看不是 假如她是你的朋友 你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朋友陷入绝境 而无动于衷 大庸并非绝境 宇童也非无动于衷 秦宇童淡然道 陛下决定的事情 并非我党能够改变 公主是个深明大义之人 何为小我 何为大义 她分得清楚 胡小天反问道 秦姑娘的这句话 咱家反倒不懂了 何为小我 何为大义啊 秦宇童道 胡公子也是门第出身 应该懂得 家国大义和个人得失 哪个更加重要 胡小天道 秦姑娘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是说安平公主的婚事如不如意 只是个人得失 和所谓的家国大义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 她的牺牲只要对国家有利 你就认为是值得的 秦宇童咬撩嘴唇 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胡小天道 凭什么家国大义 就要牺牲一个弱女子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一场婚姻 可以换来长久的和平 胡小天缓缓摇里摇头道 在真正的野心家眼中 只看到权力这两个字 也只有权力才能打动她 大康若强 或可换得安平公主数年安宁 可是大康若是一直乱下去 只怕公主的命运会无比悲惨 她停顿了一下凝望秦宇童的双眸 真正的朋友 是在对方危难之时施与援手的 而不是口口声声谈着什么家国利益 对朋友的遭遇做事不理 恕咱家之言 你所谓的家国利益 只不过是想让自己良心有安慰的借口罢了 秦宇童道 你若这样想 宇童也没有办法 胡小天向他拱了拱手 转身告辞 秦宇童望着胡小天毅然决然离去的背影 方心中怅然若失 胡小天刚才说过的那番话 仍然震聋发聩 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 胡小天离开了太医院 出门之后 迎面遇到了一群人 他本想回避 却听为首一人叫道 那不是胡小天吗 胡小天听到对方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只能停下脚步 来人正是大康三皇子 龙庭镇 胡小天赶紧上前见礼 面对这位大康最得宠的黄二代 胡小天心中还是多少有些忐忑的 不久前龙庭镇在烟水阁设宴 而胡小天恰恰陪同鸡飞花前往 在当晚的宴席之上 帮助鸡飞花狠狠损了礼部上书吴敬善 遇使中成苏青坤之流 无论胡小天情不情愿 当时都站在和龙庭镇相对的立场之上 今天真算得上是冤家路窄 居然在太院门口跟他遇上 胡小天在雪地中跪了下去 给龙庭镇见礼 龙庭镇微微一笑 不见他动怒 也不见他叫胡小天起来 胡小天就只能跪在他的面前 却听龙庭镇道 小胡子 那天在烟水阁你的表现 真是让本王惊艳 想不到你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啊 胡小天道 让皇子殿下见笑了 小的那点微末道横 哪能入得了殿下的法眼 那天都是信口胡邹的 信口胡邹 都能这么厉害 可见你当得起学父武居的称号啊 胡小天道 皇子殿下小的没什么学问 那些对联也都是我过去听过的 不然就凭我的那点本事 敲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啊 龙庭镇道 你呀不用在本王面前谦虚 这样你就当着本王的面 当着大家的面做一首诗给我听听 胡小天跪在雪地里 心中暗骂龙庭镇 老子好歹也救过你姑姑 当时你也是亲眼所见 不求你感恩戴德 怎么也不能恩将仇报吧 可现在根本是要百足架势 想要惩戒自己 所以说枪打出头鸟 那天在烟水阁出了风筒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酿下苦果 龙庭镇冷笑望着胡小天 那天在烟水阁 他本想给鸡飞花一个下马威 却想不到胡小天的出现 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 搞得他手下的那帮 大如穴灸灰头土脸 龙庭镇自然也是颜面无光 今天遇到胡小天单独一个 自然兴起教训这次的念头 心中暗存 鸡飞花不在 我看谁还有本事护你 胡小天跪在那里 脑袋搭拉着 心中的主意不停变换 要说做师真不是什么难事 别说一手 就是十手他也能够背出来 可龙庭镇今天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教训 倘若自己表现太好 等于直接打这位三皇子的脸 自己什么身份 这里又是哪里 除非他不想要命了 于是拿定主意装傻就好 于是脑袋搭拉得更低 只差没贴在地上了 产生道 皇子殿下明鉴 小的哪会做师啊 龙庭镇道 鸡飞花让你做你就做 换成本王让你做师 你却推三阻四 难道在你的眼中本王还比不上鸡飞花吗 胡小天被急一股冷气窜了上去 我靠 龙庭镇今儿是憋足了静要找自己的晦气了 难怪说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 只怪自己那天在烟水阁出了风头 得罪了这位三皇子 缘有头债有主 真正跟你龙庭镇做对的是鸡飞花 有种 你找他理论去 为什么找上我呀 看来这世上多数人都是欺软怕硬 龙庭镇也不例外 胡小天产生道 黄子殿下 小的句句都是实话 若是对对子 小的还敢糊弄几句 做师 我真没那个本事 黄子殿下饶了我这次吧 龙庭镇正想呵斥他 却突然变得春风拂面 望着远处道 黄兄 怎么您也来了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72章 萧小之碑 来人却是大康大皇子龙廷盛 也就是蒋皇后和龙轩恩的大儿子 龙廷盛一边咳嗽 一边走了过来 他今年25 身材高大 体格魁梧健壮 国字脸方方正正 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须 脸色离黑 一双虎目向龙廷镇扫了眼道 三弟 听说父皇身体有样 所以我刚刚去探望 龙廷镇其实已经去过了 他笑道 难得大哥一片孝心 做兄弟的自探妇孺了 龙廷盛道 这两天天气骤然变冷 连我都受了风寒呢 说到这里 他捂住嘴又咳嗽了两声 目光落在仍然跪在雪地上的胡小天身上 这是 龙廷镇道 寺院局的太监胡小天 狮子哥父无所不通 我让他急性赴诗一首 胡小天心中暗骂 赴你抹个头 嘴中叫苦道 皇子殿下 小的才书学浅 实在是做不出啊 龙廷盛看到他的样子 不禁笑了起来 做不出就做不出吧 雪这么大 跪在地上小心被冻着 胡小天眼巴巴看着龙廷镇 三皇子龙廷镇这才到 既然我皇兄让你起来 你就起来啊 胡小天这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跪了这么老半天 膝盖都算了 心中对龙廷镇越发反感 龙廷盛道 这诗词歌赴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出来的 过去我就因为做诗的事情 没少挨骂 龙廷镇显然没有跟这位大皇兄多谈的意思 敷衍了两句 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去 胡小天垂着双手站在原地 等龙廷镇走了 方才暗自松了口气 龙廷盛看了他一眼道 刚刚他没有为难你吧 胡小天这才意识到 他们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在 跟着龙廷盛过来的那个小太监 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太医院去了 慌忙行李道 啊没有 只是让我做师 多谢大皇子解围了 龙廷盛呵呵笑道 做不出就做不出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你是胡小天 胡小天道 正是小的 龙廷盛道 我听过不少人提起你的名字 入宫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够掌管私院局 嗯 想不到你这么年轻 真是很有本事啊 胡小天道 多亏了皇上的气重 小胡子受宠若惊 尘惶尘惶 龙廷盛呵呵笑道 气重你的 是鸡公公吧 胡小天悄悄向龙廷盛偷看了一眼 却见他双目炯炯 始终盯着自己 心中不禁暗叹 倒霉 难不成三皇子为难过自己 大皇子又要找自己的麻烦 两兄弟今儿要轮自己啊 靠啊 冤有头债有主 你们有种去找鸡飞花的麻烦呢 干我鸟事啊 龙廷盛道 你不用害怕 本王不会为难你 我听说你的一些事情 本王对你还是有些欣赏呢 想收买我 胡小天马上将龙廷盛的这番话 理解为一种示好 以龙廷盛的皇子地位 堂堂一个大皇子 当然没必要去讨好一个小太监 归根结底 原因只可能有一个 龙廷盛一再笼络自己 想起大康的太子之位 仍然悬而未决 胡小天马上就心中坦然了 龙廷盛仇视自己因为此 而龙廷盛向自己示好 也是因为这件事 胡小天恭敬道 大皇子太太举小的了 小胡子感激涕铃 龙廷盛咳嗽了两声 胡小天关切道 大皇子身体不适 龙廷盛道 只是受了些风寒 没什么 此时跟着龙廷盛的那名太监 走了过来 来到龙廷盛面前道 皇子殿下 太医院的药房之中 并没有这几味药 龙廷盛文言不由地皱了皱眉头道 诺大的一个太医院 竟然连这些药材都找不到 真不知这帮管药窟的太监是管什么吃的 胡小天心中一动 忽然想起寺院局那里的药房 龙廷盛道 殿下 寺院局倒是也有一个药房 规模虽然比不上太医院 可里面也有不少的药材 或许其中能够找到殿下需要的药材 龙廷盛点了点头 示意太监将那份药方交给了胡小天 胡小天得了药方辞别了龙廷盛 踩着厚厚的积雪回到了寺院局 他并没有前往明月宫 一来明月宫太冷 二来他也不想回去受文雅的冷眼 你看我不爽 老子还不乐意伺候你呢 来到寺院局的时候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奇迹般停了下来 石学东迎上来 眉开眼笑道 宝宝姑娘来了 因为天气太冷 这货一边说一边搓手 显得越发淫见 胡小天道 人在哪 石学东附在他的耳边低声道 我让他先去了你的房间 胡小天点了点头 将那份药方交给了他 你去帮我查查有没有这些药材 石学东点头哈腰的去了 胡小天来到自己的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看到宝宝正坐在桌前 双手脱腮静静等着自己 胡小天笑道 咱家前脚刚走 你这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既如此 咱家也就不客气了 宝宝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敢动我一下 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假 话还没说完 胡小天就已经将他的嘴巴给捂上 隔墙油耳 你还嫌闹出的乱子不够大 宝宝挣扎了两下 挣脱开他的手 可没想到胡小天双手向下一滑 从后面把他给抱住了 宝宝咬了咬嘴唇道 你好不要脸 胡小天道 咱家对你好歹都有救命之恩 不求你舍身相报 给咱家暖暖身子总不过分 很过分 宝宝嘴上说着 可却没有挣脱 胡小天得寸进尺 将脸凑了上来 被冷风吹得如同冰块的面孔 贴在宝宝温暖柔润的翘脸上 哎呀 感觉真是舒服极了 宝宝红着翘脸道 你占尽了人家的便宜 以后让我还怎么嫁人 胡小天笑道 嫁给我咯 咱家是个负责任的人 我才不信你的甜言蜜语 自从我认识你之后 就没有顺利过 你这个恶人 简直就是我命中的魔星 那既然如此 你还是认命吧 有句话说得好 生活就像强奸 如果不能反抗 不如闭目享受 宝宝听到这里 修得双颊飞红 用力挣脱开他的怀抱道 你这个人 这种无耻的话 你都说得出口 胡小天道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一定是你 除了你还有谁能够说出 那么下作的话 宝宝认定了 胡小天不是好人 胡小天伸出手去 牵住宝宝温润如玉的先手 将他慢慢拉回自己的身边 宝宝含着娇羞垂下头去 胡小天重新搂住他的先腰道 我是说真的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宝宝含羞道 胡小天道 你不许再打别的男人的主意 以后你注定是要嫁给我当老婆的 宝宝亲手捶得更低 太监怎么可能娶老婆 这会儿连脖子根都红了 我这个太监你又不是不知道 该有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少 宝宝双手将耳朵堵住 娇声道 不听不听 你实在是太恶心了 胡小天一把勾住他的先腰 在他的嘴唇上亲吻了一口 宝宝娇娇躯明显一颤 用力将眉头皱起 将擒手轻轻拂在胡小天的肩头 柔声道 虽然明知道你是个骗子 对我没有一句实话 可我还是宁愿相信你一次 胡小天抱住宝宝 手落在他的玉屯之上 馒头要一口一口的吃 哥文火慢炖了这么久 应该已经到时候了吧 啪 宝宝宛如灵蛇般 从他的怀中逃脱出来 然后在这丝的猪油手上 狠狠拍了一巴掌 臭小子真是得寸进尺 宝宝接连退了三步 确信拉开了安全距离 方才长舒了一口气道 文才让你回去 有事拆钱 胡小天把脑袋摇了摇 嗯不回去了 天寒地冻的 没炉子没火盆 甚至连个暖床的丫头也没有 回去还得看他的冷脸 我打算待会就去辞职 以后啊 他爱找谁伺候就找谁伺候 宝宝道 今儿皇上刚刚赏赐了他 六匹警绊 此外还有上等的官宴两合 听说最近要去明月宫探望他呢 胡小天道 皇上这么多嫔妃 该不是人手一份吧 宝宝道 听说只给了文才人 连皇后都没有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道 他找我回去啊 有没有说为什么 宝宝道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对了那个侍卫统领陈城墙今天又带人过来了 检查了一下马良鹏平时居住的房间 还看了看你的房间 胡小天怒道 他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搜查我的房间 还挑选老子不在的时候 御前四品带刀武士 而且这次的事情 据说是大内侍卫统领 慕容展倾下的命令 并获得了皇上的首肯 宝宝停下了又道 文才人也同意了 胡小天道 有没有觉得文才人好像在故意跟我作对 在他眼里 你只不过是个奴才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一盘菜啊 胡小天道 先让你走 然后又改变主意让你留下 看来他对咱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啊 宝宝道 那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个文雅透着古怪 文太师既然将他送入宫中 就绝不会让他这么孤零零待上一辈子 肯定还会想方设法 让他接近皇上 从而获得皇上的宠爱 宝宝道 只怕鸡飞花 未必会让他如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他们两个究竟谁更高明 那就要等等看咯 说这话的时候 胡小天忽然想起了全德安 最近全德安好像突然安静了许多 甚至没有主动和自己接触过 难道是他正在悄然积蓄力量 准备对鸡飞花全力一击 还是因为自己和鸡飞花走得太近 而心生警觉 嘴上虽然有些抗拒 可胡小天仍然不能对文雅的传召置若罔文 和宝宝一起离开了寺院局 临行之前 史学东送过来两个守卢 胡小天收了一个 另外一个送给了宝宝 两人并肩走向明月宫 雪刚刚停歇 皇宫内院的道路上 已经聚满了清扫的太监 胡小天如今在宫内的知名度 也是余日俱增 在他惊刑的时候 不少太监纷纷停下手里的活 向他行礼 两人来到明月宫 看到明月宫外的道路 已经清扫干净 亡人双手操在袖子里 正站在门前瞧手期盼着什么 看到胡小天他们回来 赶紧迎了上去 向胡小天行礼道 胡公公 您总算回来了 皇后娘娘到了 正问起您呢 胡小天心中 咯噔一下子 蒋皇后对文雅 还真是关心呢 若非出于同仇敌忾 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放下心中的嫉妒 胡小天也不敢耽搁 快步进入了明月宫 门前遇到了 蒋皇后的贴身太监赵敬喜 赵敬喜一脸傲闷道 小胡子来了 皇后娘娘和文才人 都在等着你呢 胡小天冷笑了一声 对赵敬喜这思 他也没什么好感 想当初这小太监 连同王德才一起坑过自己 如今王德才已经死了 可这货依然活着 赵敬喜是皇后的贴身太监 在皇宫内的地位也算超然 在过去 他一直都没有将胡小天 这种小太监放在眼里 可现在 胡小天已经成了 私院局的少监 又兼任明月宫的管事太监 在地位上实则已经超过了他 这声小胡子 其实是他内心中不满的一种表露 胡小天并没有急着走进去 双目寒光凛冽 盯住赵敬喜的眼睛 直到看得对方低下头去 方才冷冷道 咱家有没有听错 你刚刚叫我什么 赵敬喜竟然不敢回应 额头上已经满是冷汗 胡小天道 咱们见面不多 咱家的性情你或许不够了解 我为人牙字必报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 最好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想起王德财的最终遭遇 赵敬喜越发惶恐了 他暗暗后悔自己嘴欠 何必成口舌之快 犯不着得罪这一丝啊 心中顿时服了软 低声道 胡公公 皇后娘娘他们都在等你呢 胡小天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赵敬喜的肩膀道 嗯 小喜子 其实咱们都是一类人 彼此之间理当相互照应 你说对不对 胡公公说得极是 胡公公说得极是 胡小天根本看不上这种没风骨的货色 比起王德财都不如 来到宫室内 看到简皇后和文雅两人 在雕花酸至木茶几两旁坐着饮茶 简皇后身穿黄色白鸟嘲讽的长袍 头戴香精叠脆的缝罐 整个人如同包裹上了一层土豪金 华丽而灿烂 硬得胡小天几乎睁不开眼 真是炫目 反观文雅 就只穿着蓝色长裙 绣发挽了一个莲花剂 除了简单的一根银簪外 再无多余的装饰 两者对比 非但没有觉得文雅被比了下去 反而衬托出他那种 清水出芙蓉的纯净气质 文雅的双眸极其动人 眼波流转 与生俱来的妩媚气质 人如其名 优雅端庄 简皇后的这身打扮 虽然贵气十足 可是总掩盖不住内在的俗气 简皇后眼角 瞥了胡小天一眼 慢条私礼道 胡小天 本宫让你好生照顾文才忍 你好像在阳奉阴违啊 胡小天笑道 不是小天阳奉阴违 而是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小天疲于奔命 有些事情无法做到两边兼顾 简皇后冷哼了一声道 哼 那回头本宫就跟他们说说 让你将私院局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去做 安安心心在明月宫伺候文才人 胡小天心中暗骂 老子就这么一亩三分地 你居然都想动 想剥夺我私院局的权利 没门 此时文雅开口道 小胡子还算尽职尽责 反正明月宫也没什么事情 所以妹妹我 才让她去私院局多转转 毕竟那边也是职责重大 简皇后牵住文雅的手道 妹子 你就是脾气太好 可对待这些奴才 该敲打的还是要敲打 不然他们就会恃宠生娇 就会蹬鼻子上脸 文雅道 姐姐放心 我会记得的 胡小天心中暗存 两人的关系还真是越走越近 每几天都已经以姐妹相称了 哼 怎地一个虚伪得了 所以共同的敌人 可以让两人迅速走到一起 他们共同的敌人 应该就是鸡飞花 简皇后道 我也该走了 妹子 刚刚跟你说起的那件事 一定要记得 姐姐放心 我不会忘 文雅起身相送 胡小天也跟在身后送行 一直将简皇后送到了明月宫外 刚巧遇到侍卫统领陈成强前来 陈成强和身后两名侍卫慌忙上前见礼 蒋皇后扫了几名侍卫一眼 你们来此作甚 陈成强道 因为明月宫的命案 有些事特地找胡公公问一问 胡小天心中不爽 这次似乎赖上了自己 连鸡飞花都表示不再追究马良棚的死因 陈成强却揪着自己不放 难不成还真存着要将老子治罪的念头 蒋皇后转身看了明月宫一眼 轻声叹了口气 她想起了死在明月宫的王德财 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 短时间内已经送掉了两条人命 莫非这明月宫真是个不祥之地 蒋皇后离去之后 陈成强又来到文雅面前行礼 文才人 卑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胡公公配合调查 文雅道 胡小天就在这里了 你有什么事情直接问他 说完之后他转身去了 胡小天也转身就走 陈成强道 胡公公留步 胡小天压根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继续缓步向前 跟随陈成强前来的两名侍卫 大步赶了上去 挡在胡小天的前方 胡小天眯起眼睛看了看他们 冷笑道 好狗不挡路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两位不懂吗 两名侍卫勃然变色 目光齐齐怒视胡小天 陈成强在胡小天的身后笑道 胡公公不要误会 我等只是想找胡公公问一些事情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胡小天道 有什么话尽管说 一次问完 咱家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办 耽搁不了太久的时间 陈成强向明月宫大门看了一眼 不如咱们去胡公公房内说话 胡小天毫不客气的拒绝道 就在这说 明月宫乃是文才人的居处 陈市委出来进去的诸多不便 陈成强笑道 那就在这里说 他秉退两名市委 方才道 马良鹏被杀的当晚 胡公公是自己在房内呢 还是房间内另有其他人 胡小天道 陈统领什么意思 自然是咱家一个人在 陈成强道 根据胡公公所说 当晚你是听到那宫女呼救 所以才冲出去救人 不错 可是我们却在胡公公的房间内 发现了两个人的头发 胡小天呵呵笑道 头发 陈成强道 是在胡公公的床上 发丝虽然细微 可是从质地和味道上 还是能够找到区别 根据这些蛛丝马迹 找到头发的主人 并不困难 胡小天冷笑道 真是看不出陈统领 还是一个查案高手 以你这样的本事 不去刑部当捕快 却来到皇宫看门 实在是屈才了 陈成强并没有在意胡小天的冷嘲热讽 又道 明月宫的院子里有一些碎裂的瓦片 根据我在现场勘探 这瓦片刚巧来自于胡公公的房顶 看来胡公公的亲身功夫不错呀 翻墙越户如履平地 胡小天道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非贼啊 瓦家还真没有那个本事 陈统领是不是被潜入非贼的事情搞糊涂了 连瓦家也成了你怀疑的对象 陈成强道 捕风捉影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去做 胡公公能不能告诉我 谁在您的床上留下了头发 胡小天微笑道 连咱家自己都不清楚 陈统领不如好好帮我查查 看看究竟是谁在我床上留下的头发 咱家也很好奇啊 陈成强道 皇宫里面 宦官和宫女纠缠不清的事 过去也时有发生 一旦被人察觉 必然严惩不待 若是我将此事向上头禀报 胡公公以为自己能够说得清吗 胡小天道 陈统领好像是在威胁我啊 陈成强笑道 不敢 胡公公乃是宫中的红人 在下只是好心提醒 威胁可谈不上 他盯住胡小天的双目道 你说会不会有某位大胆的宫女 趁着夜深人静潜入你的房间 而这一幕恰好被哪位倒霉的太监看到 于是有人为了保守住这个秘密 决定痛下杀手呢 胡小天道 有些话千万不能乱说 会死人的 陈成强道 有些话陈某可以说 也可以不说 最后还要看胡公公怎么做 胡小天听出这丝话里要挟的意思 心中不由得有些好笑 陈成强真以为这件事就能够威胁自己 却不知这货的目的又是什么 索性试探他一下 于是胡小天道 陈统领 想我怎么做 陈成强笑道 胡公公应该是个明白人 在下只想跟胡公公做个朋友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没有才怪 胡小天心中暗自冷笑 陈成强这种漂亮小丑 也敢威胁自己 看来他是活腻歪了 不过他威胁自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究竟是代表哪一方而来呢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73章 吉富正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皇上会突然驾临明月宫 当日黄昏时分 大康天子龙夜灵 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前提下来到明月宫 文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龙夜灵已经走入了明月宫内 文雅慌忙带着几名太监宫女迎了出来 在龙夜灵面前跪下道 臣妾不知陛下前来 失礼之处 还望恕罪 胡小天和宝宝跪在文雅身后 两人眼光交汇了一下 马上就分开 胡小天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 自然是万般好奇 想看看这位大康天子 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龙夜灵合眼月色道 平身 他亲手掺起了文雅 胡小天他们也跟着站起 胡小天趁机打量了一下这位新晋的大康君主 龙夜灵 四十一岁 这年龄算不上大 可能是几经沉浮 命运多舛的缘故 这位皇帝显得有些憔悴 两鬓居然有了不少白发 眼角也有了皱纹 肤色白皙 微微有些偏胖 中等身材 这位皇上的长相只能用平凡来形容 并没有传说中的帝王之气 文雅起身的时候 龙夜灵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俏脸 明显呆了一下 显然是被文雅的美色所震撼 文雅带着娇羞垂下琴手 娇声道 陛下 这声陛下叫得柔软婉转 拥有着直慎心田的力量 连处在文雅身后的胡小天 都不尽心神为之一当 更不用说首当其冲的龙夜灵 龙夜灵道 爱飞 唇角总算有了一些笑意 胡小天看得心头恼火 暗骂文雅迎见 不知不觉中 又将文雅带入成了乐瑶 看到他在龙夜灵面前 极尽妩媚之姿 心中暗骂 小婊子 憋着劲儿给老子戴绿帽子吗 可眼下也只有吃甘醋的份 文雅的声音 如同出谷黄鹰一般悦耳 叫声道 外面寒冷 还请皇上里面坐 龙夜灵明显变得精神抖擞 正所谓 人逢喜事精神爽 看到如此碧月羞花的美人 即便是太监也要动心 更何况皇上呼 好好好 龙夜灵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方才走入明月宫 文雅 紧随其后 悄悄向胡小天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去倒茶 胡小天心中暗骂 好你骂个头 都半截入土的老头子了 怎么忍心 对如此鲜嫩可口的美女下手啊 转念一想 文雅的乐视尚未过去 就算龙夜灵有那贼心 也没有那个贼机会 可也不好说 这龙夜灵口味很重 对鸡飞花都能生出鸡链 足见她是个变态 倘若他真要是动了什么歹念 我这头顶岂不是就要 绿意盎然 胡小天越想越不舒服 越想越恨 再看文雅 极尽温柔妩媚的样子 心中不由得暗骂 什么名门闺秀 根本就是个绿茶婊 勾引皇上 小婊子 你是嫌自己命长 若是让鸡飞花知道 皇上偷偷过来会你 嫌能让你好过 胡小天到茶的时候 梧桐也跟了过来 一旁警惕 看着他的举动 胡小天知道他的心思 冷笑道 是不是担心 我在里面动手脚 信不过我 你亲自来做 他心情不爽 将手上的活扔给了梧桐 龙夜灵上下打量着文雅 越看越是觉得 赏心悦目 轻声道 朕早就听说你美丽无双 秀外会中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啊 文雅含羞道 陛下过奖了 臣妾今日得见皇上 心中惶恐得很呢 龙夜灵哈哈大笑 真有那么可怕 不是 皇上乃一国之君 名震天下 小雅对陛下 崇敬之情 又如高山扬指 其实 其实陛下 一直都是小雅 心中的偶像呢 说到这里 她将俏脸一低 羞泽的表情 让人爱怜到了极点 龙夜灵 被文雅 娇羞扭捏的神态 迷得晕头转向 情不自禁 伸手抓住 她的柔仪 这一幕被胡小天 看了个清清楚楚 心中暗骂 情收 放开老子的女人 再看文雅的样子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小婊子 当老子不存在吗 居然当着老子的面 就勾引男人 其实 人家两口子 有些轻热举动 也实属正常 胡小天 这个醋 吃得莫名其妙 梧桐此时 端着茶送了上来 文雅从茶盘中 端起一杯茶 双手奉送到 龙夜灵的手上 陛下请用茶 龙夜灵笑眯眯 点了点头 目光始终停留在 文雅的俏脸之上 胡小天一看 就知道麻烦了 谁说这位大康天子 不爱红妆爱武装 看来这位天子 应该是两项全能 能功能寿 难怪鸡飞花 因为文雅的到来 如灵大敌 麻烦哪 麻烦大了 龙夜灵喝了口茶 傅又将目光 投向文雅的脸上 轻声道 今日朝堂之上 朕见到太师 我们聊起你 太师对你 很是关心呢 文雅道 爹爹对我的好处 我永不敢忘 在皇上面前说话 要非常谨慎 不能流露出 对家人的思念 龙夜灵又道 皇后也在朕面前 不停夸你 此前 朕还从未听她 这样夸过别人 文雅道 皇后带我 如同亲姐姐一样 对小雅关怀备至 所以 小雅来到皇宫 虽然不久 却已经完全当 这里是自己的家了 龙夜灵又伸出手 去抓住她的柔仪 小雅 你果然懂事 胡小天在一旁 早已起了一身的 鸡皮疙瘩 暗暗诅咒 龙夜灵这个老流氓 必遭天前 龙夜灵此时 挥了挥手道 二等先退下 朕要和爱飞 说两句真心话 是 一群宫女太监 心明眼亮 皇上是要让他们回避了 看来这位文才人太美 大白天的皇上 就把持不住了 胡小天脑袋 嗡的就大了 计划不如变化 这皇帝有些不讲究啊 人家还来着月事呢 偷偷看了文雅一眼 却见文雅美眸之中 流露出错综复杂的目光 虽然不知道 他目光的寒意何在 总之绝非开心愉悦 胡小天一言不发的 跟着众人走 感觉心如刀割 暗自提醒自己 刚我鸟制 他又不是乐瑶 他也不是我老婆 身后听到龙夜灵肉麻的叫道 小雅 文雅娇滴滴回应道 皇上 胡小天赶紧加快脚步 哎呀 听不下去了 再听 非得把一口老血喷出来 可就在这时 忽然听到文雅轻声道 皇上 您怎么了 众人齐齐回过头去 却见龙夜灵捂住肚子 顷刻见脸色苍白 额头上布满了 黄豆大小的汗水 低声道 这 这 真的肚子 好疼 文雅吓得一张俏脸 变得毫无血色 他也想不到皇上 居然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龙夜灵从进入明月宫 到现在 只喝过几口茶 他目光落在茶盏之上 产生道 这茶中 有毒 胡小天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大声道 保护皇上 他连幸灾乐祸都顾不上 皇上要是在明月宫发生意外 恐怕他们明月宫的所有人都要掉脑袋 跟随皇上过来的那帮 太监侍卫 一拥而上 护住了龙夜灵 文雅被分割到了一旁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胡小天手指梧桐 大吼道 贱人 你在茶水中放了什么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胡小天抓住机会 自然要报复梧桐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撇清自己 也是梧桐倒霉 非得抢着去干倒茶的活 把原本属于胡小天的霉运 硬生生给抢了过来 梧桐一脸惶恐 他摇了摇头 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冤枉 文才人 我什么都没放 我发誓 话没说完 胡小天已经冲了上去 甩手就给了他两记耳光 胡小天出手毫不留情 打得梧桐两家高高肿起 一帮侍卫已经将梧桐围了起来 显然将他当成了最大遗凶 梧桐虽然身怀武功 可是被胡小天打了个猝不及防 即便是他本身能够躲过胡小天的巴掌 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双眼充满怨毒的望着胡小天 维雅惊慌失措道 快去 快去请太医 一帮人听到皇上说 茶中有毒全都乱了方寸 只有胡小天还保持着相当的冷静 刚开始他听龙叶灵说 茶中有毒的时候 心中也是一惊 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肚子疼 未必就是中毒 看到龙叶灵捂着肚子 疼得大声惨叫 根本就是外科疾腹症 胡小天向前走了一步 被侍卫拦住 怒斥道 跪下 这帮侍卫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现在完全是怀疑一切 胡小天并没有被他吓住 大声道 陛下 小的学过一些医术 不如我为陛下看看 两名侍卫怒视胡小天 正准备上前将他拿下 却听龙叶灵颤声道 你 你快帮我看看 这 这 这就要疼死了 定级乱投医 皇上也不例外 可这次却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胡小天 可不是庸医 有了皇上的金口欲言 那帮侍卫太监 当然不敢继续阻拦 放胡小天过去 胡小天来到皇上身边 见龙叶灵脸色蜡黄 额头上布满大汗 龙叶灵道 陛下 哪疼 龙叶灵指了指右腰 疼死我了 胡小天向皇上行了一理道 请恕小的冒犯 他将左手平贴在龙叶灵的腰部 然后右手握拳 向左手的手背扣机 只是扣了一下 龙叶灵就叫道 疼 好疼 胡小天心中暗存 莫非是突发圣洁时 真要是如此 倒不是什么下毒了 龙叶灵道 这 这有些内疾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马上有太监慌慌张张去拿叶壶 胡小天让他们不逼了 直接找了个铜盆过来 龙鸡可不是随随便便都能看的 侍卫将屏风拉了过来 闲杂人都退了出去 胡小天搀扶着龙叶灵 别人看他贴得如此之静 也不方便赶他 毕竟是非常时刻 皇上都没说不让他看 再说这货又是个太监 皇上的贴身小太监 帮忙解开了龙叶灵的裤子 龙叶灵哆哆嗦嗦 把本钱献了出来 胡小天自问眼神不错 可一眼居然没看清楚 这龙鸡也太袖珍了一些 说是花生米都抬举了他 却不知还能用否 龙叶灵憋了半天 总算尿出了几滴 红彤彤的血尿 那太监吓得面无人色 龙叶灵一看铜盆之中 也吓得魂飞魄散 惨呼道 太医 快快去请太医 这难道要命绝于此吗 龙叶灵认为自己 要难逃一死 加上腰部的疼痛 折磨得他坐卧不宁 他将所有一切 全都归咎到这杯茶的上面 怒吼道 来人 将 将那个贱人 和这帮工人 脱脱脱脱 刚刚还是爱妃呢 突然变成了贱人 话虽然还没说完 可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皇上 是要杀人了 虎小天道 陛下息怒 以小的判断 您并非是中毒 只是得了肾食病 从龙叶灵的症状 虎小天已经判断出 他得了肾结石 要说文雅 也够倒霉的 上次禁狱的时候 来了月室 这次皇上 清零明月宫 却又轮到皇上的 肾结石突然发作 胡小天倒不是 想为文雅开脱 更不是要英雄救美 这糊涂皇帝 认准了茶中有毒 肯定要把明月宫 上上下下 全都杀尽 自己也无法幸免于难 龙叶灵颤抖的手 抓住胡小天 疼得不停身影 胡小天的话 让他突然清醒了过来 此前 他也曾经发作过一次 不过上次 自行尿出了一颗 小小的石头 那时的症状 和今天也差不多 想起这件事 龙叶灵顿时心安了不少 只要不是中毒 就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了 这种时代 是不可能找到碎石机的 没有超声波 逆行尿路造影的 辅助检查手段 胡小天也不可能判断出 结石的具体大小 虽然准确诊断了 龙叶灵的病症 可是治疗方案 却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 太医院有人到了 又是秦宇童 秦宇童仍然轻杀蒙面 看到胡小天也在这里 明显有些错愕 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来到胡小天身边道 情况怎样 他对胡小天的医术是拥有相当信心的 所以首先做的并不是问诊病人 而是找上了胡小天 胡小天道 肾石正 左肾 应该已经调到了输尿管上段 秦宇童点了点头 又道 你有什么办法 胡小天心说 我的办法呀 就是开刀 换成别人还好说 可眼前这位是大康天子 我给他开刀 除非是自己不想活了 胡小天尽量简单的解释道 疏鸟管全段呢 有三个狭窄 结石应该是卡在第二个狭窄处 我所知道的治疗方法 通常有三种 一是开刀取食 二呢 就是通过某种能量 将体内的结石震碎后随尿排出 还有一种 就是帮助陛下止疼 让他多喝水 希望能自行排出 秦宇童来到龙叶林面前行礼 龙叶林道 秦 秦姑娘 快快快为朕看看 朕 朕疼得受不了了 秦宇童抽出精针 插在龙叶林的手腕 及耳后穴道之上 秦宇童针法神奇 落针之后 龙叶林的疼痛明显减少了许多 止住不断的惨叫坐在那里 只是身体仍然有些不舒服 秦宇童又来到胡小天身边 开刀他不懂 至于胡小天说的 用能量震碎体内的结石 他的武功修为也远未到那种程度 所以只能向胡小天再度求教 胡小天让人给皇上多弄些水喝 又让他从台阶往下反反复复的蹦 以这样的方法蹦跳来震动身体 促使劫时尽快排出 龙叶林将信将疑 他虽然不相信胡小天这个小太监 但是对秦宇童的医术还是深信不疑的 于是脱了龙袍 在明月宫找了出台阶 一阶一阶的往下蹦 就像是一个上蹿下跳的兔子 哪里还有半点一国之君的威夷 胡小天原本以为这样的方法 短期内未必可以起到效果 没想到龙叶林的运气居然不错 跳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尿出了一块结石 结石绿豆粒般大小 尿完之后龙叶林那是浑身轻松 通体舒泰 贴身太监从尿盆中 直接就将那颗结石捞了出来 惊喜道 皇上吉相 皇上吉相 石头出来了 石头出来了 龙叶林皱了皱眉头 前半句没什么 可后半句石头出来了 听着有些不爽 胡小天此时上前恭敬道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皇上派出龙京 是乃大吉之赵 皇上乃真龙天子 胸怀日月 体韵江河 龙唐大坑 光照天下 龙叶林听他这么说 心头真是舒服 同样的话 两个不同的人说出来 这感觉真是天壤之别 秦宇童一旁听着 秀眉微微平起 显然对胡小天的这番恶意奉承 有些反感 反感归反感 心中还是能够理解 毕竟胡小天 今时今日 只不过是个在宫中讨生活的小太监 若是不对皇上 奴言悲惜 他又怎么能够存活下去 方心中感到可悲 又感到有些同情 昔日 意气风发 年少轻狂的胡小天 居然沦落到 阿依奉承的地步 以胡小天的高傲性情 自然不会像胡小天这样做 但是 他能够理解 人在现实中 必须要做出改变 眼前的胡小天 无疑已经变了 龙叶林龙颜大悦 抚恤道 朕今日的病症 多亏了你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胡小天扑通一声 跪倒在龙叶林面前 启禀皇上 奴才叫胡小天 龙叶林听到这名字 感觉有些熟悉 可是一时间 又想不起来 在哪里听过 眉头一皱 一副苦思冥想的模样 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 实在太多 记不起胡小天 也是正常 胡小天偷偷观察 龙叶林的表情 猜到 人家对自己没什么印象 不过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一个小太监 在皇上面前 能有什么存在感 龙叶林道 朕 好像听说过你 胡小天道 陛下皇恩浩荡 小得 尘皇尘孔 你先起来吧 龙叶林道 最臣之子 不敢在皇上面前站着 秦宇童 冷眼望着胡小天 此人真是不简单 他果然要借着这次的机会 接近皇上 龙叶林的好奇心 已经被胡小天勾起 你是 胡小天道 小得是最臣胡不韦的儿子 龙叶林此时忽然想起 有几名罪臣之子 代付赎罪为奴的事情 听到胡不韦的名字 这才把胡小天对上了号 点了点头道 哦 你就是他的儿子 抬起头来 让朕好好看看 胡小天把脸抬了起来 龙叶林这会儿 腰不疼了 自然也有精力去打量胡小天 目光端详着胡小天 缓缓点了点头道 嗯 倒也是满脸正气 一表人才 胡小天心中突然有些发毛 想起这狗皇帝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事 再联想刚刚堪比 花生米大小的龙鸡 哎呀呀 千万不要看上了自己呀 原来长得英俊 也是有风险的 还好龙叶林很快 就把目光收了回去 嗯 好好 你现在就在明月宫听差 启禀皇上 小的还兼任私院局的管事 龙叶林道 嗯 想不到你居然会医病 做事也很有眼色 到底是胡青家的儿子 龙叶林心中暗自盘算 这小子看起来还是很机灵的 虽然玄天管的秦宇童来这儿为自己治病 可诊断治疗的方法多半都是他想出来的 解除了自己的病痛 怎么都算得上大功一件 身为天子必须要有所赏赐 只是到底应该赏赐他什么好呢 就在龙叶林愁愁之时 外面忽然传来通报声 却是鸡飞花闻讯赶到了 听到鸡飞花的名字 一丝不安的表情 从龙叶林的脸上烧闪即逝 虽然迅速 却被胡小天明月地觉察到 一国之君 何以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难道他对鸡飞花还心存忌惮 鸡飞花让两名跟着他前来的太监 都在门外候着 独自一人进入了明月宫 人还没有踏入宫室 声音已经先行传来 陛下 飞花晚来一步 没能为陛下分忧解难 还望陛下恕罪 鸡飞花身穿红色长袍 头戴黑色灌帽 鸡肤圣雪 眉目如画 当真是娇艳如花 和美丽绝伦的文雅相比 竟然不落下风 文雅是一种清历中的妩媚 如同水仙花一般 而鸡飞花却浓烈似火 艳丽夺目 周身散发出一股妖娆的气度 这种妖娆在寻常人的身上很难找到 应该是太监独居的气质 来到龙叶林面前 鸡飞花拜扶下去 腰身只是屈了一下 龙叶林就发话 让他平身 鸡飞花趁机站起身来 目光 在仍然跪着的胡小天身上 瞄了一眼 刚刚来到明月宫 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样 龙叶林道 小天 你也起来吧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听到龙叶林这样称呼胡小天 鸡飞花马上明白 今天胡小天应该是立功了 胡小天这才站起身来 没说话 向鸡飞花低了低头 算是给鸡飞花见礼 当着皇上的面如此 已经是给足了鸡飞花面子 龙叶林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微笑望着胡小天道 朕正在想 应该如何奖赏胡小天呢 飞花来得正好 你帮朕出出主意 鸡飞花道 小胡子一向聪明伶俐 为人又踏实 自从入宫之后 忠君爱国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此次主动晋身入宫 伺候皇上 而是为了为父赎罪 这番孝心 实在是让人感动 龙叶林点了点头 似乎对胡小天也颇为嘉许 鸡飞花道 如此忠孝之事 自然给予重赏 我看就赏他一面盘龙金牌 让他可以随时出入皇宫吧 胡小天过去就有出入皇宫的权利 但是谈不到随时出入 而且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有了这面金牌 在皇宫内除了飘渺山等 有限几个境地之外 其他地方就畅通无阻 而且想什么时候出去 就什么时候出去 龙叶林点点头道 嗯好 赏 胡小天赶紧跪下 高呼万岁谢主龙恩 鸡飞花又道 陛下 飞花的话还没说完呢 龙叶林微笑道 你只管说就是 鸡飞花道 小胡子入宫之后 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我看 父子相见 亲人相聚 也是人之常情 还望陛下开恩 龙叶林沉引了一下道 嗯 父子之情乃是人间伦常 想见便见 有了这块正赐给你的盘龙金牌 没有人再会说三道四 胡小天连连叩头 鸡飞花这次可给了他一个大人情 鸡飞花此人的厉害之处 在于他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若是赏赐给他金银绸缎 胡小天肯定不会动心 但是在亲情上做文章就不同了 之前 他虽然带胡小天去见过胡不韦夫妇 但毕竟是私下里 现在有了皇上的话 胡小天就能光明正大的去见爹娘 这份人情可谓是不小啊 龙叶林让胡小天平身 看了看空空的茶盏 此时方才想起了文雅 轻声道 传文才人过来 文雅此时哭得梨花带雨 美眸微红 我见尤莲 胡小天看在眼里暗叹 他的演技也不一般 其实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文雅除了装可怜装无辜 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 如果皇上真是中毒 不管是不是他在背后主使 都脱不开干系 来到龙叶林面前 抽抽爷爷道 陛下 萧雅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目睹陛下如此痛苦 萧雅却无能为力 实在是罪该万死 还请陛下降罪 置之死地而后生 嗯 先求惩罚 鸡飞花冷笑望着文雅 到底是文太师的养女 观幻文帝 很不寻常 龙叶林道 萧雅 此事乃是朕自己突发疾病 怨不得你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看了看一旁的秦宇童 仿佛是在征求秦宇童的意见 龙叶林为人多疑 虽然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可能大一些 但是仍然不能确定 秦宇童跟着点了点头 显然是赞同龙叶林的这番话 可一旁 胡小天却道 晓得斗胆插句话 此事还是有些蹊跷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看了过来 鸡飞花的目光充满期待 文雅的目光充满惶恐和不解 胡小天竟然要坑害自己 龙叶林道 你说 胡小天道 这颗龙精在皇上的体内 本来是不会发作的 肯定是陛下喝了这杯茶 方才触发了隐疾 这才导致疾病突然发作 所以说茶未必有毒 可是并不能证明这杯茶没有问题 文雅面色苍白 胡小天啊 胡小天 你好毒 竟然落井下石 文雅颤声道 陛下明鉴 小雅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句话等于把他自己给摘了出来 现在这种情势下 他已经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更不用说保护梧桐了 鸡飞花心中欣慰不已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 胡小天没有辜负自己 对他的一番栽培 龙叶灵面色一沉 怎讲 胡小天道 病从口入 有些病是必须要忌口的 这茶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需要仔细勘验 在结果未明之前 很难排出一些人的嫌疑啊 他转向秦语同道 秦太医 在这方面是行家 应该可以验证这壶茶里面 究竟有无玄机 文雅道 胡小天 你是在说我在茶中下毒吗 胡小天道 小的没这么说 也没说茶中一定有毒 更不敢怀疑文才人 只是这件事来得蹊跷 刚刚文才人让小的去倒茶 梧桐却抢着要做 紧接着 皇上就突然发病 此事不能不让人怀疑 皇上 姬公公 小的是一片赤诚之心 为皇上鞠躬尽罪 死而后已 绝无恶意 诽谤他人的意思 鸡飞花缓缓点了点头道 陛下 胡小天说得很有道理 医奴才看 这件事的确要好好查一查 那泡茶的宫女 须得仔细审问 文雅泪流满面 梨花带雨地跪了下去 陛下 小雅让陛下受惊 请陛下治罪 龙野灵叹了口气 站起身道 朕又没怪你 对你朕还信不过吗 朕实在是累了 先回宫去了 说完转向七飞花道 你将这件事彻查清楚 回头向我禀报 是 鸡飞花大声道 一群人恭送走了龙野灵 整个明月宫的气氛 并没有因为皇上的离去 而有丝毫缓解 反而变得越发压抑起来 鸡飞花目光 冷冷扫了文雅一眼 来人 将那宫女带上来 梧桐很快就被两名侍卫 押了上来 一上来便高呼冤枉 文才人 我冤枉啊 鸡飞花冷哼一声 冤枉 一个明月宫的小宫女 居心叵测 谋害皇上 难道你不怕被灵池处死吗 还不赶紧老老实实地交代 到底是何人指使你这样做 梧桐悲声道 我未曾下毒 也无人指使 鸡飞花怒道 大胆 世道临头 还敢抵赖 胡小天正想插话 却被文雅两道宛如刀锋的仇恨目光逼了回去 吞了口唾沫 把目光垂向地面 毕竟心亏啊 这货还算是有些良心 今天他根本是要公报私仇 故意因梧桐来着 心中当然明白 皇上的发病和梦桐没有任何关系 反倒是梦桐帮了他一个大忙 如果不是梦桐抢着去泡茶 搞不好所有人都会将疑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文雅道 鸡公公 梦桐是我的侍女 您说他有人指使 那个人是不是在说我 鸡飞花呵呵笑了一声 一双凤木眼波流转 仙仙素手宛如兰花 捏起耳旁蓝色灌带 从耳根处缓缓滑下 咱家相信文才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文太师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 乃大康国之栋梁 他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背叛圣上的事情 文雅在鸡飞花面前 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畏惧 冷冷道 皇上刚刚喝过的那壶茶仍在 只需查验一下 就能证明本宫的清白 鸡飞花向茶壶望去 却见秦宇童慢慢将茶壶收起 轻声道 这壶茶应该没什么问题 详情还需我带回去 让师尊好好查验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 鸡飞花居然对秦宇童表现得非常客气 点了点头道 劳烦秦姑娘了 胡小天不觉有些奇怪 秦宇童只不过是玄天管的一位女弟子 以秦宇童的身份 根本无需对她客气 看来秦宇童不仅仅是这个身份那么简单 虽然胡小天和她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 可是除了秦宇童是玄天管仁先生的弟子之外 对她的了解可谓是知之甚少 秦宇童取了证据告辞离去 鸡飞花居然未加阻拦 胡小天更觉诧异 倘若这茶壶落在她的手里 岂不是她就掌握了文雅生杀语夺的权力 若是她一口咬定此茶有毒 文雅必然百口莫辩 就算她可以侥幸脱开干系 吴童也断然无法幸免 必死无疑 秦宇童走后 秦妃花也决定离开 她让手下人将吴童带走 文雅断然拒绝道 秦宇童 吴童是本宫的侍女 在此事没有明朗之前 无法证明她有罪 任何人都无权将她带走 秦妃花冷笑道 哼 此女有谋害皇上的嫌疑 文才人将她留在身边 难道不怕反受其害 文雅道 有没有嫌疑 只能等结果出来再说 若是证明她有责任 本宫第一个不会放过她 秦妃花缓缓点了点头道 文才人的这句话 咱家记住了 她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文雅冷淡的声音 小胡子 你带本宫去送送秦公公 是 胡小天跟着秦妃花 来到明月宫外 秦妃花的几名随从 拾去地走到远处等着 秦妃花微笑望着胡小天道 不坏 胡小天向前一步 笛声道 提督大人 为何不将茶壶带走 秦妃花笑道 就算是证明茶壶有毒 也不能证明文采人 跟这件事有关 做大事 必须多些耐心 你以后就会明白 她向明月宫的方向 看了一眼 笛声道 你快回去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今天的事情 恐怕文才人不会善罢甘休 秦妃花笑道 你担心她会出手对付你 她明知道你是杂家的人 绝对不敢妄动 她这番话说得信心满满 透着不可一世的嚣张 胡小天道 只怕文才人要赶我走了 秦妃花道 你先忍耐上几日 咱家保证这样的日子 不会太久 胡小天心中一争 秦妃花难道已经决定 对文雅出手 倘若真是如此 文雅在宫中的处境危险了 胡小天的心情还是有些矛盾的 一方面 想要早些摆脱明月宫 另一方面 她又有些担心文雅 倒不是她对文雅 产生了什么特别的感情 主要原因是文雅和乐瑶 极其相似的缘故 直到现在 她都无法将文雅和乐瑶 彻底区分开来 回到明月宫 文雅的表现 倒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本来胡小天还以为 迎接自己的会是一场暴风骤雨 可文雅并没有因为今天的事情 向她发起劫难 只是轻声叹了口气道 以后这明月宫 你就不要来了 本宫会向皇后娘娘 秉明此事 胡小天揣着明白装糊涂道 文才人为何要小得离开啊 文雅道 既然是明白人 就没必要说得那么清楚 明月宫妙小 容不下你胡公公 这尊大菩萨 胡小天道 小天绝没有加害文才人的意思 今天的事情 也绝非小得能够左右 文雅道 鸡公公可以左右 一句话点明了 胡小天和鸡飞花之间的关系 胡小天 听她将话说到了这种地步 解释也没什么必要 向文雅深深意义道 若然是小得爱了文才人的眼睛 那小得走开就是 小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只要文才人一声差遣 不会劳烦你了 文雅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胡小天点了点头 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 人家全都看在眼里 别人也不会相信 就在胡小天准备离开之时 忽然听到后方传了一声惊呼 鸡燕出事了 他们文言一争 当下也顾不上继续说话 一起寻声赶了过去 却见宫女鸡燕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手足不断抽搐 没等众人靠近她的身边 鸡燕双腿一蹬 已然一命呜呼了 胡小天凑过去 摸了摸她的颈部动脉 看了看她的呼吸 最后要扒开她的眼皮 瞳孔已经扩散 呼吸心跳全无 鸡燕已经死了 虽说并非是明月宫 所出的第一次命案 可鸡燕之死毫无征兆啊 胡小天抬起头来 最先发现鸡燕出事的是亡人 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她在场 亡人吓得面无人色 摆了摆手道 小的看见她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跟我毫无关系 任何人在这种状况下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摘清自己 鸡燕出事之时 宝宝在外面 胡小天和文雅说话 梧桐也在不远的地方 他们三人可以相互见证 唯有亡人是说不清楚的 亡人说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温才人 奴才和秋燕向来感情很好 青童姐妹 我怎么可能害她 文雅咬咬嘴唇 正所谓服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明月宫内的麻烦事 还真是层出不穷 她镇定了一下心神道 小胡子 你去请侍卫过来 胡小天心说 刚才不是赶我走吗 这会儿又变了 她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撂挑子 一来不够厚道 二来 以她的好奇心 也不舍得离开 胡小天刚刚走出了明月宫 就看到一群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为首一人 正是大内侍卫首领 慕容斩 慕容斩四十五岁 首先便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满头白发 眉毛也是白色 一双瞳孔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肤色也是苍白如指 胡小天一眼就看出这位明镇大内的侍卫统领 是一位白话病人 胡小天虽然来到宫内的时间已经不短 但是对慕容斩其人只闻其名 从未和其人打过照面 据称慕容斩亲自负责飘渺山的护卫之责 很少在外界露面 胡小天过去从别人的口中听闻过慕容斩多次 所以第一眼看到他就能够将此人认出 慕容斩既然亲自过来了 胡小天当然不必再去通报示威 走上前去恭敬做一道 寺院局胡小天参见慕容大人 慕容斩停下脚步 灰色毛子盯住胡小天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此人从来都是个不苟言笑之人 微微合手道 你就是胡小天 是 胡小天直起腰来 慕容斩虽然在大内侍卫之中 呼风唤雨 但并不负责管理他 所以胡小天理道就行 没必要等着他让自己起身 慕容斩道 看你行色匆匆 这是要去哪里 胡小天道 小的正是要去找慕容大人报训 发生了什么事情 慕容斩一双白眉紧紧皱了起来 他为人极其警觉 单从胡小天的画中 就已经嗅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地方 胡小天压低声音道 明月宫又发生了命案 慕容斩双目一瞪 两道犀利的寒光陡然射出 看得胡小天也是心神异警 在此人身边 有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 胡小天凭直觉意识到 慕容斩的实力 非同一般 慕容斩也不多说 低声道 为我引路 胡小天带着慕容斩 这群人走入明月宫 文雅也没有料到 他这么快就已经回转 而且竟然带来了 大内侍卫总统领慕容斩 慕容斩向文雅建立之后 来到秋烟的尸体旁 了开长袍 他从腰间阁囊中 取出一双陆皮手套 半蹲了下去 仔细检查秋烟的尸体 没过太久的时间 就已经在秋烟的井后 有所发现 然后又从阁囊中 取出一只小镊子 小心从井后 夹出了一根 细如发丝的牛毛针 文雅似乎不忍再看 转过身去 一名侍卫 打开盛放证物的墓盒 慕容斩将银针放了进去 然后站起身来 除下陆皮手套 把尸体带走 他目光炯炯盯住胡小天道 什么人最早发现了这具尸体 胡小天望向王仁 王仁吓得不由自主 后退了一步 连连摆手道 我 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把他带回去细细审问 是 随行侍卫大声大道 王仁跪倒在地 文才人 文才人 文雅摇摇嘴唇 终究没有说话 慕容斩此来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秋燕被杀之事 他向文雅行礼道 文才人 背直奉陛下之命 特地前来将梧桐带走调查 文雅神情黯淡 刚才鸡飞花 就要将梧桐带走 他竭力护住 却没有想到终究还是无法留下梧桐 文雅点了点头道 好吧 还请慕容统领不要为难他们 慕容斩冷酷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笑意 文才人放心 卑职向来暗张办事 绝不会循私枉法 这句话等于明白地告诉文雅 他不会因为文雅的身份 而有任何的顾忌 面对眼前的局面 文雅根本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慕容斩 将两人带走 如今的明月宫 两人死于非命 两人被慕容斩带走 文雅身边还只剩下胡小天和宝宝 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文雅先后想要赶走的两个 想起自己刚刚要赶走胡小天的那番话 文雅不由地叹了口气 慢慢在椅子上坐下 脸上的表情显得黯然神伤 胡小天向宝宝使了个眼色 宝宝悄然退了出去 胡小天向文雅心里道 文才人不用心烦 有道是轻者自轻 皇上的事情跟您无关 文雅道 既然所有人都走了 你为何还要待在这里 你不怕被本宫连累吗 胡小天道 小的并非怕事之人 文雅意味深长道 既然敢惹事 又怎么会怕事 胡小天道 有些事情连文才人都无法掌控 更何况小人 大胆 文雅勃然大怒 柳梅倒树 凤目原睁 瞪着胡小天 胡小天却不见丝毫的害怕 恭敬道 小的临走之前 要奉劝文才人一句话 有些事 还是尽早做准备的好 古往今来从步伐 驱打成招的先例 文雅道 本宫的事情 无需你来过问 胡小天向他深深一依 转身就走 文雅望着胡小天的背影 摇摇嘴唇 在胡小天即将迈开房门之前 终于开口将他叫住 你且留步 胡小天背对文雅 唇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文雅如今的处境极其不妙 看来他在自己面前 也不得不选择服软了 即便他是文成焕的养女 可是在这宫中 并没有亲近之人 仅有的一名兴妇 吴童 如今也已经被慕容展带走 可以说 他在这皇宫之中 已经没有能够让他相信之人 胡小天慢慢转过身去 文才人 还有什么事情吩咐 文雅道 你刚刚是在暗示我 有人要对吴童言行逼供吗 胡小天道 文才人 小的只是随口一说 出于对您的关心 小的保证 我对文才人绝无加害之心 但是别人就很难说 其实 以文才人的身份和背景 也无需小人担心 文太师乃国之栋梁 皇上面前的红人 皇后 又和您情同姐妹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 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的这番话 虽然说得婉转 可是仍然提醒了文雅 明月宫 厄运连连 让文雅的内心已经失去了镇定 正是胡小天的提醒 让她忽然冷静了下来 她并非代表一个人的利益 处于同一阵营的那些人 应该不会对她目前的处境 熟视无睹的 文雅 缓缓点了点头道 你去清理一下宫内的道路 回头 再陪本宫去皇后那里一趟 胡小天的脸上 不由得浮现出一丝苦笑 女人心 还抵真呢 刚刚还要赶走自己 一眨眼功夫就已经改变了主意 其实这也难怪 明月宫原本有三名宫女 三名太监 现如今死了两个 被慕容展带走两个 倘若他再把自己赶走 就只剩下宝宝一个了 让自己清理一下宫内的道路 岂不是意味着一种责罚 胡小天也没有反抗 老老实实将明月宫的道路 清理了一下 岳母过了半个时辰 前去新宁宫通报的宝宝回来了 皇后乃是后宫之首 也不是随随便便说见就见的 所以文雅才会让宝宝提前去新宁宫 询问一下皇后有没有时间 得到皇后的应允 才能过去见面 宝宝带来的消息 却并不理想 蒋皇后今天受了风寒 身体不适 文雅一听 就已经知道是借口 蒋皇后显然不想 在这个敏感时刻和自己见面 黯然点了点头 向宝宝道 你下去吧 此时胡小天端着晚膳过来 过去这种事情都是亡人和马良旁做 如今死的死抓的抓 只能由他亲自代劳了 来到文雅身边 恭恭敬敬道 请文才人用膳 文雅叹了口气道 我不想吃 你拿下去吧 胡小天和宝宝对望了一眼 他使了个眼色 宝宝率先退了下去 胡小天将托盘放在一旁的小桌上 来到文雅面前 作了一一道 文才人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若是身子坏了 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文雅不无忧愿地向他望了一眼 本宫若是垮了 只怕不知有多少人会开心 胡小天没说话 心中暗叹 好心当个驴肝肺 老子可没有害你的心思 望着文雅 文雅日渐轻茧地翘脸 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涟漪 他清楚地知道 这股涟漪是对乐谣 而非文雅 胡小天默默端起盘中的燕窝粥 递给文雅道 文才人 多少还是吃一点东西 真要是饿坏了身子 皇上怪罪下来 小得担待不起啊 文雅摇了嘴唇 目光再次在胡小天的脸上掠过 情声道 你说你不会加害于我 是不是因为本宫和乐谣 长得相像的缘故 胡小天将手中的燕窝粥 又向前递了递 文才人吃了 我就告诉你 文雅冷漠的脸上 居然露出一抹笑意 这笑容如同春风拂面 足以融化冰雪 他点了点头 情声道 其实你来这里做什么 本宫全都明白 接过胡小天手中的那碗燕窝粥 你下去吧 本宫会好好吃饭 胡小天来到外面 宝宝凑了上来 怎么说 胡小天道 还能怎么说 填饱肚子再说 他和宝宝一起来到厨房内 折腾了一天 胡小天早已饿了 伸手去抓馒头 被宝宝在手背上打了一下 去洗手 胡小天笑了笑 来到水盆前将手洗干净 那边宝宝已经将饭菜准备好了 还特地为他烫了一壶小酒 两人围在小火炉旁 宝宝给胡小天倒了一杯酒 胡小天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剩下的一半直接凑到宝宝唇边 不知是炉火还是害羞的缘故 宝宝的翘脸显得格外娇艳 一双美眸充满妩媚地看了胡小天一眼 将那半杯残酒接了过去 乖乖喝了个一干二净 抬起双眸 看到胡小天仍然一脸坏笑地望着自己 不禁催道 讨厌 就会逼人家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 胡小天道 哎呀 咱俩之间原本就该如此亲密无间 谁要跟你亲密无间 宝宝将那杯酒倒满 自己先喝了半杯 然后学着胡小天将酒杯凑到他唇前 胡小天一饮而尽 宝宝落下酒杯 加了块鸡肉塞入他的嘴巴里 有一半还露在嘴唇外 胡小天凑上来 诺诺 宝宝咯咯笑了起来 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无愿如何都不愿意凑上去 跟他共享那块鸡肉 两人这边狼情惬意 其乐融融 胡小天不由得想起宫内的文雅 此时定然是行之隐单 宝宝笑声道 无童的事情会不会连累到文才人 胡小天道 不好说 他夹了一片牛肉送到宝宝唇前 宝宝这次没有拒绝 倾其嘴唇将牛肉咬住 却没想到这次猛然把嘴唇凑了上来 一口叼住一半 四目相对 宝宝羞不自胜 眼眸中却荡漾着无尽的甜蜜 胡小天趁机在他嘴唇之上倾作了一下 然后回归原位 感叹道 哎呀 这种小日子 真是快活似神仙呢 宝宝道 你再欺负我 我就离你远远的 胡小天笑道 你舍得吗 宝宝咬了咬嘴唇 没有回答他 可心中却已经有了答案 自然是不舍得 和他接触的时间越久 心中便对他越是放不下 姐姐果然没有说错 自己对这个小太监产生了非一般的感情 想起淋浴殿的淋婉 宝宝的心情瞬间又变得低落起来 胡小天留意到他突然消失的笑容 关切道 怎么了 宝宝道 只是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胡小天推测道 他是在为所中的万虫弑骨玩而忧虑 低声道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定可以帮你解决那个问题 宝宝道 这两天明月宫的事情层出不穷 还不知道咱们能在这里待多久 胡小天对此倒没有太多的忧虑 淡然道 走一步算一步 总之啊 不会牵涉到咱们的身上 宝宝道 邱燕到底是谁傻的 胡小天放下酒杯 站起身 来到门前 拉开房门向外面看了看 除了明月宫内还亮着灯 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漆黑 周围并没有人在 这才将厨房门重新关上 回到宝宝身边道 不清楚 宝宝道 亡人看似最有可能 但应该不是他 他和邱燕感情好得很 胡小天道 所有一切都是因文才人而起啊 在他看来 梧桐 邱燕 亡人等人 全都是无辜受累 宝宝抿了抿嘴唇道 我好害怕 现在只剩下咱们两个 不知厄运会不会降临到咱们的身上 胡小天伸出手 去握住他的柔衣道 不会 我绝不会让你出事 宝宝的眼圈红了 芳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触 他的鼻翼合动了一下 小声道 其实 其实我也骗过你 胡小天笑道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对我而言根本就不重要 只要你以后乖乖对我好 用下半辈子的时光 好好补偿我 就已经足够了 宝宝 扁了扁嘴 胡小天还以为 他因为感动就要落泪 没想到宝宝说道 听起来 好像还是我吃了大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啊 你是表面吃亏 实际上 占尽了我的便宜 宝宝正想反驳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声音道 胡公公在吗 声音是从明月宫外传来的 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清晰地传入他们的耳朵里 胡小天听出这声音 正是张福泉所发 于是停下和宝宝的对话 走出门去 来到明月宫外 看到上扇间牛羊房的张福泉 就站在大门外 这次身边并无随从 而是他一个人过来的 胡小天向张福泉 拱了拱手道 张公公 有何指教 张福泉一手提着灯笼 脸上带着淡淡笑意 胡公公 有些公事 所以想请你去我那里谈谈 张福泉乃是全德安 安插在宫内的心腹 胡小天当然明白 他此次前来十有八九 是奉了全德安的命令 一定是这两天 发生在明月宫的事情 惊动了全德安 所以才出动张福泉 请自己过去问个究竟 胡小天道 张公公请稍等 我去跟文才人说一声 要的 张福泉笑眯眯后在哪里 胡小天回去 跟文雅说了一声 又向宝宝交代过 今晚给他留门 这才跟着张福泉 向上善间走去 一路之上 张福泉都是一言不发 他既然不肯开口 胡小天也懒得问他 这次依然是张福泉 所住的地方 来到张福泉的房间内 方才发现全德安 并没有在这里 胡小天不觉有些错愕 有些诧异道 张公公 怎么全公公不在 张福泉微笑道 皇上身体有样 全公公今晚 前往皇上那里探望 本来说要过来 可能有事情耽搁了吧 胡小天望着张福泉 笑眯眯的面孔 心中暗自生出疑斗 不过他并不害怕 张福泉对自己不利 毕竟现在对全德安 还有用处 还没到鸟尽宫藏的时候 张福泉道 胡公公请坐 今天请胡公公过来 只是随便聊聊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时两名小太监端着酒菜送了进来 上扇间牛羊房 自然不缺少美味佳肴 张福泉邀请胡小天入座 胡小天抢着拿起酒壶 将两人面前的酒杯满上 小太监退下去之后 张福泉端起酒杯道 胡公公 咱们认识了这么久 可单独坐下来喝酒 好像还是第一次 胡小天端起酒杯 站起身来 恭敬道 张公公在我心中 乃是师长一般的人物 小天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初就是张公公 一手将我带入宫中 得人恩果千年计 胡小天之所以能够保住命根子 还是多亏了张福泉所赐 无论起因如何 这份人情 胡小天算是记下来了 张福泉道 胡公公客气了 你年轻有为 今日又立下大功 听说皇上亲赐给你盘龙金牌 以后还望你多多照顾 我这个老哥哥才是 在胡小天面前 他居然不敢拖大 胡小天知道 他也只是表面文章 张福泉尊敬的 绝不是自己 而是他背后的全德安 果然天底下 没有不透风的墙 自己才救了皇上不久 这么快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皇宫 胡小天对张福泉的 这番话也就是听听 张福泉是全德安的 心腹手下确信无疑 他没必要讨好自己 更不会瞒着全德安和自己 套近乎 自己虽然表面上得到 全德安和鸡飞花 两位实权人物的看重 可实际上 只是两人眼中的 一颗棋子罢了 以张福泉的事故老道 不可能看不穿这一点 两人一同喝了这杯酒 胡小天又抢着 为张福泉道上 张福泉在刚开始的客套之后 也就不跟胡小天争抢 心安理得的 等着他给自己倒酒 胡小天道 张公公找我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 张福泉笑眯眯道 没什么其他事情 就是恭喜来着 胡小天放下酒壶 笑容显得有些无奈 何喜之友啊 不瞒张公公说 明月宫实乃是非之地 短短几日已经伤了三条人命 今日皇上又在宫内突然发病 大内侍卫总统领慕容展 刚刚带走了一名宫女 一名太监 现如今明月宫啊 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宫女了 张福泉微笑道 清者自清 胡老弟又何须担心呢 刚刚还称他为胡公公 两杯酒下肚 就叫起了胡老弟 酒桌之上 果然容易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胡小天道 哎呀 这明月宫 真是不祥之地啊 张福泉道 皇上平安无事就好 依我知见 明月宫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 并非天灾 话没说完 微笑望着胡小天 接下来的半句话 胡小天已经明白了 既然不是天灾 那就是人祸 胡小天故意叹了口气道 张公公 实不相瞒 我在明月宫啊 真是如坐针毡 度日如年 若不是为了 全公公的嘱托 我早就甩手回 私院局去了 张福泉和和笑道 既来之则安之 胡老弟又何必心急 他心中对胡小天的 这番话自恃不幸 切 甩手回去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想去哪里伺候什么人 你自己能说了算 再者说了 安排你去明月宫的是 鸡飞花 也不是全德安 胡小天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是我总觉得文才人的身边 实在是太复杂了些 过去复杂 现在不是很简单了 张福泉意味深长道 明月宫如今只剩下三人 自然不会像过去那般错综复杂 胡小天道 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 为何有人会将自己的子女送入深宫 有些人终生都没有获得皇上宠幸的机会 张福泉道 文太师怎么想 岂是咱们这些做奴才的能够揣摩的 不过最近宫内有不少留言传出 都说文才人是个不祥之人 胡小天端起酒杯 抿了一口道 是不是不祥我不知道 可文才人的运气啊 的确是有些不好 皇上翻了他的牌子 让他禁狱当晚 他不巧来了月室 今日皇上专程来明月宫探望他 却不曾想又突然发病 张福泉对此也深表赞同 这位文太师的养女 的的确确是命数不好 他低声道 我听说是老弟出手救了皇上 胡小天道 我可不敢鞠躬 只是过去听说过一个偏方 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告诉了皇上 想不到居然奏效 都是皇上红福齐天的 张福泉举背道 祝皇上龙体安康 红福齐天 愿大康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胡小天随声附和 过去 还真是没看出张福泉 居然有喊口号的潜质啊 对影之后 张福泉笑眯眯道 兄弟可不可以将那块盘龙金牌 给我开开眼 胡小天点了点头 从腰间解下皇帝 赐给他的那块盘龙金牌 名字虽然威武霸气 可金牌并没有多大 也就是火柴盒般大小 张福泉翻来覆去的 看了好一会儿 嘖嘖赞叹道 哎呀 在我的印象中 皇上亲手赏赐的盘龙金牌 还不超过五块呢 胡小天 心说皇上登基才多久 这玩意儿等于是特权通行证 不但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而且可以进入后宫内院 如果皇上随意派发 那才是对他自己的安全 不负责任了 胡小天在张德泉面前 表现得还算谦虚 笑道 上天庇护 我走运而已 张福泉道 老弟年纪轻轻 就得到皇上如此宠幸 日后必然飞黄腾达 等老弟得势之日 千万不要把我这个老哥哥 给忘了 攀附之意 易于言表 胡小天听他的话里 似乎流露出 要和自己结拜的意思 赶紧道 不能忘不能忘 小天做人做事 都是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张公公请放心 这时候好像不早了 胡小天可没心情跟他结拜 想找个机会离开 张福泉道 小老弟急什么 反正今晚也没什么事情 咱们兄弟俩就多聊几句 胡小天道 我是担心明月宫 文才人身边没有人伺候 没什么可担心的 明月宫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宫内的侍卫严加防守 再者说了 宫里不是还有一个宫女吗 现在都这么晚了 文才人想必早已入睡 就算你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说是不是啊 张福泉盛情挽留 胡小天也抹不开这张脸面 于是点了点头 心中暗存 哎呀 不知全德安今晚还会不会过来 胡小天在张福泉那里 一直待到午夜时分 眼看一坛酒已经见底 张福泉仍然不见丝毫的醉意 又要开一坛再喝 胡小天倒不是怕跟他拼酒 就算喝多了也不丢人 更何况他自己的酒量本来也不错 可张福泉今晚跟他聊的 大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似乎在故意拖延时间 胡小天隐约觉得今晚的事情 似乎有些不对啊 决定尽快结束这场酒局 返回明月宫 张福泉看到胡小天去意已决 这次也不留他 还专长打着灯笼 将胡小天送出了上扇间 又将灯笼交到胡小天的手上 叮嘱胡小天回去的路上多加小心 胡小天打着灯笼 往明月宫的方向走去 夜晚气温骤降 白日里融化的积雪 又凝结成冰 地面湿滑 前往明月宫的道路之上 可以看到不少的示威 自从前些日子 有飞贼潜入皇宫的事情之后 防守就严密了许多 胡小天也不怕中途有人盘问 一则是他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 二则是皇上刚刚赐给了他一块盘龙金牌 即便是遇上了 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来到明月宫外 想从侧门进入 之前离开的时候 跟宝宝说好了留门 可来到门前轻轻一推 方才发现门居然从里面插上了 凑在门缝中向内望去 看到明月宫内漆黑一团 宝宝应该是等不及自己回来睡着了 胡小天向周围看了看 以他的轻功翻墙而入并不困难 可想了想 还是绕到了正门 却发现大门虚掩着 中间留着一条缝隙 心中不觉暗喜 哎呀 看来宝宝终究还是没有忘了这件事 没有插上大门 胡小天推门走了进去 反手将大门关上 本想直接返回自己的房间 来到门前之时 下意识地向宫室的方向望去 却见屋顶之上 一道黑色的身影临风而立 此人黑衣蒙面 两道犀利如刀的目光正遥望着自己 胡小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大吼道 来人 抓贼 那黑衣人一声不吭 足间在屋脊上轻轻一点 身躯陡然飘飞而起 宛如一片黑云浮起在暗夜之中 转瞬之间 已然不见 胡小天暗叫不妙 他并没有追赶上去 但从黑衣人的身法来看 自己就远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雅和宝宝的安危 第一时间冲入宫室之中 明月宫大门也是虚掩着 胡小天举着灯笼冲入其中 大声道 文才人 宝宝 刚刚走了几步 脚下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一半 险些摔倒在地 胡小天稳住步伐 举灯向下望去 却见脚下一具无头尸体倒在血泊之中 胡小天吓得心惊胆颤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文雅和宝宝 这两人和他全都息息相关 若是其中一人出了差池 对他的影响势必极大 胡小天强忍心中的震撼向下望去 却见那无头尸体穿着侍卫的服饰 应该是个男人 这才心神烧鞍 他产生到宝宝 文才人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统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统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维梦后传来微弱的身影声 小胡子 是你吗 胡小天听出那是文雅的声音 当下三步并坐两步 大踏步冲了进去 文雅躺在地上 一只手无力向他的方向伸出 胡小天慌忙来到他身边 先将桌上的导服的竹台扶起 点燃之后 方才将文雅从地上抱起 却见文雅脸色苍白 脚趋颤抖不已 呼吸之中全都是寒气 头发 睫毛 竟然结起了白霜 牙关 打颤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胡小天握住他的柔衣 只觉得他的一双手冰冷异常 他向四周望去 宝宝 宝宝在哪里 文雅说不出话来 眼睛朝公室的东北角看了看 胡小天抱起他 将他放在长椅之上 在公室内搜索 没过多久就在东北角落的屏风后 找到了宝宝 宝宝也是倒在血泊之中 右腿之上插着一柄匕首 胡小天从血泊之中抱起宝宝 摸了摸他的颈部血管 发现他脉搏仍在 一时间震惊不已 大呼道 赶快来人 救命 门外响起嘈杂的脚步声 显然有不少人文讯赶来 胡小天抱着宝宝的郊区 低声唤道 宝宝 宝宝 你醒醒 你醒醒 无论他怎样呼唤 宝宝都处于昏迷的状态中 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察觉 十多名大内侍卫 首局火炬冲入明月宫内 一时间灯火通明 看到眼前情景 那帮侍卫 也都被吓得六神无主 明月宫 蝶血满地 谁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人大呼道 快 快去请太医 胡小天 顾不上周围 有人为官 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 为宝宝 进行心肺复苏 努力了大约一带烟的光景 宝宝终于在一连串咳嗽声中醒来 此时有人道 文才人不行了 文才人不行了 胡小天这才想起 文雅的状况也很不妙 起身来看文雅 只见文雅身上裹着两层厚厚的棉被 仍然不停瑟瑟发抖 脸色苍白 嘴唇乌黑 肌肤之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双花 胡小天虽然见过形形色色的病症 但是像文雅这种状况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文雅的身份不同于宝宝这个小宫女 当着这么多侍卫的面 他总不能公开为她检查伤势 得到通报之后 太医院的人及时赶到 此次前来的不仅仅是秦宇童一个 还有他的两位同门 应该是听闻事态严重 担心自己一人应付不来 和秦宇童同时抵达的 还有侍卫统领慕容展 眼前的场面 让即便是见惯风浪的慕容展 也不禁为之动容 他使了个眼色 手下侍卫迅速围拢在胡小天身边 明显已经将胡小天 列为最大嫌疑对象 慕容展灰白色的瞳孔 凝视胡小天的双目 阴侧侧道 胡公公 借步说话 这位大内侍卫总统领 还是给胡小天几分薄面 胡小天抱着宝宝 目光投下秦宇童 秦宇童并没有说话 缓步来到他的面前 默默将宝宝接了过去 摸了摸宝宝的脉门 秀眉微贫 沉吟片刻刀 你放心 应该不会有性命之用 胡小天听他这样说 方才稍稍放下心来 秦宇童乃是玄天管管主的得意门生 医术超群 他既然说没事 就应该没事 慕容展已经率先向宫外走去 胡小天紧跟着慕容展的脚步来到外面 此时已经过了午夜 黑天鹅绒般的夜幕之上 繁星满天 清冷的星光照亮大康的黄尘宫雀 可是胡小天的心底却变得前所未有的黑暗 他知道慕容展想问什么 慕容展闭上双目 白色的睫毛在夜风中轻轻颤动 犹如一对蝴蝶苍白的翅膀 一双苍白毫无血色的手附在身后 无论任何时候 他的身姿都保持着一种夸张的挺拔 下颌微微昂起 似乎在冥想 又似乎在倾听着周围的动静 灰白的耳阔很薄 有种半透明的质感 看起来没有任何肉体的温度 慕容展没有急于发问 胡小天也没打算主动开口 于是两人暂时处于沉默的状态之下 身后传了一阵脚步声 脚步的节奏和力度控制得非常精确 慕容展的手下拥有不少高手 但是最得慕容展的信任的却只有一个 此人是慕容展麾下四品带刀侍卫 齐大内 如果没有重要发现 齐大内是不会在这种时候前来打扰慕容展的 来到慕容展身边抱了抱拳 说 慕容展的声音如同他的表情一样 冰冷无情 齐大内道 尸体的头颅没有找到 但是身份已经查明了 他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胡小天方才道 陈长强 胡小天内心巨震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死者会是陈城强 这个武功超群的三品带刀侍卫 竟然死在了明月宫内 此事实在蹊跷离奇 慕容展 慕容展豁然睁开双目 灰色的双眸中两道极垫 穿透夜色 一直投射到胡小天的脸上 胡小天一脸茫然 他对今晚的事情一无所知 慕容展摆了摆手 齐大内退了下去 慕容展道 胡公公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 胡小天道 今晚 我去了上山间牛羊房 张德权公公约我过去喝酒 恭贺我得了皇上赐给的盘龙金牌 等我回来 就看到成了这个样子 慕容展冷冷看着他 慕容统领 你不必怀疑我 我只是比你们早到了一步 当时我看到了一个黑衣人 站在明月宫的屋脊之上 他跟我对视了一会儿 就飞身离开 慕容展道 谁能为你证明 胡小天想了想 摇了摇头 然后又点了点头道 如果文才人没事 宝宝没事 他们可以为我证明 慕容展道 你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告诉我了 没有 你相信也罢 不信也罢 除了那个黑衣人 我了解的并不比你多 我信你 胡小天有些错的望着慕容展 实在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相信自己 慕容展深深吸了一口气道 文才人 被兵破修罗掌所上 当事之中拥有这份功力的 只有红北墨 胡小天惊声道 你是说我看到的那个黑衣人 是红北墨 天机局的首席智者 慕容展 眯起双目 杀鸡凛然 我不管他是谁 谁杀了我的人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一样会让他偿命 凌冽的杀鸡悄然弥散开来 站在慕容展旁边的胡小天 感到一股森然的寒意 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 胡小天并不认识红北墨 他也想不透 为什么红北墨会赶来向文雅下手 更想不透 红北墨因何对宝宝下了毒手 据他所知 宝宝还是红北墨的养女 回到明月宫 宝宝的伤口已经处理完毕 正躺在床上 秦宇童的一位同门正在照顾他 而文雅并不在这里 问过之后方才知道 秦宇童带着文雅去了内室疗伤 胡小天在宝宝的身边坐了下来 宝宝刚刚醒过来一会儿 不过很快又睡了过去 胡小天摸了摸他的额头 感觉他的额头有些发烫 应该是发烧了 碍于周围有其他人在场 不方便为宝宝检查伤势 笛声道 他的情况怎样了 身后传来秦宇童的声音道 中毒了 似中他的匕首上面未有蛇毒 其中的成分我暂时还无法解开 不过已经用清新玉金丸护住他的心脉 暂时不会有问题 胡小天皱了皱眉头 匕首上居然有毒 以红北墨的身份和武功 就算他要下手除去宝宝 也没必要采用下毒的手段 未免有些小题大做 除非他想要故意留下破绽 掩饰自己的形藏 可如果真要是如此 他又何必用自己的独门武功 兵破修罗掌对付文雅呢 今晚的事情实在是扑朔迷离 胡小天真是有些看不懂了 不幸中的万幸 文雅和宝宝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没有人怀疑 是自己下手 想到文雅 胡小天不由得又开始担心起来 低声向秦宇童道 文才人的情况怎么样 秦宇童叹了一口气道 他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一些 胡小天今生道 怎么了 秦宇童道 他被兵破修罗掌锁伤 若是我师尊身在康都 应该难不住他 可是我师尊外出访有 连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那照你这么说 文才人岂不是危险了 秦宇童道 那也未必 这世上万事万物相生相克 能够克制兵破修罗掌的乃是 荣阳无极弓 据我所知 这弓中就有人修炼这种弓法 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手救人 胡小天低声求教道 什么人 秦宇童 如果不是姬飞花深夜传召 胡小天是不敢在这种时候去见他 虽然他很想求姬飞花出手救治文雅 可他又知道 姬飞花对于文雅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想劝他出手相救 恐怕是痴人说梦了 姬飞花找他 也是为了明月宫发生的事情 虽然慕容展严密封锁消息 可是皇宫内的风吹草动 仍然难以瞒过姬飞花的耳朵 胡小天来到内观间姬飞花住处的时候 已经是二经时分 跟着李延来到姬飞花的房门前 轻轻敲门之后 获得允许之后 方才推门进入 竹影摇红 姬飞花身穿红色长袍 盘膝坐在小桌旁 手握一份奏章 静静审阅 在小桌之上还堆积着不少的奏折 胡小天只看了一眼 便赶紧低下头绪 心中暗存 姬飞花的权力果然越来越大 皇上居然将批阅奏折的权力 都交给了他 究竟是出于对他的宠幸 还是因为对他的畏惧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将手中的奏折缓缓放了下来 凤幕在烛火下闪烁着妖异邪魅的光芒 盯住胡小天的面孔 低声道 你抬起头来 胡小天抬起头 内心虽然有些忐忑 可是目光却非常坦然 今晚的事情跟他没有半点的关系 胡小天向鸡飞花拱了拱手道 提督大人 今晚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小的正在上扇间饮酒 他首先撇清自身的关系 鸡飞花缓缓点了点头 胡小天将张福泉邀请自己 前往他住处喝酒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这种事情没必要隐瞒 胡小天甚至证为 张福泉和这件事也有关系 这世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 刚巧他选择在这个时候 将自己带走 可今晚的事情 又有太多胡小天看不透的地方 鸡飞花听他讲完之后 低声道 张福泉是全德安的人 全德安和文成焕却是一条心 他没有加害文雅的理由 胡小天知道鸡飞花智慧超群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当然能够想到 胡小天道 现场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 已经证明是陈城墙 说完 胡小天又补充道 此人乃是慕容斩手下四品 带刀侍卫 鸡飞花道 杂家认得此人 他站起身来走向胡小天 胡小天慌忙又将头捶了下去 鸡飞花道 他本不该这样死去 牺牲得毫无价值 胡小天文言心中一沉 难道陈城墙竟然是鸡飞花的手下 倘若真是如此 鸡飞花在明月宫可谓是遍布沿线 胡小天小心翼翼道 提督大人好像为他的死感到惋惜呢 鸡飞花目光撇了他一下 当然道 你不用躲躲藏藏 有什么话只管直接了当地问出来 陈城墙是杂家的人 杂家让他帮我做一件事 可事情没有办完 他便死了 胡小天道 小的之前从未听提督大人说过 那就是怪我了 不敢 胡小天诚惶诚恐道 鸡飞花伸出手去 轻轻拍了拍胡小天的肩头道 杂家在明月宫安排了马良旁 你陈城墙 现如今你却成了社果仅存的一个 马良旁被你所杀 陈城墙死的却是不明不白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明鉴 小的和陈城墙的死毫无关系 鸡飞花道 杂家又没有怀疑你 今晚本该是一场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好局 却没想到中途出了差错 胡小天听得云里雾里 却不知鸡飞花究竟布了一场什么局 为何张德权会引开自己 而陈城墙恰恰在这个时候进入明月宫 他前往明月宫的目的是什么 文雅和宝宝究竟又伤在什么人的手里 自己看到的黑衣人又是谁 以他出神入化的武功 为何没有选择将自己灭口 这一个个的问题 如同一座座巨大的山巒 横更在胡小天的心头 沉重无比 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鸡飞花道 杂家听说文雅中了冰魄修罗掌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小天听玄天阁的秦姑娘 也是这么说 他还说 说到这里 胡小天故意停顿了一下 悄悄观察了一下鸡飞花的脸色 看到他脸色如常 方才继续道 他说 能救文才人的只有提督大人 说只有您的荣阳无极功 才能克制兵破修罗掌 鸡飞花呵呵笑道 他当真这么说 小天不敢欺瞒大人 鸡飞花转身回到桌边坐下 瞇起双目 望着那跳动的烛火 连烛火都似乎感受到 他目光中的凌冽杀鸡 突突突急剧跳动起来 他低声道 果然好计策 杂家若是不救文雅 皇上那边似乎交代不过去 文成焕也会借故跟我翻脸 可杂家若是救他 功力必然损耗不小 趁着这个机会 某些居心叵测之人 就会趁虚而入 胡小天心中一动 按照鸡飞花的这番说辞 看来对方留下文雅的性命 果然是另有目的 真正针对的 仍然是鸡飞花 鸡飞花长眉扬起 凤幕之中闪烁着 足以让沉腥失色的光芒 情声道 你想不想杂家救他 胡小天不动声色道 提督大人说的是哪个 文雅 胡小天道 文才人的死活 和小天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鸡飞花道 你嘴上不说 可心里也想杂家救他 人心之中皆有善念 你这样想 皇上也会这么想 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想 若是杂家不救 那就是站在和所有人相对的立场上 胡小天道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提督大人难道 也在乎别人的想法 鸡飞花听他这样说 不禁笑了起来 人活在世上 若说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杂家可以不在乎文雅 不在乎文成焕 不在乎全德安这帮人等 却要在乎皇上 若是皇上开口 咱家自然不能拒绝 胡小天心中却知道 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在鸡飞花和皇上相处的时候 他从大康天子龙夜灵的双目中看到的 是忌惮和畏惧 有种直觉在告诉他 鸡飞花 根本不在乎什么皇上的看法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准备出手就文才人了 鸡飞花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怎么看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道 不瞒提督大人 今晚的事情 有太多小天看不懂的地方 张福泉恰恰选在今晚 将小天请去喝酒 虽然打着恭贺的幌子 可小天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鸡飞花道 张福泉乃是全德安的心腹手下 他请你过去 应该是有意支开你 胡小天道 那陈成强身为大内侍卫 应该懂得宫里的规矩 为什么会选择在今晚进入明月宫 小天离开明月宫的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也许他察觉到有人潜入明月宫 胡小天摇了摇头道 若是如此 他为何要孤身前往 鸡飞花拿起桌上的银剪 姿态极其优雅地修剪了一下竹花 轻声道 或许他和明月宫内的某人 有了私情 鸡飞花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却让胡小天听得心惊肉跳 他当然知道陈成强不可能和文雅 宝宝之间的任何一个有什么所谓的私情 可鸡飞花这么说就证明他这么想 他刚刚已经承认过陈成强是他的人 陈成强身为侍卫首领 当然知道独自进入明月宫的厉害 进入明月宫 也是鸡飞花的布局之一 只是事件的发展并未像鸡飞花想象中那样如愿 中途黑衣人的出现杀死了陈成强 并重创了文雅和宝宝 这黑衣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和鸡飞花到底有无关系 胡小天越想越是心惊 这明月宫实在是凶险之地 如果继续留在那里 只怕自己的性命都要保不住了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 今晚的事情过后 小的只怕无法继续留在明月宫了 现在离开应该是最好的时机 抛开自己的嫌疑不说 单单是善离职守就可判定他失责 鸡飞花却摇摇头道 你现在不能离开 咱家总觉得今晚非常的古怪 胡小天道 有何古怪 还望提督大人指点迷惊 鸡飞花没有说话 伸出手指了指墙角处的小木箱 示意胡小天将木箱拿过来 胡小天走过去 将木箱端了过来 征得鸡飞花同意之后 将木箱打开 一股血腥之气直冲鼻脑 胡小天定睛望去 却见木箱之中放着一颗头颅 那头颅赫然正是大内侍卫陈长强 也就是死在明月宫的那个 当时胡小天看到无头尸身 却没有想到他的脑袋 竟然被带到了这里 砰的一声 胡小天将木箱盖上 脸上的表情震撼莫名 赶紧装出一副魂飞魄散的样子 结结巴巴道 鸡飞花微笑点了点头 胡小天又道 您杀了他 鸡飞花淡然笑道 杀鸡烟用载牛刀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使命 他虽然要死 可这次却死得毫无价值 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胡小天道 只是他的手机 为何会 鸡飞花道 他的死和杂家无关 我的人抵达之时 就发现他已经死了 接着你就回来 在你回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有人杀死了陈长强 打伤了文雅和那个宫女 此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杂家也很想知道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想我做什么 鸡飞花道 你去见全德安 就说陈长强是杂家的人 探探他的口风 无论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要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是 胡小天一口硬撑下来 然后又道 提督大人 那个慕容展好像很厉害呢 鸡飞花道 他是不是针对你 胡小天道 那倒没有 只是例行训问 他应该知道 我没有杀死陈长强的本事 他之所以提起慕容展 真正的用意 是想从鸡飞花这里知道 慕容展到底是不是 和鸡飞花同一阵营 鸡飞花道 事情比杂家想到的要复杂得多 或许暗地里还有其他的势力 胡小天心中暗存 当然有啊 李云聪就是隐藏在暗处的一只大老虎 鸡飞花 多治近腰 全德安老谋身算 他们两个斗得死去活来 却没有想到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可若是说 李云聪策划了今晚的事情 又不太合理啊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 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77章 威胁 宝宝苏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胡小天 就在他的身边坐着 他挣扎着想要坐起身来 却被胡小天摁住肩膀 李顺道 躺着 你伤得不轻 必须静养 宝宝抿了抿干涩的嘴唇 胡小天赶紧去端了一碗温水过来 向周围看了看 确信门窗关得很好 这才先勤了口水 滴下头去 宝宝翘脸一热 知道他要做什么 闭上眉眸 顺从地起开嘴唇 让胡小天缓缓将水 补入自己的弹口内 胡小天倒不是有心占宝宝的便宜 纯粹是出于对他的关心爱护方才这样做 为了拌碗水 宝宝摇了摇头 事宜不再喝了 胡小天将水碗放在一边 低声道 你身上的伤口已经处理过了 秦宇童医术精湛 说以后不会留下什么伤痕 真正严重的是匕首上未有蛇毒 他必须查清其中的成分 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已经给你服下了清新预精丸 毒素短时间内 不会侵入心脉的 宝宝眨啦眨眼睛 翘脸之上仍然黑气引现 我只记得陈城墙昨晚突然过来 说什么 怀疑有人潜入 我跟他还没说上几句 就被他偷袭了 胡小天愕然道 你是说陈城墙刺伤了你 宝宝又眨了眨眼睛表示认同 他毕竟受伤之后身体虚弱 说了这番话已经耗去了不少气力 喘息变得急切起来 胡小天道 那其他的事情你都没看到 宝宝道 其实我也没有看清 是不是他出手袭击我 胡小天贴近他的耳边低声道 这些事情你对谁都不要说 只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就是 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胡小天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宝宝恩了一声 忽然感觉到头脑中一阵晕眩 赶紧又闭上了眼睛 胡小天知道他身体虚弱 小心为他盖好了被子 然后才悄悄退了出去 黎明已经到来 远方的天空一片清灰 越往下越是明亮 没有红日出生的迹象 黄长的红砖碧瓦 在这样的色调下笼上了一层 让人极不舒服的冷灰色调 秦宇童踩着残雪 从明月宫大殿缓步走来 胡小天站在原地不动 静静注视着他 直到秦宇童来到自己的面前 方才轻声问候道 早 秦宇童一夜未眠 明澈的双眸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倦意 半边面旁 仍然藏在黑沙之中 望着胡小天的目光淡漠无情 即使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 可每次见面 仍然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 早 语气充满了生疏和距离感 胡小天似乎对自己的笑容也另吸了起来 脸上不见丝毫的笑意 文才人怎样了 秦宇童道 暂时稳定 他的目光投向胡小天身后的房门 宝宝身份低微 暂时被安置在这里 除了胡小天之外 皇宫内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 那宫女的情况怎样了 胡小天道 外伤应该没什么问题 也不算严重 正如你之前所说 真正麻烦的是匕首上喂毒 秦宇童道 七舌夺命散 胡小天文言心中一惊 随之心中又感到宽慰不少 因为秦宇童之前还没有确认毒药的成分 现在既然能够一口说出毒药的名字 足以证明他已经查清了这件事 胡小天道 是不是很麻烦 秦宇童道 这种蛇毒乃是天下第一用毒高手 须弥天所特制 胡小天听到须弥天的名字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忽然想起当初在清云的时候 曾经委托秦宇童帮忙查出万亭光 所种何种毒药而死 最终查明万亭光死于绝西丸 而绝西丸恰恰恰是须弥天的独门特制 当时最大的嫌疑人是乐瑶 现如今宝宝所种的七蛇夺命伞 也是来自于须弥天的独门特制 胡小天不由得想起了 何乐瑶外貌形容难以变清的文雅 内心被藏藏遗云所笼罩 秦宇童察觉到胡小天表情的变化 轻声道 你听说过 胡小天听你说过 秦宇童点了点头 不错 你还记不记得在清云之时 曾经让我帮你查的那件事 须弥天号称天下第一用毒高手 他所下之毒药全都是毒门秘制 此人性情冷僻张狂 做事向来毒来毒往 若非是他的门下 无论是毒药 还是下毒的手法绝不外传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道 你怀疑须弥天潜入到了皇宫之中 秦宇童轻声叹了口气道 此事我也不能断定 或许潜入皇宫中的并非他本人 只是他的弟子 胡小天最为关心的还是宝宝的状况 那秦姑娘 依你之见 宝宝所中之毒可解吗 秦宇童点了点头 还好我师尊曾经教给我一些解毒的方法 其中就有治疗七舌夺命伞的方子 胡小天听说宝宝有救 心中烧鞍 秦宇童道 只是还缺少几位药材 我刚刚让师妹出宫去找来 可能还要耽搁上一些时间 胡小天道 那寺院局也有药库 不知其中可有秦姑娘想要的药材 秦宇童道 我也久闻寺院局药库之中 藏有不少海外奇珍药材 只是无缘一件 胡小天笑道 今天秦姑娘就可异常夙愿 我陪你过去 秦宇童点了点头 目光却投向明月宫的大门处 胡小天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却见有人缓步走入明月宫内 走在前面一人 年约五旬 七语轩昂 从对方的袍服灌带来看 竟然是当朝一品大员 在他的身边陪同的是全德安 后方还跟着两名小太监 当朝一品大员屈指可数 能够或许进入后宫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种时候 前来明月宫的只有一个 死人必然就是当朝太师 文成焕 胡小天赶紧迎了上去 一一到地 小的参见文太师 参见全公公 他显然将文成焕和全德安 摆在了一个层面上 文成焕只是看了他一眼 招呼的未打一个 而是静止走向秦宇童 满面关切道 秦姑娘 我女儿怎样了 胡小天果然没有猜错 此人正是当朝太师文成焕 秦宇童道 文太师请随我来 全德安并没有跟着进去 胡小天又来到他的身边 恭敬道 全公公好 全德安深随的目光 在他脸上打量了一下 很不好 胡小天道 小天和全公公同臂相连 现在的处境很不妙 全德安冷冷道 咱家当初怎么交代你来着 让你好生伺候文才人 务必要保护他的安全 可现在却弄成了这副样子 你对咱家的吩咐 原来是阳凤阴违啊 全德安的话语中流露出 对胡小天的不满之意 胡小天道 小天当初以为只要尽心尽力 做事就能做好 可是现在却发现 很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为之啊 心中暗骂全德安装模作样 如果不是张德权将自己调走 昨晚惨案发生的时候 自己应该在场 不过这件事很难说是好是坏 倘若自己留在明月宫 说不定也遭到了毒手 全德安和鸡飞花之间的暗战 日趋激烈 而且有刺刀剑红的趋势 自己夹在中间 处境的确是越来越危险 全德安压低声音道 死去的那个陈城墙 其实是鸡飞花的人 全德安皱了皱眉头 你能确定 千真万确 鸡飞花亲口向我承认 全德安道 哼 此人狡诈非常 他之所以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要通过你的嘴巴 来说给杂家听 胡小天心中暗骂 你们两人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无非是把老子 当成了你们的传声筒 表面上仍然规规矩矩矩道 啊 全公公 小天实在受够了这种日子 自从来到这明月宫之后 这里边接连出了命案 眼看着身边的宫女太监 一个个遭到了毒手 现在连文才人也 全德安阴阳怪气道 你怕什么 你的命硬得很 到现在还不是好端端的 胡小天苦笑道 还不是仰仗了全公公的眷顾 昨晚若非是张公公 邀我去牛羊房喝酒 只怕小天也早已遭到了毒手 这货抬起袖子 装出后怕的样子 擦了擦额头 反正全德安也不会注意 他脑门上究竟有没有冷汗 你不用谢我 咱家也未曾让张福泉将你调走 倘若咱家能够遇见此事 定然会阻止此事的发生 绝不会让文才人受到任何的伤害 张福泉找你 应该只是巧合罢了 胡小天对全德安的这番话 将信将疑 毕竟张福泉是全德安的心腹 在没有全德安受益的前提下 张福泉从未主动找过自己 要说是巧合更是离谱了 全公公 对这位文才人了解多少 胡小天斟酌一番 终于还是提出了疑问 全德安道 有什么话只管明说 胡小天道 我在青云之时 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 长相和文才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胡小天点了点头 全德安笑了起来 不可能 你不可能见过他 胡小天道 文才人的处境也非常不妙 明月宫接连出了数条人命 皇上又偏偏在这里出事 全德安道 只是运气不好罢了 皇上出事和他无关 他深深凝视了胡小天眼道 胡同究竟跟你有何深仇大恨 你要将他置于死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统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小天被人安插在明月宫 有些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若不然 又怎能获得他的信任 全公公若是对小天失去了信任 大可让小天离开 小天绝无半句怨言 全德安没想到他居然反将了自己一军 点了点头 胡怒反笑 好 好一句不得已而为之 咱家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 当初答应过我什么 更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和身份 咱家可以一手将你捧起 一样可以将你打落尘埃 话语中充满了威胁的味道 从全德安的这番话 胡小天已经体会到 他对自己开始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低声道 小天满腔赤城 对天可表 全德安道 人想要好端端的活在世上 可不容易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家人好好想想 他说完 转身向明月宫走去 胡小天望着全德安的背影 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寒意 全德安此前从未像今天这般 极言吏色的威胁自己 看来 他对自己和鸡飞花之间的关系 已经产生了很重的疑心 游走在两条猛虎之间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稍有不慎 就会得罪其中的一方 更麻烦的是 这两方都不是自己能够得罪得起的 不知何时 秦宇童回到了胡小天的身边 秦声道 可以走了吗 胡小天点了点头 两人向寺院局的方向走去 秦宇童似乎看出胡小天心事重重 小声道 宫中的日子和外界是不是分别很大 胡小天道 在外面偶尔可以做做自己 在宫中只能做奴才 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秦宇童道 有没有想过离开 胡小天停下脚步 望着秦宇童的碱水双眸道 像我这样的人 就算离开 又能去哪里呢 一句话将秦宇童问住 他垂下眼眸 似乎有些害怕胡小天的眼神 虽然他悄然提醒自己 胡小天今天的遭遇 跟自己并无直接的关系 却仍然感觉有些内疚 一切 源于当初对他的隐瞒 胡小天虽然为人完事不公 可是回想过去 他却从无任何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两人继续向前走去 秦宇童沉默片刻方才开口道 你上次说的事情我仔细想过 不是我不愿帮助公主 而是我有心无力 他所说的 乃是安平公主远嫁大佣的事情 胡小天道 无论能否改变 作为朋友必须尽力 安平公主在这宫中 已经没什么亲人 她将你视为知己 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若是有时间 还是多去陪陪她 哪怕是跟她说说话 开导她一下才好 秦宇童咬了嘴唇 她忽然发现 胡小天很懂得为别人操心 即便是她自身的处境非常不妙 却仍然没有忘记关心别人 她的身上还是有些优点的 私院局的药库藏品之丰富 出乎秦宇童的意料之外 在其中 她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 就找到了需要的药材 她寻找药材的时候 胡小天就站在一旁静静看着她 等秦宇童忙完 及时递给她一杯清茶 谢谢 秦宇童接过茶盏 饮茶的时候还是背过身去 掀起面纱的下部露出嘴唇 她并不想让胡小天看到 胡小天道 听闻玄天管仁先生 医术冠绝天下 他应该可以治好你脸上的伤痕 秦宇童转过身来 淡然道 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任你生的倾国倾城 风华绝代 到最后也免不了成为尘土一堆 外表什么样子 无非是给别人看 只要我内心坦荡 又何必介意 胡小天道 话虽如此 可女人的外表 和男人的命根子 是一样重要的 秦宇童俏脸一热 真是佩服这丝的联想力 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怎么可以联系在一起 胡小天道 你或许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道理 但是这两样东西 都代表着一个人的尊严 若是失去 就会被人鄙视 被人嘲讽 遭人冷眼 秦宇童这才明白 胡小天为何会这样说 虽然仍然觉得荒唐 但是却不能不承认 他所说的话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缓缓摇了摇头道 容貌上的丑陋 肢体上的残缺 都不应该影响到自己的本心 只要心如明月 又怎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其实只要看透 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他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反驳胡小天的话 可实际上却是在安慰胡小天 胡小天道 哎呀 我没有你那么高的境界 别的事情我可以不在乎 可这件事啊 我非常在乎 素来淡定的秦宇童 此时也不免有些尴尬 毕竟他还是云英未驾之身 怎么可以和一个异性公然探讨这种问题 他轻声道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胡小天道 嗯 的确如此 我好像听说大雍出产一种黑虎边 那东西有让太监重新变成男人的效用 不知这传闻是真是假呀 秦宇童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羞涩之情 心中暗赤 胡小天厚颜无耻 他应该是故意在让自己难堪 所以才提起这种话题 明知自己不好回答 却还要步步紧逼 秦宇童道 你自己都说是传闻了 哎 空穴来风未必无音呢 哎 倘若我找到了黑虎边 你说 我是不是有重新变回正常男人的机会 以秦宇童骨颈步波的心态 此时也不禁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胡小天根本是要趁机作乱 将他的心壶彻底搅乱的节奏 秦宇童道 宇童 医术浅薄 有机会我会帮你请教家师 他说的有气无力 真要是这种问题去问师父 那还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呢 胡小天笑道 哎呀 无论怎样 我先行谢过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秦宇童开始有些头疼了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 会不会更直白更过分 他实在是有些害怕了 还好胡小天没有在他的生理问题上 继续探讨下去 凑近秦宇童道 哎 你的脸上是不是戴了面具 秦宇童摇了摇头 胡小天又道 那你口口声声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可为什么不敢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人呢 为什么要戴上面纱呢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口是心非啊 看来你并不了解自己 在你内心深处还是在乎别人的看法 连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所说的那样超然 又怎么可以劝说我呢 秦宇童美眸原争 他一言不发 应该是无言以对 沉默良久 冷冷抛出一句话道 我想怎样就怎样 又干你什么事情 速来镇定沉稳的秦宇童居然在胡小天的面前发起了脾气 这在他来说是很少出现的事情 胡小天道 咱们只是说话 你又何必生气呢 秦宇童冷冷道 我还赶着要去救人 没时间也没兴趣生气 转身离开了药库 胡小天跟出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远了 看来自己刚才的那番话的确将他触怒 秦宇童竟然不顾自己而去 不知为何 胡小天心中居然生出一种快意 这货感觉自己有些心理变态了 居然将快乐建立在打压秦宇童基础上 看到秦宇童失去镇定 恼羞成怒 他反倒感觉到开心 哎 莫非自己的人品 还真是有些问题 史学东一直都在院子里候着 凑到时机 这才忧心忡忡地凑了过来 笛声道 兄弟 你没事吧 胡小天笑道 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史学东叹了口气道 明月宫那边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现在在皇宫里面都传遍了 都说那位新来的文才人是个不祥之人 但凡靠近他的都会遭受到厄运呢 胡小天道 咱们已经够倒霉 哪还怕什么厄运 史学东急切切道 正是因为倒霉 才不想更倒霉啊 胡小天道 东哥 放心 我知道怎样照顾自己 史学东道 姬公公这么信任你 只要你跟他说一声 自然可以从明月宫那边抽身出来 明知是个泥潭 你又何必深陷其中呢 胡小天点了点头 他知道 史学东这么说都是为了自己好 可是想要抽身出来 又哪有那么容易 将自己派去明月宫 正是鸡飞花的主意 史学东虽然是他的结拜兄长 可是胡小天并不能将太多的内情告诉他 有些秘密注定只能一个人藏在心底 史学东道 兄弟 我来宫里这么久 皇宫里的是是非非 多少也看明白了一些 咱们能够保住性命 在皇宫中苟且偷生 已经实属上天眷顾 为兄不敢再有什么雄心壮志 过得一日就是一日 多活一天就是一天呢 胡小天笑了起来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史学东显然是在劝解自己 不要再生出什么野心 要安于现状 可是这世上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认为平平淡淡的生活 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当他们真正想尝试这样去做的时候 才会发现甘于平淡也未必能够如愿 过上平淡生活 也许是这世上最难的一件事 四名侍卫出现在寺院局的门外 自从前往明月宫之后 胡小天和这帮大内侍卫打交道的时候 也变得越来越多 率队前来的是齐大内 他奉了慕容展的命令 特地前来找胡小天过去 调查一些事情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78章 隐情 在史学东一干人等忧虑的目光下 胡小天随同齐大内离去 慕容展在皇宫内 也有一处办公的所在 位于宣政殿的正西 已经属于皇宫外庭 院门狭窄 只能容纳一人通过 多数时间房门是关闭的 很少有人去关注这里 胡小天过去 也曾经多次从此通行 但是从未留意过这里 究竟是什么所在 皇宫规模庞大 有名有姓的房间就有上万间 即便是在里面待上一辈子 也未必有机会全部一一造访 正宗的房间始终敞开着 慕容展就坐在其中办公 两名侍卫站立两旁 这房间狭窄 甚至比不上胡小天 在寺院局的住处 室内的陈设也是极其简单 和慕容展这位大内侍卫总统领的身份 有些不符 胡小天走过去之后 向慕容展拱了拱手道 慕容统领好 小天这乡有礼了 慕容展抬起头 灰色瞳孔闪烁了一下 犀利如刀的目光 投射在胡小天的脸上 笛声道 今次叫你前来 是为了了解一些事 胡小天看了看周围 齐大内那帮侍卫 仍然留在室内 并没有离开的迹象 慕容展应该是想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和自己谈 胡小天隐约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 仍然淡定自若道 统领大人请说 慕容展伸手 端起面前的茶盏 站在胡小天身后的 齐大内 疏然自腰间 抽出腰刀 照着胡小天的后颈 一刀披落下去 胡小天自从走入这间房内 就已经心生警惕 一直在留意着周围人的动静 在齐大内 腰刀出窍的时候 已经觉察到 出于本能的反应 他向前跨出一步 齐大内 出刀齐快 手中腰刀 犹如一道急电 直奔胡小天的后颈而去 刀势在中途停歇 胡小天在瞬息之间 已经窜出了一丈的距离 其余的侍卫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但是每个人 都恰到好处的 守住了一个角落 在这狭窄的空间内 形成了一个 无法逾越的包围圈 胡小天看到齐大内 并没有追上来攻击自己 腰刀在虚空中 划了一道弧线 重新还刀入鞘 枪的一声 仿佛一切 从未发生过一样 胡小天暗自惭愧 对方应该只是虚张声势 自己的定力 终究还是差了一些 可自己若是不动 说不定这把刀 当真会落下来 把自己脑袋给砍了 自己毕竟只是 宫内的一个小太监 慕容展身为 大内侍卫总统领 杀了自己 还不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想到这里 胡小天的背脊 瞬间为冷汗湿透 慕容展喝了口茶 轻轻摆了摆手 手下侍卫这才退了出去 目光静静望着茶展 低声道 伸手不错 难怪那个小太监 会死在你的手里 胡小天道 承蒙鸡公公看中 传给了我一些防身的功夫 那天刚好派上了用场 他抬出鸡飞花 就是要让慕容展知难而退 我是鸡飞花的人 即便是你慕容展 在皇宫大内之中 拥有相当的势力 也不能随随便便动我 慕容展道 那具尸体我亲自查验过 他死在玄冥阴风沼下 这套找法 应该不是鸡公公传给你的 以慕容展的武功造诣 胡小天当然没那么容易 将他蒙蔽过去 胡小天道 统领大人 果然好眼力 玄冥阴风沼 是全公公交给我的 慕容展呵呵笑道 年纪轻轻 却是有些本事 难怪可以让两位公公 对你如此赏识 却不知你究竟为他们 做了什么事情 才能做到左右逢源 两边讨好 胡小天道 我向来老实做事 忠君爱国 不然皇上也不会赐给我这面盘农金牌 慕容展抬起一双灰色眼眸 望着胡小天 目光流露出一丝嘲讽的意味 你害怕呀 先是抬出两位公公 现在又搬出皇上 是不是担心我要对付你 胡小天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慕容展绝不容易对付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针对自己 胡小天笑道 哎呀 小天地位虽然悲笑 可做事光明磊落 对得起天地良心 又有什么好怕 不怕 你刚刚为何要逃 胡小天道 我若不逃 此时只怕已经人头落地了 我若是真想杀你 你以为自己逃得掉吗 胡小天被慕容展问住 此时他反倒镇定了下来 慕容展说的不错 倘若他真想杀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出升天 可胡小天也没有伸着脖子 等着对方刀锋落下的胆子 拿自己的性命去赌 这事有点大 他没那么傻 慕容展究竟是何来头 他属于何人阵营 对待此人必须谨慎 胡小天道 统领大人有什么事还请明说 小天还赶着返回明月宫呢 慕容展道 什么人将你安排到了明月宫 我不用提醒你了 本来皇宫里面的争端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可是陈城墙毕竟是我的人 而他死在了明月宫 连头颅都不见了 灰色瞳孔之中陡然蹦射出 逼人寒光 胡小天心说 干我鸟事 嘴上却不能说得那么明白 平静道 陈城墙 深今半夜 独自进入明月宫 这件事应该有些蹊跷 慕容展道 你说得不错 他死前藏经服下 奇影和欢散 这种药物性情极烈 正常人服用之后 就会丧失理智 色欲冲天 倘若他不死 恐怕会干出 会乱宫廷的事情来 胡小天文言一经 忽然想起鸡飞花说过的话 难道这奇影和欢散 是鸡飞花所下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陈城墙 做出会乱宫廷的事情 只是中途被人破坏 此时方才感觉到后怕 如果一切真的像自己猜想中的这样 鸡飞花为人之阴险 实在是到了没有下限的地步 胡小天道 陈城墙之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慕容展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你也没有杀他的本事 胡小天道 统领大人 小天所知道的事情 全都坦然相告 不知你找我还有没有其他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 他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慕容展道 我找你来并不是想问你什么 而是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胡小天道 什么忙 心中暗自奇怪 自己和慕容展可没有什么交情 他怎么会冒昧提出这样的要求 慕容展道 如果你见到慕容飞烟 劝他尽快离开神策府 胡小天内心一争 他万万没有想到 慕容展居然会提起 慕容飞烟的名字 初次听说慕容展的时候 胡小天的确将他和慕容飞烟 联系到一起 毕竟两人都是父姓 可大康慕容姓氏 很常见 也从未听慕容飞烟提起过 他有什么亲人 再者 也没有听说过两人之间有关系 所以胡小天认为 两人只是凑巧同姓罢了 现在慕容展主动提起这件事 胡小天马上就推测出 他们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否则慕容展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胡小天道 小天有些不明白 慕容展冷冷道 他是如何进入的神策府 你心中应该明白 他性情倔强 除了你之外 他应该不会信任其他人 胡小天打断慕容展的话道 有个问题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慕容展灰色的眼眸中 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 右手忽然握紧 手中的茶盏 蹦的一声碎裂 然后握紧拳头 慢慢落在桌上 低声道 我是他爹 胡小天此时的震惊 难以形容张大了嘴巴 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慕容飞烟的老爹 岂不就是自己的未来岳父 我靠 这事从未听人提起过呀 慕容飞烟没说 全德安也没有说过 难怪当初全德安没杀他 搞了半天有这层原因在里面 可慕容展 一个白化病人 怎么生出了一个 如此娇艳美丽的女儿 还好没有将白化病遗传给他 记得慕容飞烟曾经说过 父母双亡 看来跟他这位老爹的关系 也不怎么样啊 胡小天的反应极快 马上向前施礼道 见过慕容叔叔 一转眼 嘿就套起了近乎 慕容展道 等他从林渊回来 你劝他马上离开 越早越好 还有 你记住 绝不可以提起我 找过你的事情 胡小天道 慕容叔叔 飞烟对你好像怨气很大 他在我面前一直说父母双亡 这次出于好奇才这样说 却收到了伤口上撒盐的奇笑 慕容展文言有些痛苦的闭上双目 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一对白眉 微微颤抖着 素来冷酷无情的慕容展身上 很少出现这样的情感波动 他低声道 我们妇女间的事情 你不必追问 也无需去打听 你只要记得让他尽快离开神策府 胡小天道 此事我记住了 只是飞烟的性情非常倔强 你应该清楚 我劝他他也未必肯听啊 慕容展冷哼一声道 你劝他不听 只怕这世上他不会再听其他人的话 还有一件事 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 以后离我女儿越远越好 胡小天明白 慕容展分明在嫌弃自己是个太监 但凡是个正常人 也不想一个太监给自己当女婿 胡小天道 请述小天不明白了 又是要我劝他 又是要我离他越远越好 您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慕容展道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怎么做 你心里应该清楚 胡小天看出 慕容展为人冷酷 不搞言笑 明显缺乏幽默感 却不知他究竟做过什么 对不起慕容飞烟的事情 方才让女儿对他如此痛恨 想知道这件事倒也不难 等慕容飞烟回来疑问及之 真是想不到 慕容飞烟居然还有这么一位 拉风的老爹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明月宫 看到鸡飞花的手下 和睦站在院子里 跟他同来的 还有几名小太监 正在忙着收拾整理 看到胡小天过来 和睦微笑道 胡公公回来了 胡小天道 是不是提督大人到了 和睦摇了摇手道 提督大人晚上才会过来 让我先带人过来 将明月宫好好整理一下 等我到了 方才发现 皇后那边已经安排了人手 胡小天举目望去 看到有两名宫女 从厨房里面出来 两人手中端着托盘 里面放着羹汤 明月宫死的死 伤的伤 人手严重不足 见皇后派人过来 也实属正常 胡小天叹了口气 和睦笑道 这份差事不好做吧 胡小天又叹了口气道 哎呀可不是嘛 刚刚又被慕容统领 叫了过去 问了半天话 搞得我跟嫌疑犯似的 和睦低声道 听说文才人的状况 不太好 胡小天道 我得进去看看 和睦一把握住 他的手臂道 秦姑娘说了 没有他的允许 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胡小天文言 只能作罢 他转身去了宝宝的房间 虽然明月宫 新来了不少的宫女太监 可宝宝的身边 仍然没有人伺候 看到胡小天进来 宝宝一双美眸中 顿时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光 人在伤病的时候 内心也会变得格外脆弱 别看宝宝平时坚强好胜 可毕竟还是女孩子家 内心深处还是需要关爱的 胡小天将房门关上 感觉到室内光线暗淡 先去点燃烛火 然后来到宝宝身边 握住他的先手 低声道 感觉好些了没有 宝宝点了点头道 秦姑娘刚刚给我送来了汤药 说我只要连喝三天 就能肃清体内的毒素 胡小天听闻 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这才放下心来 微笑道 你安心休息 等到身体养好之后 我陪你出宫去玩 真的 宝宝美眸声光 可旋即又暗淡下去 摇了摇头道 我只怕是没机会出去的 喘了口气 又低声道 秦宇童好生厉害 他察觉到我体内 还有慢性毒素 胡小天知道 应该是宝宝之前所种的 万虫弑骨丸的毒性 被秦宇童发现 他低声道 他是玄天馆主的得意弟子 医术非常厉害 只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破解的方法 宝宝道 除了干爹之外 没有人可以化解此毒 胡小天倒不这么想 老太监李云聪 应该有这个本事 只是想让他拿出解药 并不容易 他也曾经想过 李云聪就是红北墨 可这件事仔细一推敲 就没有任何可能 李云聪始终在暗 而红北墨在明 两人之间应该是 彼此合作的关系 他们的这层关系 甚至连宝宝和林婉 这两个红北墨的干女儿 都不知道 宝宝看到胡小天突然走神 还以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用力握紧了他的手掌 关切道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胡小天微笑摇头道 没事 宝宝道 小天 你不宜在此是非之地久留 我担心以后还会有事情发生 胡小天道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 宝宝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 甚至怎样受伤都不记得了 陈城墙过来的时候 他的情绪正不正常 宝宝点了点头道 他没什么异状 说是过来查看情况 文才人还让我弃查给他 本来他已经告辞了 我送他走的时候 忽然听到文才人 发出一声惊呼 然后就挨了重重一击 接下来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胡小天道 此事 你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宝宝道 你不让我说 我当然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胡小天道 你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无论谁问 只说不记得 宝宝明白 这件事事关重大 用力点了点头 此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胡小天以为是秦宇童 起身过去开门 等到房门打开 方才发现门外站着的 居然是林婉 他带着一名宫女 一名太监 过来探望文雅 顺便也探望一下宝宝 这个昔日身边的宫女 外人并不知道 林婉和宝宝的关系 胡小天却清清楚楚 面对胡小天 林婉可谓是又恨又怕 恨的是宝宝如今 已经被他蛊惑 怕的是 胡小天握有复苏敌 随时可唤醒他体内 腕虫弑鼓丸的药效 一双凤幕 冷冷望着胡小天 丝毫不掩饰对他的仇恨 胡小天笑眯眯招呼道 林昭已来了 林婉冷冷道 宝宝怎样了 胡小天转身朝床上看了一眼 宝宝双目紧闭 似乎已经睡了过去 刚刚还在和自己说话 当然不可能入睡如此之快 应该是不想和林婉相见 胡小天身子仍然将房门挡住 并没有放林婉入内的意思 轻声道 他刚刚睡着 我看林昭仪还是改天再过来 林婉心中怒气顿声 冷哼一声道 让开 静止向房内走去 胡小天碍于身份有别 也不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将他拦住 只能任由他走了进去 林婉来到床边双目望着宝宝 宝宝躺在床上 云并旁乱 翘脸憔悴 眉眸紧闭 似乎仍然处在昏睡之中 胡小天紧跟过来 林婉的毒辣阴狠 他曾经亲自领教过 自然不放心林婉 林婉在床边坐了下来 伸出春葱般的白嫩鲜手 充满爱怜的抚摸着宝宝的绣发 胡小天却感到内心一阵发毛 这女人绝对是个蛇蝎美人 保不齐她会受性大发出手 谋害宝宝 可这里毕竟是明月宫 她应该没有这样的胆子 林婉的双眸中流露出温柔之色 轻声道 本宫一直将宝宝当场自己的亲妹子看待 在皇宫之中能够找到这样一位妹子 很难 她叹了口气 手掌沿着宝宝的绣发来到她的俏脸之上 最后移动到她的颈部 小指的尾端轻轻搭在宝宝的颈侧经脉之上 宝宝只是假妹 对林婉的一举一动都感知得清清楚楚 芳心开始紧张起来 胡小天比她更加的紧张 微笑道 宝宝为人善良单纯 小天也将她当成自己的亲姐姐一样看待 若是有人敢伤害她一分一毫 我便是舍掉这身性命 也要让她付出代价 林婉 嫌能听不出胡小天话中威胁的意思 不屑笑道 话谁都会说 可做事之前必须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胡小天道 在别人眼中小的只是瓦片 可瓦片虽然比不上瓷器精美 硬度却是丝毫不次于瓷器 真要是硬碰硬 最后谁吃亏还不知道呢 林婉白了她一眼 手从宝宝的颈部移开 轻声道 这明月宫真是气闷得很 每个人说话做事都透着古怪 本宫连一刻都不想多呆了 他站起身来 自己是瓷器 胡小天是瓦片 他这句话没说错 真要是硬碰硬 自己可讨不到什么好处 胡小天道 恭送林昭仪 林婉道 本宫跟文才人说了 明儿可就差人将宝宝接回淋浴殿 去我那里好好养伤 这里人心惶惶的也没人顾及这个丫头 他说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 胡小天送他出门之后回来 宝宝睁开美眸有些紧张的抓住他的大手 低声道 我不去 我绝不回去 胡小天道 你理他作甚 你不走 他总不能让人将你强绑回去 话虽然这样说 可既然文雅已经点头答应 证明宝宝在明月宫无法继续待下去了 此事看来还是要单独找林婉谈谈 让他改变主意 夜幕降临时分 鸡飞花果然来到了明月宫 他此次前来是特地为了救治文雅 连胡小天都感觉到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鸡飞花恨不能将文雅置之死地 现在文雅被冰破修罗掌所伤 鸡飞花却不惜损耗自身的功力 以荣扬无极功来救治他 难道仅仅是为了避嫌 在外人面前澄清自身的嫌疑 鸡飞花为文雅疗伤之时 特地点名只让胡小天和秦宇童两人在场 这也是胡小天在时隔一天之后 首次见到文雅 文雅坐在玉桶之中 整整一天不停有人向玉桶之中添补热水 以此来保持他的体温 秦宇童在水中添加了不少的草药 并用银针刺激文雅的穴道 将药效迅速导入到他的体内 鸡飞花来到内堂 望着双目紧闭的文雅 轻声叹了口气 不知是怜惜文雅的遭遇 还是惋惜他没有死去 秦宇童来到文雅身边 为他检查了一下脉象 确信文雅的脉象尚且平稳 方才向鸡飞花道 提督大人准备何时开始 鸡飞花道 再等等 因为其他人都已经退下 这玉桶里面添加热水的工作 就落在了胡小天的头上 胡小天拎着一桶热水走了过来 却为鸡飞花伸手拦住 鸡飞花道 不用了 胡小天将那桶热水放下 秦宇童秀眉微频 美眸之中流露出担忧之色 胡小天虽然也为文雅的安危感到担心 但是他却认为鸡飞花不可能突然改变了念头 中途停手 如果鸡飞花想文雅死去 根本没必要主动提出要救治他 鸡飞花此人心胸博大 绝对是大奸大恶的枭雄人物 应该不屑于用这种萧小的手段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启萧强 第179章 疗伤 因为没有继续往浴桶中添加热水 水温骤降 文雅体内的寒气不断向外净润 不多时 浴桶中的水已经没有了热度 再过一会儿 竟然开始结冰凝结 秦玉桶终于忍不住 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文雅唯有死路一条 他想要走过去 方才走了一步 却听姬飞花道 不急 秦玉桶不解道 他中了冰破修罗掌 倘若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恐怕经脉会造成永久的损伤 姬飞花的唇角 露出一抹淡然笑意 只可惜 任先生不在 看来 他没有将 九转还阳针的针法传给你 不然又何须劳动砸家 秦玉桶道 是玉桶天资有限 无法学得师父的真传 他的心态远超常人 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份超然的淡定 姬飞花呵呵笑道 人天情何等狂傲的人物 他的徒弟必然是资质超群 天赋异禀 否则又怎能入他的法眼 不是你的问题 是他藏私才对 秦玉桶的目光始终留意着玉桶内 玉桶内的水面 已经截起了一层薄冰 姬飞花道 小天 你过去看看那冰层 有多厚了 胡小天 依着他的话走了过去 曲起食指 在冰面上轻轻一敲 冰层马上开裂 回答道 冰层很薄 姬飞花漫不经心道 那就再等等 什么时候你敲不烂了 再告诉我一声 胡小天应了一声 再看文雅 此时的他如同入定一般 头发上 眉毛上 睫毛上 都已经凝结了一层白霜 连翘脸之上 也开始结霜 胡小天心中也有些不忍 这冰魄修罗掌 真是霸道之极 只是打了一掌 竟然就将一个人打成了冰人 这个红北墨的武功 真是骇人听闻啊 姬飞花道 放眼大康 有三个人杂家是最佩服的 你想不想知道是哪三个 他的目光盯着秦宇童 当然是在跟秦宇童说话 秦宇童道 提督大人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知道 姬飞花笑道 这三人之中 有两个是跟你有关的 第一个 就是你的师父仁天秦 第二个 就是你的父亲 秦宇童打断姬飞花的话道 我师父跟我爹 对提督大人也是欣赏得很 他们时常在宇童面前提起大人 说大人武功盖世 济世为怀 急于打断姬飞花的话 显然不想他道出父亲的身份 胡小天一旁听着 秦宇童在清云的时候 不是曾经说过他父母双亡吗 我靠 显然都是谎言 这女人表面清高孤傲 可疑肚子都是谎言 漂亮女人信不得 这脸上有刀疤的女人 更是相信不得 他又敲了敲冰面 这会儿功夫 冰层已经结了很厚 文雅裸露在水面外的肌肤 已经完全被白霜所包裹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 冰层已经敲不动了 姬飞花道 再等等 胡小天心中暗暗叫苦 文雅今儿就算是不死 也得被冻个半残 姬飞花真够狠的 说是来救人 可过来之后 非但没有出手相救 反而把所有的辅助治疗措施 都给撤掉了 秦宇童道 提督大人 文才人的伤情耽搁不得 现在皇宫内外 满朝文武都知道 提督大人主动提出 要为他疗伤 若是文才人出了什么 三长两短 只怕在秦礼上 说不过去 姬飞花笑道 秦姑娘是不是怀疑 咱家会害了文才人 秦宇童没有说话 沉默已对 等于是承认了这番说辞 姬飞花向胡小天道 小天 你以为咱家 有没有加害文才人之心 胡小天道 不会 在小天看来 提督大人这样做 全都是为了文才人好 虽是唯心之言 可胡小天说的 却毫不两轰 秦宇童都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目光中充满了鄙怡 姬飞花笑道 你这番话在别人听来 很像是在溜须拍马呀 小天 你把道理说来听听 连咱家都感到好奇呢 胡小天道 人在低温的状态下 身体方方面面的运行会减慢 因而文才人体内毒素的流动 也会随之放缓 减慢了向周身扩展的速度 我曾经听说 倘若一个人 完全被低温突然冻住 这个人或许会进入低温休眠状态 虽然丧失了知觉 可是他的身体能够保持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不变 直到合适的机遇将他唤醒 恢复之后 就会和休眠之前一模一样 连他的年龄都不会改变 姬飞花赞道 你的天资也不差 这件事连咱家都没有想到 你居然想到了这一层 那你索性评价一下秦姑娘的治疗方法 胡小天道 秦姑娘的治疗方法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 可是仔细想想这其中 而是存在着一些瑕疵 秦姑娘一心想化解文才人体内的寒气 所以才想到了用热水来保温的方法 并用银针刺血浮以药物的方法 将文才人体内的寒气导出 如果对一个单纯冻伤的人 或许这种方法有效 可是这冰魄修罗掌是不是有毒呢 倘若其中混杂了其他的毒性 在这种方法的治疗下 反而会加速文才人的经脉运转 毒素也就随之迅速扩展开来 秦语彤最初的时候 也认为胡小天是在溜须拍马 可是听到这里心中已经不由得叹服了 胡小天对病情的剖析思思入扣 有理有据 此人比自己认识中更加厉害 思维更加的缜密 鸡飞花微笑道 嗯就算是任天晴在这里 想必他也会认同你的说法 说不定 会因为欣赏你而将你收为弟子呢 秦语彤俏脸一热 鸡飞花包扬胡小天的同时 也在嘲讽自己 不过秦语彤对胡小天 并没有生出任何的嫉妒之心 只是发自内心的欣赏 胡小天道 小天也就是瞎懵 只希望不要一笑大方才好 其实他也拿不准 之所以能够说出这番道理 究其原因还是出于对鸡飞花心态的揣摩 现在看来自己果然没有猜错 在现代医学中低温休眠已经可行 最初是为了延缓衰老和死亡 以应对漫长的时空旅行 道理虽然简单 可是过程却是极其复杂的 需要精确和科学的控制 鸡飞花应该是想到了同样的道理 在如今的科技环境下 他居然能够想到这样的道理 此人果然智慧超群 秦语彤道 胡公公所说的的确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不经控制 寒毒入侵肺腑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他所说的也是实情 鸡飞花道 这世上哪有实权实美的事情 胡小天在木桶边缘敲击了一下 向鸡飞花道 冰层已经够厚了 他毕竟还是担心文雅的死活 鸡飞花道 不急 等到玉桶里面的水完全凝结成冰再说 胡小天心中暗叹 虽然鸡飞花说的有些道理 可真要是整个玉桶中的水完全凝结成冰 文雅的体质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呢 看来鸡飞花只管救命 并没有考虑到文雅日后会否留下后遗症 可是他也不能表露得太过焦急 以免鸡飞花看出破绽呢 秦玉桶来到玉桶边缘 看到文雅的身体表面已经完全被一层薄冰笼罩 感叹于冰破修罗掌霸道威力的同时 又为文雅深深担心 他在玄天馆学医多年 身为仁天晴的清传弟子 也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疗伤方法 难道这就是常说的至死地而后生吗 望着身躯完全笼罩在冰层中的文雅 亲与同步之为何想起了龙溪月 他的这位好友不久即将嫁入大雍 今天的文雅会不会就是明天的龙溪月 鸡飞花终于站起身来 缓步来到玉桶旁 围绕着玉桶慢慢走了一圈 一双凤幕盯住冰层包裹中文雅憔悴的面容 轻声道 好霸道的冰破修罗掌 秦姑娘 胡小天 请两位为杂家护法 任何人不得入内 是 胡小天大声答道 这种时候又有谁敢轻易闯入明月宫 鸡飞花右手缓缓贴在玉桶之上 只听到咔嚓声响 玉桶碎裂瓦解 现出里面完全凝结的冰块 文雅就被凝结在冰块之中 曼妙郊区一览无遗 胡小天看得血脉奔张 眼睛差点没粘到冰层上去 忽然意识到 秦雨桶在一旁冷冷观察着自己 面孔不由得一热 如同偷东西 被人现场抓住了手腕一样 下意识垂下头去 秦雨桶心思缜密 该不会从自己的异常举动 看出什么破绽吧 正常人看女人没问题 可自己分明是个太监呢 演技 务必要注意演技了 鸡飞花双腿微曲 双臂张开如同抱月 内力迅速形变全身 然后一双宛如羊指玉雕琢而成的手掌 轻轻落在文雅的后背 没过多久 手掌和文雅后背接触的地方 冰残开始融化 掌心和文雅后背细腻的肌肤相贴 秦雨桶和胡小天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鸡飞花的手掌之上 只见她的手掌渐渐泛起了红韵 然后越来越红 似乎有光亮透出 鸡飞花的手掌竟然变成了半透明的质地 甚至可以看到遍布手掌的血脉 看得到血液的流动 红光越来越盛 越来越强 肌肤相贴之处 渐渐由红转成 继而演变为黄色又迅速淡化 最后完全成为白色 这白色的光芒透露文雅的皮肤肌肉 浸润到她的体内 文雅因为低温而沉睡的经脉开始复苏 光芒沿着她的经脉迅速 蔓延扩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望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 诧异的双目瞪得老大 这种疗伤的方法根本没办法用现代医学理论解释 包裹在文雅郊区外的冰层并未融化 鸡飞化的荣扬无极功 先对她的体内产生了作用 融化应该是由内而外 这一点来看和微波炉的原理有些类似 秦宇童的武功修为要强于胡小天不少 她虽然静静站在一旁 可是聚精会神望着眼前的一切 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环节 很快她就听到了微弱的心跳声 这心跳声来自于文雅 随着荣扬无极功的作用越来越强 心跳的速度和力量不断增强 在心脏的收缩舒张作用下 经脉中血液运行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鸡飞化采取的正是由内而外的疗伤方法 随着疗伤过程的深入 文雅的头顶开始生腾起鸟鸟白雾 越来越强盛的光芒将两人的身体笼罩其中 强光让胡小天几乎睁不开眼睛 她向身边秦宇童低声道 是不是用荣扬无极功逼出她体内的寒毒 秦宇童点了点头 目光却始终未曾离开两人的身上 此时室内竟然落下了萌萌细雨 原来是笼罩在文雅周身的冰块开始融化 升华又迅速在低温下凝结成霜 所以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 胡小天暗存 嘿 这下等于淋了文雅的洗澡水 笼罩在文雅周身的冰层迅速缩小 文雅胶区的轮廓自冰层中重新显露出来 鸡飞化双手脱离了文雅的胶区 然后画掌为止出手快如疾风 瞬间点遍文雅周身药学 除了师父之外 秦宇童还从未见过有其他人认学如此之准 出手如此之快 学到点完 鸡飞化双手平伸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文雅的胶区提升而起 凌空漂浮在一丈多高的虚空之中 伴随着鸡飞化内力的运行 文雅的胶区在虚空中旋转翻腾 胡小天看得泽泽不已 眼前的鸡飞化哪里是个太监 根本就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啊 这货若是生在现代社会 单凭着这手功夫 也一定可以赚上一个盆满钵满 约摸半个时辰之后 鸡飞化终于停下动作 文雅的胶区缓缓落下 他示意胡小天将他抱住 胡小天抱着一个活色生香的光溜溜的美人 呼吸心跳又不由得急促起来 他暗骂自己不争气啊 提醒自己全当抱着一具尸体 可文雅的身躯现在分明有了温度 秦宇童走过来 在文雅的身上盖上了一层毛毯 帮着胡小天将他送到了床上 鸡飞化脸色苍白的站在那里 明显是因为治疗文雅损耗巨大 胡小天凑了过去 恭敬道 提督大人 还好吗 鸡飞化点了点头道 我没事 话没说完 竟然扑的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躯一晃 险些摔倒在地 胡小天大惊失色 赶紧上前将鸡飞花扶住 握住鸡飞花的手掌 感觉到冰冷异常 他搀扶着鸡飞花在椅子上坐下 秦宇童也闻讯赶了过来 主动为鸡飞花请脉 鸡飞花扬起手来 摆了摆 闭目调戏了片刻 方才缓过气来 胡小天为他端来一盏热茶 鸡飞花接过竖了竖口 吐在铜盆之中 连番多次 方才将嘴里的血迹竖清 结果胡小天递来的手帕 擦了擦嘴唇 低声道 咱家省耗了一些功力 不过不妨是 休息一夜就好 秦宇童拿出一个蓝色药瓶 放在鸡飞花身边的茶几之上 轻声道 这里有三颗龟原丹 乃是我师尊亲手炼制的 也许对提督大人的复原有些好处 鸡飞花看了一眼 将那药瓶接过 低声道 谢谢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脚步却不由得一晃 胡小天赶紧上前扶住他 鸡飞花道 今天的事情 我希望不会有任何外人知道 秦宇童点了点头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放心 我们肯定会守口如瓶 鸡飞花道 送我出去 胡小天搀扶着鸡飞花 向门外走去 因为贴身伺候的缘故 他明显感觉到鸡飞花的身躯 在不断颤抖 心中大感好奇 鸡飞花竟然为了营救文雅 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这可不像他的作风 难道表面文章就这么重要 快到门前的时候 鸡飞花停下脚步 文才人体内的寒毒 已经被我清除一空 休养几日就会没事了 秦宇童道 提督大人放心 我会留下来照顾他 他望着鸡飞花的脚步 明显轻浮了许多 等到鸡飞花离去之后 秦宇童拿起那方鸡飞花 刚刚擦嘴的手帕 凑在鼻尖闻了闻 一双绣眉 深深平起 走出明月宫外 迎面一股寒风送来 鸡飞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站在原地调息了一会儿 方才适应了这寒冷的天气 胡小天低声道 我送公公去内关间 鸡飞花摇了头 此时 和睦快步来到鸡飞花的面前 丹西跪地 行礼道 启禀提督大人 皇上刚刚差人传照 让大人忙完这边的事情 即刻前往轩威宫面圣 鸡飞花点了点头道 知道了 你们今晚继续留在明月宫 以防意外发生 让小天随同砸家过去 是 和睦大声道 鸡飞花放开胡小天的手臂 仰望夜色深沉的天空 当真是霸气侧漏 舍我其谁 大声道 走 他大步离开了明月宫 龙行虎步 不见丝毫的疲态 胡小天快步跟在他的身后 出了明月宫 来到宫墙的拐角处 鸡飞花忽然身躯一晃 一直在留意他动静的胡小天 赶紧上前将他搀扶住 鸡飞花抬起衣袖 堵住了嘴巴 身躯弯了下去 痛苦地抽搐了两下 一开衣袖 袖口已经满是血迹 胡小天骇然道 铁都大人 您 鸡飞花打断他的话道 马上陪我离开 去哪里 出宫 胡小天不知道为什么 鸡飞花会选择出宫 难道在鸡飞花看来 此时皇宫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鸡飞花对此应该早有准备 他的车夫老吴提前备好车马 恭候在那里 胡小天扶着鸡飞花上了马车 老吴就驾车向宫外而去 鸡飞花进入车厢内 整个人顿时软瘫下来 手中的蓝色药瓶也失落在地上 胡小天拾起地上的药瓶 悬开瓶塞 从中取出一颗龟原丹 递给鸡飞花道 大人 您先扶一颗龟原丹 鸡飞花摇了摇头 颤声道 人天晴的东西 咋家不吃 说话间 牙关已经开始打颤 胡小天看到他这番模样 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鸡飞花伸出手 去握住胡小天的手 颤声道 咋家冷得很 胡小天借着微弱的光线望去 却见鸡飞花修长的双眉 竟然已经凝结出了双花 难道是寒毒反而进到了他的体内 环顾四周也没有任何可以取暖之物 心下一横 张开臂膀将鸡飞花的身躯涌入怀中 以胸怀温暖着他的身体 低声道 冒犯大人了 鸡飞花被胡小天涌入怀中 身躯明显颤抖了一下 旋即安静了许多 胡小天感觉到他的手掌 却是越来越凉 不禁有些担心道 大人 不如我送您去太医院 鸡飞花摇了头 无人心知道将我送到什么地方 马车离开皇宫之后一路狂奔 行了约半个时辰 来到位于康都西北方向的碧云湖 这里人烟稀少 前些日子的积雪仍然保留完好 方眼望去 周围都是一望无垠的雪叶 一片白茫茫的雪野之中 镶嵌着一窝深蓝色的小湖 湖水并未冰封 反射出叶色的颜色 宛如一块深蓝色的宝石 从岸边有一道长桥 静止通往湖水之中 长桥约有二十丈 长桥的尽头 有一座小小的茅草屋 孤零零矗立在湖水之中 吴忍兴停下马车 鸡飞花此时甚至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 颤声道 你背我过去 胡小天点了点头 将鸡飞花从车内抱了下去 鸡飞花的身躯非常轻盈和女子无异 离开马车之后 吴忍兴向胡小天点了点头 话都不说一句 重新上了马车 驾车向来时的方向急驰而去 胡小天被眼前的一切弄得有些糊涂了 吴忍兴对自己就这么放心 大老远将他和鸡飞花送到这里 又是什么目的 鸡飞花在他怀中瑟瑟发抖 显然受不了这寒冷的天气 在胡小天的印象中 鸡飞花还从未有过这样软弱无助的时候 他抱着鸡飞花走上长桥 一直来到水中的茅屋门前 抬脚将房门踢开 进入茅草屋内 胡小天先找到油灯点燃 橘色的灯光充满了整个房间 顿时显得温暖了许多 看到屋内有一张小床 将鸡飞花放在床上 鸡飞花躺下之后 胡小天方才留意这房间内的摆设 一桌一床两椅 桌上还摆放着一张破破烂烂的古琴 上方没有琴弦 墙角处有一只火炉 胡小天向鸡飞花道 提督大人 我去生活 鸡飞花并无反应 凑过去一看 她竟然已经入睡了 鸡飞花睡姿 如同海棠含苞待放 如果不知道她的身份 一定以为这床上的是个女人 胡小天摇了摇头 拎着火炉 捏手捏脚来到外面 茅草屋旁边堆积了不少的干柴 胡小天很快便将火升了起来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将点燃的火炉 重新拎回室内 拉开椅子坐下 双手脱腮 望着正在熟睡的鸡飞花 回忆着今晚发生的一切 鸡飞花 为何不听皇上的传召 执意出宫 甚至不敢在皇宫逗留 他在担心什么 是不是害怕皇宫中有人会对他不利 文雅所受的兵破修罗掌 为何如此厉害 鸡飞花给他疗伤 竟然损耗了这么大的功力 还因此受了内伤 他究竟是真的受伤 还是故意伪装呢 胡小天思来想去 越想越是迷惑 就在此时 鸡飞花悠然行转 他从床上坐起 裹着被褥 望着室内的火炉 然后目光转到胡小天身上 淡然笑了笑 仅仅是一个多时辰的功夫 他明显憔悴了许多 胡小天道 大人醒了 鸡飞花道 我睡了多久 不到半个时辰呢 大人感觉怎样了 鸡飞花解开灌带 一头长发宛如瀑布般 倾泻在他的肩头 双眸半疏道 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胡小天笑道 大人福大命大 怎会有事 鸡飞花叹了口气道 原是我考虑不周 想不到文雅受伤如此之重 损耗了我不少的内力 又勾起了我昔日的旧伤 所以才会落到如此境地 胡小天道 大人为何要来这里 鸡飞花道 我自己都不明白 只是当时觉得 皇宫内处处危机 有太多人想要对我不利 所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离开皇宫 走得越远越好 胡小天 将茅草屋的窗口开了一些 避免室内积累太多的一氧化碳 他并不相信鸡飞花的说辞 鸡飞花做事 向来缜密 几乎每一步都会精确计算 绝不会盲目行动 鸡飞花道 这里是我入宫之前最后住过的地方 胡小天愣了一下 转身看了看鸡飞花 鸡飞花一双眼眸如同星辰般明亮 隐隐泛出泪光 胡小天道 这里的一切保存得很好 鸡飞花道 早就毁掉了 三年前我又让老吴偷偷重建了这片地方 除了咱们三人之外 再没有人知道这个所在 胡小天心中一阵惭愧 想不到鸡飞花对自己如此信任 他将秦宇童赠予的闺元丹放在小桌上 忽然想起全德安 还曾经送给他一些百花滴露丸 赶紧拿了出来 送到鸡飞花面前 这是全公公给我的百花滴露丸 或许对您的伤能有些作用 鸡飞花笑了起来 这次他没有拒绝胡小天的好意 结果瓷瓶 从中倒出了一颗 塞入嘴中 咽一下药丸之后道 我忽然有些饿了 小天 你去外面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吃的 胡小天应了一声 起身出门 鸡飞花又叫住他 将我的雕球穿上 外面冷 胡小天笑道 不用 我身子骨挨得住 除了茅草屋举目望去 除了白茫茫一片 就是这片小湖 北风呼啸 鱼前水底 圈鸟归巢 哪里能够找到一丁点吃的东西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 胡小天沿着长桥 走上湖岸 白茫茫的雪野之中 除了刚才的车轴 就是他的脚印 找不到任何动物出没的痕迹 胡小天摇了摇头 看来只能是无功而返了 他正准备回转之时 忽然留意到远方 有一座白色的小包 于是走了过去 发现那小包乃是坍塌的草棚 草棚旁边有一片田楼 胡小天在草棚内搜寻了一下 居然在其中发现了两只红薯 他大喜过望 总算是不枉此行 带着红薯返回茅草屋 鸡飞花已经盘膝 坐在床上开始调膝 应该是在疗伤 胡小天并没有打扰他 将红薯放在火炉上烘烤 没过多久 红薯香甜富裕的味道 就充满了小屋 鸡飞花睁开双目 赞道 好香 他起身下床 来到胡小天身边 胡小天道 找不到什么好东西 只是在附近的窝棚中 捡到了两只红薯 他将烤好的一只红薯 递给鸡飞花 鸡飞花接过那只红薯 揭开红薯外皮 金灿灿的瓜嚷呈现出来 热汤汤香喷喷 鸡飞花咬了一口 却被滚烫的红薯 烫得连连哈气 嘴中还不听到 嗯 好香好香 胡小天笑了起来 总算见识到 什么叫烫手山芋了 他提醒鸡飞花道 大人 吃红薯可不能心急啊 鸡飞花笑道 这红薯实在太美味 让我垂涎欲滴了 胡小天此时忽然留意到 鸡飞花并未用杂家自称 灯光下 鸡飞花容颜妖娆 神情妩媚 分明是一个 风姿绝世的美丽女郎 怎么会错生在男儿身呢 胡小天望着鸡飞花 一时间不由地待在那里 鸡飞花留意到胡小天的目光 脸上的表情显得越发 妩媚妖娆 轻声道 你看着我坐肾 胡小天经他提醒 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笑道 小天从未见到大人笑得 这么开心过 鸡飞花呵呵笑了起来 他回神来到床边坐下 点了点头道 嗯 如果不是你提醒 连我自己都忘了 上次这么开心 是什么时候 他凝望着手中的地瓜道 原来人的开心快乐 竟然如此简单 目光竟然有些吃了 胡小天心说 你呀是锦音玉食的日子过惯了 顿顿都是山珍海味 如今吃一块地瓜 就能高兴成这个样子 倘若连饿你一个月 恐怕你会为了一块地瓜 连手中的权力都丢掉 胡小天又吃了口红薯道 小天 你为何不吃 胡小天道 我吃过晚饭了 此时不饿 再说了 大人今天损耗过度 腹中饥饿 有好东西 自然先给大人吃 鸡飞花笑眼如花 一双明眸异常明亮 柔声道 我岂不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胡小天道 一块红薯而已 大人言重了 鸡飞花道 这里不是皇宫 你不用拘泥礼节 若是我没记错 你是七岁了吧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难得大人还记得我的年龄 鸡飞花道 我长你九岁 没人的时候 你叫我大哥就是 胡小天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跟鸡飞花成兄道弟 他还没有这样的胆子 笑了笑道 还是叫大人自然一些 鸡飞花似乎有些生气了 随你 胡小天见到他一块红薯已经吃完了 又将另外一只递了过去 鸡飞花也不跟他客气 接过来就吃 胡小天道 大人入宫多少年了 鸡飞花愣了一下 双目显得有些迷惘 沉思片刻方才道 我七岁入宫 至今已经长长十九年了 胡小天道 大人走到今天 想必也经历了不少的辛苦吧 鸡飞花抬起头来 静静望着胡小天 忽然呵呵笑了起来 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 你嘴上说着我 可心中想的却是你自己的遭遇 是不是 胡小天道 小天地位卑贱 岂敢和大人相比 鸡飞花道 我入宫十九年 位高权重者见过 卑躬虚息者见过 野心勃勃者见过 与世无争者我也见过 渐渐明白了一件事 其实人心 是这世上最难揣摩的东西 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永远都不会一样 没有人会甘心居于他人之下 表面谦卑 内心说不定早已恨之入骨 胡小天慌忙表白道 小天对大人绝无这样的歹念 你对我没有歹念 是因为你有自知之明 直到现在和我实力悬殊 远远不是我的对手 一旦有一天 你语意丰满 难保你不会产生其他的想法 大人 鸡飞花打断他的话道 我是过来人 我比谁都要清楚此间的心理变化 全德安有没有对你说过 我的武功是他一手传授 胡小天点了点头 鸡飞花又道 他是不是说我有惊天 全都是拜他一手提拔所赐 胡小天道 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鸡飞花微笑道 他并没有撒谎 当初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对他唯命是从 毕恭毕敬 因为那时候我只能仰视别人 看不到他的缺点 即便是看到也不敢指出 后来当我渐渐长大 忽然发现 他远没有我想象中强大 胡小天听得很认真 鸡飞花说得非常坦率 他的心理历程 也许正是自己未来将要经过的道路 胡小天道 大人做事 有很多让小天看不明白的地方 鸡飞花笑道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你不妨说出来 大人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包括将小的调入明月宫 足见宁对文才人入宫的戒备 请恕我直言 如果想要除去这个隐患 这次本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大人又为何宁愿身体受损 而不惜一切代价 去挽救文才人的性命呢 鸡飞花道 文雅不足畏惧 真正让我顾虑的 乃是他身后的那些人 你很聪明 有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舍弃 那么多的亲信部下 唯独将你带出宫来 胡小天道 小天也想不明白 鸡飞花道 不是你不明白 是你不敢说 不用有什么顾虑 说出来就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道 那小天就斗胆揣摩一下 文才人的伤势 应该是有人故意布局 以兵破修罗掌打伤了他 这种掌法 必须要大人用 荣扬无极弓去救 在此过程中 大人内力损伤甚具 短时间内功力 肯定大打折扣 背后的布局者 很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 对付大人 鸡飞花微笑道 不错 胡小天道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都能想到 所以肯定不会瞒过大人 假如大人 早已洞悉了 对方的奸计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么大人就一定 有了应对之策 鸡飞花的双眸中 流露出欣赏的神情 这小子不忘自己 对他的看重 头脑如此清晰 应该将今晚自己的布局 看得清清楚楚 胡小天道 大人武功卓绝 就算损耗了一些内力 或许 不会伤得那么严重 鸡飞花笑道 你是说我在装病 胡小天道 那小天不敢妄自猜多 心中却认定 鸡飞花的伤 绝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重 甚至包括他在明月宫 当场吐血 也只是做做样子 给秦宇童看 难道他连秦宇童 也怀疑上了 鸡飞花道 我本以为文雅 只是一颗棋子 却没有想到 他藏得如此之深 胡小天心中一争 却不知鸡飞花这番话 因何而起 鸡飞花道 普通人若是受了 那么严重的伤 早就已经死去 根本不会活到现在 胡小天道 秦宇童医术高超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明月宫 也许是他的帮助 文雅才活到现在 在胡小天心底 仍然坚持文雅就是乐瑶 而乐瑶在他的记忆中 仍然是那个温柔妩媚的小寡妇 鸡飞花摇摇头道 没有任何的可能 钥匙之功毕竟有限 我当时让他停下治疗 并不是为了什么 减慢寒毒运行的速度 而是要看看 文雅的忍耐力 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胡小天道 您是说 文雅是伪装受伤 鸡飞花道 连我也看不清他的来路 他受伤的确是真 我以荣扬无极功 驱散他体内的寒毒 也的确消耗了一些功力 胡小天道 文雅如此年轻 就算从小开始修炼武功 也不会太厉害啊 鸡飞花道 全德安既然可以将 十年的功力 全都转移到你的身上 别人一样可以 胡小天倒吸了一口冷气 难道他当真身怀武功 鸡飞花道 我用内力在他的经脉中探查 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内力迹象 可如果从未修炼过武功 他的经脉缘和如此强大 竟然能够承受 冰魄修罗掌的重创 鸡飞花秀眉平起 至今他仍然没有想透 其中的道理 胡小天道 大人为何不留下查个清楚 却要选择在这种时候 离开皇宫呢 其实他心中已经隐约猜到了答案 鸡飞花应该是将计就计 他的损耗绝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严重 之所以当场吐血 应该是故意做给别人看 其中也包括自己 他让自己陪他出宫来到这里 绝不是对自己信任 而是因为他怀疑自己 鸡飞花也在布局 倘若文雅深厚的布局者 故意用冰魄修罗掌来损耗他的内力 那么对方绝不会放过这个诛杀鸡飞花的机会 说不定已经尾随而至 鸡飞花既然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 他也不会毫无准备 胡小天想到这里 经不住内心生出一股寒意 似乎遇见到危险 正在慢慢逼近 鸡飞花吃完了红薯 结果胡小天递给他的白色毛巾 慢慢擦了擦手 一双温润如玉 找不到任何瑕疵的手掌 在灯下似乎蒙上了一层光韵 鸡飞花道 该来的始终都要来 你待在房间内 没有咱家的吩咐 绝不可出来 他站起身 缓缓向房门的方向走去 人还没到门前 房门无风自动 缓缓向内开启 一望无垠的雪野之中 三匹黑色骏马 宛如三道黑色的闪电 划过雪野 以惊人的速度 向碧云湖的方向接近 鸡飞花临风而立 红色长袍被北风扯向身后 勾勒出他足以让无数女人折腰的傲人曲线 一双长眉 宛如利剑一般斜插入壁 双眸有如寒星 冷冷投射到远方的天际 胡小天拿着他的雕球来到他的身后 轻轻将雕球帮他劈在肩头 鸡飞花没有回头 冰霜般冷酷的精致面孔上 却浮现出些许的暖色 胡小天道 小天誓死护卫大人 这种状况下他别无选择 必须和鸡飞花站在一起 鸡飞花点了点头 身躯一阵 黑色雕球倒飞了出去 将胡小天包裹在其中 一股强大的内劲 带着胡小天倒飞入茅草屋内 然后轻轻落在了地上 仿佛有人抱着他 将他轻轻放下一样 在胡小天落地之后 房门砰的一声关闭 鸡飞花慢慢将长发挽起 从一旁折下一根枯枝 作为发簪插入发际之中 正中一匹黑色骏马 一马当先 黑衣骑士纵马已经冲上长桥 瞬间已至长桥中断 鸡飞花双目之中杀气凌然 他向前猛然跨出一步 足坚落地之后 几乎没做任何的停留 身躯自长桥之上腾跃而起 于虚空之中握紧右拳 一拳向前方轰击而去 雪白粉嫩的拳头 飞速运行之中掀起狂飙 一股无可疲敌的钢风 围绕他的右拳旋转 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疯团 黑衣骑士瞳孔骤然收缩 他的身体从马背之上弹射而起 飞掠到上空五丈左右 腰间长刀呛然出鞘 猛烈的钢风让黑色骏马为之私鸣 骏马硬生生停下脚步 一双后腿定在长桥桥面之上 前蹄高扬而起 鸡飞花的右拳裹着狂风 弹动刀柄击阔枪 自刀身之中弹射出暗藏的一截 长刀扩展为六尺五寸 双手持刀高禽过顶 以泰山压顶之势头 向鸡飞花力劈而去 六尺五寸的长刀 在内力激发之下 蔓延出一道长达一丈的刀芒 伴随着长刀挥舞的动作 刀芒脱离刀身 宛如一道绚烂夺目的闪电 向鸡飞花的头顶披落 奔行的过程之中 刀芒不断扩展 瞬间已经扩展到两丈长度 鸡飞花足肩一顿 长桥从中断裂开来 前方的一节桥面 笔直竖起垂直迎向刀芒 被鸡飞花一拳打飞的骏马 此时已经落地 猛然撞击在第二匹黑马之上 血肉横飞 第二名黑衣杀手在血雨之中飞起 浑身沾染了碎肉和鲜血 他的身体如同一只离弦的利剑 手中长剑笔直向前 人剑合一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穿越腥风血雨 跨越断裂的长桥 歇过这一往无前的气势 向鸡飞花的胸口刺去 刀芒和桥面撞击在一起 发出惊天动地的轰然巨响 一道雪亮的光芒 势不可挡地劈开桥面 鸡飞花唇角 泛起似激讽的冷笑 右手螺旋握紧 桥面骤然向内收缩 然后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分裂成无可计数的木屑 这些木屑掩盖住刀芒宛如群峰乱舞 有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 将握刀的杀手裹在其中 头顶木屑包裹成的圆球 在空中骤然压缩 然后迅速扩张开来 杀手的肉体和长刀 净数被圆球撕裂 血雨漫天 鸡飞花挥动长袖 一道透明的水流成弧形 越过他的头顶 在他的上方形成一道透明的拱顶 将血雨碎肉 尽数遮挡在外 第二名杀手 已经飞略到距离鸡飞花 不到三尺的地方 剑风和空气 在高速的摩擦中 温度迅速提升 湖面上湿冷的水气 遭遇到骤然升高的温度 化为白雾 白雾又在杀手身体的撕扯下 形成一道笔直的白烟 如同一条长达十余杖的 白色长龙 鸡飞花的右拳已经握紧 一拳迎向这条长龙 他竟然要用肉身 去对抗锋利无比的利剑 鸡飞花出拳时 有一个明显的旋转动作 螺旋径围绕他的右拳 形成一个旋转的旋涡 白色长龙率先接触到的 便是这个漩涡 长龙如同陷入了一个 无尽的深渊 在鸡飞花强大的螺旋 静力面前扭曲变形 力量被离心拆解 原本距离于中心 最强大的一点 却成为最薄弱的一环 鸡飞花的拳头 从漩涡中摊身进去 在杀手的眼前放大 准确物的击中杀手的面门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鸡飞花的长袍之上 鲜尘不染 浓烈的血腥气息 却随着夜色 无声无息的蔓延开来 三名刺客只剩其一 灰溜溜一声马斯 最后一名刺客纵马 从两匹黑马的尸体上越过 黑色骏马如同飞龙在天 在刺客的操纵之下 越过断桥三丈宽度的裂隙 人马合一 如同神兵天将 刺客在抵达长桥的入口处 已经挥动手中流星锤 锤似流星 头颅大小的流星锤 鼓动风雷之力 直奔鸡飞花的面门杂落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 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81章 埋伏 鸡飞花身躯微震 一股内劲将红袍震得飘飞而起 折在他头顶的透明拱顶 顷刻间化为漫天余物 四散而飞 目光冷冷 驱定那狂奔而来的黑色流星锤 左手 五指张开 说时迟那时快 流星锤已经来到近前 如同石沉大海 风雷之声 轻刻消散 流星锤被鸡飞花 稳稳抓在掌心 然后 他的手臂向下一沉 将流星锤 重重砸入前方的桥面 咔嚓一声 桥梁再度断裂 强大的力量将铁链扯得笔直 马上的黑衣人被强劲的力道扯得自马上飞了起来 黑衣人 一手抓住铁链 一手想要从后背抽出长剑 可没等他完成这个动作 鸡飞花一脚已经横扫在他的胸膛之上 宛如甩鞭般抽打在黑衣人的胸膛上 肋骨寸寸断裂 骨骼的残端刺入他的肺部 口鼻之中涌出大量的血沫 身体重新倒飞回去 后背重重撞在坐骑的头部 一人一马从倾斜断裂的桥梁之上滑入水中 黑色的湖水之中涌出宛如黑烟般的血迹 鸡飞花倾客之间解决了三名杀手 冷冷道 既然来了 为何不敢现身 何必让手下人白白送死 咔嚓咔嚓 仍然露出水面的长桥 一点点塌陷 鸡飞花望向水面 远方的水底 有两道长色的光线 以惊人的速度向他的脚下奔行而来 在漆黑的湖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夹角 两条光线的交汇处 竟然是湖中的茅草屋 鸡飞花冷哼一声足尖一顿 身后残桥宛如爆炸般 接二连三的断裂 和茅草屋分离开来 茅草屋的下方木柱也全都断裂 身在茅草屋中的胡小天 还以为天崩地裂 没等他逃出茅屋 就感觉到整座茅屋升腾而起 旋转着向岸上飞去 室内的家具物件到处乱飞 胡小天吓得哇哇大叫 茅屋脱离水面飞向岸边雪野的同时 两道橙色的光线在水下相遇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白色的强光带着一道水柱冲听而起 从茅草屋原来所在的水面向上狂冲 水柱竟高达十丈 茅飞花的脚下桥梁已经完全断裂 站立在一尺宽三尺长的木板之上 任凭水波荡漾身躯纹丝不动 静静望着眼前冲天水柱 脸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表情 水柱在光影的折射下一彩流光 茅飞花在冲天水柱面前 身材显得格外娇小 脚下的木板迅速向湖心行进 茅草屋飞越湖水 稳稳平落在湖畔雪野之上 乌小天头昏脑胀 用尖头撞开房门扑倒在雪地上 空中忽然传来嗡鸣之声 正西的方向 黑压压一片云层 迅速向他的头顶笼罩而来 飞进一看 全都是巨大的蝙蝠 乌小天心头大害 正准备扑入茅舍躲避蝙蝠群 雪地之中突然立起十八道白色的身影 齐齐扬起手中的弩剑 瞄准了正中的胡小天 胡小天吓得魂飞魄散 心中叫苦 我命休也 想不到我胡小天今日要命丧于此 伴随着一声呼吓 十八名弩剑手 齐齐将手中的弩剑瞄转了天空 休休休 弩剑破空之声 不绝于耳 射入蝙蝠形成的黑云之中 一旦射入目标 就马上发生爆炸 绿色的火焰 扩展至一丈左右的范围 但凡火焰波及到的地方 蝙蝠无一幸存 天地之间到处弥漫着一股 焦臭的味道 蝙蝠在剑羽的射击下阵型轻刻溃散 两名黑甲飞翼武士 自蝙蝠群中献出身来 两人周身夹皱 凭借一双合金羽翼盘旋在虚空之中 十八名弩剑手 将手中弩剑瞄准了空中目标 剑羽向上射击 弩剑射击在他们的外甲之上 发出枪枪枪不绝于耳的声音 竟然无法射入分毫 两名黑甲武士扬起双臂 暗藏在双臂之中的绣剑向下射击 轻刻之间地面上已经有三人被射杀倒地 西南方向丛林之中 忽然发出崩的一声巨响 一支而臂粗细的弩剑从弩车中激发而起 正撞击在空中一名飞翼武士的胸膛 铁甲虽然坚韧 却无法阻挡弩车强大的射击力 弩剑击碎胸甲射入他的胸膛 自他的后心又将背甲撞碎 黑甲武士哀嚎一声身躯从空中 一个倒栽葱落了下来 胡小天看到那黑甲武士朝着自己的身体撞击下来 慌忙向后侧身躲过对方的身体 冰冷锋利的铁翼贴着胡小天的面颊掠过 那铁翼如同刀锋 深深插入雪地之中 胡小天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倘若被铁翼击中 只怕脑袋也要被削掉半个呀 第二支弩剑从弩车中射出 瞄准了剩下的那名铁翼武士 那武士看到同伴被当场射杀 发出一声悲鸣 弩剑来临之时 拉动胸前击阔 鱼翼轮番收起 身体在空中连番旋转 躲过弩剑 重新舒展开来 双臂平身 袖剑追风逐电般向临终射去 操纵弩车的两名射手 躲避不及 被袖剑接连射中 铁翼武士在空中一个转折 双手之中 多出了一杆长枪 看到同伴已经落在地上 鲜血仍然不停的流淌 一旁胡小天 惊魂未定的望着尸体 铁翼武士一声怒吼 双翅回缩 俯冲的速度增加了数倍 手中长枪一挺 直奔胡小天的咽喉所在 浑然不顾下方 弩剑如鱼 枪头红鹰在虚空中如火焰怒放 誓要追魂夺命 不停拨打着射向他的弩剑 从剑鱼中撕裂开一道狭窄的缝隙 挺枪从这条缝隙之中刺向胡小天 胡小天仓促之间 抓起地上的合金鱼翼 鱼翼在撞击地面之时 已经折断仅有一丝相连 所以胡小天没有花费太大力气 就将之凹断 以羽翼为盾 挡住对方全力一击 登的一声巨响 火花四剑 长枪惊天动地的一击 竟然没有将羽翼穿透 强大的力量撞击在羽翼之上 胡小天立在雪地上的双脚向后 飞速滑动 在地上形成两条长长的轨迹 铁翼武士将同伴之死 完全归咎到胡小天的身上 一击未能得手 身体已经落在地面之上 长枪回缩 宛如长蛇土性 再度刺向胡小天 身后墨色鱼翼 迅速回收到背甲之中 胡小天被刚才的一击 已经震得双臂酸麻 没等他恢复过来 对方的第二次攻击 已经来到面前 胡小天唯有奋起余勇 再次举起余翼挡住长枪 却想不到对方中途变招 枪尖突然扬起 以枪做棍 力劈而下 枪杆狠狠砸在铁翼之上 强大的力量让胡小天 再也拿捏不住 铁翼失手落下 对方手腕一抖 长枪幻化出数十个枪尖 向胡小天笼罩而来 冲天水柱 宛如一条奔腾咆哮的银龙 升腾到最高点之后 在虚空中再度炸裂 湖面上 恰似撒下一片碎银 又如同落下一场倾盆大雨 鸡翼花催动足下木板 在湖面上高速滑行 在他的身后留下一道 笔直的白色水线 原本平静无波的湖心水流 忽然逆时针旋转起来 水流越转越急 迅速形成一个一仗直径的漩涡 鸡翼花双目冷冷驱定那漩涡 双掌在水面上隔空拍落 有志无形的内力击中湖面 发出波的一声巨响 鸡翼花的身躯冉冉升起 又如一朵红云缓慢升腾在湖面之上 漩涡旋转的速度却突然缓慢 一条乌彩斑斓的巨蟒 从漩涡之中飞扑而出 血盆大口直奔鸡翼花的身躯逝去 鸡翼花长眉竖起怒吼道 孽障 右手扬起 一股无形犀利将湖水牵引而起 形成一道不次于巨蟒长度的湖形水柱 竟直撞击在巨蟒的头颅之上 五彩巨蟒以头颅横向水柱 尾部就是横扫而出 水面之上一股腥臭强劲的刚风刮起 鸡翼花的身躯在短时间内拔高树杖 躲过巨蟒的横扫 原本平静的小湖顷刻间波涛汹涌 鸡翼花双掌交错轮番击打在湖面上 一道道冲天水柱接连榨起 巨蟒极其狡猾 袭击不成马上就钻入湖底 西北方向 一名灰袍男子 凌波踏浪破浪而来 他手中一柄黑幽幽的长弓 拉得如同十五满月 弓弦之上搭着一支羽箭 无论长弓还是箭足 都要比寻常的弓箭长上许多 那男子身材高大 要在丈二左右 高鼻深目 一双闭眼在黑夜中闪烁着 妖异的绿色光芒 赤裸着双脚 脚下他在另外一支巨蟒的脊背之上 目光离合之间 右手松开弓弦 欲见直奔鸡飞花射去 欲见笔直行径 射出的速度远超寻常的箭手 鸡飞花右手弧形挥击 击打在湖面之上 掀起的水浪 在他的身体前方形成一道透明的木墙 欲见射入水墙之中 毫无阻止的僵之穿透 却是不屑继续射向鸡飞花的心口 以鸡飞花的卓绝武功 也不敢硬汗其风 夺过欲见 身躯继续飞升到虚空之中 连续几个转折 越升越高 挥袍男子不慌不忙 再次挽起长弓 此次汪弓姿势更为奇特 竟然是背神拉弓 同时搭起三只鱼剑 但请羞羞羞三声尖笑 三只鱼剑成平字形状 直奔鸡飞花而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鸡飞花 鸡飞花跃升到了最高点 躲过了其中的两只鱼剑 一把抓住其中一只 那鱼剑在他的手中却砰的炸裂开来 绿色的烟雾 瞬间将鸡飞花的身躯包绕在其中 鸡飞花发出一声惊呼 自高空中身躯笔直坠落下去 那灰袍男子看到鸡飞花重剑 不由得大喜过望 从腰间抽出一柄弯刀 嘴中发出奇怪的呼啸 水下的那条五彩斑斓的蟒蛇 猛然自水下腾月而起 带着他的身体飞到半空之中 灰袍男子朝着鸡飞花落下的方向飞扑过去 手中弯刀举起一抹足以撕裂夜色的寒光 向鸡飞花的身躯拦腰斩去 胡小天失去羽翼的防护 在对方如潮攻势之下唯有后退 他连连后退退到树林之上 利用树木来掩护自己 对方的长枪在这种状况下 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眼看胡小天沿着树干向上迅速爬升 那黑甲武士抱吼一声 手中长枪一分为二 他从雪地之上腾月而起 双脚在树干之上来回踩踏 身躯不停上升 胡小天的金珠八步虽然玄妙 可毕竟欠缺实战经验 对方的死缠硬打步步紧逼 已经逼迫的他喘不过气来 心中暗骂 老子又没有杀你同伴冤有头债有主 你追着我作甚 眼看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横下一条心正准备跟黑甲武士拼死一战 忽然一张大网从他的身边笼罩下去 正好将那名黑甲武士笼罩在其中 黑甲武士惊慌失措 拼命挣脱试图从网中挣扎起身 此时一道黑色身影从树上飞掠而下 手中一根长棍狠狠撞击在黑甲武士的头盔之上 虽然头盔并未变形 可是长棍传来的巨大力量 震得对方颅脑已经是一片稀烂 蹊跷流血 显然是无法活命了 这名在危急关头为胡小天解围的人 正是鸡飞花的车夫 吴仁星 树林之中又涌出十多名武士 胡小天此时方才知道 鸡飞花原来早有准备 他是故意将敌人吸引到碧云湖 在此设下圈套 从而将对方一网打尽 弯刀冷森森的光芒距离鸡飞花的身躯不到一尺 灰袍男子似乎看到鸡飞花被斩为两段的情景 绿色的双目充满光热和兴奋 眼看这一刀就要达成目标 一只白玉无瑕的手掌突然伸了出来 一下就握住了弯刀 刀光仿佛沉入了手掌之中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灰袍人惊叉莫名的睁大了眼睛 他惊呼道 不可能你明明中了七伤神剑 鸡飞花笑眼如花 右手如同极电般探身了出去 春葱般的两根手指宛如兰花土蕊 普普通通的二龙探猪 一双手指已然插入灰袍人的双目之中 灰袍人爆发出一声惨叫 他抬脚踢向鸡飞花 试图摆脱对方的攻击 崩的一声翠下 弯刀在鸡飞花的掌心之中 崩落成为千百个碎片 旋即以内力激发 如同强弓静弩催发一般 全都射入灰袍人的体内 灰袍人的身体因为痛苦而缩成了一团 然后又被强大的内径震开 鸡飞花如同一个红色的精灵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灰袍人逃跑的方向追去 在瞬息之间连续在对方的身体之上打了七拳 两条五彩斑斓的巨蟒自水下腾月而起 血盆大口一前一后向鸡飞花逝去 鸡飞花飞速行进的身躯 在夜空中完全成为一道红光 这道红光围绕着巨蟒螺旋飞转 乍看上去如同一条红色的灵蛇 在和巨蟒彼此交缠 红光疏然从巨蟒的身边消失 鸡飞花出现在弧心一块漂浮的木板子上 两条巨蟒仍然保持着从水底腾月欲飞的姿态 然后就看到它们长长的身体分裂开来 数十条肉断以缓慢的速度解体 然后落入漆黑冰冷的湖水之中 鸡飞花的手中握着一柄一尺三寸的弯刀 刀如弯月 寒气凛然 刀尖之上一滴阴红色的血珠 终于熬不住重力的纠缠 在夜风中缓缓滑落 鸡飞花轻声叹了口气 左手捏起兰花纸 整理了一下病脚凌乱的发丝 柔声道 谢龙 你这是何苦来在 示意 鸡飞花损失了七名手下 杀掉了对方五名高手 斩杀两条巨蟒 谢龙被重创逃离 此人双目被废 身中鸡飞花七拳 能够逃走 绝非是因为他厉害 也不是因为他够运气 而是鸡飞花 故意放他离去 吴忍兴将死去的 两名铁翼武士的头盔除去 被他一共轰杀的那人头颅 早已在里面震得稀烂 自然无从认出他的本来面目 另外一名被弩鸡射杀的武士 面部保持完好 吴忍兴辨别那些人的身份之后 回到鸡飞花面前通报 提督大人 死去的五人 应该是黑风九计中的三个 这两名黑甲飞翼武士 应该是兄弟 都是过去 全都隶属于天机局的 鸡飞花喃喃道 红北墨这个老贼 这次为了害我 居然出动了这么多骨干力量 胡小天此时走了过来 刚才的这场大战仍然历历在目 看到鸡飞花的出手 他方才知道何谓真正的高手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 他们全都是红北墨的人 鸡飞花点了点头道 不错 谢龙是红北墨最得力的帮手 今次前来 是想趁着咱家身体虚弱之时 加害于我 无忍心道 主公因何要放他走 鸡飞花呵呵笑道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咱家损耗这么大的内力 去救了文雅 我倒要看看红北墨肯不肯出手 去救谢龙 胡小天暗暗叹服 鸡飞花无论武功还是手段 都是超人一挡 难怪他会在宦官之中 彗星般崛起 甚至危及到了全德安在宫中的地位 鸡飞花的目光 投向夜色中的碧云湖 低声道 谢龙的七伤剑有毒 只怕这碧云湖内的生灵 要遭殃了 他向吴忍心吩咐道 老吴传我的命令 将碧云湖暂时封锁起来 以免造成无辜百姓中毒死伤 尽快安排玄天馆的人过来解毒 是 众人打草战场的时候 鸡飞花来到那座茅草屋前 经过这场浩劫 茅草屋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 鸡飞花望着那片茅草屋 缓缓点了点头 扬起又掌 一股刚风击落在茅草屋之上 在轰隆隆的声响之中 茅草屋彻底崩塌 激起烟沉一片 胡小天站在鸡飞花的身边 呆呆望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被鸡飞花神功震撼之余 心中又隐隐感到有些后怕 鸡飞花叹了口气 神情充满了失落 他今晚布局 本来想要将红北墨引出 将之彻底铲除 却没有想到红北墨老奸巨华 并没有亲自前来 只是派了他的几个得力手下 湖面上飘起了白花花的一片东西 胡小天定睛望去 全都是死鱼 湖水沾染了七伤神剑上的毒素 所以导致湖中鱼儿大片死亡 激飞花之所以下令封锁碧云湖 就是为了避免不明真相的百姓 捞死鱼去吃 胡小天道 这毒药好生厉害啊 激飞花道 须弥天的大徒弟 在下毒上还是很有一套的 须弥天 激飞花点了点头道 天下第一用毒高手 人称毒圣 谢龙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胡小天忽然想到了 宝宝身上所中的蛇毒 难道就是谢龙所为 倘若真是如此 谢龙死有余辜了 鸡飞花道 你听说过这个人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嗯 在西川的时候曾经听说过这个人 我知道他是天下第一毒师 还知道他是黑苗人 只是没想到 这个老头的徒弟 也如此了得 鸡飞花听他这样说 不由得笑了起来 胡小天被鸡飞花笑得不由得愣住了 自己的这番话并没有任何的好笑之处 却不知鸡飞花 鸡飞花应何发笑 鸡飞花道 须弥天 是个女人 什么 胡小天目瞪口呆 他一直以为这位名震天下的用毒高手 是个黑苗老头 却想不到须弥天 竟然会是一个女人 鸡飞花道 杂家曾经跟他有过一次照面 倘若让我在他和洪北墨之间挑选一个敌人 我绝不会选他 胡小天想起刚才那场惨烈的战斗 洪北墨的手下都如此厉害 更何况洪北墨 而鸡飞花话里的意思分明在表示 须弥天要比洪北墨更加可怕 胡小天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鸡飞花重创了须弥天的得意门生谢龙 会不会因此和须弥天结怨呢 胡小天道 那须弥天会不会为他的徒弟报仇 鸡飞花微笑道 谢龙对须弥天而言只是一个溺徒罢了 他和洪北墨之间永远也不可能联盟 胡小天不知鸡飞花为何会拥有如此强大的信心 只希望今晚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遇到 鸡飞花为何一定要自己陪他前来 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亲眼目睹这场战斗 鸡飞花似乎从胡小天的目光中 察觉到了他的内心所想 轻声道 你回去之后 将今晚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全德安 看他会怎么说 胡小天道 今晚的事情 他会不会有份参与 鸡飞花呵呵笑道 他肯定在布局 但并不是在这里 各位听友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霍启萧强 第182章 谁怕谁 已是三经时分 玄维宫内仍然亮着烛光 大康皇帝 龙夜灵 仍然没有入睡 在他的身边 一位老太监 垂手而立 正是私里兼掌印太监 全德安 为何不做 龙夜灵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全德安恭敬道 在陛下面前 哪有奴才做的地方 龙夜灵听到这句话 似乎有所感触 不由得叹了口气道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最忠于朕的那个 始终都是你啊 全德安道 老奴为陛下干脑涂地 在所不惜 龙夜灵又叹了口气 双目盯住竹影摇曳的宫灯 低声道 他居然抗之不尊 全德安道 已经出宫去了 至今仍然没有回来 龙夜灵道 他是不是对朕产生了怀疑 全德安轻声道 应该不可能 为何你不让人追出去 趁着这个机会将他一网打尽 龙夜灵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 全德安道 今晚的事情实在是有些蹊跃 以他的武功内力 本不该受创如此之重 若是派人追赶出去 只怕会中了他的圈套 而且我们的计划就会完全暴露 龙夜灵道 机不可失 师不再来 全德安道 他没有那么简单 匆匆离宫 应该是感觉到有些不妙 担心我们会趁着他虚弱的时候下手 现在咱们最大的优势在于 他并不知道陛下体内的毒已经肃清 他已经无法掌控陛下的生死 龙夜灵握紧双拳 脸上的表情显得极度纠结和痛苦 不杀雌贼 真实不罢休 全德安道 陛下还需多几分忍耐 天机局和十万羽灵铁位 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铲除此人 必须先将这两方控制住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龙夜灵咬牙切齿道 忍忍忍 你让朕忍耐到什么时候 朕这个皇帝处处受到此烟贼的撤掷 在朕的宫中 朕甚至想自由呼吸一口气都不能 全德安道 最迟一年 老奴深信 可以将此恶贼连根拔起 马车在青灰色的天空下缓慢行径 胡小天将车帘掀起了一角 向外面望去 东方天地交接的地方 颜色变得越来越淡 大片的白 将地平线的轮廓强调的异常分明 渐渐温暖的紫色出现在这空白中 迅速填补了空白 紫色的底部变得越来越红 最后又幻化成金黄的颜色 一轮红日挣扎了黑夜的束缚 终于透出了地平面 胡小天转脸望去 鸡飞花靠在车厢的另外一边 似乎已经睡去 黑发如云堆积在尖头 肌肤娇艳如雪 温润如玉的面庞上 隐隐透出红韵 胡小天眨了眨眼睛 倘若不知道她的来历肯定会认为眼前就是一个女人 脑海中回忆起鸡飞花昨夜 微风八面杀伐果断的场面 和眼前这个柔弱娇媚的形象成为一天一地的对比 鸡飞花却在此时突然睁开了双眸 明澈如水的眼睛盯住了胡小天的双目 胡小天有些心虚地将头捶了下去 鸡飞花道 你盯着咱家看了半天 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胡小天这时方才知道 自己刚才的举动并没有瞒过鸡飞花 他慌忙解释道 小天只是关心大人的伤情 绝无其他的想法 鸡飞花看到他紧张的表情 不由得笑了起来 当真是笑颜如花 明艳不可芳物 胡小天暗叹妖孽 难怪当今皇上龙夜灵 被他迷了个七婚八素 如此妩媚妖娆的人物 即便是男人看到也不免心动啊 胡小天不禁有些担心了 长此以往 自己的兴趣一样 该不会在潜移木画中改变吧 马车已经进入皇宫的范围 鸡飞花正经微作 脸上再不见丝毫的 妩媚妖娆之气 双目冷酷如冰 沉声道 明月宫 你不会待得太久 咱家答应你 尽快将你调离出去 胡小天听他阴雨了这件事 不由心中窃喜不已 明月宫乃是非之地 他实在不愿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多谢大人 鸡飞花画风一转又道 只是你还需先为咱家做一件事 大人只管吩咐 鸡飞花递给他一瓶丹药 这里面有七颗药丸 你每天将其中一颗混入他的饮食之中 做完这件事 你就算完成了在明月宫的使命 胡小天心中一惊 脱口道 小天斗胆问一句 这里面是什么 鸡飞花道 你只需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其他的事情 不用多问 胡小天虽然心中并不情愿 可是在鸡飞花的面前也不敢顶撞 将那玉瓶收了起来 看来鸡飞花终究还是对文雅起了杀意 刚刚救了她的性命 现在又要杀她 回到明月宫已经是第二天正午 新来的几名太监宫女齐齐过来相见 对胡小天这位明月宫的总管都表现得非常尊敬 胡小天先问了文雅的状况 听说她已经醒了 只是目前蒋皇后正在里面探视 胡小天想了想还是没有进去 先去探望了宝宝 敲了敲房门 里面无人应声 推门进去之后 方才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 胡小天心中大害 还以为宝宝遭遇了不测 慌忙叫小太监过来询问 问过之后 方才知道宝宝一早被人接去了淋浴殿 胡小天一听就火冒三丈 林婉这个女人真是胆大妄为 且不说宝宝自己不想回去 现在宝宝重伤未遇身体虚弱 必须要静养 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 她曾经领教过林婉的毒辣手段 再想起宝宝对她惧怕的神情 胡小天心如火燎 恨不能两肋生出双翅 瞬间赶到淋浴殿 将宝宝解救出来 胡小天风急火燎的赶到了淋浴殿 迎面遇到了淋浴殿的太监宫女 他们似乎对胡小天的到来 早已有了准备 笑眯眯招呼道 胡公公来了 娘娘在里面等着你呢 胡小天冷冷扫了这帮宫女太监一眼 大步走入淋浴殿内 耳边听到抚琴之声 宛如高山流水及其悦耳 淋浴殿内只有灵婉 身穿红绿色长裙 独自坐在琴台之上 专注抚琴 似乎并没有留意到胡小天的到来 胡小天暗骂灵婉装逼啊 看人真的不能只看表面 灵婉美貌如花 可实际上却是心如蛇蝎 胡小天一心牵挂宝宝的安危 哪还顾得上欣赏灵婉的情谊 大声道 胡小天参见灵昭义 灵婉手指一动 停下抚琴的动作 鱼鹰鸟鸟鸟 一双嫩白的手掌覆盖在琴弦之上 倾刻见声息全无 灵婉悠然叹了一口气道 胡公公 难道觉得本宫的情意不佳吗 缘何要打断本宫抚琴 胡小天道 小天此来所谓何事 灵昭仪心中 应该明白 灵婉呵呵笑道 本宫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你不说 我怎能知道 胡小天道 把宝宝交出来 灵婉的手指提起 跟琴弦呛的一声音波传出 随之震动的周边空气嗡嗡作响 一双美眸杀气凌然 胡公公难道不懂风月 本宫好心为你抚琴 你却不知好歹 胡小天道 在下从来都不懂得什么所谓的风月 焚情主贺的事倒是常干 不如我也来吹奏一曲 和灵昭一来个情色和名如何 灵婉微笑道 你若是不在乎他的死活 只管事事 绷紧的琴弦张到了极致 嘣的一声从中断裂 灵婉豁然站起身来 一双凤幕之中 两道利剑般的光芒 向胡小天逼势而来 胡小天冷笑道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既然灵贵妃有要求 我就只能满足你 她抽出复苏笛 凑到唇签用力吹响 对于灵婉这种阴险毒辣的女人 绝不可以轻易受她威胁 他们彼此都掌握了对方的弱点 现在比拼的 就是谁的心肠更硬 谁的手段更硬 若是心存半点的犹豫和仁慈 就只会受制于人 灵婉在胡小天吹响傅苏笛的刹那 双手扬起将两根银针插入自己的涅布 双足在地上重重一顿 身躯宛如一道绿殿猛然扑向胡小天 此举大大出乎胡小天的意料之外 想不到灵婉竟然有了克制傅苏笛的方法 他随手操起一旁的椅子 照着灵婉迎头砸了过去 撕破脸皮的最大好处 在于根本无需顾忌对方的身份和地位 大家谁都不干净 谁怕谁呀 灵婉一掌拍落在椅子上 将座椅打得四分五裂 胡小天却趁着他拍打座椅的功夫 身躯倒退到抱住前 双手反转 双足急登 竟然背身攀圆 抱住而上 瞬间已经爬升到抱住的顶部 嘴上片刻不停 吹得口沫横飞 可今儿复苏敌意 似乎完全失去了效用 灵婉根本没有半点反应 灵婉腾空而起 扬起左手 五指之上全都带着金刚直套 宛如鸟爪般张开 直奔胡小天的面门抓来 胡小天以玄冥阴风爪应对 手腕一沉 爪面外翻 绕过对方的钢爪 抓向灵婉的脉门 两人在半空之中 连续拆了五招 以快打快 胡小天的背脊紧贴着抱住 在交手的同时 围绕抱住螺旋下降 相对而言 灵婉的功力 显然还要高出他一筹 两人的双足 同时落在石地之上 胡小天忽然一仰手道 暴雨离花针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灵婉吓了一跳 就是迟疑片刻的功夫 被胡小天找到可趁之际 一脚狠狠踢在他的小腹之上 不是胡小天不懂得怜香惜玉 可眼前这位绝对不能留情 灵婉疼得闷哼一声 身躯向后退出一仗有余 旋即再度揉身而上 双手乍分乍合 五指上的金刚纸套脱手 击射而出 胡小天看到纸套来势凶猛 慌忙闪身躲在暴住之后 只听到嘟嘟嘟嘟 声音不绝于耳 金刚纸套深深射入暴住之中 胡小天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哎呀这娘们儿 当真是野味难寻呢 他大声道 且慢 我有话说 林婉怒道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胡小天藏身在暴住之后 笑道 你好歹也是大康昭仪 形象那是必须要顾及一些的 说话一定要温柔 文雅 方才能够讨得陛下欢心 这不用我教你吧 张口放屁 闭口放屁 哎呀难怪皇上要把你打入冷宫 林婉咬牙怯齿道 请日必将你这烟贼错骨扬灰 方解我心头之恨 胡小天道 哼杀了我 你体内的毒素恐怕这辈子都无法清除干净 再说凭你的功夫也没有杀了我的本事 林婉嘴上虽然说得很毒 可是他并没有继续禁忌 胡小天的这番话并没有夸大其词 真要是打起来 他略占上风 但是想要杀掉胡小天也没有那么容易 林婉道 你给我出来 胡小天笑道 哎呀 林昭仪此言诧异 我出不出来 要由我自己做主 不是你想让我出来 我就出来 小天虽然地位卑贱 可男人的这点自尊还是有的 你越想让我出来 我就偏不让你如意 林婉羞脑交加 气得满脸通红 咬牙切齿道 燕贼 终有一日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把皮抽筋方解心头之恨 胡小天死时缓缓从抱住后献出身来 笑眯眯望着林婉道 小天自问没有得罪昭仪的地方 爱之深恨之切 昭仪对我难道产生了非分的想法 若真是如此 千万要断绝这等念头 你是昭仪 皇上的小老婆 真要是动了春心 有了不守妇道的想法 那可是要抄家灭族的 你自己找死就算了 千万别连累我呀 林婉气得蹊跷生烟 放屁 今日我就要了你的性命 胡小天笑道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们打下去 无非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谈 林婉道 跟你没得谈 胡小天道 林昭仪既然跟我没得谈 那就是嫌我不够资格 那皇后如何 够不够资格 倘若皇后不够 皇上的分量总该够了 对了 皇上好像还不知道 他有位便宜岳父 更不知道他的这位岳父大人姓洪 闭嘴 林婉坚声道 胡小天呵呵笑道 小天早就跟林昭仪说过 我就是一块破破烂烂的瓦片 林昭仪何苦跟我拎不清过不去 也不怕辱没了您的身份 林婉气得胸口起伏不已 自己怎么遇上了这么一位背懒人物 拎不清 你小子才是个拎不清的麻烦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 胡小天所说的的确很有道理 自己跟他闹下去 绝对逃不到好处 而且胡小天并非是他首先要铲除的对象 想起自己的重要使命 林婉瞬间冷静了下来 望着胡小天嬉皮笑脸的无赖模样 忽然警醒 这小子根本在存心激怒自己 林婉道 你不是瓦片 我也不是瓷器 可真要是惹火了我 本宫一样可以不惜代价 和你玉石俱焚 胡小天道 不求同生 但求同死啊 哎呀 小天何德何能 居然被昭仪如此眷顾 林婉已经识破了他的用意 知道他存心激怒自己 心态反倒平和起来 微笑道 算上宝宝 本宫还赚上一个 胡小天道 她是你的妹子啊 你难道真忍心对她下手 表面上 虽然嬉皮笑脸 可心中仍然不免有些担心 林婉这女人阴险毒辣 惹火了她 只怕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林婉道 本宫在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亲人 她也未曾将我当成亲人 否则 又怎会将本宫出卖 胡小天 你若当真顾惜她的性命 你就乖乖为我做一件事 胡小天道 说来听听 林婉向她招了招手 胡小天对这女人一点信任感都没有 担心她会对自己突尸杀手 虽然朝她走了几步 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林婉嘴唇一撇不屑道 胆小鬼 害怕本宫吃了你吗 胡小天道 俺娘说了 女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魔鬼怪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如此 让我见到漂亮女人一定要离得远一些 林婉明知她在胡说八道 可听出这句话也在恭维自己漂亮 自然是心中大悦 看到胡小天生的鼻指口方眉清目秀 心中暗叹 哎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居然是个太监 林婉哼了一声道 哼你一个太监 没有女人会对你感兴趣 她回到擎台前坐下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打开之后 里面仍然是个盒子 层层叠叠 一共打开了五个盒子 献出里面豆腐块大小的一个锦盒 胡小天看到她将这锦盒包裹的如此严密 料想其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林婉小心翼翼将那锦盒拿了出来 递给胡小天 里面是什么呀 胡小天将锦盒放在掌心 隐约听到沙沙的声音 这声音分明来自于锦盒内 林婉道 一些小虫子 你可千万要小心了 一旦放了出来 后果很严重啊 胡小天原本还要打开一关的念头 听她这样说 赶紧将小盒子放下 咱俩好像不熟啊 没必要送这么大一份礼给我 林婉一双媚眼泛起秋波 本宫送出去的东西 哪里还有还回来的道理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将这小盒子里的东西 洒在文雅的床榻之上 事情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开启的方法 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了 胡小天道 你跟她多大仇啊 内心中不禁为文雅的命运 暗暗感到忧虑 先是鸡飞花给了她一瓶药丸 让她分成七天 放在文雅的饮食内 现在林婉又让她将毒虫 洒在文雅的床榻上 看来文雅 已经成为多方首要铲除的对象 林婉道 你无需过问 你只需要记得一件事 若是明天这个时候 我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你就等着替宝宝收尸吧 胡小天怒到威胁我 林婉道 不是威胁是实话 你若不信 大可跟我赌一赌 胡小天道 我怎么知道宝宝就在你的手里 她投鼠忌气 只能想着先稳住林婉 争取见到宝宝 确保她性命无忧 林婉道 明天你就会知道 本宫一向耐不住性子 若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本宫绝对会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胡小天抿了抿嘴唇 重新将那盒子拿起 怒视林婉道 你也给我记住了 若是你胆敢跟我玩花样 宝宝哪怕少了一根寒毛 我都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林婉微笑道 宝宝总算没有看错你 果然情深义重 胡小天我不怕告诉你 从我进入皇宫之后 就早已当自己是个死人 你帮我做成这件事 从此以后 咱们划清界限再无纠葛 我还会帮助你和宝宝离开皇宫 从此以后你们比翼齐飞 过上双宿双息的小日子 胡小天对林婉的话是一点都不相信 无奈宝宝被林婉掌握在手中 唯有先答应下来 将她先行稳住 然后再考虑解救之法 至于她让自己做的事情 拖得一天是一天 反倒是文雅的情况有些不妙了 鸡飞花想要对付她 现在林婉也要对付她 这位文才人莫非犯了太岁 搞得一个个都要处置而后快 黄昏时分 胡小天方才回到明月宫 蒋皇后已经走了 听说文雅已经苏醒 胡小天马上进入宫内探望 文雅恢复的速度 远远超乎胡小天的想象 昨晚还人事不行 今天居然已经可以下地自如行走 胡小天来到宫室内的时候 文雅正在窗前画案之上 静静看着那幅蜜蜂彩花图 这幅画正是文博元所绘 也是当初她想要送给安平公主 龙熙月的礼物 可是因为胡小天的一番画 龙熙月拒收 胡小天没想到文雅 居然一直将这幅画留着 在她看这幅画虽然画得不错 可也不是什么绝世无双的真品 将气十足 毫无创意 却不知文雅为何望着这幅画呆呆出神 文雅道 你去了哪里 她的声音有些冷漠 胡小天必中就轻道 刚刚蒋皇后在 所以小的不方便进来 在外面回避 文雅道 我是说 昨晚 昨晚 小的护送姬公公回去 回来的时候太晚 担心惊扰文才人休息 于是在寺院局睡了 胡小天当然不会把实情全都倒出来 文雅悠然叹了一口气 姬公公怎样了 本公还没有当面谢谢她的救命之恩呢 胡小天悄悄观察文雅的表情 发现她双颊飞红 艳若逃离 哪里还有丝毫的病态 想起昨晚鸡飞花对她的评价 心中越发感到奇怪 文雅究竟是谁 难道她果真是一个 深藏不漏的高手 不然何以在大病之后就恢复得如此之快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文雅道 今天宫里新来了不少的宫女太监 本宫连一个都不认识 小天也不认识 为何不见宝宝 淋浴殿的林昭仪将她接回去休养了 听说是蒋皇后同意的 文雅点了点头 本宫有些口渴 你去帮我倒一杯茶过来 胡小天应了一声转身帮她去倒茶 往茶壶内放茶叶的时候忽然想起鸡飞花交代的事情 下意识摸了摸那个药瓶 可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没有将药丸取出来 端着茶壶来到文雅身边 先给她倒了一杯 文雅指了指一旁的椅子道 你坐下 陪我喝杯茶 胡小天暗存 文雅让自己喝茶是假 担心自己在茶壶中动手脚是真 此女啊疑心太重 而且智慧超群 只可惜无论你如何聪明 鸡飞花已经对你产生了杀念 你的命运只怕断然是难以改写了 望着文雅美丽的容颜 忽然想起在青云和乐瑶相聚的种种 心中顿时感到不忍 即便文雅不是乐瑶 若是让她亲手将她除去 终究还是不忍下手 此时一名宫女进来询问文雅 晚善的事情 文雅摆了摆手道 本宫什么都不想吃 你们都去吧 没有我的吩咐 谁都不可以进来 宫女应声离去之后 文雅让胡小天去将宫门关上 看着胡小天喝了那杯茶 方才放心喝了一口 轻声道 你将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对我说一遍 胡小天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把昨天鸡飞花救治她的经过 大概说了一遍 文雅听完 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似乎将信将疑 她起身道 小天 你随我来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胡小天跟着她走入内庭 文雅随手将维曼放了下去 胡小天一颗心怦怦直跳 却不知文雅想要做什么 难不成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又或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要跟自己分享 文雅指了指自己的卧榻之下 轻声道 小天 你帮本宫将床下的箱子取出来 胡小天按照她的吩咐 从床下拉出了一个两尺见方的箱子 文雅入宫之时 带来了不少的嫁妆 这一箱子应该是其中的一个 箱子上了锁 锁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密码锁 在文雅的指点下 胡小天将同锁打开 掀开箱盖 里面还是一个箱子 胡小天不由得想起今天 临晚给他那个盒子的情景来 难不成这里面也放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里面的箱子乌沉沉的 并不起眼 胡小天将盒子抱了出来 上面并未上锁 紧紧贴了一张黄色的符纸 文雅道 打开 胡小天心中不由得有些犹豫了 这里面是什么呀 文雅冷冷道 你只管打开就是 总之对你没有任何的坏处 胡小天硬着头皮将箱子打开 只觉得一股腥臭直冲鼻翼 没等他看清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觉得眼前惊心乱冒 四肢酸软 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胡小天此时方之上当 身体竭力向后挪动 想要离开这毒气的范围 挣扎着挪动了几步 却见那黑色铁箱内密密麻麻的红色毒蟹爬了出来 瞬间已经爬到了他的双足双腿之上 胡小天心头大害 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下场 他惊呼道 贱人你居然害我 铁箱中的红色毒蟹宛如潮水般向外蔓延 可是来到文雅身边的时候却绕行过去 在他的身边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 文雅连不轻移毒蟹纷纷避让 看他娇媚无双的容貌显得楚楚可怜 却可以让毒蟹为之害怕 此女完美地诠释了何谓蛇蟹美人 文雅冷笑道 胡小天本宫对你一直多番忍让 可是你却对我一再苦苦相逼 居然联合鸡飞花那烟贼害我 胡小天眼看着那红色毒蟹已经爬到了自己的腰间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颤声道 此话怎讲 我绝无加害你的心思呀 文雅向前走了一步 蹲下身去 掀手伸入胡小天的腰间 一把将格囊扯了下来 从中取出鸡飞花交给胡小天的那个瓷瓶 拧开木塞 倒出红彤彤的七颗药丸 哼 赤阳焚鹰丹 是不是鸡飞花让你在我的饮食中下毒 胡小天道 我不知这是什么 我也没在你的饮食中下毒啊 他虽然知道这七颗丹药有毒 但是根本不知道名字 想不到文雅居然闻了闻味道 就能够叫出名字 足见眼前的文才人绝非寻常人物 更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乐瑶 文雅冷笑道 你没有机会了 他忽然伸出手去 捏住胡小天的下颌 将七颗赤阳焚鹰丹 全都塞了进去 胡小天拼命挣扎 怎奈手足酸软无力 刚一抬起手指 就有毒鞋狠狠遮了他一口 胡小天想要呼救 嘴巴却被文雅堵住 只感觉到一股火辣辣的热流 顺着他的喉头滑落 他的胸腹如同被烈火焚烧 极度痛苦让他的双目变得赤红 文雅缓缓站起身来 向后退了一步 红色毒蝎 已经蔓延到胡小天的胸口 他悠然叹了口气 翘脸之上竟然没有半分怜悯之意 我本不想杀你 毕竟你曾经多次救过我 可是你竟敢连同外人屡次坏我大忌 胡小天听他这样说 心中震惊不已 目次欲裂道 你是乐瑶 你人何会如此歹毒 文雅呵呵笑道 我从来都不是乐瑶 倘若你硬要说我是 本宫就是 红色毒蝎已经蔓延到胡小天的咽喉处 胡小天在地上翻滚挣扎 试图以这样的动作将毒蝎压死 可惜徒劳无功 翻滚之中一物从他的胸膛中掉落出来 却是灵满给他的那个锦盒 胡小天此时命悬一线 脑海中只记得灵满最后的交代 他抓住那个锦盒用力左旋了两下 然后右旋一下 锦盒枪的一声展开 锦盒那一道光柱直冲而来 耀眼的光芒刺的胡小天睁不开眼 金色光柱随即弥散开来 却是成百上千个金色的小飞虫从中飞了出来 它们纷纷向红色毒蝎飞扑而去 原本潮水般爬行的毒蝎仿佛经历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纷纷从胡小天的身上撤退 没命的返回那铁箱 可是金光点点 轻刻间将毒蝎笼罩 毒蝎遭遇那金色的飞虫竟然没有招架之力 唯有迎警待宰 文雅美丽绝伦的翘脸上也呈现出极度惊恐的表情 那金色小虫从她的鼻孔耳阔眼睛纷纷钻入她的体内 文雅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已经被金色的飞虫笼罩 胡小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她闭上眼睛堵住耳朵 鼻孔却是无法顾及 金色小虫从她的鼻孔钻入其中 胡小天的呼吸却是灼热如火 那小虫刚一进入便受不了这灼热的气息转身飞出 多数小虫扑向了文雅 地面上的红色毒蝎片刻之间 竟然被金色小虫着实殆尽 飞虫的体积在短时间内似乎变大了许多 原本如同沉泻 现在大的竟然如同牛蒙一般大小 金色毒虫攻击文雅的同时 不忘相互残杀现场恐怖之急 胡小天的身体在赤阳焚鹰丹和毒蝎的共同作用下已经麻木 居然没什么痛苦感 只是感觉胸腹之间似乎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这火焰由内而外似乎要将她的身体点燃 她双腿盘膝 按照李云聪教她的心法口诀开始调息运气 试图用内吸将这股体内的邪火排浅出去 笼罩在文雅周身的金光越来越盛 文雅的焦躯在金光中急速旋转 随着她的旋转 一股股无形的寒气向周围摧发出来 室内的温度迅速降低 凌冽的寒气辐射向四面八方 她的双手渐渐变得水晶一般的透明 在虚空中挥舞披盏 幻化出万千残影 冰魄修罗掌 突然降低的温度 让金色飞虫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慢 他们的翅膀渐渐凝结长霜 终于无法支持他们在空中的飞行 一支支坠落下去 文雅的衣裙在低温下变得异常脆弱 随着她的动作 竟然变成冰尘般散去 玲珑浮屠的郊区 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随着冰魄修罗掌的进程加深 她的皮肤肌肉竟然呈现出 半透明的质地 双眸变成了蓝幽幽的色彩 内息自丹田摧发 形成一股霸道至极的气旋 这股气旋 斜裹着寒流横扫她的全身经脉 逼迫已经进入体内的金色飞虫 退出她的身体 胡小天望着眼前的一幕震撼莫名 虽然鸡飞花此前已经提醒过她 文雅绝非普通人物 可是她仍然没有想到文雅的武功 竟然强大到如此的地步 看着文雅美轮美奂的铜体 简直就是这世上绝美无伦的艺术品 胡小天体内的灼热感 越发强烈起来 室温迅速下降到冰点以下 而胡小天来自体内的灼热感 却没有因为气温的下降 而有丝毫的缓解 她感觉自己体内的每一寸 正处于烈火的焚烧炙烤之下 金色浮光点点从文雅的耳鼻中飞出 然后又被文雅周身散发出的 悬阴寒气冰封麻痹 一只只飞虫坠落下去 空中的金色飞虫越来越少 文雅体内的金光也在逐渐减少 毒虫逐一被她逼迫出来 其中有一只金色飞虫 在剥杀多名同伴之后 体型增大如同蜜蜂 似乎也承受不住文雅 经脉中寒冷之气 循着经脉游走到文雅的掌心 文雅右手将头顶的发簪拔了下来 锋利的尖端在左手的脉门处画下 一道触目惊心的裂口出现在她的手腕上 阴红色的鲜血 沿着雪白的凝脂育 鼓鼓流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只金色的毒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从文雅左腕的伤口中飞出 还没有来得及逃离到安全的地方 就已经被冷冽的玄银寒气凝固 文雅双眸之中 幽蓝色的光芒如同冷剑 取得那金色毒虫 输然一掌拍击出去 一掌将金色毒虫拍得粉碎 内力提升到最高点 她的身体变得越发通透 在她的心脏部位 可以见到数十点金色的光芒闪烁 光芒大约米粒般大小 却是那金色毒虫 在逃离她的经脉之前 在她的体内 留下了虫卵 文雅的俏脸之上 流露出惊恐之极的表情 胡小天双掌伸开 掌心向天 头发一根根树立而起 紧闭的双目猛然睁开 已经通红如邪 脸上的肌肉不停抽搐 原本英俊的面孔 扭曲变形 她的肌肤变得通红 牙齿发出咯咯声响 胸膛有节奏的向外鼓掌 感觉自己如同一个 濒临爆炸的球 胡小天热到了极点 文雅却是冷到了极致 林婉对着同镜 慢慢梳理着长发 望着同镜中的自己 黯然神伤 她似乎从镜中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庞 唇角露出不能置信的笑容 猛然转过身去 果然看到了 站在自己阴影中的鸡飞花 林婉的双眸中 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因为激动 声音变得也有些颤抖了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肯过来见我 鸡飞花的表情却冷若冰霜 声音漠然道 为什么要插手明月宫的事情 林婉脸上的笑容 因她的这句话而收敛 我还以为你是特地过来看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不要再招惹胡小天 难道我的话你听不到 林婉扬起俏脸 缓步走向鸡飞花 一双美眸之中闪烁着失落的泪光 你居然为了一个小太监而来 你居然为了一个太监呵斥我 鸡飞花忽然探出手去 一把就握住了林婉的咽喉 妖娆妩媚的俏脸之上杀鸡引线 贱人 你给我听着 倘若你胆敢坏我大事 休怪我不念昔日的情分 林婉被她饿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她即将窒息的时候 鸡飞花放开了她 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林婉趴扶在地上 捂着猴头不停干咳着 好半天方才缓过气来 相比肉体的创统而言 内心的伤感和痛苦更是煎熬 鸡飞花的冷酷和无情 让她泪如雨下 鸡飞花道 你怎样将那宫女带来 就怎样将她送回去 以后绝不允许你涉足明月宫 更不允许你插手胡小天的事情 林婉用力咬了咬唇 只感到心如刀割 她恨恨点了点头道 在你心中 我的地位竟然连一个太监都不如 鸡飞花没有说话 看着林婉悲痛欲绝的表情 目光总算出现了丝毫的软化 轻声道 我只是不想你过多地牵扯其中 林婉含泪道 你明明知道 我可以为你去死 你却为何对我如此冷酷无情 你知不知道 自从我得知你不惜损耗内力去救那个贱人 我有多担心你 你昨晚不知所踪 我便彻夜未眠为你祈祷一夜 你今日平安归来 我一颗心方才落地 这世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 鸡飞花淡然道 杂家心领了 听到杂家这两个字 林婉的心中又如同被人狠狠捅了一刀 他咬牙切齿道 我从未求你给我什么 你只需对我好一点 哪怕是对我露出一丝笑容 我就心满意足 鸡飞花道 我这次前来并不是想听你说这些东西 不让你涉足明月宫也是为你好 文雅绝不简单 林婉道 你明明知道他受伤之事可能是个圈套 为何还要不惜损耗内力救他 鸡飞花道 红北墨和须弥天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林婉道 我不清楚 唯一知道的就是谢龙背叛了须弥天 追随了红北墨 鸡飞花眯起双目 须弥天 我听说在苗疆曾经有过一个短暂而辉煌的王国 林婉道 嗯 蓝月国 他们信奉母系 以女人为尊 擅长使用毒物 现在的五仙教 就是王国败落之后的一只 鸡飞花道 有没有听说过 万毒灵体 林婉点了点头 双眸中流露出惊恐的光芒 听说过 蓝月国主的选拔如同炼制毒虫的过程 优胜劣汰 据说国王能够掌握一种方法 挑选合适的肉体 利用各种毒物和药物淬炼 然后 可以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这具肉体内 通过这样的办法 可以保持肉身不灭 长生不死 鸡飞花道 确切地说 死去的是肉身 可是功力和意识 却能够通过新的肉体进行延续 有些类似西域教法中的转世灵通 林婉不知鸡飞花为何会提起这件事 狄声道 据说蓝月国最后的一任女王 就是修成了万毒灵体 可是在她将自身意识转移到灵体的时候 遭遇攻击 结果功亏一篑 自此以后 这世上便失去了万毒灵体的修炼方法 鸡飞花道 不知须弥天 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不可能 这世上不会再有人能够修炼长弓 文雅的身体 拢上了一层白色冰霜 她的心跳却变得越来越剧烈 意图将附在心脏内壁的金色虫卵震落下去 可是冲卵却始终牢牢吸附其上 无论她怎样努力都没有半分松懈 文雅的美眸中充满了惊惧 就在此时 胡小天在怒吼声中站起身来 望着文雅绝美的铜体 她的喘息变得越发剧烈 一双血红虎木竟似乎要完全燃烧起来 情况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就算她不会被内火焚身 也会因为经脉爆裂而死 周身的经脉如同蚯蚓爬行 此起彼伏显得极其诡异可怕 文雅在她嘴里强行塞入了七颗赤阳焚鹰丹 这种丹药专门克制玄冷阴煞之气 鸡飞华之所以让胡小天将此渗入文雅的饮食中 就是因为她怀疑文雅本身具有悬阴至极的内功 之前的被冰破修罗掌锁伤很可能是她伪装 也只有利用这样的苦肉剂 方才能够骗过众人的眼睛 演示她拥有悬阴内功的事实 赤阳焚鹰丹名字虽然霸道 可却是一种慢性毒药 每天一颗绝无异状 七颗丹药配方不同 先将药性积累在体内 等到服下最后一颗的时候 药性方才完全引发 鸡飞华形势缜密 她对文雅是否拥有悬阴之功 也没有确然的把握 所以利用这种方法 想在不知不觉中将文雅控制住 即便是她拥有再强大的悬阴之功 一旦赤阳焚鹰丹融入她的血脉 也可以将文雅的悬功破去 只是鸡飞花考虑事情摆密一书 她没有料到文雅会突然对胡小天下手 胡小天甚至没机会下药 就被文雅强迫吞下了赤阳焚鹰丹 而且胡小天是一次扶下了七颗 然后又被毒蝎是要蝎毒质阳 所以胡小天才会产生这种烈火焚身的感觉 他试图用李云聪交给他的无相神功 将体内奔腾咆哮的内火震住 可惜徒劳无功 此时胡小天心中 只想着找到一个寒冷的地方降温 文雅周身弥散出的悬阴寒气 如同磁石一般将胡小天吸引了过去 胡小天一步步走向文雅 文雅仍然在努力将体内的虫卵逼出 他的心跳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 虫卵已经深深嵌入他的心肌之中 仿佛融为一体 文雅似乎看到自己悲惨的命运 血影金毛 他不知胡小天从何处弄来的 如此极品毒虫 虽然他可以用已因克扬的方法 将长虫逼出 但是面对已经深入心脏的虫卵 他无能为力 想要阻止虫卵的复苏孵化 剩下的唯一办法 就是将心脏一通冰封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 他的生命也将同时进入休眠状态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 无异于自寻死路 文雅凤雾元争 绝望谈到 难道我须弥天注定命断于此 胡小天倘若听到文雅的这番话 只怕要惊得连舌头都吞下去了 眼前的文雅不是乐谣 竟然是有着天下第一毒师之称的须弥天 其实就算胡小天清醒的时候 听到文雅的这句话 也不会相信 更何况此时他头脑昏昏沉沉 文雅正在万念居灰之时 忽然感觉到身躯被人从身后紧紧抱住 对方的身体就像一团火焰 灼热异常 除了胡小天还有哪个 他柳眉倒树 想起自己如今的惨状 全都是败了胡小天所赐 心中怒急 用力挣脱开胡小天的怀抱 扬起右掌狠狠拍在胡小天的胸膛之上 文雅虽然用尽力气 但是在经历这场大劫之后 他为了将体内的血影金毛逼出去 内力已经损耗了大半 这一掌的威力竟然不到全盛时期的三层 尽管如此 仍然一掌将胡小天批的身躯倒飞了出去 胡小天的后背撞击在屏风之上 将屏风撞了个稀巴烂 其实屏风原本并没有如此脆弱 但是文雅利用内力逼出血影金毛的时候 体内悬阴寒气 将周围温度降低到冰点以下 周围的物品质地受到影响 变得不堪一击 胡小天并没有因为文雅的这一掌 感到痛苦 反而感觉一股寒气渗入他的体内 即将膨胀爆裂的胸膛 清凉舒爽 一阵畅快 各位听友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文雅批出这一掌之后 心口剧痛 他闷横一声 感觉内心似乎就要炸裂开来 捂住心口秀眉平起 绝美风姿 甚至胜过西子捧心 一道阴影遮住了他的眼眸 文雅忍痛抬起头来 却见刚刚被他击倒的胡小天 转瞬之间 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前胸的衣巾完全撕裂 敞开 露出一身健美的肌肉轮廓 双目盯住他的胸膛 目光灼热而疯狂 英俊的面孔也因扭曲而变得 猙獰可怕 文雅摇摇嘴唇 强迫自己忘记心口的疼痛 左手的脉门 因为刚才的动作 伤口崩裂开来 鲜血不停滴落在 结满冰霜的地面上 宛如红眉绽放 显得格外娇艳 有种无法形容的七雁之美 文雅倾尽全力 一拳向胡小天的下河打去 意图一拳将他积晕在地 可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极具损耗的内力 让文雅的动作变形而迟缓 胡小天睁开血红的双目 手如鸟爪 一把就将文雅的手腕给抓住 强大的握持之下 文雅的手腕流出了更多的鲜血 文雅抬腿向他踢去 胡小天不等他踢到自己的身上 已经一把将他推了出去 文雅腾云驾舞般飞了出去 落在摇床之上 后脑重重撞在床头 眼前惊心乱冒 胡小天宛如风魔一般 轴身飞扑而上 不等文雅从床上爬起 双手将文雅的手腕压在床榻之上 膝盖抵在文雅双腿之间 强迫他的身体 摆成了一个标准大字 文雅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 全都暴露在胡小天的眼前 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感 让他就要发狂 胸腾因为竭力挣扎而向上挺力 却和胡小天灼热的身躯 紧贴在了一起 望着胡小天充满邪火的双目 文雅颤声道 放开本宫 胡小天望着文雅 愣了一下 文雅以为这丝终于开始恢复了理智 可是看到他的目光在片刻的清明之后 马上又陷入了迷惘之中 心中觉得越发恐惧 拼命挣扎 可是因为巨大的功力损耗 而使不出正常状态的异常力量 无法成功挣扎 无法成功挣脱开胡小天的束缚 无奈之下 唯有将所有的玄音内息 酝酿于肺腑之中 猛然向胡小天的面部吹去 胡小天的面孔在千刻之间 笼上了一层冰霜 如同有人在他的头上 套上了一个透明的面罩 文雅也因为这最后的抗争 耗去了全部的内力 躺在那里剧烈喘息着 胡小天脸上的冰霜 很快就被他灼热的体温所融化 英俊的面旁再次献出了清晰的轮廓 水滴从他的发烧滑落到额头 顺着他的面颊 一滴滴落在文雅 洁白无瑕的胸膛之上 胡小天的目光追逐着水滴的轨迹 他的目光被文雅胸前悬挂的 遗物所吸引 却是一个雕工精美的盘龙玉佩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可旋即目光右边的迷惘 重新迷失在狂热之中 文雅道 胡小天 你这混账 看清本宫的样子 我不是乐瑶 他的内心开始感到恐惧 啪 胡小天仰起手掌 照着文雅的面孔 就是狠狠的一巴掌 玉鹤南田的脸上 不见丝毫怜香惜玉之情 文雅不知他是否丧失了本性 被他这一巴掌打得头昏脑胀 可旋即就感觉到胡小天 灼热的身体猛然扑向了自己 在他的记忆之中 胡小天从未表露出如此的强大和野蛮 本以为完全掌控主动的他 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变得前所未有的虚弱和无力 在已经迷失本性的胡小天面前 竟然没有抵抗之力 七颗赤阳焚音丹的药效 在胡小天的体内完全发挥 如同冲天火焰 从地底深处直冲雪山之巅 胡小天感觉体内的邪火烈焰 即将把自己点燃引爆 他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宣泄爆发 文雅也以冰冷麻木的郊区 即将陷入冰封沉睡 却因着咆哮的地底烈焰 而再度复苏活跃起来 原本冰死的绝望 似乎感受到新生的到来 正如每一次的新生 都伴随着阵痛降临 文雅身体的复苏 也在阵痛中开始 也以麻痹的躯体 竟然开始违背他的意志 一开始的时候 他试图以冰冷的风动 拒绝着澎湃汹涌的灼热 可是他体内的悬阴寒气 在胡小天摧枯拉朽的 狂暴热潮的攻击下 顿时就变得溃不成军 他的意识和理智 不停提醒自己要抗拒挣扎 可是他的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接受顺从 他的潜意识中 渴望这份温暖和灼热 正如胡小天暴力狂热的内息 急需一个阴冷的所在 宣泄平复 攻击与挣扎 抵抗与放弃 灼热异常的暖流 沿着文雅的经脉奔行 他的心脏在急剧跳动 深深植入心肌内的血影 精毛的虫卵 在卵壳内开始蠕动挣扎 疼痛让文雅越发抱紧了 胡小天的身躯 他感受到来自对方 强大的冲击力量 虫卵一颗颗脱离了 他的心机 以阳克阳 治阳的毒物必须要用治阳的手段 胡小天的强大阳气 竟成为他目前排除体内 精毛虫卵的唯一可能 也许这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结束 夜风从明月宫隔窗的缝隙中吹入 临窗书案上的画卷翻动了一下 然后悠悠荡荡落在了地面之上 画面上一只蜜蜂正在花蕊之中辛勤劳作 烛光摇曳 鲜艳的花朵栩栩如生 似乎听得到蜜蜂的英宁花蕊的颤动 黑暗会让万物归于沉寂 可黑暗又是一次崭新复苏的开始 熄灭的宫灯重新点燃 深无寸缕的文雅走下摇床 焦躯在烛光下似乎蒙上一层晶莹的柔光 美得让人窒息的长腿之上 斑斑点点的落红如同落鹰纷飞 文雅的脚步显得有些蹒跚 她顾不上穿上衣服便提气调息 凝指般的左肩锁骨处突然现出一个凸起 这凸起不停起伏 被文雅的内息逼迫至左臂 又沿着左臂的经脉一点点移动 终于在她的脉门伤口处显出头来 金光闪闪一条小拇指粗细的金色蠕虫 从她的脉门处爬行而出 文雅右手抓起锦盒 迅速将金色蠕虫渗入盒中 血影毛王 吸取无数赤蝎毒素 又搏杀数千同类 躲过文雅体内悬冷至阴真气的绞杀 又经过极热质阳真气的锤炼 方才孕育成形 这条血影毛王的体内不但混合了文雅的真气和鲜血 而且还有另外一人的精血 也唯有这种千年不遇的机缘 方才造就了一条如此邪恶的毒虫 文雅慢慢穿上衣服 披上黑色雕球 一张俏脸在黑色雕球的对比下显得越发苍白 如冰如霜 冷枯异常 她的摇床之上 胡小天赤身裸体 安然高卧 居然发出香甜的憨声 文雅一双美眸充满杀鸡 她一步步向床边走去 扬起右手 手掌在轻刻之间就变成半透明的质地 手掌周围弥散出丝丝冷气 杀其凌冽如刀 目光落在胡小天赤裸的身体上 苍白的俏脸因为羞愤而泛出些许的红意 手掌如刀 慢慢凑近胡小天的咽喉 只要她一掌麾下 胡小天必然伸手一触 死亡临近 胡小天却浑然不觉 仍然沉睡不醒 文雅的目光现出几分犹豫 手掌极度举起 又几度落下 脑海中却突然变换出 让她脸红心跳的影像 终于 她还是摇了摇头 喃喃道 今日暂且留下你的向上人头 我要让你活下去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胡小天在睡梦中惊醒 外面传来焦急的呼救声 是火了 快来救火 胡小天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却见窗外红彤彤一片 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身上 竟然全身赤裸 身无寸驴 脑海中依稀记得曾经发生的事情 忽然想起自己还在明月宫内 难道稀里糊涂地爬到了文才人的床上 胡小天吃惊非同小可 一咕噜就从床上翻下去 却因为过度惊慌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借着外面的火光 依稀看清周围的陈设 这里应该是她自己的房间 胡小天这会儿功夫 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摸到自己的衣服穿好 此时脑子中才慢慢回复了一些清明 她实在搞不清自己 究竟怎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脑海中仍然不停闪烁着温柔以泥的画面 耳边还回荡着荡人心魄的喘息 她实在想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小天不敢想也无暇去想 拉开房门 却见明月宫的大殿火光冲天 整座大殿已经完全陷入熊熊大火之中 胡小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文雅 她大吼一声向明月宫的方向跑去 加入到救火的队伍之中 观望的人群中 有一双明澈的眼睛 眺望着胡小天的背影 看到胡小天一无反顾地冲向火场 目光中居然现出一丝欣慰 趁着众人没有注意 她转身走入夜色之中 走到无人之处 足间轻轻一点 如同一朵青云般落在高高的宫墙之上 居高临下 木然回首 最后回望一眼火光燃烧的明月宫 唇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 胡小天 终有一天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月宫的大火在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方才扑灭 对于明月宫藏出不穷的灾祸 皇宫内早已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了 自从这位文才人入主明月宫后 明月宫的厄运就接连不断 听到明月宫焚毁的消息 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长舒了一口气 也许明月宫的厄运就此结束了 大火之后开始清点现场 明月宫除了胡小天幸免于难之外 包括文雅在内的其他工人全都失踪 因为火势太猛 只剩下了部分的骸骨 拼凑之后可以断定是七具 对照失踪的人数 文雅和刚刚被派来明月宫的三名宫女三名太监 初步得出的结论就是 文雅和这六名宫女太监全都死于火灾之中 胡小天绝不相信文雅会死 虽然昨晚的记忆有些错乱 可是他仍然断断续续的记得一些事 将那些事拼凑起来 大概能够推演到发生了什么 有一点他能够确定 自己绝不可能走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肯定是有人将他送了回去 然后一把火烧了明月宫 他无法确定的是 自己和文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脑海中的那些画面 耳中回荡的那些动人心魄声音 究竟是自己的幻觉还是现实 不过这货在小便时候 偷偷给自己做了个检查 私藏许久的命根子 应该有使用过的痕迹 自己的东西自己还是了解的 死无对证 所有的人证物证复之一句 别人想要查出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实在是难于登天 至于胡小天对昨晚的事情 闭口不谈 他只说自己回来后就遭到了冷遇 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文才人 更不知道火灾因何发生 还好这帮侍卫对他只是口头询问 并没有验身检查 否则肯定能够找到不少的疑点 有些事是清清楚楚发生过的 比如他身上还留着被蝎子遮过的痕迹 又比如他的胸膛和肩膀上 还留着不少清晰的牙印和吻痕 事实上从文雅照他进入明月宫 一直到文雅设计放出毒蝎 强行将七颗赤阳焚鹰丹 塞到了他的嘴里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以后的事情就变得支灵破碎了 胡小天认为文雅没死 在他的心底深处 也不希望文雅死于这场大火之中 对于一个想要害死自己的人 本不该拥有这样的慈悲心 可胡小天总觉得事情 并不是自己记忆中那么简单 朦胧中的一些记忆 始终困扰着他 文雅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 那些汹涌而出的毒虫 究竟又该怎样解释呢 明月宫的这场大火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前来 慕容斩 鸡飞花 全德安 文成焕这些重要人物先后来到现场 无论这些人本来的目的如何 这场大火的发生都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文太师在国杖的位置上 屁股还没污热 干女儿就死了 在人前 这位老太师表现的还是伤心异常 全德安在一旁劝慰 就连鸡飞花这位对头 也过去虚情假意的安慰两句 表面上虽然都做出同情万分的样子 可有人是感同身受 有人却在心底乐开了花 作为明月宫唯一的幸存者 胡小天自然抹不去最大的嫌疑 多数人怀疑他跟纵火有关 免不了接受了一番盘问 慕容斩的那帮手下 在明月宫内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居然在明月宫的院子里 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文雅的亲笔所写 也是一封绝笔信 在信中写道 文雅因为入宫之后灾祸不断 更因为皇上在明月宫发病 所以感到自己是个不祥之人 于是觉得内疚不已 了无生去 所以决定一死谢罪 这封信的最大作用 就是文雅承认火是他放的 他是自焚而死 不过他死了就死了 为何还要带上无辜的宫女太监 胡小天明白 这是要灭口 免除后患 至于自己在别人眼中看来 是因为住在外面的独立小屋之中 方才躲过了一场死劫 可胡小天心中知道 文雅之所以没有杀自己 十有八九 跟自己脑子里的那些 一针一换的影像有关 莫非老子在半梦半醒之中 真把这位才人给啪啪了 胡小天无论怎样努力回忆 也记不起昨晚的细节 有种猪八戒吃人参果的遗憾 还没尝到什么味道 自己的第一次稀里糊涂的就丢掉了 事情如果真要是像自己想象中那样 自己应该没占什么便宜 非但没占什么便宜 反而是吃了大亏 老子是人生第一次呀 鸡飞花在现场也没有和胡小天说话 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几眼 现在显然不是询问详情的时候 全德安也没跟胡小天说一句话 不过他看胡小天的眼神 明显带着一股冷意 看得胡小天心中不禁有些发毛 倘若没有文雅留下的那封信 恐怕他这次就算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其实即便是他能够洗清嫌疑 善离职守这个责任也是逃脱不了的 想起接下来的追责 胡小天的心中不免忐忑 文成焕看完那封文雅留下的遗书 这位老太师哭得更是垂胸顿足 一边抹泪 一边向胡小天望去 目光之中充满怨毒之色 将丧女之痛全都算在了胡小天的头上 胡小天不敢和他对视 慌忙低下头去 暗存文成焕该不会将这件事迁怒于自己吧 此事应该不会稀里糊涂的翻过去 文成焕必然不肯善罢甘休 何睦悄然来到胡小天的身边 轻轻咳嗽了一声 把胡小天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唤醒 胡小天如梦初醒般拱了拱手道 何公公 有何吩咐 在这样的场合下 素兰以笑命虎著称的何睦 也显得格外严肃 低声道 提督大人让你不要害怕 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胡小天心中暗叹 鸡飞花分明是在威胁自己 不要乱说话 更不要将他出卖 悄悄向鸡飞花望去 却见鸡飞花和全德安两人 正站在废墟前谈得热切 不知两人说些什么 胡小天交代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当然是避重就轻 其实他本身也是一头雾水 具体发生了什么 最清楚的那个人肯定是文雅 他的这些证词对于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并无任何的帮助 反而平添了不少的谜团 请示慕容展之后 获准暂时返回私院局等候消息 回去的路上 留意到有两名侍卫远远跟着他 显然他已经被重点监控了 心情变得越发沉重起来 回到私院局 昔日的那帮手下虽然看到他仍然恭敬行礼 可行礼过后大都匆匆离去 不再像往日那般跟在后面 阿依奉长 极尽讨好之词 正所谓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胡小天也不是第一次经历 明月宫失火之事传得沸沸扬扬 按照皇宫中的惯例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涉事太监肯定是要追责的 所有人都明白 胡公公这次遇到麻烦了 而且是大麻烦 这种微妙时刻 谁也不会傻到主动向胡小天 靠得太近 保不齐就会被连累进去 胡小天的心态超人一等 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反常 先视察了一下私院局各部 然后又浏览了一下最近的账目 忙完这些事情 已经接近正午 出门采买的史学东回来了 按照以往 史学东至少要在外面 潇洒到黄昏时分 方肯回宫 可今儿不同 明月宫失火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恨不能第一时间 就去那里看个究竟 他在宫内的地位 全都仰仗胡小天 若是这位结拜兄弟 出了什么事情 他以后在宫中的日子 也就难熬了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若是胡小天被打落尘埃 他这个跟班肯定要跟着摔得鼻青脸肿 可明月宫那边已经被大内侍卫封锁起来 寻常人等 不得入内 以史学东的身份地位自然无缘进入 他只能强行安耐住一颗不安的心 首先履行自己的职责 即便是出宫才买 也没了昔日放风的悠闲自在 虽然那帮供货商排着队挡着请客 史学东也无心应酬 办完事情就匆匆赶回了皇宫 听说胡小天已经回来 史学东内心稍安 他来到胡小天的房内 一脸庆幸道 哎呀兄弟 看到你平安无事 我这个当哥哥的也就放心了 胡小天点了点头 并没多说话 手中握着的那杯热茶已经变冷 刚刚他一直都在呆呆出神 想着待会儿如何去应对那帮人的质询 此时方才觉察到 自己已经在房内发呆了老半天 史学东极有眼色 上前拎起茶壶道 茶凉了 我去给兄弟续些热水过来 胡小天道 不必了 东哥 你先坐下 我跟你说点事 史学东抿了抿嘴唇 在胡小天对面坐下 胡小天道 明月宫昨晚失火 文才人和六名太监宫女 全都陨于大火之中 整个明月宫 唯独我幸免于难 那是兄弟 福大命大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史学东拍马也显得有气无力 胡小天淡然笑道 是福是祸 还很难说呀 虽然文才人留下一书 可以证明这场火是他一手所纵 但是 我身为明月宫的管事太监 也是难逃其责 史学东关切道 那是不是 上头要罚你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 来得 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胡小天摇了摇头道 暂时还没有 可我估摸着 肯定不会轻饶于我 史学东倒吸了一口冷气 唇亡齿寒 若是胡小天出了事情 他以后在皇宫中的日子就难过了 以他的性情 在寺院局仗着胡小天的权势地位 私下里也是横行霸道 若是落了难 难保那帮小太监不会倒打一耙 他低声道 既然火是文财人放的 跟你就没什么关系 皇上也会声明大意 胡小天呵呵笑道 他哪有时间管一个小太监的死活 明月宫的这场火 虽然是文财人所纵 可文太师未必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更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 想起文成焕刚才那愿读的眼神 胡小天不禁心中一寒 史学东道 那不是还有权公公 不是还有姬公公保着你 胡小天道 你以为他们肯为我去得罪当朝太师 史学东也觉得没有任何可能 黯然叹了一口气道 事情不会那么坏吧 至多就把你的职位给免了 胡小天道 他现在只顾着伤心 目前还顾不上追责 等他情绪平复 或许就到了跟我算账的时候 史学东道 他女儿烧了房子 凭什么找你算账 胡小天道 开始见到那封遗书的时候 我也是心头一松 以为事情水落石出 我的责任可能就会少一些 可越想事情就越不对头 文雅已经死了 文成焕贵为太师 你以为他会让女儿背负 焚烧明月宫的罪名吗 史学东摇了嘴唇 假如是我 我也不肯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所以无论明月宫的这场火灾 是天灾还是人祸 最终都得要有一个人 出来承担责任 我思来想去 最适合背黑锅的那个人 就是我 史学东道 可是 胡小天道 东哥 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大麻烦 可是刚才在失火现场 全德安和鸡飞花都没有跟我说话 不方便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跟我划清界限 别说他们 即便是私院局的这些小太监 也听到了风声 看出了苗头 他们刻意跟我保持距离 史学东道 我不管别人 咱们是兄弟 天塌下来 我陪你一起扛着 胡小天道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真要是倒霉 没必要拉着你一起 假如我遇到了麻烦 你帮我去紫兰宫说一声 就说 小天答应公主的事情 做不成了 史学东听到这里 有种大祸降临的感觉 鼻子一酸 眼圈都红了 他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 对了 小公主 上次皇后找你麻烦 就是小公主帮忙解决的 不如去找她 胡小天道 小公主不在皇宫 其实就算她在 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我估计这次的事情可大可小 具体怎样 还要看文太师的意思呀 说到这里 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道 胡公公在吗 胡小天和史学东对望了一眼 史学东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胡小天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起身走了出去 拉开房门之前 不忘对史学东道 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交代的事情 史学东用力点了点头 虽然姬飞花通过和睦 向胡小天传话 让他不要害怕 可胡小天仍然不相信 姬飞花肯为自己去得罪文成焕 他对自己的地位认识的很清楚 只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 无论文雅是死是活 他皇宫中的生涯已经告一段落 换句话来说 自己也完成了鸡飞花交给自己的使命 失去了拥有的价值 至于全德安 应该更不可能出面保自己 他让自己保护文雅 而现在自己并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更何况全德安和文成焕 本来就是同一战线 假如文成焕想要追责 全德安应该不会为自己说话 更不会为了自己去得罪当朝太师 门外站着两名大内侍卫 看到胡小天也没有行礼 脸上表情严峻道 慕容统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胡小天心中明白 肯定是要追究自己的责任了 文雅的那封遗书 已经将事情说得很清楚 现场也没什么可调查的 胡小天微笑道 劳烦两位大哥带路 胡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 来到慕容展的办公地 不过这次回来 并没有见到慕容展 据说慕容展 仍然在明月宫处理事情 两名侍卫直接把胡小天 请进了西北角的小屋 这小屋是用来临时 关押遗犯的地方 六尺建方 只有一扇房门和外界相通 胡小天进去后 房门就被人从外面锁上 房间内黑乎乎不见五指 胡小天明白 自己是被关了禁闭 世道临头怕也无用 狭小的空间内没有任何家具 胡小天盘膝坐下 回忆着昨晚的一切 将知灵破碎的记忆拼凑起来 他应该看到了盘龙玉佩 可是记忆非常的模糊 当时他的注意力 专注在那对美好的胸膛上 反倒忽略了这件极其重要的东西 如果他没有记错 盘龙玉佩 应该是他在青云之时 亲手交给乐瑶的信物 如果一切并非幻象 那么文雅就是乐瑶 可是乐瑶为何突然拥有了 这么强大的武功 又为何对昔日曾经有恩于 他的自己痛下毒手呢 胡小天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对小寡妇不错 为何他对自己却藏得如此之深 回想起昨晚内伙焚身的情景 仍然有些害怕 身上被毒蝎遮咬的痕迹仍在 提醒他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七颗赤阳焚鹰丹 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危害啊 反正暂时出不去 还不如抛去杂念 修炼一下无相神功的心法 胡小天拿定主意 开始按照李云聪传给他的心法修炼 他修习无相神功也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没什么静静 可每次修炼之后 都会感觉到神清气爽 烦恼进去 就算不是什么厉害的心法 也应该有养生的效果 胡小天双目紧闭 开始默默调膝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刚一调膝 丹田气海处就生出一股暖融融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晰 旗下三寸 如同蓄日升起 随着调膝的静长 旗下变得越来越热 胡小天还以为 是赤阳焚鹰丹的残余药效在起作用 他在武功修为方面 虽然不深 可是也明白 应当将药力散发到全身经脉 最终把体内的热毒全都排除出来 尝试着将这股热量 从丹田气海散入经脉之中 几经尝试却徒劳无功 明显感觉到旗下形成了一个热乎乎的气旋 在不停旋转之中迅速成长壮大 越来越热 胡小天内心已经慌忙徐徐收回内息 试图结束 可是灼热的气旋 已经引发就无法控制得住 小腹越来越胀 胡小天慌忙间拉开了衣服 却见自己的旗下隐约透出红色光芒 将肚皮也照成了半透明 甚至可以看清肚皮上血脉的流动 胡小天后悔不迭 这下麻烦了 萤火烧身 好端端的练什么武功啊 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给玩死了 就在他感觉到腹中灼热难忍的时候 肚脐眼的位置 突然感觉到有股冷气冒出 因为体内突然出现的异状 他的真气险些走差 胡小天慌忙收敛心神 闭上眼睛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幻象 仿佛看到一条奔腾咆哮的熔岩之河 狂涌而至 另外一条充满浮冰的河流 缓缓从对面奔流而至 两条河流在即将交汇的地方 形成一个漩涡 冰与火 红与蓝 旋转交融 速度越来越快 形成的漩涡越来越大 漩涡上方 蒸腾起大量的水雾 胡小天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沐浴在水雾之中 漩涡的底部越来越深 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黑洞 随着转速的加快 黑洞也变得越来越大 黑洞终于打通了对面的疆界 耀眼夺目的白洞从黑洞之中透射进来 冰与火 水与雾 光明和黑暗 全都交汇在一起 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胡小天的丹田汽海 终于打破了闸门 冷热混杂的气流奔涌而出 涌入他的奇经八脉 突破一层又一层的阻碍 胡小天的经脉瞬间被拓展开来 先是感到疼痛 然后在冷热交替的内吸作用下 变得麻木 周身经脉起伏不停 犹如千万条蚯蚓在他的体表 如动爬行 酥酥麻麻 感觉非常惬意 气息在经脉中的运行越来越顺畅 热冷交替的感觉渐渐变淡 两者交融成为一体 如木春风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感觉到 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气流运行了三个周天 胡小天将内吸重新汇流入丹田汽海 睁开双目 一双虎目在暗处灼灼声光 他竟然可以清晰看到室内的一切 固然和适应了黑暗的环境有关 也和他修炼无相神功 终有小成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但是视力有所提升 连他的听力也敏锐了不少 虽然身在室内 可是可以清晰听到外面的动静 人和人之间的低声交谈 走动发出的脚步声 甚至风吹树叶 微风摆动花草的声音 全都清晰传入耳内 李云聪曾经对他说过 假如无相神功修炼小成之后 可以让人的感知能力大大增加 胡小天心中暗息 此时听到外面一阵 由远而近的脚步声 有人恭敬称呼道 慕容统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推断出应该是慕容展来了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 门锁打开之后 慕容展出现在门外 冬日的午后 阳光并不强烈 但是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胡小天 仍然有些承受不住 胡小天眯起双目望着慕容展 慕容展背着双手 慢慢走进了房内 黑暗中慕容展的那双灰色眼睛 竟然发出蓝灰色的光芒 很少人知道慕容展拥有一双夜眼 他的视力在黑暗 要比白天更加敏锐 慕容展望着胡小天的面孔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 他仍然可以清晰看到 胡小天脸部的每一个细节 不知什么原因 他总觉得胡小天和过去 似乎有些不同 但是又不知道这种不同究竟在哪里 胡小天道 慕容统领 此来是要放了我吗 心中却明白 马上释放自己的可能性并不大 慕容展道 胡公公还是安心在这里待着 明月宫的那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还要看皇上的意思 胡小天道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 文才人留下的那封信 也已经承认明月宫是他纵火焚烧的 慕容展叹了口气道 文太师已经仔细看过那封书信 确认 那封信 乃是伪造 胡小天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是五雷轰顶 他当然明白 如果将那封信定性为伪造 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慕容展道 我过来只是想问你一句 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胡小天心中充满着愤蛮 他望着慕容展道 慕容统领 就算我说不是我写的 有人相信吗 会不会有人帮我向皇上说明此事 慕容展的目光充满了同情 其实明月宫失火的事情并不复杂 文雅留下的那封信 已经承认这场火 是他一手造成 但是太师文成焕 已经否认那封信是文雅清笔所书 也就是否认文雅放火焚烧明月宫的可能 于是最大的嫌疑又落在了胡小天的身上 而那封本该为他开脱罪名的遗书 反倒成了胡小天 欲盖弥彰的罪证 慕容展道 目前并无确实的证据 可以证明你和这场火灾有关 他的这句话包含着两层意义 一是字面上的意思 暗藏的还有一层 也没有证据表明 你和这场火灾无关 现在文成焕坚决否认那份遗书的真实性 等于将胡小天推到了绝境 搞不好是要被砍头的 至于将胡小天弄到这里来暂时看管起来 也是在文成焕的要求下 胡小天道 慕容总管费心了 慕容展道 你放心吧 在皇上没有决定这件事如何处理之前 你只管安心在这里待着 他转身向身后侍卫道 给胡公公拿一床被褥过来 一日三餐好好招待 胡小天道 慕容总管 我想求您一件事 慕容展点了点头 我想见姬公公一面 慕容展道 等我见到他会为你转达这件事 他说完便转身离去 房门在他的身后关闭 侍卫们重新上了锁 胡小天再度回到一片黑暗之中 他真这么说 鸡飞花望着花瓶中的辣梅花 慢条丝里道 李言道 文太师已经认定那封信不是文才人所写 刚才示威们去寺院局 搜查了胡小天的房间 从中找到了一些平日所写的账目单据 刑部的翟先生已经将字迹对比过 认定那封在明月宫发现的遗书 就是胡小天的笔记 鸡飞花呵呵笑了起来 伸出手指 从梅花上捏下一片花瓣 翟广木号称眼力大康第一 任何的赝品在他眼中都无所遁形 他的话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 李言道 大人 胡小天当真胆大包天 居然敢放火焚烧明月宫 还模仿文雅的笔记 伪造遗书 鸡飞花道 他为什么要焚烧明月宫 害死文雅 又为何要伪造遗书 李言道 此人狼子野心 绝非善类 依属下看 他是因为胡家落难 近身入宫 进而对皇上产生了怨气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以报复皇上当初对胡家 抄家降罪之仇 鸡飞花手指夹着花瓣 在笔艺前闻了闻 轻声道 那是何人派他去的明月宫 一句话就将李言给问住了 他不是答不出 而是不敢回答 当初正是鸡飞花 安排胡小天去了明月宫 鸡飞花道 这些事情如果都是他做的 那么就算傻子也会想到 他的背后有人指使 你说 这个人是谁 李言额头冷汗 速速而落 他摇摇嘴唇 竟然不敢回答 说鸡飞花的声音风轻云淡 但是却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夷 李言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鸡飞花的目光根本没有看他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 那份遗书是真的 文成焕那个老匹夫否认到还罢了 妇女一场 不想女儿背上放火焚弓的罪名 翟广木居然睁着双眼说瞎话 目的何在 你告诉我 他们的目的何在 李言颤声道 他们想让胡小天背了这个黑锅 李言啊李言 你真是让咱家失望 没有脑子 居然连胆子也没有 他们不是想让胡小天背黑锅 而是想让咱家背这个黑锅 你说是不是 李言连连点头 鸡飞花道 看来你不是不明白 你既然都明白 为什么要说刚才的那番花 他将那只蜡梅从花瓶中抽出 说 伴随着一声力喝 蜡梅的花瓣激扬而起 翻飞在虚空之中 凌冽的杀气逼迫的李言 睁不开双眼 磕头如捣蒜 属下知错了 属下知错了 鸡飞花望着手中光秃秃的蜡梅之道 摘广木既然已经老眼昏花了 那双眼睛留着也没用 你现在就帮我转告他 是 去吧 李言从地上狼狈爬起 如是重负般逃了出去 随后走进来的是何木 他向鸡飞花抱拳行李道 属下参见提督大人 鸡飞花道 他听得怎么样了 启禀提督大人 胡小天已经被慕容展带走 关押起来 看来文太师是要追究他的责任 鸡飞花道 权德岸那边有什么动静 何木道 没什么动静 他已经返回了承恩府 鸡飞花翘起兰花指 轻轻抚弄了一下腮边的长发 老狐狸 看来这次是铁了心 要弃足了 何木道 提督大人 我听说文成焕正在联络群臣 准备明日入朝面圣 鸡飞花道 老调重谈 这老东西是要参我呀 何木微笑道 提督大人无需担心 他们动不了您 只需及时铲除后患 自然不会牵累到您的身上 鸡飞花的表情显得有些冷淡 你在劝我尽早灭口 何木点了点头道 明月宫事情已了 胡小天也已经失去了他的价值 如果继续留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鸡飞花道 胡小天的事情 咱家自有安排 没有我的吩咐 任何人不得对他下手 是 鸟进宫藏 兔死狗烹 胡小天的感觉变得越来越不好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永远走运 他一直游走在鸡飞花和全德安之间 想要左右逢源 现在终于尝到了苦果 明月宫的这场大火彻底打破了平衡 自己成为弃足的命运 或许无法更改 更麻烦的是 自身处于风浪的中心 却完全被动 没有反手之力 夜幕降临的时候 有侍卫送来了晚饭 虽然很丰盛 四菜一汤 还有一壶美酒 胡小天看着这精美的菜肴 非但没有食欲 反而感到有些害怕了 这种桥段他过去在书中 经常可以看到 韭菜越好 代表的意义就越是不好 送菜过来的侍卫笑咪咪道 这些韭菜是提督大人 特地让人送来的 胡小天首先想到的 就是杀人灭口 现在文成焕将矛头指向自己 接下来十有八九 是向鸡飞花发难 鸡飞花应该是为了免除后患 要将自己铲除 胡小天望着韭菜愣在那里 低声道 哪位提督大人 那侍卫压低声音道 当然是鸡公公 胡小天心中暗叹 鸡飞花果然势力庞大 连大内侍卫之中也有他的人在 他点了点头道 这位大哥辛苦了 您先去休息 等我吃完了再叫你 提督大人说了 一定要我看着你 将这些韭菜吃完 胡小天心中暗骂 吃你妹呀吃 鸡飞花呀鸡飞花 你果然够歹毒 明月宫失火的事情尚无定论 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下手杀我 胡小天笑道 这位大哥您也辛苦了半天 那借着鸡公公的好酒好菜 不如咱们喝上两杯 交个朋友如何 那侍卫笑道 这些韭菜是提督大人特地为你准备的 我怎么敢吃 快吃吧 你吃完 我也好回去交差 胡小天心中原本还有一线希望 可如今看到眼前情景 已经彻彻底底绝望 鸡飞花根本不给他机会 一定要杀他灭口 胡小天心中一痕 鸡飞花呀鸡飞花 你既然不仁 休怪老子不易 龙潭虎穴也罢 刀山虎海也罢 既然已经被逼到了绝路 今日 我就来个蝶血皇城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老子杀得一个 就是赚上一个 胡小天笑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侍卫笑眯眯将托盘放在地上 做了个手势道 胡公公请慢用 胡小天点了点头 身躯忽然启动 闪电般冲了上去 一把就锁住那侍卫的咽喉 意图扭断那侍卫的脖子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播讲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可胡小天还没有来得及动手 就听到外面一个奸细的声音道 胡小天 你这小子果然是 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 说话的人正是鸡飞花 他身穿黑色工服 外皮深紫色披风 静静站在门外 望着里面突然发难的胡小天 一双凤幕之中 充满细血之意 那侍卫吓得面如此灰 他压根也没有想到胡小天的身手 居然如此利落 胡小天的左手扣住侍卫的猴头 右手从他的腰间 将腰刀枪的一声抽了出来 虽然明知自己绝不可能是 七飞花手下的义和之将 他也要亡命相搏 死也要轰轰烈烈 绝不能束手待毙 鸡飞花叹了一口气 一步步走了过来 胡小天用手中明晃晃的钢刀指着他 全神戒备 鸡飞花走入房间之后 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而是一公身 从地上的托盘内将那壶酒拿了起来 在杯中倒了一杯酒 仰起头一饮而尽 轻声道 三十年轿藏的玉瑶春 你这小子真是没有眼光 胡小天此时方才相信 啊 这韭菜中根本没有下毒 应该是自己太过敏感 误解了鸡飞花的意思 他抿了抿嘴唇 把钢刀随手插回到侍卫的刀壳内 然后慢慢放开了侍卫的咽喉 侍卫死里逃生 吓得满头冷汗 他本想说什么 可是看了看鸡飞花 又把话咽了回去 鸡飞花道 你先出去吧 让我们单独探探 那侍卫乖乖退了出去 胡小天脸皮有些发烧 自己刚才的举动 本来也无可厚非 可是判断失误 被鸡飞花抓了个正着 有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嫌疑 他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话来 大人勿怪 形势所迫 小天实在是有些紧张了 鸡飞花笑了起来 咱家若是和你异地相处 说不定也会做出 和你一样疯狂的事情 他倒了杯酒 递开了胡小天 胡小天接过那酒杯 心中还是有些介意的 鸡飞花明明刚刚喝过 老子再喝 岂不是等于 跟一个男人间接接吻 不过这货还是把心一横 喝了下去 鸡飞花道 咱家做事向来光明磊落 我若想杀一个小太监 也无需花费这么大的心思 杀就杀了 何须理由 胡小天道 小天自知地位卑微 在皇宫之中无足轻重 可就算是死 也想死得明明白白 不能窝窝囊囊地被人给冤枉死 鸡飞花道 这世上有两件事 多数人都搞不明白 大部分人搞不清楚 自己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同样 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死 哼 其实 何必要刨根问底呢 有些事 根本是不需要原因的 他揭开壶盖 对着酒壶 一连喝了几口 然后又将酒壶递给胡小天 胡小天心中暗骂 你呀变态呀 干嘛总让老子喝你剩下的 老子喝你的口水真是硌影 心里这么想 可酒还是不敢不喝 刚才以为鸡飞花要杀自己 所以豁出一切 誓死如归 可现在事情又突然出现了转机 发现鸡飞花并没有杀自己的意思 于是又赶紧装孙子低头 敬酒不喝 总不能等着罚酒 这次喝了个底朝天 鸡飞花道 其实这壶酒 有毒 胡小天内心咯噔一下 眨了眨眼睛 哈哈笑道 提督大人 真会开玩笑 鸡飞花道 咱家从不开玩笑 这壶酒里面下了五不断肠毒 那您还喝 胡小天笑容明显变得僵硬了 鸡飞花道 咱家内功身后 喝了毒酒 把他逼出来就是 凭你的内功喝了之后 免不了长川渡烂的结局 胡小天此时脸色已经变了 鸡飞花所言非虚 以他的武功 就算是毒酒 他喝了也不会有事 自己就麻烦了 他慌忙攻下身去 把食指伸入猴头 能抠出一点是一点 几经努力 胡小天终于呕了出来 室内顿时充满了一股浓烈的酒气 鸡飞花望着这丝的举动 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恶心 捂着鼻子道 你还真是恶心的 咱家虽然从不开玩笑 可偶尔 也会说一两句谎话 这么明显的谎话 你居然也会相信 胡小天被鸡飞花弄得欲哭无泪 这伙擦了擦嘴巴 帝都大人 我都惨成这个样子了 您就别玩我了 其实胡小天绝非傻子 他也猜到这酒中无毒 鸡飞花再无聊 也不会无聊到陪自己喝毒酒的份上 之所以装出这副窘态 真正的目的 还是批鸡飞花一笑 虽然酒中无毒 可是无法断定鸡飞花 到底对自己有无杀念 鸡飞花道 文太师说 文才人的那封遗书 是你写的 胡小天此时已经完全镇定了下来 鸡飞花应该没想过要杀他灭口 不然不会费这么多的周折 更不会亲自来探自己 他反问道 大人以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鸡飞花道 倘若不是你写的 那么就是文才人自己亲笔所写 既然了无生趣 又为何要留下这封遗书 是不是有画蛇天足之嫌 胡小天道 也许是为了避免连累到他的家人 鸡飞花呵呵笑道 千强至极 就算他烧了明月宫 多数人也不会有人想到他的身上 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欲盖迷章 胡小天道 提督大人这么一说还真是有些奇怪呢 鸡飞花意味深长地望着胡小天道 为何唯独你会没事 这封信在杂家看来 好像不是为文家开解 而是为你开解 胡小天暗叹 哎呀 鸡飞花实在是太精明 想瞒住他真是很难 可就算再难 也不能把一切都道出来 胡小天道 小天也想不通 他停顿了一下道 其实小天见命一条死不足惜 最怕的就是连累了大人 毕竟是大人派我去的明月宫 若是有心人以此为由制造是非 恐怕会给大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到时候 小天就算是万死 也难辞其咎了 鸡飞花的表情忽然转冷 你是在提醒咱家 还是在威胁咱家 胡小天道 小天不敢 其实是想讨好大人 没想到这几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 鸡飞花文言不经网耳 他摇了摇头道 哼 制造是非 咱家倒要看看什么人胆敢制造是非 咱家派你去明月宫 又如何 谁又有证据可以证明这场火是你放的 胡小天道 大人明鉴 明月宫大火跟我毫无关系 鸡飞花瞪了他一眼道 你急着辩白什么 咱家若是不相信你 为何要来此和你相见 你且把心收在肚子里 咱家不会让任何人动你 无论鸡飞花说的这句话是真是假 胡小天内心中都是一阵感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人也是这么回事 相比冷漠的全德安 想要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甚至不惜利用自己对付鸡飞花 鸡飞花表现的却是无谓的担当 明明知道形势对他不利 仍然选择保护自己 是为知己者死 但冲着这一点 以后就倒向鸡飞花 哼 全德安的全德安 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以后啊 出卖你没商量 当然胡小天也明白 鸡飞花救自己也不是那么单纯 肯定自己对他还有用处 还有剩余价值没被榨干 哼 管他呢 能被人利用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只要能够好好活下去 任贼作父 我也无所谓 鸡飞花正准备离去的时候 却见两名太监匆匆忙忙赶了过来 鸡飞花看得真切 这两人全都是在宣威公伺候皇上的 这两名太监也没有想到鸡飞花会在这里 黄王上前见离 其中一人急匆匆道 鸡公公大事不好了 皇上突然龙体欠安 腹腾难忍 鸡飞花吃了一惊 什么 是否请了太医 已经请过去了 可皇上的病情复杂 太医们束手无策 而是皇上想起了胡公公 照胡公公过去救驾 嘿 救驾这个词都用上了 可见不是小事 传道桥头自然值 柳暗花名又一村 胡小天发现自己的运气 还没有走到尽头 就算鸡飞花没有出手相帮 自己也会逢凶化吉 龙夜灵发病非常突然 晚膳之后 原本在听乐师弹琴 可突然小腹痛如刀脚 慌忙召太医过来诊治 几名太医为皇上诊脉之后 也开了一些方计 可是皇上服用之后 疼痛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了 大康三大医馆 玄天馆是皇室最信任的一个 但是目前玄天馆主任天晴 并不在康都 之前前来皇宫坐枕的秦宇童 也因为外出采药 暂时联系不上 因为皇上此次发病突然 他最为信任的玄天馆一系的高手 都不在皇城 所以只能推而求其次 除了几位太医之外 还特地请来了三大医馆之一 一元堂的大当家李义峰 谈其李义峰死人 胡小天早在没有前往青云之前 就和他多次打过交道 自从前往青云围观之后 他和李义峰就再也没有见过 此次在宫内重逢 两人的遭遇和当初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李义峰仍然是一元堂的当家 而胡小天却从昔日的尚书公子 变成了皇宫中的一个小太监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皇宫中相见 即便是昔日相识 也不敢轻易寒暄 李义峰和胡小天彼此交递了一个眼神 算是打了招呼 对胡小天的医术 李义峰是亲眼见识过的 看到胡小天过来 心中也是一松 如果皇上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这帮郎中 全都要跟着倒霉 胡小天虽然年轻 却是身怀绝技 能够想起胡小天 全都是因为皇上在明月宫突然发病 胡小天帮忙出主意 为他解除病痛的缘故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 几位太医加上一元堂的大当家出手之后 龙夜灵的病痛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有加剧的迹象 龙夜灵自然想起了胡小天 这帮太医此时也全都是惶恐不安 假如皇上有了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也保不住向上人头 除了李义峰之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胡小天是何许人物 更不明白皇上在这种时候 缘和会想起个小太监 鸡飞花带着胡小天来到宣威宫 刚走入宫殿内就听到龙夜灵痛苦的呻吟声 胡小天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倒霉皇帝的肾结石又犯了 心中非但没有感到担心 反倒有些窃喜 龙夜灵病得真是时候 只要我解除了你的病痛 就是你的恩人 你呀总不能恩将仇报 龙夜灵疼得在床上辗转反侧 一旁蒋皇后紧紧握住她的手 满脸愁容 看样子连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皇上您忍一忍 已经派人去请仁先生了 龙夜灵捂着肚子惨叫道 胡小天 把胡小天给朕 赶紧给找来 胡小天在一旁 听到他高呼自己的名字 心中喜不自胜 脸上拿捏出惊慌失措的神情 快步来到龙床旁边 哎呀呀 吴皇陛下 小天来迟 望陛下恕罪 龙夜灵疼得满头大汗 产生道 少说废话 朕 朕腹痛难忍 可能是龙精作祟 你 你快帮朕看看 胡小天听他说出龙精这个词 差点没笑出声来 说你压胖 你就喘 毛的龙精 还真把自己当成真龙天子了 结识罢了 简皇后听到龙夜灵 口口声声叫着胡小天的名字 就感到奇怪 这小子又不是郎中 皇上发病 为何口口声声念叨着他 再看鸡飞花和胡小天一起过来 心中一窦顿声 难道皇上跟胡小天也有一腿 女人多疑且善度 简皇后尤为严重 狠狠瞪了胡小天一眼 胡小天因为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皇上身上 所以没有留意到他的表现 鸡飞花却看得清清楚楚 但人道 皇后娘娘还请暂时回避 简皇后一听这话 胸中顿时生出无名火 自己乃是皇上正妻 一国皇后后宫之主 鸡飞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竟然让自己回避 当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简皇后冷冷道 陛下这般模样 本宫怎能离开 反倒是不相干的人 应该回避才是 龙夜灵此时方才意识到 鸡飞花也来了 颤声道 飞花也来了 鸡飞花道 皇上 奴才在 虽然自称奴才 可是神情 不卑不亢 并没有任何谦卑的表现 龙夜灵道 朕 朕疼得好不厉害 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朕 解除病痛 快 快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 一丝渴望 胡小天看在眼里 心中一斗顿生 难道龙夜灵 有什么把柄 被鸡飞花握在手里 所以他才会在 异国之君面前 如此有恃无恐 其实以 鸡飞花的武功 制住 龙夜灵的穴道 也可以起到 暂时减缓 他疼痛的效果 但是 鸡飞花并没有 急于出手 而是轻声道 胡小天 你帮皇上 诊治一下 胡小天 得了 鸡飞花的允许 这才走了过去 他看病的方法 和这帮太医 完全不同 通过问诊之道 龙夜灵 今天开始是歧洲疼痛 然后 才转移到右下腹 胡小天 找到 右洽前上级 和齐连线的 中外三分之一交界处 也就是 西医学上常说的 卖试点 压下之后 迅速抬起 龙夜灵 随之惨叫一声 疼 好疼啊 根据龙夜灵的症状 胡小天 很快就做出了诊断 这位倒霉皇帝 应该是急性 蓝尾炎发作 从龙夜灵 发起了高烧来看 也支持这一诊断 可治疗 蓝尾炎 其实在现代外科学中 只是一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手术 可是在这个 西医没有普及的时代 剖腹开刀 是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更何况 这位病人乃是 大康天子 九五之尊的龙夜灵 即便是拥有 卓越的外科学知识 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胡小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要说把皇上的肚子划开 所有人不得把他当成刺客 抓起来才怪 胡小天来到七飞花的面前 七飞花从他的表情 已经猜到 他有话想单独说 淡然一笑道 你不用有什么顾忌 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 胡小天道 皇上的病症 出在兰尾之上 什么 一旁蒋皇后 恶然道 旁边的太医 也全都是一头雾水 他这一声 提醒了胡小天 跟这帮古人 谈兰尾 他们也不懂 眼前的病人是皇上 皇上乃真龙天子 兰尾 也应该叫龙兰尾 简称龙尾 胡小天亲了心嗓子 重复道 皇上的病症 乃是出在龙尾之上 一帮太医面面相聚 虽然都说皇上是真龙天子 可谁也不知道 龙尾在什么地方 其实大家都明白 什么龙体 全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皇上也是人 谁见到人长尾巴的 心中虽然明白 可谁也不敢将这句话 公然说出来 蒋皇后充满不懈的 望着胡小天 虽然胡小天说的煞有其事 可他仍然认为 这次在装神弄鬼 冷冷道 皇上哪有尾巴 作为皇上的正妻 他当然拥有发言权 皇上身上 哪一处他没见过 胡小天恭敬道 皇后娘娘 皇上乃是真龙天子 的确没有尾巴 可是皇上有龙尾啊 蒋皇后赤道 妖言惑众 鸡飞花道 皇后娘娘听她说说她的道理 也无妨 蒋皇后怒视鸡飞花一眼 人气吞声的闭上了嘴巴 虽然心中怨恨 可是鸡飞花在后宫全是滔天 争执起来 皇上肯定要站在她那一边 就连皇后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胡小天要来纸笔 在纸上画了一幅图 乃是人体腹部的一个大致解剖图 诸位请看 皇上的病症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指了指图中的蓝尾 这是什么 鸡飞花不解道 胡小天本想说这是龙尾 可想想还不能这么说 若是提出把龙尾切掉 岂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脑筋一转道 龙尾处吸附着一条 吸血虫子 众人闻言都是脸色一变 胡小天指了指图道 龙胆 龙肝 龙皮 龙仪 龙胃 龙小肠 龙大肠 这货自己都嫌拗口 龙里抹个头 事实上 这位皇帝除了姓龙之外 他从头到脚 跟龙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又指了指回忙结合部的地方 龙尾 蒋皇后不耐烦道 你且说说这条吸血虫子 胡小天道 这条虫子如今吸附在龙大肠的尾部 不停吸纳皇上的龙血 不停长大 所以皇上才会痛不欲生 鸡飞话道 那应该如何从皇上的龙体内清除掉这条虫子 胡小天道 小天不敢说 眼睛却看着蒋皇后 蒋皇后美好气道 你看这本宫作甚 有什么话只管说 胡小天道 必须将这条虫子拿出来 方能彻底解除隐患 蒋皇后道 如何拿 此虫生在皇上的体内 如何将之拿出 一名太医 粘着山羊须 一副苦思冥想的模样 是否可以用蟹药将此虫打下 周围人纷纷点头 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当然前提是建立在胡小天诊断正确的基础上 胡小天摇摇头道 你们看清楚 这虫子是长在龙大肠的外面 蟹药从龙肠内经过 直达龙刚后排出 不可能进入这个地方 对吸血虫子毫无妨碍 那该如何 一群人全都看着胡小天 鸡飞花看到胡小天煞有其事的样子 心中有些想笑 可又觉得他应该不是装神弄鬼 给皇上看病 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蒋皇后道 总不能将皇上的肚子打开 把这条虫拿出来吧 胡小天抬眼望着蒋皇后 皇后娘娘果然智慧超群 一语重地 众人文言大惊 一帮太医把脑袋摇了根波浪鼓似的 荒唐 荒唐至极 唯有一员堂的李一峰没觉得荒唐 他亲眼见识过胡小天的手段 知道胡小天的确有这样的本事 鸡飞花皱了皱眉头 也觉得胡小天有些太过大胆了 蒋皇后咬牙切齿道 胡小天 你是何居心 居然妖言惑众 想要谋害皇上 胡小天拱手向他行礼道 皇后娘娘明鉴 刚才那句话是宁亲口说的 小天只是赞同罢了 你 此时龙夜灵叫得越发凄惨 胡小天道 不是小的威严耸听 皇上现在的状况凶险无比 若是我们不尽快处理 这条吸血虫子会穿透龙肠 沿着龙肠逆行而上 钻入龙位 推施龙肝 啃施龙肝 到那时候 即便是神仙来了 也没有办法呀 他就是要威严耸听 吓唬的就是你们这帮没文化的 知识就是力量 老子掌握了知识 就掌握了主动权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奖皇后怒道 胡说八道 简直是威严耸听 本宫从未提出过什么吸血虫子 他转向那帮太医道 你们有什么办法 一帮太医全都低下头去 胡小天说的这些道理 他们都是听所未听 闻所未闻 枪打出头鸟 这种情况下 谁也不敢轻易出头 简皇后怒道 一帮废物 平日里俸禄赏银 没见你们少拿 关键的时候 却起不到丝毫作用 养你们这些废物作甚 他又向身边太监道 有没有联系到任先生 那太监道 没有 秦姑娘那边也没有消息 简皇后急得满头冷汗 听着皇上哀嚎不已 心中不由得纷乱如麻 她的一切地位 荣耀全都是皇上给予的 若是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 她的地位必然受到影响 简皇后来回踱步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鸡飞花冷眼望着简皇后 自从来到宣威宫 她就很少说话 仿佛置身局外 事情的发展 让她感觉 越来越有意思了 简皇后将贴身太监 赵敬喜叫了过去 低声交代了几句 这会儿功夫 龙夜灵的状况 越发恶劣 哀嚎一声大过一声 胡小天向简皇后拱手行礼道 皇上的龙体要紧 还请皇后娘娘早坐定夺 简皇后此时目光向鸡飞花望来 强忍心头的憎恨道 鸡公公 你怎么看 鸡飞花道 皇上的龙体安康 事关大康设计 飞花不敢胡乱说话 皇后娘娘英明睿智 我等全都遵从皇后娘娘的决断 一句话便将所有的决定权 推给了简皇后 你不是嫌我管得太多吗 现在就将决定权交给你 看你该如何决断 简皇后内心犹豫不决 虽然鸡飞花有推卸责任之嫌 可是在这种时候 最终拿主意的那个人理应是他 因为他才是后宫之主 假如他的决定能让皇上康复 此事自然皆大欢喜 可是若是因为他的决定 皇上出了什么差错 只怕鸡飞花会趁机发难 想到这一层 简皇后心中更加矛盾 胡小天向李峰招了招手 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李峰频频点头 简皇后最终还是先回到龙床旁边 伸手抓住龙叶林的手掌 龙叶林躺得浑身发抖 产生道 飞花何在 飞花何在 这 这就要死了 飞花 简皇后听到他在这种时候 口口声声还是在叫着鸡飞花 一颗心如同被人千刀万剐 摇摇嘴唇道 皇上 你暂且忍耐一下 已经去请任先生了 这话说的一点底气都没有 任天晴不知去了哪里 其实说着就能找到的 龙叶林似乎根本没有听清他说什么 仍然在不停叫着鸡飞花的名字 鸡飞花听得清清楚楚 脚步却没有移动半分 唇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 胡小天就在他的身边 将他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 鸡飞花在这儿装聋作哑 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 胡小天心头不由得有些纳闷 按说鸡飞花和皇帝 应该是对好机友 可看他的表现 怎么有点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味道 好像对皇帝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龙叶林叫鸡飞花不硬 我这肚子惨叫道 你们这帮废物 真腾成这个样子 你们都束手子 真把你们这帮废物全都砍了 一帮太医吓得纷纷跪倒在地上 哀嚎道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蒋皇后看到龙叶林这般情景 心中惶恐不已 若是皇上熬不过这场病 事情可是大大不妙 他低声道 皇上 您不要生气 庭圣就过来了 龙叶林听到他提起 大儿子龙庭圣的名字 双目陡然蹦射出愤怒的光芒 你叫他过来做事 以为朕要死了吗 蒋皇后其实的确存了私心 让龙庭圣过来 趁着龙叶林病重 让他将太子之位定下来 却想不到丈夫如此多疑 自己大有弄巧成桌之嫌 慌忙道 陛下你误会了 儿子过来探望父亲 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也是关心你的病情啊 龙叶林捂着肚子怒吼道 朕谁都不见 一个都不见 胡小天 胡小天 在这一档口 他居然又想起了胡小天 胡小天可不敢像鸡飞花那样 装聋作哑 台步准备往床边走 却被鸡飞花一把抓住手腕 胡小天不明白 鸡飞花是什么意思 龙叶林惨叫道 朕叫你 你听不到吗 鸡飞花低声道 你有把握治好皇上的病 胡小天望着鸡飞花伸随的双目 抿了抿嘴唇 用力点了点头 朕尾炎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外科手术 但是他今天面对的病人是皇上 稍有差池 不但自己性命不保 恐怕还要连累胡家满门 鸡飞花放开了他的手 去吧 胡小天这才快步来到床边 吾皇万岁万万岁 小天来迟 还望陛下恕罪 龙叶林颤声道 你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若是敢偏着 真灭你满门 胡小天心中暗骂 狗皇帝真不是东西 现在是你求我呀 非但不说好话 居然还恐吓我 要杀我全家 我该疼死你这混账 他低声道 刚刚小天已经禀报过皇后娘娘 陛下龙体之中 有一条吸血虫子 之所以疼痛 乃是因为这条虫子作祟 想要解除陛下的疼痛 就必须要用刀划开龙体 将虫子从中取出来 蒋皇后对胡小天的话 根本是一点都不相信 慌忙劝阻道 陛下 你千万不可听他信口辞皇 我看此次用心歹毒 根本是要趁机谋害皇上 胡小天大声道 皇后娘娘 小天对皇上忠心耿耿 苍天可见 我若是有丝毫谋害皇上的心思 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蒋皇后怒道 你只不过是一个奴才 你的性命算得上什么 胡小天寸步不让 皇后娘娘 小天虽然贱命一条 可是小天也知道 为皇上治病之事非同小可 出了任何的差错 我胡家满门绝难幸免 门皇上看重 小天并竭尽所能 以报圣恩 若是不能解除皇上的病痛 小天甘愿一死 以报圣恩 就算我肯冒险 也断断不会拿胡家满门的性命冒险 蒋皇后道 你们胡家满门叛逆 你是叛贼之子 其心可助 皇上千万不可中了他的奸计 胡小天道 皇后娘娘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承认我是罪臣之子 我爹爹也承认做错过事情 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有一点我能够保证 我们胡家满门老少 无人敢有叛国之心 小天来此为皇上治病 乃是蒙皇上宠召 皇后娘娘想尽办法阻止小天 为皇上治病 却不知又是什么居心 混账 大胆 来人 把这大胆奴才 给我拖出去斩了 蒋皇后奉目元征 大声尖叫起来 胡小天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大笑起来 皇后娘娘果然好记 今日能够救皇上姓名的只有小天一个 杀了小天就等于断绝了皇上的生机 皇后娘娘 皇上不仅是大坑的一国之君 还是您的夫婿啊 您对皇上难道连这点勤奋都没有吗 蒋皇后想不到这胆大妄为的小子 居然敢反咬自己一口 被气得眼冒惊心 差点没把一口老血吐出来 他歇斯底里叫道 来人 来人 快将这个狂徒逆贼给我拖出去 两旁侍卫想要上前 却遭遇到姬飞花阴冷的目光 吓得一个个又退了回去 姬飞花缓步走了过去 轻声道 皇上 奴才愿为胡小天作宝 若是胡小天治不好皇上 奴才愿意陪上向上的这颗人头 胡小天文言心中一阵感动 无论姬飞花出发点如何 他能够说出这句话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以他的身份地位根本没必要涉足这件事 为自己做担保 的确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龙夜灵此时疼痛再度发作 疼得说不出话来 忍了半天 方才有所缓解 颤声道 你 出去 目光却是盯着蒋皇后 蒋皇后奉目远征 她以为自己听错 龙夜灵从心底爆发出一声怒吼道 你给朕出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皇上喝斥 想皇后一双凤幕顷刻间变得通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用力摇摇嘴唇 方才没有滴落下来 她猛然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走了几步 复又转过身来 望着胡小天道 若是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 本宫要让你们全都人头落地 龙夜灵实在是无法承受腹部的剧痛 她虚弱道 胡小天 快 快给朕治病 只要你治好了朕的病 你要什么 朕给你什么 胡小天听到这话心中一袭 马上就想到 老子要你妹 你肯答应吗 可转念一想 皇上的金口预言多半是不算数的 历朝历代的君主大都是翻脸不认人的角色 若是提出一个他无法满足的要求 皇上为了保住自身的声誉 不排除把他的脑袋给砍了 胡小天道 小天什么都不要 只要皇上龙体安康 皇上 请恕小天冒犯之罪 恕你无罪 快 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 胡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实行外科手术 对他而言 一个蓝尾炎手术 根本谈不到任何的难度 原本因为龙叶林的身份还是有些犹豫的 可真正决定为他实行手术之后 胡小天迅速镇定下来 皇上怎么着 皇上也是病人 想要进行一台成功的手术 就必须要忘记患者的身份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 没有什么君臣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 我是医生 你是病人 就这么简单 胡小天找李峰的目的 是想从他那里得到手术器械 胡小天最早进行的一场手术 就是在一元堂的帮助下进行 后来 李峰还专门按照他提供的图谱 找大康低流的工坊 天工坊 打造了一整套的手术器械 在胡小天前往青云之前 还作为礼物赠给他一套 不过那套器械 在离开青云的时候遗失了 胡小天问过李峰 李峰那里果然还留有一套 于是赶紧派人前往一元堂 去拿器械 在现代外科手术中 狼尾炎手术以腰麻 或应急膜外麻醉为家 当然 也可采用局部净润麻醉 在眼前的医疗条件下 也唯有局麻醉为可行 李峰提供了一元堂的麻药 不过他的麻药对皇上似乎不太奏效 内服加外服之后 龙叶灵的疼痛并没有减轻太多 在皇宫内开刀 要比在民间条件优越很多 按照胡小天的要求 临时将轩微宫改成了手术室 闲杂人等全都退了出去 对手术区域进行简单消毒 又用烈酒对龙叶灵的体表皮肤进行消毒 准备的过程还算顺利 只是麻药的效果始终不好 龙叶灵堂得哼哼唧唧 这货的忍耐力实在太差 胡小天听得焦躁 悄悄将鸡飞花请到一边 低声道 提督大人 有没有什么方法减轻皇上的疼痛 鸡飞花淡然道 你是郎中 咱家对医术一窍不通 胡小天又想了个主意 那让皇上暂时睡过去也行 鸡飞花点了点头道 此事简单 他来到龙床旁边 点了龙叶灵的昏睡穴 龙叶灵果然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胡小天大喜过望 现在最大的难题已经解决了 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手术 胡小天的手术器械图谱 给李一峰很大的启示 在胡小天前往青云上任之后 李一峰又对他所绘制的器械物品 进行了完善 其余的太医都已经离去 只留下李一峰作为自己的助手 胡小天戴上口罩头巾 捏起柳叶刀 周围仅剩的两名皇上的贴身太监 看到胡小天拿起柳叶刀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惶恐到了极点 假如胡小天心中有丝毫的歹念 一刀扎了下去 恐怕皇上就会命丧皇权 他们向鸡飞花望去 却见鸡飞花镇定自入 远远坐着 手中端着一杯清茶 慢慢品味 鸡飞花表面镇定 其实内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的 他的忐忑 并不是因为胡小天拿刀 站在皇上身边 以他对胡小天的了解 胡小天是个聪明人 绝不会自寻死路 正如刚刚他自己所说 就算他不顾惜性命 还要顾惜父母的性命呢 鸡飞花的忐忑在于 他无法确定胡小天一定能够治好皇上 滑开肚皮治疗患处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胡小天吸了一口气 提醒自己 务必要冷静 小手术而已 眼前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患者 情绪彻底平复下来 达到心无外物的境界 胡小天捏起手术刀 在龙夜灵的肚皮上一刀滑下 在后方观望的两名太监 已经不敢再看 慌忙转过身去 胡小天所采用的是右下腹斜切口 采用这种切口肌肉交叉 愈合后相对牢固 不易形成切口扇 而且据篮尾较近便于寻找 切口一般长不到两寸 胡小天下刀果断 切口一气合成 切开腹膜之后 发现有少量肾出液和农液溢出 情况和胡小天预计中大体相符 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太坏 他示意李一峰拿起自制的吸引器 进行抽吸 将腹腔中的肾出物吸取干净 李一峰再用拉钩 将切口向两侧牵开 胡小天开始寻找狼尾 寻找狼尾的窍门 在于首先找到芒肠 芒肠的色泽较小肠灰白 前面有结肠带 两侧有脂肪锤 胡小天对人体解剖结构极其熟悉 根本没有花费什么时间 就找到了芒肠 寻到芒肠之后 用手指垫纱布捏住肠臂 轻轻将芒肠提出 顺着结肠带 很快就找到了蓝尾 蓝尾和周围组织并没有粘结 胡小天用手指将蓝尾尖端 剥至切口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 无论严性改变轻重 都不能用止血钳或组织钳 前加蓝尾本身 以免感染扩散 可用特制蓝尾钳前注 或用止血钳 加住蓝尾尖端的细膜提出 切除蓝尾的操作 应尽量在腹壁外进行 切除蓝尾前 必须将蓝尾细膜 及其中的蓝尾动脉结扎并切除 这位真龙天子的解剖结构 和普通人也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的蓝尾细膜较薄 解剖关系清晰 胡小天用止血钳 在细膜根部 蓝尾动脉旁 无血管的地方 穿了一个小口 拉过两根桑皮线 在上下相距半厘米左右的地方 各扎一道后 然后迅速切断细膜 又在尽端再解扎一道 完成这一步骤 胡小天用一块小的干纱布 包缠蓝尾 必用组织前家劳 再用盐水纱布 围在蓝尾根部的盲肠周围 这是为了防止树中污染 提起蓝尾 围绕蓝尾根部 在距蓝尾根部半厘米处的盲肠壁上 做以荷包缝合 暂不收紧 完成缝合之后 用一把直直写钳 在距离蓝尾根部 约半厘米处压榨一下 防止结扎时缝线滑脱 随即用桑皮线在压痕处结扎 再用直写钳靠蓝尾 加住结扎线 贴钳剪去线头 再用直直写钳 在结扎线远端半厘米处 加紧蓝尾 缝针的时候伸入基层 但是要避免穿入长枪 以上步骤完成之后 可以进行蓝尾的切除 柳叶刀刀刃向上 紧贴蓝尾根部 夹紧的直直写钳下面 切断蓝尾 将刀及蓝尾一并弃去 然后用直写钳 夹住棉球 对蓝尾残端进行消毒处理 弃去保护盲肠的盐水纱布 蓝尾残端还需进行包埋处理 胡小天指引李仪峰 用左手持五尺镍 提起荷包缝线线头对侧的盲肠臂 右手持加住线间的直写钳 将蓝尾残端推进盲肠枪内 同时胡小天上提并收紧荷包缝线 使残端埋入荷包口 结扎后剪断线头 最后的一步 是覆盖细膜 加固缝合 用桑皮线 在荷包缝线外周半厘米处 做僵基层八字缝合 并将蓝尾细膜残端 或脂肪锤截肠固定 使局部表面光滑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 束后粘连 官腹前 用卵圆前 加一块小纱布团 伸入腹腔 在盲肠周围检查 有无肾液 农液 有无节渣点出血 确信毫无疏漏 这才缝合复辟各层 鸡飞花原本坐在那里饮茶 可到后来 也不禁好奇地站起身来 远眺胡小天的一举一动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虽然留在胡小天身边 帮忙的人都是外行 可是每个人 都从胡小天 娴熟的手法和记忆中 认识到这丝高超的医术 现在 没有人在怀疑胡小天是胡说八道 已经开始相信 他的确有救人的本事了 手术很快做完 从开始到结束 还不到半个时辰 真正开刀的时间 还要更少 胡小天摘下口罩 首先来到鸡飞花的身边 微笑道 手术做完了 如何 其实鸡飞花 从她脸上的表情 已经知道了结果 幸不辱命 鸡飞花并没有马上解开 龙叶林的穴道 手术结束之后 简皇后第一时间冲了进来 一进来 便惊慌失措道 皇上 皇上 迎面遇到胡小天 简皇后道 皇上怎样了 那条吸血虫子 有没有取出来 胡小天没有说话 将手中的托盘 在简皇后面前晃了晃 简皇后看到那血乎乎 红肿溃烂的蓝尾 吓得魂飞魄散 又感到恶心异常 一转身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蓝尾这种小手术 当天就可以做起 胡小天将术后的注意事项 交代给他们 其中一点 就是排气后才能进食 一帮宫女太监 听到排气这个词的时候 全都是一头雾水 有人问道 何为排气 胡小天本想说排气就是放屁 可说皇上放屁 似乎大为不敬 斟酌一下方道 排气呀 通俗点说就是龙屁 一定要听到龙屁 皇上才可以进食 一帮宫女太监听她这么说 忍不住想笑 可当着皇上皇后 谁也不敢笑 憋得满脸通红 忍得相当痛苦 蒋皇后坐在床边 看到皇上始终未醒 不禁担心道 皇上阴和沉睡不醒 胡小天一向鸡飞花望去 她只负责开刀 皇上睡着的事情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鸡飞花不解决 恐怕皇上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醒来 鸡飞花走了过去 轻轻在皇上身上晃了一下 陛下 醒来 其实已经在悄然之中 解开了龙夜灵的穴道 龙夜灵穴道解开之后 悠然行转 睁开双目 第一句话就是 这 这 还活着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 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 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老杨 第三卷 获起萧强 第188章 术后攻心 胡小天也凑了上来 皇上 红福齐天 兽与天齐 这点小病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吸血的虫子 从真的肚子里取出来了 龙夜灵说话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肚子不像之前那样疼痛 胡小天笑道 陛下放心 那虫子 已经从龙体中拿出来了 龙夜灵 长舒了一口气 显然放心下来 胡小天本以为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 可等了半天不见龙夜灵说话 难不成把这茶给忘了 哎 你刚刚还说自己要什么都答应的 我去 感情这位真龙天子是属耗子的 撂爪就忘啊 说好的奖赏呢 胡小天有些心急了 龙夜灵刚刚开完刀 毕竟身体虚弱 哪有心情想这个 蒋皇后看到皇上明显好转 一颗心也安定了下来 不由安寸道 看来这胡小天果然有些本事 倒是我小看他了 他柔声道 皇上 庭圣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久 因为你的病情如坐针毡 牵肠挂肚 是不是让他进来 没有龙夜灵的吩咐 他也不敢擅自做主 龙夜灵病情好转 心情也变好了许多 点了点头道 进来吧 难得他一片孝心 蒋皇后大喜过望 连忙让人去船 没过多久 大皇子龙亭盛走了进来 他快步进入宫内 来到龙床前扑通一声 就跪下了 父皇 孩儿来迟了 龙夜灵眼角撇了他一下 有气无力道 起来吧 朕又没什么事情 龙亭盛道 孩儿就知道父皇 鸿福齐天 绝不会有事 此时三皇子龙亭阵也到了 龙亭阵和龙亭盛的表现 却又截然不同 踏入宣威宫内 已经是泪流满面 跪倒在龙床前 父皇 孩儿来晚了 听闻父皇抱恙 孩儿心急活了 恨不能替父皇生病受难 只要父皇安康 即便是让孩儿受再大的罪过 孩儿也甘心情愿 胡小天一旁听着 这俩儿子还是有分别的 龙亭阵的嘴巴更甜 更会表忠心的 龙亭灵点了点头 表情显得有些疲倦 鸡飞花观察入微 开口道 两位皇子已经见过了皇上 皇上的龙体也没什么大碍 还是暂且回避 让皇上好好休息吧 一个太监居然敢公然 赶两名皇子离去 足见鸡飞花 嚣张到了何等地步 大皇子龙亭圣 听他这样说 不由得虎目远睁 怒道 父皇卧病在床 我这个做儿子的在一旁释放 还要你来过问 龙亭阵内心中 虽然和龙亭圣不睦 但是在对付鸡飞花的立场上 兄弟两人却是出奇的一致 不过既然龙亭圣出头 他就不再说话 静静跪在原地 乐得旁观 鸡飞花淡然道 奴才也是为了皇上的身体着想 皇上的病情尚未痊愈 正需静养之时 两位皇子闯进来哭哭啼啼 孝心固然可嘉 可万一影响到皇上的心情 反而弄巧成拙 龙亭阵道 鸡公公这话 我也听不明白了 什么叫弄巧成拙 我和大哥过来伺候父皇 难道还不对了 兄弟两人在对付鸡飞花方面 居然达成了默契 龙亭阵摆了摆手道 你们暂且出去 朕需要好好静一静 龙亭圣和龙亭阵两兄弟 听到父亲这么说 脸上不由得露出失望之色 可负命不敢违 只能忍气吞声地站起身退了出去 龙亭阵又道 朕和鸡公公有话要说 其余人全都退出去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退出了宣威公 更彰显出鸡飞花地位的重要 所有人离去之后 龙亭阵挣扎着坐起身来 腹部还是有些隐痛 他望着鸡飞花道 给我 给我 鸡飞花唇角 露出一丝冷冷的笑意 陛下还需保重身体 大康的江山社稷离不开你 几位皇子也离不开你 龙亭阵脸上流露出惶恐之色 你 你千万不可以伤害他们 鸡飞花叹了一口气 将一个黑色瓷瓶 放在了龙亭阵的掌心 你想着他们 他们心中未必想着你 嘴上说得好听 可心中恨不得你死了才好 龙亭阵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 拧开瓶腮 从瓷瓶中倒出一颗红色药丸 迫不及待地吞了进去 玄威公外 胡小天和李峰低声寒暄 他们见面之后总算有了单独说话的机会 李一峰也没有细问胡小天这段时间的经历 看到他如今的打扮 已经隐约猜到了他的经历 李一峰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 还是感到惋惜的 想当初 这位户部尚书的宝贝衙内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少年得志飞扬跋扈 在京城之中何等春风如意 现如今 曾经被众星旁月般伺候的高官公子 却沦落到在皇宫内 低三下四地伺候别人 这还不算 居然连男人都不是了 感叹之余 又觉得非常可惜 在他的印象中 胡小天并不是那种 不学无术的顽固子 至少在医学方面 还是有着相当独特的造诣 所谓独特 是指他的医术和大多数人都不同 手术开刀 在李一峰没有遇到胡小天之前 从未见到过任何人 采用过这样的治疗方法 可以说 打开了李一峰医学认识的 一个全新领域 李一峰一脸羡媚道 胡公公妙手回春 为皇上解除疾病之苦 真乃当世神医呀 身为一元堂的大当家 不惜卑躬屈膝 公伟胡小天 也是有原因的 所有人都见证了 胡小天为皇上治病的事情 为皇上解除病痛 以后必然会得到皇上的赏赐 说不定从此 就会扶摇直上 平步青云 若是获得了皇上的宠幸 这小子发达 指日可待了 胡小天笑道 哎呀 我算什么神医 只是凑巧掌握几个偏方罢了 李一峰心说 可不是偏方那么简单 你小子这叫深藏不漏啊 若是能够学得你医术中的一招办事 一元堂 想必能够在三大医馆中脱颖而出 再也不会被玄天管踩在脚下 李一峰道 胡公公若是有空 常来医员堂坐坐 咱们也好切磋一下医术 胡小天道 我还有件事要求李先生帮忙 李一峰道 胡公公只管吩咐 只要李某能够办得到 绝对会倾力而为之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就是想你帮我打造一套手术器械 回头 我画些图谱给你 胡小天按照全德安的吩咐 一直都隐藏自己的医术 可今天为皇上治病之后 想来很快就会声明远播 再也掩盖不住自己会医术的事实 以后肯定会有人登门求医 普通人拒绝倒还罢了 若是王公贵胄 肯定要给人家面子 所以未雨绸缪 先做好准备 以备不时之需 李一峰道 行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 胡公公只需将图谱画出来 我交给天工坊那边去办 一定请他们最好的工匠 来做这件事 李一峰求之不得 帮胡小天的同时 自己也能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 就说今天用的这套手术器械 就是根据胡小天的图谱绘制出来的 他也有自己的盘算 胡小天虽然是今天的主刀 可助手却是自己 以后宣扬出去 为皇上治病的功劳 也有自己的一份 鱼有熔焉呢 哎呀 今儿算是真正捡了个大便宜 胡小天看到两位皇子 灰溜溜退了出来 迎头遇上 还是必须打个招呼的 胡小天来到两人面前 恭敬道 小的参见大皇子殿下 三皇子殿下 三皇子龙亭镇 自从淹水阁的事情之后 就对胡小天生出记恨 根本没有理会他 举步从他的身边走过 胡小天自讨没趣 难免尴尬 他刚才和简皇后发生了冲突 大皇子龙亭盛 是简皇后的亲生儿子 想必对自己 更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看来今天这张热脸 要接连被人吊打了 可事实却和胡小天 想象中相反 龙亭盛居然对胡小天 颇为客气 和颜悦色道 胡小天 我父皇的事情 多亏了你啊 胡小天笑道 皇子殿下客气了 能为皇上排忧解难 解除病痛 是小天的荣幸 龙亭盛微笑点了点头道 回头 我会奏请父皇母后 让他们重赏于你 胡小天心说 我可不指望你母后重赏我 简皇后那老娘们不害我 就算是好事了 听到龙亭盛又咳嗽了两声 胡小天道 皇子殿下需要的药材 我已经让人被其送了过去 不知殿下有没有收到 龙亭盛道 费心了 说起这件事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此时远处简皇后 再向他招手 龙亭盛笑了笑 起身离去 胡小天望着这位 大皇子远居的背影 心中暗暗称奇 所以说传言不可信 在传言之中 龙亭盛性格暴躁 缺乏智慧 可实际表现 却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很有亲和力 不过 也不排除他故意做出假象 意图拉拢自己的可能 刚才胡小天在皇上面前 顶撞简皇后 已经将他触怒 所以他看到儿子 跟胡小天说话 心中不爽 马上将他招到自己面前 低声埋怨道 你搭理他作甚 此次 一掌鸡飞花的势力 狂妄无礼 目空一切 刚才竟然在你父皇面前 诋毁本宫 真是 弃杀我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龙亭盛 看到母亲 愤愤然的表情 知道她动了真怒 低声道 母后 这胡小天 的确是有些本事 今日若非她出手相救 父皇 肯定还要遭受病痛的折磨 简皇后 无论心中对胡小天 何其反感 可对于她 救治了皇上的事实 也是承认的 压低声音道 哼 有才无德 此子 狼子野心绝非善类 她和鸡飞花 狼狈为奸 你不要被她的表现 所迷惑 她对胡小天的反感 一时间难以改变 龙庭圣心中 却不像母亲这样认为 既然胡小天 能为鸡飞花所用 也就可以被自己所用 她自小在宫中长大 对太监的心思 非常了解 太监 多半重拳重力 因为身体上的残疾 所以他们对权力的渴望 比起普通人更加强烈 只要自己给出优厚的条件 不愁这小子不会心动 现场人多眼杂 并不是劝说母亲的时候 龙庭圣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说 此时全德安 陪着太师文成焕 左丞相周瑞渊 前来探望皇上 虽然皇宫内可以封锁 皇上生病的消息 可终究还是有风声泄露了出去 这些朝廷众臣得知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前来探望 太监将消息通报了进去 几位朝廷众臣 全都在外面挡着 全德安缓步来到胡小天的面前 他虽然并没有经历 刚才的全过程 可是已经从别的渠道 知晓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自从明月宫失火的事情发生后 胡小天对全德安 就产生了很大的反感 在全德安的心中 自己自始至终 只是一枚棋子 为了对付鸡飞花 他竟然不惜选择抛弃自己 虽然他和鸡飞花都在利用自己 可两人相比高下立盼 鸡飞花反倒比他更有人情味 更有担当 不知不觉中 胡小天的内心已经倾向于鸡飞花一方 心中虽然反感 可表面上仍然恭敬非常 全公公来了 全德安望着面前的胡小天 忽然感觉自己有些失策 明月宫失火仪式上的处理 有些太过草率了 想要利用胡小天的事情 撼动鸡飞花 绝非那么容易 原本指望着明月宫的这把火 能够烧到鸡飞花的身上 却没有想到胡小天的运气居然如此之好 手术 全德安不由得想起自己被胡小天切断的那条右腿 胡小天的治疗方法无非是将换处切除 在全德安看来 这种方法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病治好 但是同样也有着很大的弊端 在彭音山兰若寺的时候 他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付出了失去一条右腿的代价 却不知这次这小子又用手术 切掉了皇上身体的哪部分 想到这里 全德安低声道 皇上的病有没有妨碍 胡小天道 没事了 皇上洪福齐天 吉人自有天相 全德安音测测道 胡小天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剖开皇上的肚子 他的声音并不像是在行尸问罪 胡小天道 行事所迫 小天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全德安道 听说你从皇上肚子里 取出了一条吸血虫子 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不错 那条虫子 如今身在何处 已经被小天毁掉 全德安将信将疑 胡小天肯定没说实话 毁掉就意味着没有了证据 这小子向来诡计多端 还不知在其中动了什么手脚 他低声道 你运气不错 此次立下大功 皇上应该会重重赏你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胡小天一语双关 其实从他被逼入宫开始 也没有想过要可以去巴结皇上 得到皇上的宠幸 只想着在宫中能够蒙混度日 带到风声过去 悄悄溜之大吉 离开皇宫 过上天高任鸟飞的日子 可事与愿违 入宫之后 却要在一个个强势人物的威逼下 做许多不情愿的事情 全德安道 明月宫的事情 咱家会为你开脱 现在最麻烦的 是文太师那边追要说法 他在胡小天面前 又冲起了好人 意图摘清自己的责任 胡小天道 小天跟文太师无怨无仇 他应何要误我伪造遗书 全德安道 事情总得有人承担 言外之意 就是他也清楚 那封遗书应该是真的 可是文太师不肯承担这个责任 最后就要落在胡小天的身上 此时看到鸡飞花 从宣威宫中走了出来 他环视门外众人 微微合手示意 此时皇上的贴身太监 也走了出来 朗声道 皇上宣周丞相 文太师全公公敬见 文称换三人 震了整衣冠 随同那太监走入宣威宫 鸡飞花经过胡小天身边的时候 低声道 皇上让你留在这里伺候 你咱且哪里都不要去 好生照顾皇上 以免他的病情再有反复 胡小天恭敬道 是 周瑞渊临入宫门的时候 目光投向远方的胡小天 正看到胡小天和鸡飞花对话的一幕 他脸上的表情骨紧不拨 双目中却闪烁着 耐人寻味的复杂目光 大康天子龙叶灵手术后 感觉舒服了许多 此时他靠坐在龙塔之上 静静等待着三名臣下的到来 周瑞渊和文成焕 乃是协助他登基上位的功臣 权德安虽然只是太监 可是为了他的皇位 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还未到 文成焕关切的声音已经响起 哎呀陛下 老臣来迟 不能为陛下分忧劫难 老臣真是无言面对陛下 罪该万死 话没说完 已经哭出声来 周瑞渊始终静如山岳 自从龙叶灵登上帝位之后 他就忙于国事 收拾大康这个烂摊子 让这个庞大 却千疮百孔的帝国 不至于轰然崩塌 在外人眼里 他无暇关注 皇城内的政治斗争 可事实上 周瑞渊也是一种逃避 庆腹不死 鲁难未夷 大康真正的庆腹 却是权力 只要人心中的权力欲 得不到控制 那么大康的争斗和国难 就不会停歇 新军上位 并没有让周瑞渊 看见任何的新鲜气象 大康的国事 变得越发暮气沉沉 周瑞渊终日 但经节律 呕心沥血 短短的半年内 两兵的头发已经斑白 手中的权力越重 肩头的责任越重 心头的压力 也是越大 文成焕的表现 在周瑞渊看来 是惺惺作态 虚伪至极 龙叶灵上位之后 周瑞渊将这些人的 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多数时间 他宁愿只做一个看客 冷眼旁观他们的举动 不愿掺杂其中 权德安 也在时刻扮演着 看客的角色 不过只是在表面 暗地里 他绝不甘心 只当一个看客 早已投入到 朝廷内部的权力纷争之中 文成焕此时的表现 他也觉得夸张 不过转念一想 文成焕刚刚失去了养女 等若失去了国杖的位子 现在皇上又发了疾病 几件事全都挤在了一起 老太师哭 也是情有可原 龙叶灵轻声叹了口气道 文爱卿 朕不是好好的吗 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说完之后 方才想起了明月宫的事情 今天他因为突然发病 疼痛难忍 早就将明月宫失火的事情 扔到了一边 这会儿算是想起来了 也悟出文成焕 之所以哭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他的女儿 文成焕一边擦泪一边道 天又无皇 陛下无恙 老臣喜极而泣 看到三位臣子 齐刷刷跪在自己床前 龙叶灵摆了白手道 都起来吧 朕不是说过 你们见朕 无需行跪拜之礼 三人对望了一眼 这才站起身来 全得安道 陛下 感觉好些了吗 龙叶灵点了点头道 好多了 刚才发病的时候 朕痛不欲生 幸亏胡小天帮助朕 将体内的吸血虫子 抓了出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文成焕道 陛下 老臣刚刚才听说 胡小天竟然用刀 切开了陛下的龙体 龙叶灵指了指自己的右下腹刀 只是切了一个小口 不然咱们将那条虫子取出来 文成焕道 陛下乃千斤之躯 岂能让他轻举妄动 此次居心叵测 还望陛下千万要远离此人 龙叶灵这话可不爱听 碍于面子并没有出口斥责 只是轻声道 文爱卿你多虑了 胡小天若是居心叵测 他刚才就会对朕不利 为何还要出手救我 文成焕道 陛下难道不知道 他乃是逆贼胡不为之子 明月宫失火一案 他也是重点嫌疑啊 陛下 说到这里 文成焕又呜呜哭了起来 抬起袖子擦泪的时候 悄然向全德安使了一个眼色 全德安道 文太师也是为陛下的安全考虑 也是一番苦心 龙叶灵有些惊奇道 明月宫失火一案 跟他有关 你们可曾查清楚 文成焕哀声道 陛下 明月宫失火 唯有他亦然幸免于难 可怜老臣的女儿 和六名宫女太监 全都在火中罹难 不但如此 他还伪造一书意图满天过海 陛下 我家雅儿死得好惨 还望陛下 为老臣做主啊 周瑞渊一旁站着 冷眼旁观 胡小天刚刚救了皇上 现在文成焕就过来 要求皇上给他申冤做主 要求皇上将胡小天治罪 显然给皇上出了难题 明月宫失火一案 周瑞渊并不清楚 可是仅凭着文成焕的一面之词 未必可惜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颇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 权德安过来探望皇上之前 并没有和文成焕沟通好 他也没有料到文成焕会在皇上病塌之前 就提出要惩治胡小天的事情来 未免有些操之过切 可既然说出来了 就看看皇上的态度 龙叶林道 文爱卿 你放心 文才人的事情 朕必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朕有些累了 前一句话是在敷衍文成焕 后面就是下了逐客令 文成焕老奸俱华 当然明白现在不是讨要说法的时候 之所以求皇上做主 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受害者 周瑞渊和文成焕两人 告辞离开 权德安却被龙叶林留下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毕竟过去权德安就是龙叶林身边的太监 让他留下照顾 也是正常的事情 权德安让其余太监全都退出去 帮着皇上整理了一下靠殿 龙叶林道 朕刚才险些死了 权德安道 陛下洪福齐天 就算有些危机 也必然能够逢凶化吉 龙叶林道 今天如果不是胡小天 朕可能真过不去这一关 权德安伸出手去 探了探他的卖门 确信龙叶林的卖相平稳 这才放下心来 低声道 陛下准备赏赐他 龙叶林道 几非花要保他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龙叶林的表情显得极其复杂 充满了纠结和无奈 你怎么看 权德安道 他救了陛下的事情 肯定很快就会天下皆知 龙叶林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解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权德安会如此断定 胡小天为自己治病 毕竟发生在皇宫内 他已经吩咐下去 要守住这个秘密 就算消息会泄露出去 也不应该这么快啊 权德安道 一定会有人刻意将此事散播出去 胡小天救了陛下 如果陛下追究明月宫的事情 因此而将他问罪 那么就会有人说陛下恩将仇报 龙叶林倒吸了一口冷气道 不错 权德安道 就算明月宫的事情可以将胡小天治罪 也不可能牵连到鸡飞花的身上 龙叶林道 那就暂时放了他 权德安点了点头道 胡小天的死活无关紧要 真正重要的是 他的死活能否牵连到鸡飞花 鸡飞花既然想保住他 那么咱们便将计就计 龙叶林道 如何将计就计 权德安附在龙叶林的耳边 低声耳语了几句 龙叶林脸上流露出惊诧的神形 随其唇角浮现出一丝会心的笑意 文成焕和周瑞渊并肩离开了宣威公 此时的文成焕脸上 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泪痕 他看了看身边的周瑞渊 今天周瑞渊自始至终都在充当哑巴的角色 这位大康左城中书省的当家人 真是深不可测 在大康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够让文成焕心声敬畏 那个人无疑就是周瑞渊 文成焕道 瑞渊 刚才你在宣威公为何一言不发呀 周瑞渊淡然笑道 文太师 瑞渊之所以一言不发 是因为我从不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发表看法 文成焕意味深长道 陛下常说你目光远大 胸怀宽广 大康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周瑞渊道 如今的大康危机四伏 看似锦绣繁华的江山设计 实则已经千疮百孔 瑞渊接手中书上 朱班政务早已弄得我焦头烂额 哪还有时间去关注其他的事情 文成焕道 瑞渊 未免过度悲观了 大康数百年基业 有多少次面临生死存亡 不一样转危为安 龙氏天下 七韵正红 即便是短期内遇到了一些麻烦 可我相信很快就能从逆境之中走出 再说了 陛下有你这样才能出众的臣子为他分忧 大康复兴 指日可待 周瑞渊道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瑞渊在西川的三年 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反省自己 大康能否复兴 也不是瑞渊一个人能够决定 唯有我等齐心协力 方才可以尽快帮助大康 走出困境 文成焕点了点头 话锋一转 却来到了户部尚书胡不韦的身上 胡不韦仍然在户部 周瑞渊道 在 文成焕道 老夫至今仍然不明白 大康人才济济 为何要留用此等罪臣贼子呢 周瑞渊道 放眼户部 无一人可与胡不韦相提并论 此人的经营能力 暂时 无人可以取代 文成焕碰了个软钉子 老脸不由得一热 周瑞渊向文成焕拱了拱手道 文太师 瑞渊还有公务要处理 先走一步 文成焕和他拱手作别 周瑞渊匆匆离去 此时文成焕方才发现 三皇子龙亭镇来到身边 龙亭镇目光望着远去的周瑞渊 有些迷惑道 周丞相怎么去得如此急切 龙亭灵又叹了一口气 眉头紧锁道 你觉得亭盛和亭镇 哪个更适合一些 全德安低眉垂手道 奴才不敢妄言 他当然明白龙亭灵问的是 这俩兄弟 谁更适合登上太子之位 若是论头脑智慧 好像三皇子龙亭镇更胜一筹 大皇子龙亭镇 平日里显得有些木讷 自小给人的印象 也缺乏灵气 可他毕竟是长子 又是蒋皇后轻生 在太子的人选上 全德安不敢轻易 说出自己的看法 龙亭灵道 朕刚才发病之时 皇后急着将廷盛召来 停顿了一下 怒不可恶道 这贱人 首先想的不是朕的病情 而是朕的位子 全德安劝道 其实皇后让大皇子过来探病 也是人之常情 陛下也该尽早将太子的位子定下来 龙亭灵缓缓缓点了点头 朕何尝不想早些定下来 只是逆贼一日不除 朕一日内心难安 无论朕选定谁为太子 必然会有人从中挑唆 到最后免不了兄弟戏枪 免不了一场血腥争斗 龙亭灵并不是一个糊涂君主 他对皇权的认识 甚至比多数人都要深刻 全德安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皇上也不好当 龙亭灵道 周丞相刚才好像一句话都没有说 全德安道 陛下观察入微 目光如炬 龙亭灵道 他是对朕不满 还是对文太使不满 全德安道 大抗幸亏有周丞相这样的良相之称 文太师私心虽然重了一些 可是他毕竟还是打心底向着皇上的 龙亭灵点了点头 有些疲倦地闭上双目 等解决完这件事 你陪朕去趟大象国寺 是 胡小天在宣威宫守到半夜 这两天 他都没怎么好好休息过 二斤过后 一阵浓重的睡意袭来 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 朦胧之中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头 胡小天猛然惊醒 抬起头 却看见一个小姑娘 翘生生站在自己的面前 胡小天用力眨了眨眼睛 方才敢断定 眼前的竟然是小公主七七 仅仅是一个月不见 七七竟然长高了许多 比起离开的时候至少要高出半头 她的体重显然没有跟上身高的发育 所以显得又瘦又高 就像一颗豆芽菜 一双大眼睛红红的 显然刚刚哭过 胡小天从头到脚 仔仔细细地打量她 胸脯很平 还是没有发育的飞机场 毕竟还是小孩子 不过这一个月 身高窜得有点猛啊 愣了一会儿 方才清醒过来 赶紧起身 单膝跪倒在地上 小天参见公主殿下 七七道 平身吧 语气居然前所未有的温和 胡小天顺势站起身来 七七的头顶已经到了她的眉毛 要是这样疯长下去 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自己了 七七道 我刚刚回宫 就听说父皇生病 胡小天道 公主放心 陛下红福齐天 已经转危为安了 七七道 我都已经听说了 这次多亏了你 说的虽然是感激的话 可是语气 却没有丝毫感激的成分在内 胡小天道 陛下没事就好 七七叹了口气道 想不到我出去这段时间 宫里面居然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看她愁上眉头的样子 居然多了几分成熟的气质 胡小天道 哎呀 的确出了不少的事情 七七恨恨道 听说明月宫的那个文才人 是个扫把星 自从她入宫之后 皇宫内的事情便层出不穷 连明月宫都被她烧了 胡小天总算是听到 有人说了句公道话 点了点头道 明月宫的确出了不少的事情 自从文才人来到宫中 明月宫便接连有人送命 虽然小天从不姓命 可这位文才人哪 哎呀 实在是有些邪门 七七唇角 却突然流露出皎洁的笑意 哼 死无对证 是不是觉得文才人死了 所以你就将所有的事情 都一股脑推到他的身上 反正一个死人 也不可能跳出来反驳你 胡小天叫苦不迭道 天地良心哪 这些事情跟我有何关系 七七向她走了一步 伸手指着她的鼻尖 咄咄逼人道 你以为我在外面 就不知道宫里面发生的事情 王德财是不是你杀的 小公主又开始翻起了旧账 不是 马良鹏是不是你杀的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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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 邱燕也一定是你杀的 然后嫁祸给他人 一石二鸟 清除掉文雅身边的亲信 等到这些人被你清除干净 你一不做二不休 放火烧了明月宫 将文雅和六名宫女太监 全都烧死在明月宫中 胡小天哪 胡小天 你果然够毒啊 手指头差点没戳到 胡小天的鼻尖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一桶江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小天被他逼得步步后退 一直退到墙根 心中暗骂 老子还以为你这刁蛮公主出去一趟能够修心养性 可毕竟狗改不了吃食 还是那么变态 明月宫失火 甘我鸟事 她辩驳道 公主听何人胡说八道 小天带人做事从来都是坦坦荡荡 我岂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七七呵呵冷笑道 你又不是没干过 魏化灵是不是你杀的 他身边的太监是不是你杀的 胡小天被他问得张口结舌 又怕他的话被人给听去了 伸出手去 想要一把将七七的嘴巴蒙住 七七早有准备 看到他出手 马上先下手围墙 一把抓住胡小天的手腕 意图将他的手腕反拧到他的背后 这一招是全德安所教 专门克制玄冥阴风爪 招式上虽然占得上风 可是真正实实起来 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胡小天手腕一拧 如同灵蛇一般 从他的掌心挣脱开来 七七只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自己的掌心冲出 竟然将他的手掌震开 胡小天旋即一抓 抓向七七的胸膛 七七将胸膛一挺 胡小天眼看手爪叫抓上去 却突然警醒 哎呀这可是当朝公主 自己要是抓上去 那就是杀头之罪 更何况这丫头还未成年 自己作为一个拥有一定 道德情操的社会青年 无论如何也不能干这种事情 他赶紧把手又缩了回去 胡小天手下留情 七七脚下却不给 胡小天丝毫的情面 一脚奔着胡小天的 当下踢了过去 胡小天的反应速度 甚至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看到七七身躯一动 就率先预计到 他下一步的举动 身体腾空跃起 这一跳竟然跳出一丈多高 七七这一记辽鹰角自然落空 胡小天在空中一个翻身 稳稳落在七七的身后 再度扬起右手 一把抓住了七七的颈后 七七也没有料到 胡小天的武功 竟然厉害到了这个地步 别说他连胡小天自己都想不透 今天是怎么了 超长发挥 如有神助 竟然可以提前预见到七七的出手 难道和自己在小黑屋中的突破有关 七七被胡小天抓住了后警 怒道 放开 信不信我叫人砍了你的脑袋 胡小天道 我放开你 你不可以再对我出手 七七道 好 胡小天哪里肯信 可又不敢不放 放开之后赶紧向后退出竖步 拉开跟他之间的距离 七七转过身来 狠狠瞪了胡小天一眼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小贼 还有什么事情你不敢做的 胡小天道 明月宫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七七道 外面都传开了 说你伪造文才人的遗书 纵火烧了明月宫 害死了文才人和六名宫人 刘言飞语岂可相信 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以你一贯的人品 我相信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胡小天不禁为之气节 无奈摇头道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老子轻者自轻 七七美眸原争道 好你个大胆万为的奴才 居然在本公主面前撑老子 信不信我奏醒父皇 砍了你的脑袋 胡小天道 信 你小公主是精知欲业 何等尊贵的人物 做这等恩将仇报的事情 也很正常 七七道 你参将仇报 当初在酒窖里面 是不是你想杀了我和姑姑灭口 胡小天只怕她的这番话 被外人听了去 吓得拱手讨饶 小公主我怕了您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胡小天也没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 您全当我是个屁 赶紧把我给放了 你才放屁呢 七七说完 惊不住哥哥笑了起来 稍显稚嫩的俏脸之上 居然流露出和她年龄不符的妩媚之色 然后吐了吐香舌 可爱至极道 其实你杀了文雅娜贱人 烧了明月宫 我心底喜欢得很呢 胡小天真是欲哭无泪了 小公主我真没干哪 七七白了她言道 干了就干了 你怕什么 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吗 胡小天彻底无语 把脑袋搭了得下去 跟这位刁蛮公主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得 要杀要寡随你去 七七缓步来到她身边 用肩膀扛了她一下 你不用害怕 有我帮你 没人敢拿你怎么样 声音突然又低了下去 不过 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 你是怎么杀死文雅他们的 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面流露出 期待而兴奋的光芒 胡小天暗骂七七变态 既然她认准了事情是自己干的 不妨破罐子破摔 好好吓吓她 看了看周围 确信无人 方才向她勾了勾手指 七七将耳朵凑到她的唇边 胡小天压低声音道 先见后杀 一个不留 七七惊叉地捂住了嘴巴 一双美眸流露出异样的神采 显得兴奋至极 但是这其中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 你 你居然 连太监也不放过 胡小天 阴侧侧笑道 哼哼哼 我做事 从来 斩草除根 片甲 不溜 话没说完 眼前 拳影一晃 右眼剧痛 却是挨了七七 狠狠一拳 胡小天居然没能反应过来 被近距离击中 脑袋极其夸张地倒向身后 七七咬牙切实道 四太监 你当本公主是白痴吗 你是太监呢 先奸后杀 你有那个本事吗 胡小天直起身来 视你一逼 砰 又是一拳问候在胡小天的左眼上 胡小天这次直挺挺倒在了地上 他若是想躲 当然能够轻松躲过 可他对七七的性情非常了解 如果不让他在手足上占到一点小便宜 只怕这妮子不会善罢甘休 顺水推舟 老子全且吃个小亏 你老老的 老子有没有那个本事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人家还是个小姑娘 哎呀 胡小天哪 胡小天 做人任何时候 不能忘记道德二字呀 龙夜灵这一夜 睡得安稳 清晨醒来 感觉身体恢复了许多 舒展双臂 从床上坐起身来 感觉腹内冥想 嘣的一声 放了一个响屁 这个屁将一旁的太监宫女吓了一跳 旋即又惊喜不已 一名太监脱口道 皇上放屁了 皇上 说完之后 方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反手打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皇上 奴才言行无状 罪该万死 好在龙夜灵此时心情不错 并没有追究他的罪责 其实这小太监并没有说错话 他的确是放了个屁 而且动静很大 所有人都听到了 胡小天在外面苦熬了一夜 这会儿刚刚进入宣威宫 刚好听到龙夜灵的这个响屁 内心也是为之一松 虽然蓝尾炎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手术 可患者是皇上 任何事情都需要小心谨慎 放屁就意味着皇上可以进食了 可以说手术绝无问题 胡小天第一时间来到床上 喜气洋洋道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龙夜灵有些哭笑不得 放个屁而已 何喜之友啊 他干咳了一声道 何喜之友 胡小天道 常言道 龙气生堂四海平安 小天得门皇上的龙气 实乃三生有幸 内心激荡 久久不能平复啊 古人有云 大应牺牲 大象西行 此气只能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 皇上得心万民 威震四方 得慕皇上的 祥瑞之气 我等是何其幸运 除了皇上 谁又能发出 如此空灵幽远的声音 谁又能散发出 可比枝蓝的香气 让我等 有三月不知肉味 云阴绕梁 而三日不绝的感受啊 周围一帮太监宫女 听得瞠目结舌 见过不要脸的 可从来没见过 那么不要脸的 不就是一个屁吗 哪还有那么多的讲究 还龙气 还祥瑞 拍马屁的剑多了 可拍马屁 这么肉麻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龙夜灵干咳了一声 他也觉得 胡小天的这通马屁 拍得有些过了 不过听起来 还是感到舒服受用 比刚刚那个小太监 直接喊皇上放屁了 要顺而许多 正所谓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皇上也不能免俗 胡小天拍完这通马屁 居然脸不红 心不跳 笑眯眯望着龙夜灵道 陛下现在感觉如何 龙夜灵道 朕放了这个 总觉得说辟子不雅 当不起自己大康天子的身份 斟酌了一下方道 朕放了这股龙气之后 感觉舒爽了许多 伤口有些发紧 但是不疼了 胡小天笑道 皇上红福齐天 实乃大康设计之福啊 龙夜灵道 朕有些饿了 胡小天道 陛下放心 现在可以用膳了 那帮太监前去准备膳食的时候 龙夜灵向胡小天点了点头道 胡小天 这次你救驾有功 朕重重有赏 胡小天慌忙跪倒在地上听赏 龙夜灵说到关键之处 却突然中断 胡小天等了半天不见他说话 竟不住偷偷向上瞄 却见龙夜灵 鸣嘴闭眼 嘣 又是一个屁放了出来 真可谓是臭气熏天 胡小天离得太近 必无可避 只能忍气吞声 默默承受了这个臭屁 刚刚大喊皇上放屁的那个小太监 总算找到了将功赎罪的机会 扑通一声归了下来 兴高采烈道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皇上龙气升堂 四海平安 小笋子得门皇上的龙气 何其幸运 巴拉巴拉 这货也算得上是过而不忘 竟然将胡小天 刚刚拍马屁的那番话 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 各位听友 感谢您对一桶江山的收听和关注 您的每一个打赏 点赞 或者是评论 对老杨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么让鼓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各位听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桶江山 作者石章鱼 获奖老杨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FM